第0987章 真相 哦 连续成功了两次 那第一次可能真的是意外了 就算真的因为口袋狭窄有可能中途挣脱 但还是有很大的成功可能的 木木警官见到了又一次成功后 脸上也露出了恍然大雾的神色 旁边的徐悦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倒是还想再让对方来一次的 但凡事都要讲究各度 过犹不及 撸羊毛要慢慢来 不能一下就把羊给杀了 会吓到他的 借口自己还能找得出 但没必要 现在他算是已经进坑了 已经消费到了S级剧情点的级别 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眼前这个主线的通关的 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来 这一次倒也就到这里吧 的确是啊 看来是有点可能的 可惜 余线算不上铁证 徐悦有些叹息的声音 让土肥原贤二嘴角一阵的臭畜 就是这家伙 如果不是他的坚持 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消耗任务点 也好在马上就能回到自己手中了 否则杀了他的心 都有 虽然余线算不上铁证 但毕竟凶手已经承认了 口供的配合已经形成了完美的证据链了 土肥原贤二坚持地说道 是的确是这样说 但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 死者的钥匙掉出来的时候 钥匙是折叠好的吧 既然你这个鱼线是在钥匙扣上面 那你说 钥匙怎么能够折叠到内部呢 徐悦又恰当地提出了一个疑问 让土肥原贤二如遭雷击 其他几个见到了钥匙掉出来的人 也是满脸的惊讶 是啊 你东西进口带倒是正常 但要是是不可能进去的 那违反物理规律啊 这已经不是像空间交钱不交钱的问题了 哪怕真的交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也是属于灵异事件好吧 土肥原贤二之前冒险了一下 是没想到这一点 但想到了这一点后就已经清楚 自己再怎么缘都是缘不回来的 必须要当激励断和理直损 然后尽可能地找出真正的真相 不管他如何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继续瞪大了眼睛到处寻找线索 徐悦这边便已经开始了破案的流程来 各位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开始要他多尝试几次的理由了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明一下 真正凶手采取的真正杀人手法吧 徐悦这边开口 让土肥原贤二的心不由沉入了心底 果然 空间的心完全就是黑的 原来有这么个土著就在这里等着的 真是该死 对这个土著的情报了解的太少 太大意了呀 也是了 这么年轻爬到了这种位置 其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才是 能够比那个不在自己之下的福布评次 更早地找出真相 也是理所当然了 我之前已经从小池管家这里知道了死者喜欢的是古典音乐 但为何我们进来的时候放的是歌剧呢 而且还是声音调到了最大 是啊 为什么呢 徐悦一边引导着众人的想法 一边又来到了桌子旁边 将手放在了桌上那高高的书籍上 而且这堆书籍在这里看上去也有些违和 很不合理 就像是直接从书架上抱下来的才是 那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呢 那是因为想要用书籍挡住死者死亡时 可能出现的痛苦表情 用歌剧遮掩住死者死亡时可能发出的声音 徐悦的话说出来后 福布评次和土肥原贤二心底都突然闪过了什么 似乎即将明白过来 但在他们想通之前 徐悦便已经将手指向了凶手 没错 凶手利用我们心理上的盲区 制造出了眼前这一次的心理密室杀人案件 他是当着我们的面行凶的 石村公江夫人 就是你了 徐悦的话说出来后 福布评次和土肥原贤二也同时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眼前最大的可能了 可还未等他们开始琢磨寻找证据 徐悦便已经来到了石村公江面前 夫人 既然你先生的钥匙扣能够打开 那你的应该也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来让我看一下 徐悦的话说完 让石村公江整个人都开始发抖了起来 死死地握住了钥匙串 但终究还是被徐悦接了过来 打开露出了里面专门用来盛放毒针的凹槽 为了第一时间自然地取出凶器 也避免凶器划伤自己 所以这里才是藏凶器最好的位置 那么 夫人你还想要说些什么吗 没错 人就是我杀的 证据事实确凿的情况下 石村公江也开始放下了心中的负担 开口承认了下来 听到了他的承认 土肥原贤二也是闭目无脸 脸上浮现了绝望 他已经得到空间提示 这次破案失败 之前提交上去的任务点已经冻结了 之前得到的经验甚至已经抹除了 任务点只有自己完成了主线后才能够解锁 而经验更是只有以后靠其他案件获得了 不过还好 还好自己反应快和离止损了 否则继续测试下去 想要把那钥匙扣以折叠的形态送入口袋 那才是更加的悲剧 这边木木警官和毛利小五郎听到了凶手承认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意外的神色 那么杀人动机呢 还有为何老先生之前想要承认下来 大概是因为内疚吧 徐悦并没有放弃解释 而是继续说道 毕竟完美破案也是有加成的 自己要全部都露出来 一边说完他一边便是走向了书柜 从上面拿下了一个相框说道 难道你们不认为石村公江夫人 二十年前的相片和在场的谁有些相似吗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几人便也都接过了相框看了过去 的确是的呀 竟然和死者儿子的女朋友桂木姓子 几乎一模一样 当然相似了 因为桂木姓子 她就是我的女儿 是我和我前夫的女儿 石村公江也终于将心中的秘密 给说了出来 原来她的前夫是死者的同事 但死者为了得到 她用剂陷害了她的前夫 这其中还有着死者的父亲帮助 最后被她意外得知了真相 也因为死者的父亲 参与了当年的陷害事件 所以在背上了黑锅后 也选择了默默地承受 终于算是真相大白了 最后被手铐烤上带走的石村公江 也只能对自己儿子石村贵善说道 贵善 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立场说这样的话 但姓子以后还是拜托你了 之前 她之所以对桂木姓子这么凶 也是担心被别人发现 两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一切都放下了之后 自然也是不再伪装了 这乱乱的关系 当真是让人们感到有些猝不及防 而徐悦也适时地对木木 警官开口道 好了 木木 这次案件的侦破对外就说明 是毛利先生解决的吧 毕竟我的身份不太适合曝光在报纸上 而毛利先生 其实应该已经看穿真相了 所以 一开始 并没有和另外两位统一阵线 他是考虑的更多呀 哦 好的 左腾部长 哎呀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虽然我也看出来了问题的真相 但这不是一点都没说吗 毛利小五郎一脸的惭愧 这边的变化 也落入到了福布屏次 还有土肥原贤二的眼里 咦 难道这位毛利侦探以前获得的名气 其实是这位左腾警官 想要低调的关系 才变成这样的 那公腾新一呢 福布屏次倒是反应很快 管他什么公腾新一 现在老子又有新目标了 没错 就是你了 左腾月 土肥原贤二则是又皱眉了起来 好像线索又有些中断了 不过之前 自己好像还怀疑了什么来着 则 似乎是一件很违和的事 算了 这任务 空间的时间还长 自己迟早能够想起来的 第0988章 旅行团 案件完美地解决了 徐悦的表现就像是一把利剑 直接计断了福布评次的骄傲内心 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局是自己输了 福布小哥 推理并不是所谓的鄙视 带着这种态度去的话 反倒是会因为急于求成被蒙蔽了双眼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徐悦拍了拍福布评次的肩膀 也算是替代龚腾心意给他上了一课 而柯南也身体好了点 得知到了案件已破后 也顶着发烧出来看了下结果 然后也终于满意地晕了过去 小屁还长身体的时候就开始硬扛发烧 不晕他晕谁 另外一边 土肥原贤二也是暂时 在徐悦还有福布评次面前露了个脸 留下了个印象 龚腾心意当然还是要调查 不过看来虽然他经常会打电话到毛利侦探社 问候他女朋友 但实际上的试探来看 却的确是没有再在毛利侦探社露头了 这一点已经从毛利兰 还有毛利小五郎这边旁敲册 听得到了结果 那个废物名侦探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如今最大的可能是 龚腾心意惹到了什么麻烦躲了起来 而他的朋友 那位警示厅的部长为他提供了便利 协助了他进行隐藏和躲避 根据他经常会来毛利侦探社的情况来看 很可能龚腾心意 平日里对毛利兰的了解 就是通过了他来进行的 这样一来 一切证据链也都再次连接上了 线索也已经继续保持了下来 不过因为对方是警戒高官 而且既然龚腾心意事 惹到了麻烦的关系 那肯定也会保密信息小心翼翼 所以不能太过急切 必须要徐徐途治 慢慢地在他心中留下印象拉好关系 如此一来 终究是能够将龚腾心意的小尾巴给揪出来的 今天虽然暂时损失不小 案件也没有破掉被抢了 但土肥原贤二面对徐悦 依然还是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今天权益仗左腾警官了 如果不是靠您的话 我或许就冤枉了好人 反倒是成为了凶手手上的工具 再次表示感谢 说完又是对徐悦一句到底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日国人 土肥原贤二当然知道 在这里讲礼貌 表现谦卑才是最好的态度 特别是对这种正春风得意的年轻人来说 更是要多说好话 破坏了一次自己的计划 又算得了什么 自己必须要忍辱负重 今天失去的迟早都要从他身上赚回来 而徐悦面对土肥原贤二这种谦卑的姿态 脸上也同样地露出了笑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说话可真好听 回到了事务所后 土肥原贤二也对这一次的行动 进行回顾和审视 总结失败的原因 还是太大意了呀 哪怕心中警钟长鸣 知道惩罚空间的风险 也依然认为自己掌握了大事 果然世上并不害怕出错 但却害怕出错后 却自以为是 哎 可惜了 而他一边想到这里的时候 外面的大门 便是被人敲响了起来 抬头看去 便看到了一位拄着拐杖 满脸烂窗的身影 看着对方残废的身形 土肥原贤二眼中 也出现了一丝恍然 也是轮回者是吗 而自己之所以光明正大的打出 特高侦探事务所的牌子 最主要的也就是为了吸引友军的注意 毕竟这次惩罚任务当中 己方的友军术理论上 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至于不小心暴露了自己 碰到了北洋那边的人 那也不用太担心 这里是惩罚任务 自己也是合法合规的一名侦探 在这种和平任务 空间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阁下既然找上来了 那自然知道我是谁 可以自报身份吧 土肥原贤二看着那满脸烂窗的主拐瘸子 很是平静地说道 这次惩罚任务 对于己方占据了很大优势 特别是帝国的轮回者 先天上就能够适应本土作战 各种风俗习惯无形之中 就能获得便利 而那个瘸子并没多说什么 而是手上笔划出了一个隐蔽的手势 原来是小王爷 快请坐 哼 看来你也已经找出了 这个空间隐藏能力的获得手法了 倒是混得还不错啊 在镇主这拐杖走了进来 然后便是坐在了沙发上 将拐杖重重地放在了一边 因为一向养尊处优 大多靠宫中资源堆砌上来的 他综合名望并不高 这开局还真是难混 在发现了友军的地盘后 还是拉下脸过来投奔了 听你这么说 似乎也已经明白了 那我们之后倒也可以合作 土肥原贤二对于对方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也感到了些许惊讶 在镇的能力虽然不算差 但其实还是有点对不起他的实力和地位的 纯粹出身好而已 哼 我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自然还是有点收获的 在镇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不由一黑 那么 不知道是否能够共享一点情报 轮回者那边 经常在宫藤家附近晃 自然多少也都互相有些眼熟的 也一直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 互不揭破 互不表露身份的默契 但时间毕竟也过去了这么久 这平衡中就还是会慢慢打破 土肥原开始光明正大的挂出了牌照之后 也算是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双方的身份了 不过 等到双方各自都找到各自的阵营 完全区分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作为谨慎的大佬 大多也都不会缺乏试探的耐心 而另外一边 柯南手上的业务也没有停下的意思 按键迫不停 原本的话 以毛利小五郎的曝光频率 多少也可能会引来一点轮回者的注意力了 不过也因为徐悦干涉的关系 土肥原贤二这边下意识地 就当作了毛利小五郎的功绩 大半都是那位佐藤警官送出来的 至于他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侦探难道不就是要去案发现场进行破案吗 不都是跟着案件走吗 他应该是警方的合作伙伴吧 新闻报纸方面 在徐悦的插手之下 也一直都在淡化这件事 所以外人并不知道 实际原因是毛利小五郎走到哪 人就死到哪 还以为他和福尔摩斯一样 是跟着案件走的 嗯 说到福尔摩斯 柯南在大发神威 又破了几个案子之后 因为手剑的关系 报了个旅行团 将徐悦也拉了过去 当作是他一直做食物的回礼了 而这个旅行团本身的主题 也就是福尔摩斯迷组织的 是经过精心挑选选择的 相同爱好者旅行团 第0989章 福尔摩斯迷 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报了个旅行团 毛利小五郎坐在车座上 满脸都是嫌弃的神色 这次的旅行团是柯南自作主张 报名的 因为这个旅行团 在福尔摩斯迷当中 还是比较出名 对于团员的选择都会精心挑选 就连柯南自己都没想到 会这么幸运地被选上 所以她才会连带毛利小五郎 小兰 还有佐藤岳一起 参与进来 徐岳坐在这辆商务车的最后面 也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而是查看了一下车内的人员 嗯 很好 虽然有自己的加入 但总体上来说 还是没有出现人员变化 这和空间本身的修正力量 也有着关系吧 大概 现在 开车的是这次旅行团 发起者的员工 目的地山庄内的服务员严谨人美 副驾驶位的是一个叫做腾池俊朗的大叔 他的职业是司机 毛利兰旁边的是叫清水奈奈子的图书管理员 另外还有毛利小五郎身边的一个体育老师 川金玉夫 几人在车内都是在不断地聊着 自己关于福尔摩斯的理解和爱好 互相说明自己最喜欢的小说 柯南也在里面和他们互动得相当的不错 不过当有人好奇地问向毛利小五郎的时候 他一句西方快车杀人案件就直接把老底给卖了 瞬间让其他参团的所有人都对他隐约有了些排挤 这可是圈内相当出名的一个活动 怎么这一次选了个外行人进来 真是糟糕至极的体验 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也是一位有钱土豪 在一处峭壁之上建立了一个山庄 而这次除了开车带人过来的服务员外 另外还有着老板亲自开车带来的另外一批旅行团的人 最终都在山庄内完成了会合 圆圆胖胖穿着福尔摩斯打扮的发起者筋骨欲致 也在山庄内对所有人进行了欢迎 欢迎各位参加这一期的旅行团活动 我是山庄的主人筋骨欲致 而各位也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团员 精挑细选 我看不至于吧 这里面还有连福尔摩斯是谁都不知道的蠢蛋呢 之前和毛利小五郎同坐一车 副驾驶位上的腾池俊朗开口说道 虽然没有点名是谁 但同车的几人却都知道 就在毛利小五郎感到很是尴尬 准备就此离开的时候 这次主办者筋骨欲致 也是连忙上去拖住了他笑着说道 各位 我之所以会将毛利先生选过来 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当代的名侦探 不逊色于福尔摩斯的毛利小五郎先生 他的话说完 还真引起了其他团员们的惊讶 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一点都不靠谱的大叔 竟然会是名侦探 或许他们没有看过他的报纸 不知道他的相貌 但听说还是多少都听说过的 是啊 虽然这个大叔看上去有那么点不靠谱 而熟悉的声音 此时也从人群当中发了出来 一个熟悉的黑皮冒了出来 正是福布评刺 有大叔 小兰 小鬼 还有佐藤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福布评刺将冒言掀起 露出了自己的面容 诶 福布同学也是福尔摩斯迷吗 小兰也感到了有些惊讶 那倒不是 我只是觉得 龚腾心一可能会参加这个活动 不过虽然他没过来 但佐藤警官来了也一样 福布评刺左右看了看 似乎很是无所谓 说起来比起柯南道尔 我倒是更加喜欢埃拉里昆的作品 只是这作死的家伙说话 那是完全不分场合了 顿时便是引来了其他福尔摩斯迷的怒目而事 而徐悦这时候也完成了团员们的排查 本来他还认为 因为龚腾心意喜欢福尔摩斯这件事 是能够调查出来的 可能会有轮回者以此为线索加入这次团队 但看看还是没有可疑的对象 不过想想也是 大多都是些残疾人 这又算是半私人性质的活动 就算他们在符合条件 这老板也不至于会邀请残疾人加入进来吧 真是有些遗憾啊 哼 又一个说大话的 那位名侦探的消息我可是见过 但要说他能和福尔摩斯相比 简直可笑 因为福布评刺的话 顿时让现场火药气氛浓了起来 而一位大学生样子的眼镜男 便是毫不客气地讥讽了起来 目标直接放在了旁边的毛利小五郎身上 作品好坏什么的还真不好评价 公说公有理 但对人就没问题了吗 眼镜男是跟着另外一辆车上来的 叫做护叶炎人 而他身边的女朋友大木灵字 也是接着开口道 没错 说起来 他大概也就只能和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医生相比了 两人这不阴不阳的话 也是让毛利小五郎感到了一阵的恼火 好在作为东道主的筋骨玉芝开口或悉尼转移话题了 好了 各位 我现在向各位展示一下这次活动的最终奖品 那就是柯南道尔第一版的原版典藏 随后 筋骨玉芝便是拿出了一本包装保护的很好的书籍 看上去虽然很有年份了 但却依然保存得相当完善 这种大杀气一出来 顿时就让这里所有的福尔摩斯资深粉丝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 这是真的吗 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快告诉我 所有人都显得有些急不可耐了 这看到筋骨玉芝眼里也露出了一丝自得的笑意 当然要得到这东西 还是要有一些考验的 现在我会先发一千道题目给各位做一个小测试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福尔摩斯迷 最后得分990分以上的能够在明天晚上参与到最后的推理决赛当中 然后获胜者便能够得到奖品了 听到他的话 大家也大体上明白了意思 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有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可以用来答题 这一千道题肯定不容易 所以可能还得要熬夜了 另外大家的房间和走廊都有着监控摄像头 不要想着作弊哦 现在请各位将通讯工具先交出来 筋骨玉芝示意自己的服务员上前将各位的手机都收走 那个我也要做这个题吗 毛利小五郎有自知之明 自己当然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题目的 不过好在筋骨玉芝本来就是把它当作了吉祥物 没有它做题的要求 也就带着这样的心思 各位便都是早早地回到了房间 开始了签题的功课 徐悦也顺便领了一份试卷 福尔摩斯虽然说不上喜欢 但看还是都看过的 这种事情以他过目不忘的记忆 当然是没什么难度 顺手做了也就做了吧 总归想要等案件发生酝酿到极限在破案才好吗 还有上一次自己就阻止了柯南和福布评次的互动 这一次也在接再利好点 知道他身份的人还是越少越好 福布评次可时常都管不住自己的嘴 第0990章 杀人事件 这一千道题目对徐悦来说的确不是什么问题 顺手就全部完成了 但对于其他要纯粹靠着普通记忆 只靠热爱和兴趣来回忆的成员们来说 那可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一晚上都有人通宵奋战 第二天白天也都是足不出户 随便吃点东西又回头投入了体海当中 直到了晚餐过后 才是陆续集中到了大厅当中 因为主办者金谷玉之昨天说了 会在这个时候公布答案 只是明明已经到点了之后 他却并没有出现 让所有人都围上了现场的那位服务员严谨人美 怎么回事啊 老板怎么还没有出现 是啊 明明说好了的时间的 不守信用吗 可面对这么多的询问 严谨人美却是完全回答不上来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情况 这一等就从八点等到了十二点 算了 我懒得等了 你们继续 徐悦率先起身 没有等下去的意思了 对于他的选择 知道他身份的毛利小五郎等人 倒也都理解 总感觉这位老板在作死 因为有了徐悦的带头 顿时便有着另外几个 同样感到了愤怒的团员 一起跟着陆续离开了 大厅当中 最后也就剩下了毛利小五郎 小兰 柯南 福布评次 以及另外那对大学生情侣 毛利小五郎他们几人 是因为柯南要坚持留下来 而那对大学生情侣 则是由南方护夜言人开口说 这可能是老板特地留下来的耐心考验 强行留下的 这一等 便是等到了凌晨三点 等到毛利小五郎都抓狂了 但就在此时 一辆车辆便是出现在了大厅的窗外 正缓缓地朝着远处的悬崖行驶了过去 一下也吸引到了几人的注意力 咦 那不是金谷先生吗 金谷玉之那独特的福尔摩斯打扮和自己本身胖胖的身材还是很显眼的 护夜言人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喂喂 那一边是悬崖啊 在得到了这样的提醒后 福布评次和柯南也都是心中一惊 随后迅速地冲了出去 现在车速还不快 他们快速地接近了车门 但却如何都打不开 而且无论如何敲打窗户 都是得不到里面金谷玉之的回应 让柯南心中一阵骂娘 如果这时候佐藤那家伙在这里就省事了 四十码的车他都能直接逼停 这么慢的完全不在话下才是 只是可惜 他们两人的能力有限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车开下了悬崖 坠毁在了下面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当然原本在房间里休息的人也都再次出来了 而出来后他们还发现 甚至连原本交出去的电话都全被损坏了 车库内另外一辆车的邮箱也被破坏无法启动 几人短时间内是被困在了这山庄当中 还真是麻烦啊 怎么又是这种鬼情况 徐悦挠着头似乎是感到有些无奈 佐藤哥哥是警察 现在应该要听他的安排 柯南这时候也再次将佐藤搬了出来 当做了靠山 只有佐藤掌握全局的时候 自己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来寻找线索 柯南的话也再次吸引到了其他人的注意 现在死人了是人心惶惶 可这时候 有一位平时不怎么看重的警察在旁边 还是让他们踏实了不少 死者开车的时间是三点出头 附近没有人 我们怎么敲门都无法得到回应 初步断定是他杀 福布评刺沉稳地说道 他杀 怎么会 毛利小五郎继续露出了自己的屁股 笨蛋 你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名侦探的 只要先将死者杀死 然后将他摆好位置挂上地档 自然而然的就能变成这种结果了 大学生护夜言人当场将情况说明了出来 都是福尔摩斯迷 在场每一位多少也都有点推理能力的 而且我们还在车内听到了嗡嗡的声音 柯南这时候也提醒地开口道 侧头看了他一眼 徐悦也琢磨着不能让他多开口了 之前自己是不愿意待在现场 不然以自己以前的能力展现 完全可以直接强行停车的 搞得让柯南和福布评刺多待了一会儿 不过因为没有上次的碰头 现在应该还没引起福布评刺的怀疑才是 一边想到这里 徐悦便是一边向柯南伸出了魔爪 将他撸到了怀里 开始扯住了脸颊 让他说不出话来 可能是空调声 或者发动机出问题了 得到了提示的徐悦 便是拎着柯南出门 朝着那开车的轮胎痕迹处走去 并且开始观察地面了起来 福布评刺看到了徐悦的行动后 脸上也是出现了一丝战意 不愧是上次将自己打抱的对手 仅仅听到了我们的描述 就发现了问题 柯南也借助徐悦的掩护 同样瞪大了眼睛看向了地面 想要看看有没有空调水 只是黑灯瞎火地看不明白 这时候女大学生大木灵字 便是点燃了自己的打火机 为几人提供了视野 似乎也同样明白了什么 就现场来说 作为大学生的两人 的确比其他人的推理能力高上一截 最后 众人便又回到了客厅 气氛民众地开始对后续进行了讨论 犯人破坏了车子和通讯 显然想要让我们暂时困在这里 说明肯定还会继续动手 作为现场唯一的警察 徐悦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通报情况的责任 她的话说完 也让现场的几人都脸色难看了起来 还要杀人 谁都无法排除被杀的对象是不是自己 而且除了当时在大厅的几人外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所有人都属于嫌疑人 徐悦简单而平淡地陈述着什么 杀完人再完成布局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时还在现场等待的两位大学生 还有毛利小五郎 他们几人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这很容易得到其他人的理解 那个 几位之前有查到你们想要的线索吗 而这个时候 大木灵子回头 又对徐悦他们几人问道 愣了愣后 柯南和福布平次便是同时摇了摇头 不过徐悦中途制止了柯南的摇头 将他掰直了 福布平次的回答 让大木灵子眼中出现了一丝恍然 随后便是笑了出来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而且也掌握着决定性的线索 大木灵子的话 让现场所有人都是愣了下 特别是柯南和福布平次 对方是问了自己 两人问题后才这么说的 那还真可能掌握着自己等人不知道的线索 女士 如果手上有线索的话 就请你现在说出来不要卖官子 作为一名警察 我还是有着这样要求的权利的 就在这时候 徐悦便是开口打断了众人的思考 让大木灵子不由一下就掖住了 现场有一个警察呀 他如果强行要求的话 自己还真只能配合 这让他一下将原本的话也收了回去 哈哈 开玩笑的啦警察同志 我只是想要诈呼一下 看看能够把凶手诈出来不 你破坏我的计划了 哦 这样就好 希望各位再努力回想一下 是不是有其他线索 有的话请通知我 那么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徐悦点了点头后 便是起身离开了房间 柯南和福布平次 可都不是吃素的 将凶手流露出的破绽 隐藏得越好 最后 自己吃毒食的可能性才越大嘛 第0991章 接二连三 哼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回荡在了山庄之中 所有的窗户都开始了明显的抖动 最靠近的几处 更是直接玻璃破碎 一下将所有旅行团的成员 都惊醒了过来 而后跑出了山庄 看着车库那边的大火和浓烟 眼中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快灭火 直接从三楼窗口一跃而下的徐悦 一边高声喊道 一边提着灭火器就朝着车库的方向冲去 其他人在他的提醒下也是从震惊当中回过了神来 先后准备了各种灭火道具跟了过去 虽然火势看起来凶猛 但因为车库内可燃物较少的关系 在第一波一丝汽油的爆炸完成后 还是很快地被控制住了火势 灵子呢 你们有谁看见了灵子吗 护夜炎人提着灭火器 在将最后的一点鱼燕喷灭之后 表情也显得是有点焦急 大木灵子 它没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 还有谁少了吗 因为护夜炎人的话 现场也变得有点乱糟糟了 随后开始相互之间进行人数确认 而这时候徐悦也适时地开口道 没有 我下来的时候除了大木灵子外 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 唯独大木灵子没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有可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尸体 听到徐悦的话 所有人也都是心中意涵 就在大多数人都因为徐悦的话而分心的时候 腾池俊朗 这位一直看毛利小五郎不怎么顺眼的大叔 则是偷偷摸摸地打开了烧毁车辆的后门 似乎是想要进去翻找什么 然而 在他打开门来之后 便是看到了里面一具烧焦的尸体 吓得他直接尖叫了起来 果然 所有的一切都印证了徐悦所说的话 在这里找到了大木灵子的尸体 灵子 护夜炎人看到自己女朋友的尸体 也顿时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声音 旁边其他人也都是脸色难看 和之前那位警官所的一样 犯人之所以强行逼自己等人留下 果然是 还有着想要杀死的人 既然按照警官所说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 那到底是如何点燃的车辆 如何纵火烧死的大木灵子 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吗 腾池俊朗似乎是因为看到了尸体的关系 显得有些瑟瑟发抖 他的话说出来后 其他人也都反应了过来 是啊 当时所有人都在 这里却突然爆炸了 还炸死了大木灵子 那肯定是有另外一个人纵火 这种心态让他们紧张的同时 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好歹不用和凶手待在一起呀 这可不一定 在福布瓶刺和柯南都若有所思的时候 徐悦便已提前打破了这一份瓶颈 什么不一定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把灵子炸死的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 护叶炎人也是显得有些崩溃的说道 你们不要忘了 当时大木灵子本身并没和我们在一起 也恰巧就在案发现场 徐悦的话也让所有人一待 怎么回事 自杀吗 而福布瓶刺和柯南两人则是同时闪过了一道电光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 的确是可以形成这样的画面 左藤月 你不愧是一个值得挑战的对手 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 不管是福布瓶刺还是柯南 两人看向徐悦的眼神都变得炙热无比 当然也不是自杀 而是很可能凶手对他说了什么 摆出了让他无法拒绝的东西 叫他来到了这里 不要忘了这辆车的油箱 可是被破坏了 附近也没有电灯 汽油灰发出来之后只需要有明火就能爆炸 而大木灵子身上恰巧就有打火机 徐悦继续地向其他人说明了一下眼前的问题 让所有人都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黑灯瞎火地找东西看不到 下意识地打开打火机然后引发爆炸的吗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执着 川金玉夫这位体育老师也开始开口询问了 大概是那一本柯南道尔发表的典藏书籍 徐悦用一种推测的语调说道 让其他所有人也都理解明白了过来 是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全都说得通了 的确就是那一本书籍 因为凶手要杀的人可能还包括我 腾池俊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 带着些许庆幸和些许后怕地说道 吉人回头一看 便是看到了他纸条上写明了这一本书的地点 正在那车内的后座之下 如果他过来的速度快一点的话 那将会和大木灵子一起被卷入火海当中 这张纸条是哪里来的 终于找到了存在感的毛利小五郎 连忙开口问道 自己可是前辈 怎么能够让这群小辈比过去 是从我房间门缝里塞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 腾池俊朗的语气显得有些唏嘘 这样吧 大家先回到大厅里再说 这里的气体可对身体不好 而此时 徐悦也将众人劝回了山庄大厅之内 事情就是这样的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腾池俊朗将他知道的细节全部说出来后 立刻就引来了护叶炎人的质疑 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这样 想要洗脱自己的嫌疑 为什么我们都不给 单单就给了你 不得不说 护叶炎人的质疑还是很对的 其他人看向腾池俊朗的目光 也都带上了些许怀疑 不 不是我 我怎么知道 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腾池俊朗也显得有些慌 可就在这个时候 啪哒一声 却是直接断电了 这突然的变故 让现场的几位女性都不由发出了尖叫声 这可是已经连续死了两人了 突然断电一片漆黑 当然也都感到了害怕 不要慌 就是停电了而已 腾池俊朗点燃了自己的打火机 为漆黑的房间带来了些许的光明 但随后便听到了一声她的惨叫声 而后紧随其后的就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不好 大家小心 突然的惨叫和玻璃破碎声 顿时又让现场的气氛紧绷了起来 都趴下不要动 砰 而这时 徐悦的声音伴随着一声枪声便传了过来 吓得所有人都闭嘴了 没过多久 电灯便是又亮了起来 满大厅所有人都是趴在了地上瑟瑟发抖 唯独只有徐悦持枪站在了原地 前去泡咖啡的服务员严谨人美 也急急忙忙地从厨房跑了过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厅的窗户明显是被重物打碎了 好像是有人出去了一样 而腾池俊朗则是后背背心 被捅入了一枚碎冰锥 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第0992章 猝不及防 人已经死了 手臂上和背上有伤口 致命点是后背背心 徐悦蹲下来 检查了一下腾池俊朗的情况 平淡地开口说道 而他的话也是让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特别是护叶严人脸色 更是一片煞白满脸的难以置信 刚刚停电是怎么回事 徐悦回头又看向了之前 前往泡咖啡的严谨人美 是跳闸了 然后我找到了闸刀又拉了回来 在我插入咖啡机的时候跳闸的 那应该是有人在咖啡机做了手脚 徐悦文言点了点头 哪怕没有见到现场 也直接给出了断定 基于他一贯正确的风格 所有人也都没有怀疑 只有福布评刺连忙跑去了厨房 确认了一下 回来一脸凝重地看着徐悦点了点头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反应速度 真的是听着别人的说明 就能够破案的吗 这也太夸张了点吧 不过这时候毛利小五郎 又继续跳出来刷存在感了 没错 就是有人在咖啡机上做了手脚 导致了停电 然后趁着黑暗袭击了腾池俊朗 将他杀害后便跳窗逃走了 所以这也证明了凶手其实是外面的人 不 凶手是屋内的人 毛利小五郎刚刚刷好存在感 福布评刺便毫不客气地将他对死了 你没发现椅子的摆放有点问题吗 这椅子上粘着玻璃碎片 很显然是凶手用来打破的 而连自己能不能逃跑都无法确定 那他为何还要将椅子还原 那是因为情况太过紧急 他无法擦掉指纹 只能等到来电后装作漫不经心地擦掉 福布评刺很是平静地说道 可惜还是迟了一步 如果早点发现问题的话 那应该可能可以看到是谁距离这椅子最近的 但刚刚来电后 所有人注意力都被腾池俊朗预袭给吸引过去了 包括自己也一样 一听凶手果然还是自己内部的人后 所有人脸色也都变得难看了起来 互相之间都抱有了警惕心 互不信任 还有一点 各位难道没有发现第三次作案和前两次的差别很大吗 比起那种计划好的情况 表现得太过仓促 留下的痕迹也太多了 这时候徐悦便是再次找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很可能第二位被杀害的大木灵子小姐是凶手临时起义 替换掉了原本想要杀害的腾池俊朗 然后在冒险利用这相对简陋的方式 对腾池俊朗进行了突袭 徐悦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有些意外 唯独服部评刺和柯南两人反应了过来 而后徐悦便是在柯南开口之前将她捞到了手里 开始扯脸颊阻止了她的开口 交由服部评刺说明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 之前大木灵子小姐说找到了线索 知道了凶手这件事可能是真的 然后她出面对凶手进行了威胁 凶手则是利用原本对付腾池俊朗的陷阱对付了她 也是了他们两人都有打火机都会中第二个陷阱 在场其他人也都是福尔摩斯的爱好者 听到了两人这连续不断的推理 直接将情况分析出了个大概后 也都是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敬佩 相比于推理小说来说 这种现实当中最直观的推理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纸上谈兵终究笔布的这种实战出身的家伙 那么大木灵子小姐是掌握到了什么线索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到过大木灵子小姐的异常举动 徐悦这边又开始引导起了节奏 我倒是在昨天中午的时候见到过她 她显得很慌张地藏起了答题试卷 小兰不确定地说道 让其他所有人都联想到了作弊 看来大木灵子是知道这监控坏掉了的 而她要找的人又是谁呢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护叶炎人 不过不对啊 护叶炎人是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 当时她是和毛利小五郎他们几个一起亲眼看到了车子开出来的人 没有作案时间 呵呵 大致上我也已经明白了凶手的作案手法了 徐悦一边抓着柯南 阻止她卖弄的作死 以免在腹部评刺面前暴露更多的东西 一边开口说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熟悉的提示声却是传入了耳中 丁触发任务 真相只有一个 腹部评刺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任务要求让腹部评刺发现柯南的真实身份 得到了这提示后 捏着柯南脸的手不由一松 随后 柯南整个的一坨便是直接掉到了地上 摔得不轻 换来了那死鱼眼的小眼神 嗯 不过方法虽然是知道了 但可惜我手上没有证据啊 徐悦有些叹息地摇了摇头 直接改变了画风 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他的话倒是忽然让柯南愣了下 没有证据 左腾哥哥 你那个一千问的题目都做完了吗 柯南试探性地问道 当然 这么简单的试题有什么难度的 当天晚上就搞定了 徐悦随手将自己的试卷丢给了柯南 柯南抱住 翻看了一下后 脸上也是不由再次露出了死鱼眼的表情 这是何等的记忆力啊 当晚就能搞定 他是完全不用想的吗 哦 原来如此 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没有想到证据的出现方法 因为这些题目对他来说都太简单了 一视同仁 一边想到这里 一边柯南又看向了福布评刺 只见福布评刺此时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似乎是同样没想到证据的获得方法 看得柯南心底也不由叹了口气 之前福布评刺就说了他最喜欢的并不是柯南道尔 说不定那题目一题都没有动过的 算了 看来这一次只能靠自己了 其实柯南完全可以选择将他知道的线索告诉徐悦 然后让徐悦来解决的 不过显然 从认识开始就一直被压制着 柯南也是憋了一口气 就是想要赢这么一次 唯独在推理方面 柯南是很执着的 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显然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利用谁来完成这推理呢 要是继续用毛利大叔万一福布评刺跑到后面来看怎么办 他的观察力也不是盖的 佐藤那家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倒是不用再提防了 很好 就是你了 福布评刺 一边想到这里 柯南便是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设了福布评刺一发 让徐悦看到后眼中也泛起了一丝笑意 请开始你的表演 宫藤新衣 福布评刺我是一定会弄醒他的 第0993章 真相 犯人就是你了 护叶炎人先生 柯南用福布评刺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关系腔 直接指出了犯人的身份 然后还没等到徐悦动手 毛利小五郎就代替了他的工作 狠狠地给了福布评刺头上一拳 看得徐悦也是眼皮直跳 这到底是毛利小五郎的脾气还是空间的自我修正还真分不清 笨蛋 护叶炎人他可是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 当时金谷玉之先生死亡的时候 他前面几个小时都和我们待在了一起好不好 虽然第二次案件还有第三次案件的不在场证明 都已经被全部解除和攻破 但第一次案件现场看到了车子出来的几人 还是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在大木林子死亡了之后 护叶炎人便是除了毛利犯罪团伙和福布评刺外 唯一一位拥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成员了 当时仅仅只是证明了他在车辆出来的时候 在我们旁边 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时间杀人 因为有一个方法可以完美地制造出 这不在场证明 柯南虽然也担心福布评刺被打醒 但依然还是稳重地说道 那就是利用尸体死后的僵制时间来进行 一般尸体死后30分钟到12小时 身体会逐渐出现僵硬 这个时间可以一直长达40小时 然后又由于自身的腐败和分解逐渐地软化下来 只需要在尸体死亡之后 利用重物压住死者的脚到刹车上 然后将汽车挂上地档就能完成这个布置 等到尸体僵制后再将重物拿开 等到尸体再次软化之后 车子就能够自己启动了 听到了福布评刺的话之后 毛利小五郎先是愣了愣 随后便又开始嘲讽了起来 你自己都说了死亡从江直到软化需要40小时以上的时间 但如果车内开启了暖气提高了温度的话 这个时间可以大幅提前 柯南在说到这里的时候 徐悦也是神色微动 刚刚腹部平次动了一下 应该是醒过来了 开始毛利小五郎那一拳打得不轻啊 不过他反应还是快 依然还装作了昏迷 并没有直接站起来 而是和自己一起静静地看着柯南的表演 所以当时我才会在地上寻找水渍 没有水渍说明不是冷气 那个嗡嗡声自然就是暖气了 在福布平次说到了这里之后 所有人也都恍然大悟了起来 的确啊 如果这样的话 那完全可以制造出不在场证明的 因为实体已经伴随着车辆的坠落 而无法检测了 如此一来 就算是拥有不在场证明的护业炎人 也有着作案时间了 或者说正因为他有着不在场证明 所以他的嫌疑变得更大了 哈哈 说得好 开始那位警官应该也是想要这么说吧 不过正如那位警官所说的一样 证据呢 请你拿出我杀人的证据来 护业炎人被完全拆穿了三次所有手法 心中还是有些慌张的 不过开始那位警官说的没错 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只要自己咬死了 就不会有问题 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福尔摩斯吗 那是自然 护业炎人就是因为两人侮辱福尔摩斯而杀人的 他当然不可能当面否定 那你也想要得到那一本初始版的典藏了 呵呵 你认为我会因为一本典藏而杀人吗 护业炎人冷笑了一声 不 并不是典藏的问题 而是关于那一张一千题的试卷 请问你第241题是哪个题目 柯南的话让护业炎人心中一惊 不过很快还是冷静了下来 开什么玩笑 具体哪一题 我怎么会记得 不过随后 柯南又爆出了题目的全称 让他慌张的同时 也冷静了下来 笑着回答出了这个题目 然而在他说完之后 所有人看向他的眼神都变掉了 因为原本第241题是一道完全无法忘记的超级难题 除了护业炎人外 所有做了试卷的人都知道这题是什么 所以说既然你是福尔摩斯迷 又想要那本典藏 那为何你连这试卷都不做完呢 大木灵子小姐之所以看穿了你是凶手 就是因为他想要来找你问题目的时候 发现你不在房间 并且发现你连一题都没有做完 没错 这次杀人事件是并没有直接证据 但在那一份空白的答题纸出现之后 所有的间接证据已经足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完成定罪 随后护业炎人也是标准性地跪了下来 说明了自己杀人的理由 仅仅只是筋骨玉枝和腾池俊朗合伙出的书对福尔摩斯的形象 造成了些许影响 他便动了杀人的念头 不过腾池俊朗 我应该没杀死他 我印象中只刺了他一下 他反抗后我才慌张地打碎了玻璃 但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说出了一句话 让柯南都愣了愣 不过这倒是无伤大雅的小事了 黑灯瞎火的 很可能就是在腾池俊朗挣扎的时候 导致了第二级的命中 这一点就算是护业炎人 都是有些不确定的 的确是如之前推理所说的一样 第三次的案件完全是他临时起义的 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伏不平次也装作了刚刚醒来 换来了大家的一致褒奖 在那边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让柯南也松了口气 还好这家伙没怎么怀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确实绕过来将他抱了起来 你麻烦大了 徐悦淡定地在他耳边说道 让柯南愣了下 刚刚因为毛利侦探动手 他在中途醒过来了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徐悦将话说完之后 便是将柯南随手丢到了 伏不平次面前 笑着对那位黑皮侦探打了个招呼后 便是上前掏出手铐 锁住了护业炎人 另外一边 伏不平次便已经开始 同冷汗直冒的柯南摊排了起来 任由柯南如何装傻卖萌 伪装小孩子都无法糊弄过去 看到柯南准备坚持到底 死不承认的时候 伏不平次便是朝着小兰走了过去 小兰 我跟你说啊 这个小鬼 见到伏不平次一言不合就开大招 柯南也只能崩溃地跑过去 阻止了他 好吧 本来伏不平次其实也只是 相信了八成的 主要也是见到了徐悦 事后将柯南抱起来耳边 说了什么话之后才是完全确定的 龚腾心仪变成小孩子的事 那位年轻的警示长应该也清楚 按照他上次给自己的提醒来看 的确是真相 只有一个 第零九九四章 一斗半岛 真是不可思议啊 竟然还有这样的药 回去的车上 伏不平次和柯南 还有徐悦三人都坐在了最后面 一脸的嘖嘖称奇 而反过来柯南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本来有一个左疼就够头疼了 结果现在又来了个头疼的黑皮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不是你自己作死 碰到了案子就控制不住自己 只要在案发现场 仔细观察你的表现的话 这点结论推出来并不难 徐悦显得很是无所谓的说道 他倒也希望这家伙能多控制住一点自己的 不然哪怕是土肥原贤二 如果一直在他的破案现场的话 都有不低的可能发现真相 好在自己提前收服了真业 让他对土肥原贤二的侦探社进行了监视 然后上次就下来的 SET成员删布好意也同样地进行了配合 再加上自己立体式的监管 还是能够将可能性降到最低的 而且最近自己还让真业 顺手给他们带去了一点线索 嗯 也就是一份随手投措的报纸而已 那花边报纸的头条消息 说明的人是怪到积德 这种重要线索 应该是足够你们花费点心思了吧 怪到积德出手的次数不多 而恰巧的是他出手的时候 并没有与宫藤心意出现明显的时间冲突 柯南是自己见过最不务正业的小学生 不过毕竟徐悦也是在他周围四面撒网了 终究是逃不出手掌心 利用和阿丽博士的联系 徐悦知道了 因为阿丽博士有一位朋友的孙女生病了 所以去一个旅行团的名额让了出来 被阿丽博士送给了柯南 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旅行团 发起人是柯南老爸小说里 一个叫做《暗夜公爵》的代号 而旅行团已经支付了一半的费用 剩下的一半只需要找出旅行团里 隐藏着的发起者就可以获得 一同获得的还有一份神秘的软件代码 所以柯南他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已经预定了 虽然那旅行团的名额已经满了 但徐悦既然知道他们前往的地点和宾馆 那就完全可以自己去吗 顺带把公野明媚也带去就当作是度假了 额 至于左藤美和子这家伙 作为一名刑警他的假期是少得可怜 只能用充满怨念的小眼神 看着公野明媚拎着旅行包包对自己拘了一躬 伊豆半岛 虽然也是临太平洋面 距离当初月影岛的伊豆群岛不远 但却是属于另外一个地区管理 静岗县 而这里也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海岸 沙滩 阳光 以及无尽的比基尼 徐悦戴着墨镜 穿着沙滩裤趴在沙滩椅上 而公野明媚则是在他身后轻柔地为他捏拿着 手上涂抹的按摩油 在背上的扩散处感 也让徐悦感到了很是满意 每天都用美食 把他喂得饱饱的 他自然也会尽可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 提供帮助 对比起平日里吃到的东西来说 这点付出在公野明媚心底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甚至还觉得远远不够 总觉得越欠越多 埃柯南他们 这是真的在这里玩吗 徐悦趴在沙滩椅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有些懒散地说道 在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 不动用特殊能力将人找出来 还是有点难度的 如果知道他们下榻的酒店 那迟早是能够碰到的 穿着比基尼坐在徐悦杯上 帮着他按摩的 公野明媚柔和地笑了笑 性格温和的他 自然而然地会顺应着徐悦的话 不会泼冷水什么的 不过很快 从海面上钻出的一道倩影 倒也吸引到了徐悦的注意力 哦 是小兰啊 那柯南他们应该也就在附近了 只要找到了人之后 徐悦却也不担心会走丢了 啊 只付一半的钱 不是说免费的吗 毛利小五郎站在酒店前台 似乎是感到了有些不满 而柯南也开始具体打电话给博士 询问起了原因来 随后知道了 要在团队当中完成了推理 才能够获得免单的 这时候 旁边一个充满了死宅气息 还是带着一点点变态感的那种 眼眶凹陷面目苍白的家伙 却是突然对毛利小五郎问道 你就是暗夜公爵吧 这没头没尾的问题 让毛利小五郎表情一阵发呆 几秒后才是啊 泪一句 四秒 很好 我会拿来作为参考的 在笔记本电脑上按下了一个按键 确定了毛利小五郎的反应时间后 这个死寿宅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是住在2002号房间的金野使郎 以后就会慢慢熟悉了 要是这样就能知道 暗夜公爵的话 那就好办了 另外一个醉醺醺的声音传来 而后便看到了一个 正在喝酒打酒格的大叔 坐在大厅里 试用了2.84秒 回复了我问题2101号房的江源使郎 那个死寿宅一脸认真的表情 暗动着自己的电脑 中二气息满满 柯南大体上也明白了 他们几个大概就是旅行团的其他成员了 说不定那个金野使郎 每个人都这样测试了一遍的 而后旅行团的其他人 也都陆陆续续地露面了一下 一个戴着墨镜的小老头 金城悬一郎 以及他身后粗壮的女管家林静江 还有一位风骚美艳的性感少妇上条袖子 还有小蓝的偶像 六年前的日本空手道大赛冠军前田聪 以及她的未婚妻左山明子 这也是整个旅行团的全部成员 那个 你们一直暗夜公爵 暗夜公爵什么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龚腾幽作小说里的人物吗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让柯南感觉脸颊一痛的声音 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随后便是看到了徐悦和龚野明媚 两人的身影 左藤警官 左藤哥哥 龚野姐姐 看到熟悉的朋友 柯南他们也都是有些意外地问候了一下 哈哈 听博士说你们在这边玩 正巧我也想要到海边休假 没想到还真碰上了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听到几人叫徐悦警官的称呼 旅行团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那些家伙好像和这个警察很熟啊 暗夜公爵是这个旅行团的发起者 只要找出了他的身份就能够免单哦 柯南这时候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原因 哦 这样啊 我还以为是以前出现的那个电脑病毒呢 徐悦耸了耸肩 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但他的话却是让其他所有人再次脸色一变 这一点也落入了柯南的眼里 电脑病毒 博士说奖励的神秘代码就是这个叫做暗夜公爵的病毒吗 既然找出人来就能够免单 那大名鼎鼎的毛利侦探自然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免单的吧 随后 徐悦还都老底地把毛利小五郎的名声给吹了出来 又一次让其他人心情沉重 这种游戏竟然请了个名侦探过来带恋 这是犯规的吧 而在其他人都大有敌意地盯着毛利小五郎的时候 徐悦却是用饶有兴趣的眼神盯上了那位全国空手道冠军前田葱 柯南里的空手道冠军Buff可是很可怕的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自己制造出一点压力 这个空间里虽然自己的身体得到了限制 但越是这样才越是容易打破极限 解开限制器呀 可不能浪费这独特环境了 第0995章 略知一二 因为徐悦点破了毛利小五郎名侦探的身份 这边其他人也都有些联手开始排挤他们的意思 并不愿意透露出其他消息了 真是的 一副臭屁样子 这免费的旅行名额我毛利小五郎要定了 毛利小五郎看着其他人那样子 也是显得有点不开心 那就预祝毛利侦探齐开得胜了 徐悦对毛利小五郎笑了笑 随后也暂时告辞了 另外一边 小兰去处理行李 暂时地将柯南丢到了二楼阳台上看风景 而柯南也一直在考虑着古怪旅行团的问题 总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劲 因为他思考的正投入的关系 导致了他压根就没有发现 此时背后正有一道黑影在逐步地接近 等到听到了什么动静回过头来的时候 便只看到了一只朝着自己推过来的手 而后便从阳台上开始向下方的泳池坠落而去 坠落的过程中 柯南才是看到了推自己的人 是一位戴着面具披着黑色披风 完全参照为暗影公爵打扮的家伙 随后他便只感受到了耳边的风声 直接坠落掉入了游泳池内 咕噜咕噜地吃下了大量的池水后 便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捞了起来 浮出了水面 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喂喂你这是想要干嘛 从二楼跳水吗 真是好兴致 穿着泳裤在游泳池泡着的徐悦 拎着手上的柯南一脸的野鱼 是有人把我丢下来的 是一个戴着暗夜公爵面具的人 面对小兰他们 柯南还怕引起他们的担心 但发现是左腾后 他还是立刻就将自己的遭遇给说了出来 本来满脸笑嘻嘻的徐悦 在听到了柯南的话后 也是愣了下 随后脸色便是严肃了下来 直接把柯南加在夜下 一跃便跳出了泳池 一路狂奔地朝着酒店的大门跑去 似乎是想要去堵人 其实以徐悦的能力 哪怕酒店的一层很高 他想要上到二楼阳台 也就是几个借力的事 不过显然如果太过直接的话 万一真把人堵住了怎么办 现在可还没死人的 左腾警官 柯南 而徐悦带着湿漉漉的柯南 跑入了大厅的时候 正好也遇到了 办理完行李托运的小兰 看着两人这么一副打扮 也是满脸都是疑惑的神色 顿时让柯南脸色一变 随后不断地向着徐悦打眼神 似乎是怕引起小兰的担心 他知道现在就算是上去了 也肯定堵不住人了 那还不如就这么低调点 徐悦也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对小兰笑了笑说道 柯南不小心掉到游泳池里了 怕他感冒 所以准备带回房间吹干 只穿着一条泳裤 露出了一身灵脚分明的匀衬身材 徐悦当真是吸引到了大厅内大多数女性的注意 阳光俊美 体型阳刚 这种魅力对普通人来说的杀伤是相当惊人的 就算不少男的都将眼神投了过来 充满了羡慕 真是的 柯南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会感冒的 小兰也没嫌弃 柯南湿漉漉的 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便将他抱了过来 徐悦自然也就成全了那脸红的小鬼了 这件事我会去调查一下的 看看是怎么导致你摔了下来 你先去休息吧 徐悦对柯南摆了白手 柯南也点头明白了徐悦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 自然就是找一下那位即将受害的死者了 哦 警官先生找我啊 到底有什么事 江源石郎一脸的醉意 坐在餐厅的桌子上 看着坐在自己旁边的徐悦 依然还是显得吊铃铛的 江源石郎先生对吧 如果我的资料中没有记录错的话 你应该是一位利用自己电脑技术盗取公司 或他人机密情报的骇客 徐悦一脸的淡漠 但说出的话却是让江源石郎脸色大变 你不要血口喷人 否则就算你是警察我也要告你诽谤哦 江源石郎对自己的技术很是自信 这次过来就是为了那个暗夜公爵的病毒 好让自己再上一层楼的 他可不相信这种对电脑起步 比自己慢的警察能够调查到自己的信息 呵呵上条袖子小姐是你的前妻吧 他应该是知道你的犯罪记录 要不我去找他谈一谈 徐悦轻描淡写地说道 让江源石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了起来 就算你找他检举揭发我 你也找不到证据 单凭这样的人证就想要将我定罪 怎么可能他可是我的前妻 我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我完全可以说是他打击报复我 江源石郎依然还是保持着镇定地说道 干这一行这么久了 他当然有着完备的方案在手上 而徐悦面对他这么说也就是笑了笑 只需要他将你的一些行动大概上说出来 我还是能够找到证据的 这个就是见面里了 你考虑一下 徐悦一边说完一边便是伸手掏出了一块老掉牙的瓷盘 按在桌面上朝着对方移了过去 看到徐悦的动作 江源石郎脸上也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随后便是不屑地看了徐悦一眼 故弄玄虚 不过随后他还是将那一块瓷盘给拿了过去 随意地放入到了口袋里面 见到他收下后 徐悦也并没有再多停留地起身站了起来 自己对电脑技术只是略懂一二 也就是协助了托尼 斯塔克完善了一下他的贾维斯而已 贾维斯的主体依然还要依靠托尼才能做出来 一直需要从他身上学习 完全无法和托尼媲美呢 因为接下了徐悦的瓷盘 江源石郎也没有什么心情在用餐了 比原住当中早得多地离开了餐厅回到了房间 应该是准备利用宾馆的电脑 看看那个警察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他嘴上一直都对警察不屑一顾 但能够一直安然存活到现在不被抓捕 必要的谨慎还是有的 最起码要了解一下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 只是当他回到房间 开始插入瓷盘随意地点了开来后 一瞬间脸色便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额头上逐渐布满了冷汗 脸色也变得惨白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鬼东西 难以置信 这完全颠覆了自己对所谓骇客的认识 颠覆了自己对所谓系统 所谓控制程序的认识 甚至以自己的水准 想要读懂这程序的意思都千难万难 这是绝不应该出现在人间的东西 之前他过来 完全是为了那个暗夜公爵病毒 可现在一下就觉得索然无味 对比这玩意儿来说 暗夜公爵病毒什么的 好像也没什么 虽然这个用词盘就装下的简短程序算不上病毒 但只要将其朝着病毒方面略微开发一下 自己相信绝对可以入侵这世界上所有的系统 只要是联络网的电脑都将在自己面前 犹如没穿衣服一样 虽然他实力有限 无法读懂意思 但对方刻意在里面留下来的分段 还是让他明白 这仅仅只是对方随手弄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有这一份实力 又知道了自己以前做过的事 那将证据和痕迹全部都找出来 都没有丝毫问题 这家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威胁自己为他做事 还是想要做收鱼翁的将自己这些年赚取的所有财富都夺走 有这种程序后你还有必要这样吗 难道是有精神洁癖的味道人士吗 可恶啊 如此一来 掌握了自己线索的上条袖子就绝不能落入他的手里 第0996章 香 另外一边 毛利小五郎卯足了进想要获得这个免费名额 也是当即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而他最先调查的对象 便是脾气最好 相对最好打交道的钱田聪 以及他的女朋友左山明子 拿着笔记本不断地在饭桌上问他们两个问题 也就是这两人脾气好 就算是一直被询问也能够正常地聊下去 而这时候已经将东西交给了江源石郎的徐悦 也已经改变了方向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聊得很开心的吗 这是在说些什么呢 徐悦随意地开口 然后不见外地坐下 让那位全国空手道冠军的钱田聪脸上 也露出了苦笑之色 似乎是毛利侦探盯上我们了 怀疑我们是暗夜公爵 旁边他的女朋友左山明子 则是一脸的嫌弃神色 搞得我饭都吃不下了 两人这种说法 也换来了毛利小五郎 有点不好意思地尬笑声 随后没过多久 小兰和柯南两人也赶了过来 而且似乎是刚刚好听到了 左山明子后面那句话 让小兰有些神神秘秘地开口道 左山小姐如果没有胃口的话 可以请左藤警官帮忙的哟 小兰捂着嘴巴 似乎是笑得很开心 但他旁边的柯南 却是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分泌的口水 毛利一家这种直肠子来说 知不知道徐悦的具体身份 对平日里的影响其实都不大 依然还是想要蹭吃蹭喝的 只是显然 除了他们几人之外的人 钱田聪和名字 确实有点听不懂 直到公野明美 从房间将徐悦的调料盒带了过来 才露出了一丝似懂非懂的神色 是说左藤警官的厨艺很好吗 不过这里也不适合烹饪呢 那也没办法品尝到了 因为不是厨房 所以也就简单地为各位处理一下了 隔空秀了秀桌上菜品的味道 徐悦很快便是自己调配出了三份不同的辛香料 而后撒入了他们的盘子当中 刚刚撒下去的时候 平平无奇 就是普通的辛香料味道 但这些粉末和他们盘子里的菜品碰撞之后 却是瞬间爆炸 一般地喷涌出了一股无可抵挡的香味炸弹 这 这是 哪怕仅仅只是香味上的冲击 从来没接触过徐悦美食的左山名字 下一刻就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果飘到了天空 进入了香气的海洋飘荡 明明开始嘴里喊着吃不下了 但现在自己的手 却是控制不住地拿起了叉子 颤抖地将食物塞入了嘴里 左山名字不自觉地英明一声 发出了让旁边前田葱清醒了过来 并且脸色一变得糟糕声音 不过可惜 哪怕他是六年前的全国空手道冠军 定力超群 也在仅仅清醒了片刻之后 再次沉沦了下去 进入了那香味的海洋当中游荡 似乎除此之外 其他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你们这是在吃什么 真香啊 徐悦当然也不会厚此薄笔 公野明美 小兰和柯南的那一份也都准备好了 虽然他们的位置是角落里 徐悦也只是随便地调味了一下 连处理都没怎么处理 但依然还是吸引到了诸多其他的视线 特别是原本《暗夜公爵旅行团》里的几人 都把眼睛盯到了这边 就连那个给自己的电脑取了名字 摸都不让别人摸的死寿宅 都是时不时地描向了这边 并吞咽口水 金城悬一郎和他的女管家 也是将位置挪进来了许多 而上条袖子更是直接走了过来 原本就熟透了的风鱼身段 配合那深微的紫色礼服 整个人的魅力也是再度添加了几分 让刚刚吃完 从美食中回过神来的毛利小五郎 和钱田聪眼睛都看直了 不过随后便是被小兰和左山名字 两人分别扯住了耳朵给拉了回来 爸爸 就是你这个样子 结果才是让妈妈都跑了的 阿聪 很好看是吗 在这种暴力镇压下 两人也都是只能善笑了起来 不过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柯南这个漏网之鱼 脸色也是微微一红 大美人啊 这是 当然了 相对来说 柯南更多的也就是欣赏了 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袖子小姐 这是左藤警官加工的美食哦 小兰喜滋滋地向上条袖子介绍道 哦 完全看不出来 这位警官竟然有着如此的厨艺 那不知道我是否有幸 可以也品尝一下 上条袖子舔了舔自己性感的红唇 带着些许魅惑地说道 而徐悦对此当然也是显得很无所谓 无妨 我反正也吃完了 不如我去找个合适的地方 为袖子小姐准备一下吧 一边说完 她也一边站了起来 来到了上条袖子的旁边 我想袖子小姐应该不会介意吧 当然 这种简单至极的撩妹速度 让毛利小五郎看得也是一阵眼睛发绿 不管是美人还是左藤警官的美食 可都是天大的诱惑呀 可惜了 明美 你先自己回房间没问题吧 回头 徐悦还对公野明美说道 让她起身点了点头 这种画面落在左山明字眼里 则是让她有些不爽了起来 在徐悦戴着上条袖子离开后 便是嘀咕着说道 有女朋友了还这样 真是渣男 公野姐姐并不是左藤哥哥的女朋友哦 双方算是合作关系吧 柯南这时候 趴在桌子上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让左山明字也不由愣了愣 不过也没有收回自己的话 而是撇了撇嘴 但柯南说完后 回头看向徐悦离去的背影 则是陷入了沉思 左藤是成年人了 而且还未婚 想要搞点其他什么的活动 其实也是正常的 以她的能力来说 单凭一手厨艺 估计就没有撩不到的妹子了 不过这一次应该不一样 她似乎是有着什么 其他的想法和企图 真是让人在意啊 糟糕的身吟声 从上条袖子的英唇中 伴随着一阵热气发了出来 徐悦亲自下药的食物 可没有这么好抵挡的 加上徐悦对人体结构的了解 哪怕她不动用其他能力 仅仅只是随手手指 从那深V勾壳中向下一滑 就起到了超级止压湿的效果 好似打开了对方身体上的 某处开关一样 顿时就让上条袖子 喘着湿热的气息 倒在了地上 失去了一切反抗能力 双目迷离 似乎是失去了神志一般 可以任由别人为所欲为了 好了 简单的问几个问题而已 回答我的话就还有得吃 不回答的话就没了 固定频率带着怪异节奏的声调响动 上条袖子也只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第0997章 黑影 之所以还顺手找上上条袖子 当然也是他在这任务空间中 还是有些作用的 上条袖子手上掌握着一个网络安全公司 三年前 他就和他的前夫江袁石郎 进行过多次软件的交易 其中有一次 便是左山名字的哥哥 开发出的软件被盗取了 导致了左山名字哥哥的自杀 也是那一次事件之后 上条袖子发现事情不能这样了 才是和江袁石郎离婚了 不过要说他手段有多干净 那也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有一点好处的是 上条袖子手中掌握着一家 眼前这个时代很少的网络公司 徐悦完全可以借助他这边公司的力量 进行网络上的监控与情报的收集 本来的话 那个江袁石郎 也是徐悦的备选目标之一的 不过现在再问清楚了 上条袖子的话之后 显然那个闲师大叔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手上就有着县城的公司 这可比那个单干的家伙合适得多 缺乏的技术由自己提供就是了 而且对比于一位千娇百妹的大美女 男人这种大猪体子 还是没必要留在身边 钱田聪因为在吃饭的时候 多看了上条袖子几眼 被吃醋的左山名字赶出了房门 回头也只能和小兰还有柯南三人 一起到宾馆顶层的观景台看看叶公爵了 到了十点钟后才是各自回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宾馆下方却是出现了一阵骚动 经历旺盛好奇心强的柯南 便是直接前往了大厅 然后走了出去 借着小巧玲珑的身体 他轻而易举地挤到了最前面 随后便是看到了警方的警戒线 视警戒线如无物地钻进去后 柯南便是发现了一具 坠落在雕像上的尸体 身上穿着暗夜公爵的装扮 那诡异的面具 还有黑色的斗篷一个不少 摸索着进去后 等到那边检查尸体的警察 将面具摘下 便是看到了江源十郎的面孔 这让柯南也不由瞳孔收缩 江源十郎就是暗夜公爵 然后就这么死了 从警察到场了的情况来看 时间应该已经发生了 最少五分钟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柯南便是被一双大手拎了起来 怎么还有小孩子进来了呀 有点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 回头一看 终于不是木木警官的脸了 而是上一次 在奇遇县碰到过的横沟警官 不过这里不是静岗线吗 他怎么跑这里来了 咦 我记得你是 横沟看到柯南也是有点印象 天下第一记案件的时候 他们见过面 嗯 是徐悦漏掉的一个案件 而这时候小兰 也因为寻找柯南来到了附近 终于是被横沟警官给认出来了 哦 你是毛利侦探的女儿 这个就是一直跟在你们旁边的小鬼了 横沟看到小兰后 脸上也露出了恍然大雾的神色 随后带着些许兴奋地说道 这么说 毛利侦探也在这里吗 那不知道能否请他帮个忙 现在毛利小五郎可是纯粹只有名气 那种死神附体的情况 在徐悦的影响下并没有在媒体上报道 大家都只知道 他的推理能力很强 这种时候横沟当然也需要向毛利小五郎请教了 面对这种请教 正在酒吧喝酒的毛利小五郎自然是当仁不让地接下了重任 并且向横沟警官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当前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旅行团 又比如说奖励 这样吗 这么说这个江源十郎就是旅行团的发起人了 一边想到这里 几人便是来到了江源十郎所住的房间门口 2101室 准备调查一些情况 只是当他们利用前台的万能卡打开了房门后 却是发现房门连上了防盗锁 还是非链条的 纯粹就是两根钢条 坚硬无比 恐怕需要利用切割机才能切开 我来吧 而这时候 一道声音便是传入了几人的耳中 随后双手插入口袋里面的徐悦来到了几人面前 左藤警官 毛利小五郎他们自然是认识徐悦的 倒是横沟感觉有点茫然 不是一个辖区的他自然是不认识 不过这里怎么还有一位警官 左藤警官是警示厅的警备部部长 毛利小五郎小声地对横沟解释了一下 而后让后者瞪大了眼睛 对了 我听说过这个传闻 不过还未等到他们有什么其他反应 徐悦便是直接一脚轰在了门上 钢条拴着的防盗锁瞬间爆破 防门应声而开 这种爆发的力量 让同样作为调查对象 跟过来的钱田聪瞬间瞳孔收缩 好强 倒是小兰和柯南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就是个人形机器 打爆个门什么的 再简单不过了 而徐悦将门踢开之后 也是回头看了钱田聪一眼 而后也撇到了他身后 脸色苍白的左扇名字 露出了一丝笑意 进入房间 便是看到了江源十郎的衣物 随意地洒落在大厅 连带门禁卡也在地上 而到阳台的玻璃门是打开来的 不断有呜呜的风声吹进来 让窗帘飞舞 毛利小五郎此时也是来到了阳台 看向了下方 发现这里正好就是 正对着下面尸体的出现位置 原来如此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这是一个意外事件 江源十郎先生 想要伪装成暗夜公爵 来对其他团员进行恐吓 所以想要从阳台翻入下面的房间 结果失足坠落 你们看这个护栏上 还卡着他的一只手套 而这个房间还是处于密室状态 其他人是进不来的 毛利小五郎一板一眼地 说明着眼前的情况 让所有人也都信服地点了点头 唯独柯南在旁边不断地思考着什么 虽然的确很像是自杀案件 但真的是自杀吗 各位 麻烦你们过来看一下这东西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这里虽然不是他的辖区 但再怎么面子也是要给的 横沟景光会和毛利小五郎 也朝着徐悦的方向走了过去 随后徐悦便是指着地上 被自己踢开坠落的防盗所说的 这上面有胶带的痕迹 这个密室其实是人为造成的 徐悦的声音 顿时让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人为造成的 那就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随后 徐悦便是利用胶带 直接在另外一个房间门外 拴上了防盗栓 让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果然 这个密室是人为的 既然如此 那就百分百肯定不是自杀了 而此时 嫌疑最大的 便是同一个旅行团的其他成员 左山名字 在听到了徐悦这边下出的结论后 脸色也是变得更加惨白了起来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 我明明还没动手啊 第零九九八章 尝试 认定为他杀事件后 这件事的处理 显然也就复杂了起来 首先 最大的嫌疑人 自然就是这个旅行团 住在附近房间的其他几人了 由靖岗县警方 开始了分开的隔离审问 询问这几人 在被害者死亡时所在的位置 先排除有不在场证明的人 除了毛利集团犯罪团伙外 金城悬一郎这老头和他的女管家当时就在一楼 还是在靠前的位置 有服务员对他们两人的印象很深 所以率先排除 上条袖子当时在自己的房间 而徐悦也可以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 所以同样地排除了 那个抱着电脑当老婆的死寿宅金野使狼 则是在自己房间上网 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钱田聪因为被左山名字赶走了当时和毛利兰 还有柯南在顶层的观景台 只可惜当时看表报时间的人是他自己 有可能会出现误导 所以这不在场证明不成立 他的女朋友左山名字 则是一个人在房间看录像带 同样没有不在场证明 如此一来 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有三人 看来还需要继续排查了 横沟警官沉思着说道 没错 不过旅行团内的人 仅仅只是犯罪可能性最大 所以初步排查后还需要考虑 是不是外人干的好事 江源石郎这个人我知道 是在警示厅被案过的 是一名以非法手段 盗取他人机密信息的骇客 仇人应该不少 在横沟警官沉思的时候 徐悦的声音也适当地传了进来 这让横沟一下子变得更加头疼了起来 如果是一开始没有识破密室手法的话 断定为杀人 还只可能是附近房间的人干的 但密室手法被破除后 的确是范围一下就变大了 这也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就算有名侦探毛利小五郎在这里 能否破案都还真没有多少把握 假如说能够断定 犯人就在这个旅行团当中 当其他所有人都能够确定 有不在场证明后 剩下的那唯一的一个就能够确认为凶手 这是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可以进行证明的 然而在将目标人数扩散出去之后 只要这证明结果并不是唯一 那哪怕真的知道凶手是谁 都无法对其完成定罪 而在徐悦进行了引导之后 便已经独自一人来到了宾馆的顶层天台之上 站在护栏上低头看着下方旅游圣地的繁华 任由静风吹拂着身上的衣物飘荡 嘎吱 天台的开门声响起 一道黑影也同样来到了天台之上 看着那站在护栏上的徐悦 黑影的眼中不断地闪烁着什么 但终究还是没有出来 怎么 只要你出手将我从这里推下去 左山名字的杀人证据就没了 就无法再定他的罪了 徐悦背对着门淡淡地开口道 就算是自己如今的体魄 从这个高度坠落下去也得凉凉 但他却是依然丝毫都不在意的样子 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如果手上掌握着证据的话 作为警察难道不应该将罪犯绳之以法吗 你为何又要将我叫到这里来 黑影人逐渐走出了阴影 正是六年前的日本空手道冠军 钱田聪 绳之以法 你希望我这么做吗 徐悦勾着护栏 侧脸看着钱田聪 似乎是进行了询问 那你需要我干什么 钱田聪握了握拳头 但终究还是松了下来 没什么 想要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而已 如果你能够将我从这里推下去 那我就放过你女朋友 徐悦回答得很是自然 让钱田聪感觉一阵莫名其妙 推你下去 我不就变成杀人犯了 你本来就想要帮你的女朋友顶罪 杀一个和杀两个没有区别 不是吗 钱田聪双拳紧握 似乎是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但下一刻 一件东西就朝着她抛了过来 下意识地抬手接下 发现是装着绿色世纪的透明玻璃管 喝下去 然后来试试把我推下去 你应该知道 你别无选择 犹如恶魔一般的低语 不断地在钱田聪耳边回荡 人为刀阻我为鱼肉 她的确是没得选择 想要就下左山名字 自己唯独只能这么做 哪怕是灵魂坠入地狱 那也在所不惜 一边想到这里 她也不理会对方 为何要自己喝下这药剂 依然是仰头一口灌入了嘴里 随后一股炙热的力量 便是从胃部向着全身扩散而去 这是兴奋剂 不 兴奋剂绝对没有这种恐怖的效果 感受着身上的肌肉不断地凝聚 一股股喷涌而出的力量 似乎就要爆发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 这东西有多少副作用 但最起码实用性 却是让她感到了相当的心惊 明明浑身力量爆炸 但大脑却又有着绝对的清醒 不会让自己失控 对方难道真的是 想要挑战极限 她是认为 之前的自己 都没有资格 让她感受到极限 少瞧不起人 哄 脚底突然发力 钱田聪瞬间便是 逼到了徐悦的眼前 而徐悦依然还是站在了那护栏之上 没有变动位置的意思 被临深渊 直接将自己逼入绝境 的确 这个世界的空手道冠军都是开挂的 一边随意地躲避着 钱田聪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徐悦也感受到了些许的压力 不过 也就是些许 还远远不够啊 抬手挡住了钱田聪 直踢自己头部而来的鞭腿 徐悦靠着手腕的力量 直接挡住了对方腿部的发力 感受到自己攻击传回来的触感 还有对方防守的稳当 钱田聪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负重 没错 对方不单单用药剂 强化了作为对手的自己 而且 对方自身反倒是带着负重进行了限制 并且还直接站在那边 这就是他所谓的想要突破极限 疯子 但越是如此 钱田聪手上的攻击也愈发地变得疯狂了起来 而且完全针对起了徐悦本身的各方面短板 全是针对性攻击 可即便如此 虽然将徐悦逼得有些狼狈了起来 但却依然还是被全部一一化解 原本这种战斗应该全靠本能了才是 但钱田聪却是有一种感觉 对方对于战斗当中 每一招 每一时都有着最精准的掌控 大脑反应得过来吗 这到底是人类吗 作为全国空手道冠军 站在了格斗巅峰的自己 此时看着对方 却有一种高山扬指 完全看不到边的恐怖震慑感 碰 正面应接了钱田聪一记侧踢 徐悦的身体 也终于是稍稍地向后移动了些许 他现在可是站在的顶层边沿 这少许的移动 直接让他脚下所踏之地 变成了脚尖 作为互相作用的失利点 仅仅利用脚尖抓地 再次铜钱田聪正面刚了起来 这样才是有点感觉啊 到了这个时候 整个人都在生死的边缘游荡 徐悦才是真正再次感受到了 近在咫尺的枷锁 快了 就快了 果然 空间手段施加的限定 绝不是什么自我封印 所能够达到的效果 想要突破自己的限制 就需要真正地来玩命 毫无疑问 眼前的惩罚空间当中 就是最好的时机 最好的机会 第0999章 枷锁 单手抓住屋檐的边缘 另外一只手 抓住坠落下去的钱田聪 徐悦的脸上 也泛起了一丝满足的笑意 本来还以为要差点的 不过 钱田聪在药效爆发的最后时刻 孤注一掷的整个人 与自己同归于尽想要坠落下方的那一季 终究还是轰破了最后的限制 两人双双坠向了下方 不过好在限制器的解除 凭空涌现出的力量 让自己完成了绝地求生 牢牢地抓住了屋檐 而后又反手抓住了脱力的钱田聪 随后便是一份上地落入到了天台 将气喘吁吁 已经进入药剂剂作用期的钱田聪 丢到了地上 你很不错 既然你做到了 那答应你的事我也会满足 怎么样 以后为我做事吧 徐悦看着地上那浑身虚脱的钱田聪 对他伸出了手说道 在空间限定下 完成了限制器破除 哪怕事后 效果无法达到上一次的程度 也足够让自己短时间内的实力上限提高几成了 单单这一份收获就绝对赚了 倒在地上的钱田聪 喘息着看着徐悦 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敬佩 作为全国空手道冠军 他相信自己哪怕不是最强的 也好歹是与最强处于一个级别 但这一次却是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还很离谱 对方已经答应了保下左山名字 而且还有着这样的实力 那以后为他做事也不是不可以 一边想到这里 他也一边抬起握住了徐悦伸出的手 将袁十郎是徐悦亲自丢下去的 自然而然的也能够为左山名字脱罪 先诱导着这件事是他杀 然后将左山名字圈进去引出钱田聪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 徐悦也直接把左山名字给摘了出来 本来人就不是他杀的嘛 摘出来也没啥难度 最终这个案件也当作了是旅行团之外的人干的 只能不了了之 而徐悦事后也再次得到了一大笔笔 普通破案要高的经验 有着真业 山步号一的监控 前田聪偶尔进行辅助 外加上上条袖子的网络公司检索 徐悦对于轮回者们的掌控 也已经达到了全方位的程度 已经发现了在特高侦探社当中 亲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开始准备搞点大动作了 这段时间选择信给他们的信息 已经让他们做出了一个让人满意的结论 果然 怪盗基德就是宫藤新一 土肥原贤二将手上的相片和资料拍在桌上 而后便是站了起来 扫视了一眼现场的其他轮回者 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对于人脸的识别有自己的特殊技巧 虽然怪盗基德对自己的容貌进行了些许伪装 但通过他面具之外的部分进行对比 已经能够断定他和宫藤新一的相貌 几乎是一模一样 土肥原贤二继续拿出着自己的证据 不断地将怪盗基德以及宫藤新一的照片 贴在墙上给大家做对比 让各位大佬也都是若有所思 都是达到了如今这种高度的 多少也都有些眼界 在被土肥原贤二通过线索点明了之后 还是能够察觉出来的 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 工作做的就是细致啊 所以我们初步断定 龚腾新一一直都在时不时地伪装成怪盗基德 估计是自己破案多了 所以想要进行一些完美犯罪 这更多的有点类似于年轻人的恶作剧 所以迄今为止怪盗基德都没有杀过人 土肥原贤二继续地又拿出了一个铁证 不过最近龚腾新一失踪了 我怀疑他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得罪了什么了不得的势力 不得不选择隐藏起来 但他作为怪盗基德的这个身份依然还在活跃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机会 如今我也已经将情报共享了出来 大家也知道在破解案件的同时能够得到能力经验 所以一旦我们揪出了怪盗基德的身份 不但可以获得海量的经验兑换出这两个不错的能力 还可以直接完成这次惩罚任务 将好处带回去 土肥原贤二讲得感慨激昂 加上他本身在团队当中的地位 下方的轮回者们也都给予了掌声 认同了他的计划 看着下方那群只知道跟在自己节奏后面的家伙 土肥原贤二眼底也不由闪过了一丝嘲弄 惩罚任务 空间怎么可能给这么多人这么多好处 跟在后面的可能汤都没得喝了 破解怪盗基德和龚腾心意身份 得到最大好处的人一定就是自己 带着你们安安静静平安地退出 这惩罚空间也就够了 好好感谢我吧 怪盗1412号 小兰听着园子的话 也是感到了有些疑惑 而园子则是又开始放花吃了起来 是啊 就是最近最出名 获得了万千少女芳心的怪盗基德 诶 你上次不还和我说你中意的人是左藤警官吗 小兰的眼神又一次变得微妙了起来 对于园子这家伙感到了有些头疼 左藤警官是很好的啦 年纪轻轻旧身居高位 人长得又帅又有能力 不过可惜她已经和别的女孩同居了 园子似乎是有些唉声叹气地说道 哦 这样啊 我都还不知道呢 小兰打了个哈哈 大概知道了是公野明美小姐 虽然柯南也说过公野明美小姐似乎并不是左藤警官的女朋友 只是合作关系 但小兰还是没准备告诉园子了 吃了人家这么多东西 好歹也得帮她一把 不然被园子缠上了是很可怕的 哈哈 怎么说到左藤警官伸上去了 还是说我们的基德大人吧 最近进行的珠宝展上 我们陵墓集团也准备拿出那能够带来幸运的漆黑星辰参展 不知道能不能将基德大人吸引过来 陵墓园子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色 似乎相比于和怪盗基德见一面来说 他们家那个珍贵的漆黑星辰都算不得什么了 你这么说 你父母肯定要伤心的 所以我们才想要请毛利侦探来帮忙保护宝石呀 园子依然还是满脸的花痴状 因为你父亲是侦探 他抓到了人后我还能去见上一面的 听到了园子那让人崩溃的话语 小兰也只能呵呵一声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一对和他们交错而过半嘴的情侣 却是一下让小兰表情一愣 随后急忙地转过了头去 刚刚那个人好像新衣啊 第一签章 预告韩 呵呵呵 哈哈哈 怪盗基德终于又准备出手了 土匪原贤二满脸振奋的表情 看着眼前的同伴们 说出了那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的消息 这是哪里得到的内部情报吗 与都公太郎出使身份是警示厅的警察 他已经传来了消息 怪盗基德再一次地发出了预告韩 以下时预告韩的内容 希望大家仔细解读 愚人节 在月亮将两人分开的时候 我将闻封暗夜星辰的大明 随着波浪的邀请前去收领他 怪盗基德参上 邀请韩的内容被他写出 交给了所有人阅读 等待了片刻后便是由土匪原贤二继续开口说道 这个怪盗基德有寄出邀请韩的怪癖 而且根据前几次的行动来看 他的邀请韩都是提示的正确内容 如果能够解读出来的话 那绝对可以提前进行布局 那我们是准备逮捕他还是配合他 这时候经验老道的仔镇 便是说出了眼前这尖锐的问题 主线任务是找到公腾新衣 但却并没有说一定要对付他或者帮助他 大有深意的看了仔镇一眼后 土匪原贤二还是断然说道 当然是逮捕他了 一旦完成逮捕 我们也将会获得海量的经验 两全其美 所以我们率先就要解读出这一份邀请韩的含义 同时我还会拜托与都公太郎 给我们传递警方内部的信息 如果我们没来得及破解 而警方破解了的话 我们同样能够得到具体消息 这边土匪原贤二 做出了充分的安排后 也得到了其他同僚的信服 我们背靠警方 人数众多 只是对付一个小偷而已 完全没有输的理由 是与都公太郎那家伙的情报吗? 一家咖啡厅当中 两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中年残废 正在默默地喝着咖啡 是的 清日同盟那边已经察觉到了龚腾新衣的身份 就是怪盗积德 准备这一次怪盗积德的活动中搞事 张作霖一脸淡定地喝着咖啡 对着眼前的曹坤说道 清日同盟的人残废出生 可能下意识地会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空间 是任务空间对各位战斗意识上进行的压制 所以才都是这个样子 但他们两人确实清楚 这次的先天不足绝对就是某个家伙连累的 不过这种事情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现在就是完全找不到对方的身份 手中这种重要情报完全无法传递出去 那我们这边怎么办? 要插上一手吗? 插什么插? 拿头插呀 无法确定老板的身份 站错边不得死翘翘 惩罚任务 安心等到结束等老板 扶我们一把平安度过就行了 张作霖喝着咖啡的淡定样子 也对曹昆形成了感染 是啊 这次我们的任务安心地享受 这种未来科幻世界的繁荣 放松放松 心情度度假就是了 除了曹昆和张作霖之外 空心面 空心粉 鱼鹰 猪王等等几人 也都已经会合完成了 他们身上的残废程度很明显 要比张作霖 他们严重上一个档次 当然 比起那些至今都在医院调命 已经抢救无效 死了好几个的精锐轮回者来说 能够勉强自由行动 还是已经好多了 而他们在一处餐厅当中聚餐的气氛 却也显得有些凝重和古怪 空心面 双目茫然地看着那些沉默不说话的家伙 感觉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上一次任务当中 自己这边 就自己一人被土著战斗的余波波级打出了GG 但怎么就这样一次 就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合群了 就连自己的小弟 空心粉 都对自己若离若即的 难道就因为自己复活后实力大将 所以就看不起自己了吗 这也太过分了 而且为何你们一个个都变得这么闲鱼了起来 作为一位完成了几十次任务的老牌乱入者 自己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够闲了 可没想到你们几个竟然压根连动一动 连争取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实在是太过分了 阿粉 既然他们不愿意 那我们自己来 我们走 气哼哼地放下了盘子后 空心面也拄着拐杖 站了起来 作为大佬的平衡性 还能让他空出一只手 来拉旁边的空心粉 放手 只是 衣袖被拉着的空心粉 却是一下 拍开了自己以前大哥的手掌 满脸冷墨色 这拍打到空心面手上的一下 让空心面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好好好 阿粉 没想到你也变了 好吧 既然你都不愿意 我也就不勉强了 这根拐杖送给你 算是我给你的最后礼物 气哼哼地将自己两根拐杖当中的一根 丢给了空心粉后 空心面便是撑着剩下的那一根 一扭一扭地走出了餐厅 我这一次一定要得到这任务里的隐藏奖励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嗯 虽然我手上没有线索 但我可以去和亲日同盟买啊 哼哼和他们交换一点情报 他们肯定也会乐意的 这是和平的惩罚空间 里面发生任何事都无法传递出去的 我可以尽情地放飞自我 土肥原贤二作为情报工作人员 其实能力算是相当不错了 不单单是他 他们亲日同盟里面包括与都公太郎 有着好几位好手 对于解密这种工作已经是熟练工了 只可惜 终究他们对于高科技事物的接触 最多的还是直接 以各种使用技能的方式了解的 打手机都是一纸禅 对于一些详细资料和背景知识 却是被限制的死死的 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金钱 来学习这些昂贵又性价比极低的东西 而恰巧 这次积德的预告函当中 所需要用的 却有着卫星信号 和广播电台这种他们知识盲区的线索 这群人哪怕是想破了脑袋 都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不说他们了 就连从毛利小五郎 这里看到了这预告函的柯南 都还未曾将信息破解出来 而是在3月31日这一天 随同了毛利小五郎抵达了米花展览馆 这里的珠宝展上 也正展示着那一颗价值连城的黑珍珠 暗夜星辰 河边 都说了河边要加大助手 预告函中说随着波涛的邀请而附近 却只有低无金和这一条河流 一定是从这里来的 展览馆的大厅当中 一位警官不断地向着在场的警察们发号施令 这位是搜查二课的警士 查木神太郎 全权负责这次事件 陵墓集团可是相当庞大的财团 影响力堪称恐怖 在有人发出了威胁警告的情况下 动用大量警力来进行保护 那是理所应当 毛利小五郎也同样是被邀请过来 对付怪盗积德的底牌 只是此时 这位底牌听到了查木神太郎发号施令后 却是扑吱这一声忍不住笑了出来 哈哈 怎么可能是河流的波涛 一想到波涛 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海洋 而海洋便能联想到原野 星星代表着star 所以这代表的就是明星冲野洋子的演唱会 而他最后一首歌曲已经定下了是月光女孩 也印证了月亮两人分开的时候 完全和邀请函上相符合 所以肯定就是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从演唱会现场过来的 那位发号施令的搜查二克警是查木神太郎 还有毛利小五郎身边的陵墓园子的父亲文言后 两人都是愣了愣 而后便都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这预告函的意思是这样的呀 第1001章 愚人节 放屁 土肥原贤二听到与都公太郎那边传来的情报 简直是想要骂娘 别人听到说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给出的推论 哪怕再怎么感觉离奇 也会朝着那方面去思考一下 强行解释好像也解释得通哦 不过土肥原贤二却是见证过毛利小五郎庸鹿的表现 知道这个名侦探不靠谱 完全就是扯七八蛋 没有一点的参考意义 根据我通过报纸上信息的了解 有一位叫做中村银三的警部 一直都在何怪到积德对抗 虽然每次都是被耍得团团转 但采取的手段还是可圈可点有经验的 是老对手了 打听打听他那边有没有进展 土肥原贤二对宇都公太郎也给出了建议 名义上他同管全局的 但实际上他也必须要给宇都公太郎 这种级别的存在足够的尊重 而在他们这里还在绞尽脑汁破解 同时刺探着警方反应的时候 展览厅当中的柯南 也终于是将这个预告函的信息给破解了出来 随后脸上也泛起了一丝笑意 怪到积德是吗 倒是有见一见的兴趣了 背户是饭店的屋顶 这就是你即将出现的地点 本来柯南是准备联系一下佐藤警官的 不过想了想每次都被那家伙抢先 这一次还是自己先过去探探路好了 在晚上等到小兰他们都睡着了之后 便是偷着毛利家的移动电话 一边联系阿丽博士了解怪到积德的信息 一边前往了目的地 然而他才刚刚抵达了背户是饭店的大门口时 便已经看到了靠在玄关外 让自己脸颊一腾的熟悉身影了 这让柯南也不由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呵呵 果然是瞒不过这家伙呀 哟 小鬼 你也过来了呀 一起来瞅瞅 抬手笑着对柯南打了个招呼 徐悦也是走过来 将他捞了起来 那个中村银三 虽然每次都被怪到积德耍得团团转 但作为搜查二客智能饭搜查系的警部 他的能力也是有的 虽然没能通过电波角度 确定怪到积德出现的高度 但好歹是大概锁定到了这饭店 在各个出入口都布置了警力人手 想要守株待兔 同样的 因为他这边大体上破解出来的消息 被青日同盟安插在警戒内部的成员 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所以也导致了此时青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也有许多分散在了附近 不过可惜 一群残疾人这么晚了在附近游荡 倒是反过来吸引了中森警部的注意 此时正有大量警力在排查这些可疑的残疾人 怀疑他们是怪到积德雇佣过来的流浪汉 企图混淆试听 真正的怪到积德可能就伪装在这些看上去好似无害的残疾人当中 可偏偏这群轮回者本来过来的目的就是不太好见光的 盘问起来虽然都各自找到了借口 可综合起来后显然还是有漏洞和可疑 只有一个两个倒是没什么 但这么多人都这个样子后 顿时便是对他们的警惕心越来越高了 也就是这样的环境下 徐悦则是夜下夹着柯南朝着屋顶上走去 诶 你准备亲自出马抓他吗 被夹着一甩一甩的柯南也已经放弃了挣扎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家伙可真是不务正业的 现在过来连小偷都抓了 啊 又没证据证明他是罪犯 管我什么事 我就是来看戏的而已 今天愚人节诶 徐悦的回答显得很是不以为意 他过来也就是不想要让柯南太过卖弄而已 与其一直提防着 那倒是不如自己亲自带他过来 让他满足一下 等到他听到了怪盗基德那句挑衅的话语后 肯定会想要找个机会一对一地解决基德的 所以自己出现在这里也会完全没问题 带着柯南一路走到了屋顶 推开门走了进去 徐悦也将柯南口袋里带来的冲天炮掏了出来 还有哦 你这小鬼也是胆子真大 天天拖着个小屁孩的身体想要抓人 万一碰到变态让你哭都哭不出 把玩着手上的冲天炮 徐悦也开始训斥柯南了起来 必须要绷紧他的那一根弦 不要动不动就控制不住自己 而也就在徐悦训斥完了之后 一道雪白的身影便是从天而降 降落在了屋顶之上 白色的礼服和礼帽 单边眼镜和压低的帽颜 大体上只露出了一个半脸 但这张脸露出的部分 却是与龚腾心意有着九分相似 也不知道是黑羽牵影还是龚腾有西子 谁犯了错误 嗯 好像都有可能 龚腾有西子的一荣术可就是和黑羽道一学的 而黑羽牵影又崇拜龚腾有西子 想要尝一尝自己崇拜对象的对象 好像也说得通 哟 大叔好兴致啊 来这里训斥小孩子 怪到基德上下打量了一下天台上的两人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种很随意的笑容 似乎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出现被别人发现一样 小子 如果不会说话的话可以选择闭嘴 徐悦闻言后也是笑嘻嘻地转头看了过来 从脸上表情看好像对大叔二字毫不在意 而看到了徐悦的面容后 怪到基德也是表情微微一愣 他手中收集的资料可也是相当多的 特别是对警方比较关注 这一位可就是他伪装人员的后备名单中的议员 全国最年轻的警市长 警市厅警备部部长 阿拉阿拉 真是厉害啊 不愧是全国最年轻的警市长 那么阁下是想要来抓捕我的 我怎么不记得这种事要交给警备部部长来做了 哪怕发现了徐悦的身份 怪到基德也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拍了拍手掌 一直都是保持着自身的高冷 也是了 这种年轻的警戒高官 能力肯定是一等一的 看穿自己这打招呼的预告函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 怪到基德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就凭你一人想要抓我 可还远远不够班啊 轻轻向后一跃 跳到了屋檐边缘 怪到基德便是掏出了怀中的警用对讲机 一边凝视着徐悦 一边没有利用丝毫仪器 就变成了搜查二克警示查目神太郎的声音 发现怪到基德在屋顶 各部门 你是想要把警察都引上来 然后利用闪光弹转移视线伪装成警察中的一员 然后混出去吗 然而怪到基德的话都还没说完 便被徐悦中途插入的声音完全打断了 抓贼抓脏 冒充警察什么的 我还是能够动手的 怪到基德文言后 抬头看着那一脸好奇之色的年轻警示长 还有露出了一丝恍然表情 完全明白过来的小鬼 心里有句MMP要讲 我这才套出警用对讲机开口啊 话都还没说完好不好 能不能给点面子了呀 不过怪到基德最强的 永远都不是他的布局 而是他的临场反应能力 哪怕是出现了局外变化 他也依然有着出色的应对能力 哈哈真是有意思了 没想到被你看穿了 不过如果怪到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的话 那你们这些跟在后面破解的家伙 纯粹也就只能成为吹毛求疵的评论家而已 最后还放出了嘴炮 伴随着他的抬手 数颗闪光弹便直接浮现在了眼前 那么两位 愚人节快乐 伴随着刺目的闪光 和最后戏谑的声音 怪到基德也准备直接利用滑翔机离开屋顶 然而 闪光弹才刚刚爆发出刺目的光辉 他便已经看到了一位戴着墨镜的熟悉声音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见乎于已经和自己脸对脸的贴了起来 愚人节快乐 同样的祝福从耳边传来 而后他便感到了额头一热 一张便签纸纸条 已经贴在了自己头上 然后被一根手指直接弹飞离开了屋檐 连忙打开滑翔翼控制好平衡后 侧头看去便是看到了那正靠在护兰府手上 两指画过额头 对自己做了个告别招呼的家伙 正是那个年轻的警市长 不是吧 两人之间的距离起码有十几米 一个闪光弹爆炸的时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自己面前 如果不是他恶作剧的 给自己脸上贴了一张便签纸的话 他如果想要抓捕自己 恐怕自己已经被他揪到了 伸手将头上的便签纸撕下来 只看到了上面一个一字 不过很快他便发现 这个位置不是正常的一字 更像是正字的第一画 等到从闪光弹的白芒中恢复过来后 柯南也是摇晃了一下脑袋 看着只剩下许悦一人的天台 也明白了那怪道似乎是已经跑了 好像他这一次根本就对那宝石不感兴趣 仅仅只是愚人节的一次玩笑 这让听到了那种挑衅声异常恼火的柯南 又一次不自觉地想到了 自己在楼下刚刚碰到佐藤这家伙时他所说的话 啊 管我什么事 我就是来看戏的而已 今天愚人节哎 他早就看穿了对方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压根就没准备动手抓人的意思 碰 而这时候房顶的门才是被再次踢开 两个灵活的残废配合着大量持枪警察一拥而入 姬德呢 怪到姬德在哪里 中森警部还有拥有着侦探身份的土肥原贤二两人 都是先后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第1002章 潜力 嗯 姬德在哪里 就是你对不对 中森警官用犀利的眼神扫视了屋顶 看到了抱着了柯南的徐悦 快放下人质 你已经逃不掉了 你的预告函已经被我们所破解 抬手掏出枪指着徐悦 中村警官呵斥地说道 怪到姬德擅长易容和伪装 此时屋顶上剩下的唯一一位成年人 肯定就是怪到姬德 否则完全无法解释这个时间 这个点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没想到他这次 竟然绑架了一个小孩 真是可耻 嗯 这不是左同部长吗 土肥原贤二看到了徐悦后 倒是表情愣了愣 这位能力超群的年轻警官 可是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嗯 你认识这个人 中森警官用犀利的眼神看向了土肥原贤二 这个家伙是个侦探 而且还有点小能力 竟然和他的助手一起破解出了和警方一样的暗号结果 也就是这种能力和赏识 所以中森警官勉强答应了他和他助手一起进入搜捕队伍 嗯 当然这里的实际情况是土肥原贤二支付了部分的费用达到的效果 他有着侦探的身份 需要支付的费用并不高 所以付钱很爽快 当然 上次我在一次案发现场见到过佐藤部长的破案 哦 对了 佐藤部长就是警示厅的警备部部长 中森警官难道不认识吗 中森警官文言后表情不由一将 跨部门的谁认识哦 警示厅这么多人 不过 佐藤部长的大明听肯定是听过的 可可 怪盗基德拥有着一手优秀的易容能力 所以他会盯上佐藤部长伪装成他的可能性也不低 特别是眼前这个时刻 佐藤部长完全没有理由出现在这里 就算到了这个时候 中森警官也依然没有放下枪的意思 他对于怪盗基德已经有些魔争了 哪怕有可能会得罪真的大佬也在所不惜 很不错的反应 不过可惜 刚刚基德已经离开了 他这次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并不准备在今天盗取那一颗假珍珠 徐悦将柯南丢了下来 而柯南也是懂事地开口道 佐藤哥哥是陪着我一起过来看怪盗的 刚刚怪盗飞走了 听到了柯南这话 中森警官也不由脸色一讲 这小朋友应该不至于骗人的 看起来真的不是被劫持成人质的 这么看来 应该是对方从那预告函当中 读懂了更多的消息 所以提前来到这里来赌路了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做 中森警官肯定早就骂娘了 读懂了预告函 你不报警 娘嬉痞的 可奈何对方来头太大 自己除了尬笑的道个歉外 完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而另外 土肥原贤二那边 则是看着徐悦眼中一亮 虽然这一次怪盗没有抓住 但很显然也让自己记起了另外一个 可以找出怪盗的渠道 之前自己推测过 这位年轻的警官应该是认识工藤新一的 甚至可能还知道他是怪盗积德的身份 眼前出现在这里 并且并没有对离开的怪盗进行抓捕 很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工藤新一的身份和怪盗积德 可能都有他在里面打掩护 一位这样的警戒高官帮忙的话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很好 能够收集到这一份情报就已经赚了 可以方便以后的针对和布局了 而随后 徐悦还指了指 地上一张怪盗积德离开前留下来的新预告函说道 这一次是愚人节的玩笑 但下一次可能就是洞真格的了 钟森警官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的吧 4月19日沙尼贝斯号 将从横滨港出航 传上那颗真正的黑暗星辰珍珠 我要定了 怪盗积德 什么 新的预告函 钟森警官拿起来后 脸上也露出了民众的神色 这一次的预告函又有什么解读呢 不知道 佐藤部长怎么看 沉吟了一阵后 还是没读出深沉的意思 钟森警官也对之前看穿了 怪盗积德行动的徐悦询问了一句 啊 不是字面上写得很清楚吗 时间地点要做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嗯 这份预告还没完什么狐里花俏的东西 就是字面意思 钟森银三 横滨港 茶木神太郎不断地劝说陵木总裁不要出航 但陵木总裁却完全不以为意 如果就这样取消了我的宴会和活动 不就说明我怕了怪盗积德吗 这次宴请的对象可都是一些事业有为的企业家 我们陵木集团可丢不下这个面子 陵木总裁丝毫都没有听劝的意思 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茶木神太郎却也真没有什么好的措施可以实行 只能够加派警力上船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从这里抵达东京港需要三小时的航程 而这三小时之中 就算怪盗积德上了船 也是被关在了这铁罐头里逃都逃不掉的 既然陵木总裁不愿意取消活动计划 那我也干脆将计就计 就在这次宴会上 由我茶木神太郎亲自将怪盗积德逮捕归案 五 邮轮伴随着轰鸣声缓缓地离开了港口 驶入了夜色当中 而这一次 这豪华邮轮上的宾客 一个个也都是非富即贵 同时安保力量则完全由警方接替了 只是这一次的客人当中 还多出了几个残疾人的面孔 嗯 在镇这种法定继承人的伦恩带 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算是例外了 但其他轮回者爬到了乱入者以上级别后 多少也都有点综合名望了 其中运气不错的优秀个体 身价也不会太糟糕 拼尽全力 还是能够获得这宴会的邀请函的 同时有正经侦探身份的土肥原贤二 也带着侦探助手在镇同样的上了船 当初他照抄警方的推论 还是让中森警官高看了他一眼 反正也有一个毛利小五郎了 再多一个侦探帮忙也是无所谓的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其他的角度和视野 哟 几位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们啊 三船拓也看到了毛利小五郎一行外加徐悦后 也是走了过来打了个招呼 他是当初七龙珠的议员 一起参与了四警财团的晚宴 并经历了山庄杀人案件 作为一位年轻的社长 他的确也有参与这种宴会的资格 而很快 毛利小五郎这边 便发现 自己在这大厅当中的人脉 还是不错的 竟然有好几个案件当中 受害者的家属或朋友 都过来打了招呼 这让他也感到了颇为得意 至于徐悦 则是端着红酒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大厅当中 几位格格不入的残疾身影 人数还不错啊 可压榨的潜力也有 土肥原贤二那家伙也在 得找机会酝酿一下嘛 第1003章 决心 达到乱入者的级别后 轮回者们对于惩罚空间 都有着足够的警惕性的 想要突然一下 让他们花费高额的费用难度很大 不过 当一位轮回者慢慢入坑 已经有些进退两难了之后 再给予足够的利益进行引导 想要让他们再深入一些的难度 就要小得多了 乱入者在有警惕性的同时 对自己的能力也有着足够的自信的 毕竟惩罚空间 的确偶尔能够带出一些很好的特产 而他们也拥有成为那少数偶尔的资格 虽然大部分轮回者尚未入坑 但土匪原贤二那家伙 却可以成为这一道引子 最想破案的人是他 而他又有着足够的地位 借助他的影响 也很有可能推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茶木警示 徐悦端着酒杯 来到了茶木神太郎旁边 也引来了这一位的注意 立刻正色对徐悦敬礼道 佐藤部长 这次还真麻烦你了 不知有何指教 相比于钟森警部来说 他的顶头上司 茶木神太郎明显是更好糊弄得多 之前连毛利小五郎那让人哭笑不得的 解密都能获得他的认同 徐悦无论级别和能力都摆在这里 想要建议他按照自己的话 行事自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上一次怪盗基德出现的时候 那几位残疾人也在饭店附近出现过 徐悦压低了声音 凑到茶木神太郎耳边轻声说道 让茶木神太郎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犀利了起来 还有这种事 另外毛利先生就算了 他女儿和灵木总裁的女儿是同学 是受邀而来的 但那个土肥原侦探 却是自告奋勇过来的 您是说 茶木神太郎满脸凝重的表情询问道 怪盗基德的易容手法举世无双 另外也很会见识 我实在想不出那几位残疾人出现在这里的目的 他们的借口都太过牵强了 徐悦摇了摇头有些叹息地说道 当然了 我也只是觉得他们可疑而已 说不定怪到基德没上船也说不定吗 不是吗 听到了徐悦这种精准的提示后 茶木神太郎也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厚望 当即就在对讲机当中命令了起来 急吼吼地要求现场的警察 将那些残疾人都控制了起来 这种动作让各位轮回者都是心中一方 怎么回事 土著警察怎么对我们动手了 他们知道了我们的目的 不可能啊 就是因为一些不能说明的理由 也导致了他们的嫌疑越来越大 其他不说 就说上一次愚人节 他们几人出现在怪到基德出没的饭店附近 今天又出现在这里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站在中森警官旁边的土肥袁贤二 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大厅当中 那些便衣警察的行动 这让他心头不由一沉 怎么回事 这么精准地找出了轮回者来 进行针对 难道是北洋的轮回者隐藏在暗处干的 但自己并没有发现其他残疾人啊 他们也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才是 土肥袁贤二的警惕性是绝对够高的 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土著警察的问题 而是敌对轮回者的问题 只可惜 无论怎么看 他都没有找到可疑的地方 而随后他身边的中森警官 也接到了对讲机当中的指令 说是让中森警官多注意注意土肥袁贤二 也好歹土肥袁贤二的身份本身是侦探 而且上一次的表现还不错 所以对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求中森警官进行监视 而不像是其他那些残疾人那样 直接由警察带走到小房间喝茶了 大体上土肥袁贤二也明白了 是那个蠢货的茶木神太郎的意思 那位警士的本质 他也早就看穿了 就是一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 这是空间给我们特地安排的难度吗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 没办法了 土肥袁老弟 这是茶木警士的命令 不过其他那几位残疾人的确是可疑 上一次他们就出现在了目的地附近 是同伙的可能性不低 因为就在土肥袁贤二旁边接到的命令 所以中森警官也并没有隐瞒他什么 而且说实在的嘴上是这么说 但得到了茶木神太郎的提示后 他或多或少 也的确对土肥袁贤二有了一点怀疑 是啊 这家伙表现得太过热情了点 虽然他嘴里是说 他是接到了别人的委托要逮捕怪盗 同时他自己也对怪盗有点兴趣才过来的 但这一位看上去实在是太上心了点 中森警官这么说未尝不是一种试探 作为一位老油条 土肥袁贤二也是心底一沉 该死 连这家伙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的确 这次准备的太过仓促了 压根就没想到怪盗积德行动这么突然 否则提前和对方打好关系的话 就不用这么被动了 而且现在他大概也明白了问题的原因出在了哪里 原来是上一次得知到了怪盗的消息后太急切了 结果导致了他们已经出现过了一次现场 残疾人又好认 现在再次出现 的确是有些明目张胆了 哎 没想到上一次竟然会是愚人节的玩笑 完全被罢了一道了呀 不过现在可以稍微放心的是 虽然事情变得有点头疼和复杂 但好歹没有敌对轮回者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排除了这种可能后 事情虽然麻烦 却也有着可以周旋的余地 不用担心 越来越糟糕 丁解除误会 可以通过支付点数的方式 阶段性解除土著的怀疑 住 临时开启小队临时通讯频道以供商议 租赁费用略高于正常空间 所有支付费用 可在完成了怪盗积德的补货后进行返还 如无法成功补货 则需要等待主线任务完成进行返还 连续的空间提示出现 也是让土肥原贤二稍微愣了下 租赁通讯频道费用倒还好说 虽然黑得要死 一小时费用高达一个B级剧情点任务 比正常空间下翻了好多 但放在眼前这场景下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对于自己这级别来说并不算昂贵 可那个阶段性解除土著怀疑的费用 就有点头疼了 起步虽然同样也是B级剧情点 但上次经历过一次案发现场后 土肥原贤二也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的尿性 这只是阶段性地解除怀疑 万一以后又被怀疑了 那不下一次就要到A级了 如果还被怀疑哪怕不到S级 也肯定是负数的A级了 以这种增幅阔下去 多熬几次真的会连裤子都赔掉 可现在问题是 几方因为上一次行动的事 已经都受到了警方的怀疑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更是都已经被隔离了出来 就算自己也受到了监视 完全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啊 这是 自己前面已经电出了S级剧情点了 所以必须要通关主线才能够弥补回来 这次如果行动失败了 偏晓得下一次怪到基德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而且这一次还是在一个三小时的海上钢铁球龙当中 只要能发现目标成功的可能性将会很大 到时候不单单前面的损失全部能够补回来 还能够一鼓作气的将那两个眼馋的技能兑换出来 错过这村就没这点了 既然如此 那的确可以尝试一下 毕竟起初的费用也只是B级开头 只支付一次甚至两次的话都是可以轻松接受的 而且自己现在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只要消除了一次怀疑后 小心一点也不至于再暴露出其他的破绽了吧 终究因为之前损失了S级剧情点 加重了土肥原贤2想要通关主线的决心 所以在心中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他还是选择尝试一下了 不再犹豫的租赁下了小队临时通讯频道后 他也沉声的对其他人发出了指令 各位 相比于收获来说 B级剧情点对于大家应该都不算什么 那么 我们开始尝试一下吧 和自己以前在一次惩罚任务当中得到过不错的好处 而那一次也让自己得到了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如果能够迫使其他轮回者在惩罚任务当中吃亏 轮回空间多少会给自己一点优待的 虽然优待不多 可能就是让运气稍微变好一点 但却也足够让人动心了 这一份优待可能就是自己最后走向成功的基石 呵呵 可不是自己不愿意告诉你们 而是惩罚任务当中的情报无法带出去啊 死到有不死频道 你们可不要怪我 第1004章 配合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只是对怪盗有好奇心啊 如此一来倒是说得通了 茶木神太郎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从自己的部下那里得到了审问的结果 单独带到小房间里喝茶之后 那些轮回者也听从了土肥原贤二的建议 支付了解除嫌疑的保护费 而后由空间向他们提供了脱身的说法 在空间的影响下 哪怕这说法再扯淡 也得到了茶木神太郎这二货的认同 原来是这样 看来是我误会了呀 徐悦在旁边也是一脸感慨的神色 看来的确就像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怪到基德说不定都没有上传的 可徐悦的话才刚刚说完 另外一边的圆子就因为没看到自己的姐姐打电话回去问了 结果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父亲竟然都还在家里 要知道刚刚陵墓总裁可是在台上演讲了的 结果现在发现他竟然还在家里 那刚刚那一位是谁 怪到基德 茶木神太郎和钟森警官两人都是神色大阵 该死的怪到基德还是进来了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 陵墓园子的母亲陵墓彭子 还是站出来主持了大局 各位不用担心 在这个海上的牢笼当中 就算是怪到基德上来了也是无用的 我们附近有着这么多警察的保护 只要他出现就肯定会被逮捕 陵墓彭子一边开口说着 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礼盒说道 大家上船的时候 我都给了各位一个小礼物 那就是眼前这个礼盒 随后礼盒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暗夜星辰 而后被陵墓彭子拿起来挂在了胸前 继续说道 我现在已经将真正的暗夜星辰 放在了这些赝品当中一起发放给了大家 而只有我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就算是怪到基德也得先在这么多人当中 一个个辨别出真伪在动手吧 陵墓彭子说到这里之后 也引来了下方宾客们的善意笑声 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相当机智的一个方法 毕竟这么多外表看上去差别不大的暗夜星辰 想要找出真正的绝对是费时费力 怪到基德一个人的工作量 哪怕三小时过完都不见得能够找出来 更别说偷走全身而退了 这时候站在茶木神太郎旁边的徐悦 才是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神色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 怪到基德才是需要有同伙帮忙 开始一一辨别这些珍珠的真伪在动手是吗 看来他是提前知道了陵墓彭子女士的计划了 他似乎是呢喃自语 却是一下让旁边的茶木神太郎神色一动 咦说的好有道理啊 如果是一个人想要一一鉴别工程量太大了 总共也就是三个小时而已 可如果他有同伙的话 那想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就简单了许多 每多出一个人就是多一倍的效率 果然客人们当中还是有着怪到基德的同伙 那不知佐藤部长有什么好点的识别方法没有 茶木神太郎低声请教的说道 徐月文言后也是掰开对他解释了起来 茶木警示你想想 如果是怪到请了同伙帮忙鉴定这些珍珠 那他们毫无疑问会和普通的宾客们态度有些不一样 目的也会和寻常宾客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一样 仔细观察一下 那些除了警察之外还暗自进行寻找观察 心思没放在宴会上的宾客就有着很大的嫌疑 徐月这话一说出来后 也是让茶木神太郎眼中一亮 是啊 只要仔细观察的话 这些细节还是找得出来的 对于有经验的警察来说 注意他人的目光和余光 发觉他们的目标对象并没有什么难度 比如马路上眼神一直瞄着别人钱包的人 在有经验的警察面前一眼就能看出是小偷 是我糊涂了 这么简单都没想到 我这就下令 随后 茶木神太郎便又拿起了对讲机 对自己的部下门下令了起来 大厅当中 中森警官依然还是和土肥原贤二待在了一起 毕竟自己最开始误会他了 怪不好意思的 而土肥原贤二也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大度 不断的尝试着和这位警部拉上关系 不过在尝试着拉关系的时候 他倒也没有忘记正视 拉关系只是顺带而已 自己这一次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找出怪盗基德 所以他的目光也是时不时锐利的巡视着全场 在每一个可疑目标身上停留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中森警官的对讲机当中 又响起了茶木神太郎的命令声音 这次怪盗基德想要排查出真正暗夜星辰的工作量很大 很可能会出现帮手 所以密切注意场中那些不将心思放在宴会上 别有用心的嫌疑人 这很可能就是怪盗基德的同伙 声音落下之后 土肥原贤二和中森警官两人之间的气氛便是变得微妙了起来 僵硬的将脖子扭回来 收回了之前看向别人的目光 土肥原贤二也是和满脸凝重的中森警官对视了一眼 确认过的眼神 这就是要抓的人 放手 之前我们的嫌疑不是被洗掉了呀 干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 我是冤枉的 冤枉的呀警官 警官你们不能歧视残疾人 一时间 现场再度出现了些许混乱 之前被全部带走过一次的残疾人们 如今又一次被警察们统一请过去喝茶了 也就是土肥原贤二 因为有着侦探的身份 再一次幸免于难 只是保持着被中森警官监视的状态 行为受到了限制 这种变化让他不有一阵想哭 之前之所以请求所有在场盟友的援助 就是想要广撒网将嫌疑人都标记出来 然后一个个进行排查 所以每一位轮回者的确都是有点贼眉鼠眼的 眼前这是一个都没放过啊 哎 完全没想到那位灵木彭子女士 会突然想到这么一个应对的办法 结果让我们全都再进去了 怪到基德没搞出来 尽是伤害着我们这些友军 我们是自己人好不好 本来已经是提高了警惕心的 结果这一下也是完全感到猝不及防 万万没想到碰到了这样的结果 土肥原丧 现在怎么办 现在洗掉嫌疑收费到A级了 这涨幅太夸张了吧 是啊 钱虽然出得起 但这惩罚任务里我感觉还是不要冒险的 对啊 亏个B级就算了 大不了主线任务失败嘛 临时频道当中 又被抓进小黑屋的诸位大佬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哪怕是对于乱入者来说 正常任务当中的收获期望值 也是以A级剧情点来计算的 之前投入B级对他们而言的确问题不大 但一个惩罚任务投入到了A级 那就需要慎重了 亏了会心痛的 但显然 土肥原贤二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 上一次的失误 让自己已经搭入了S级的剧情点 所以主线任务他势在必得 之前自己的行动效果也已经出来了 其他人都是直接被逮捕 而自己只是受到了监视 很明显的差别对待嘛 所以自己还需要再接在力才行 各位不要慌 虽然暂时投入了A级剧情点的费用 但只要这次找出了怪盗积德 那我们完全还是反过来有的赚的 不单单能够将投入都返回来 而且起码可以赚个A级的保底 惩罚任务也能得到普通任务的收获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下一次肯定不会再被怀疑了 土肥原贤二用信心满满的声音给大家打气 A级剧情点对于大佬们来说 也已经算是会心痛的价格了 不过同样的也正因为是大佬 出个A级的费用还是出得起的 土肥原贤二的面子还是要给 而且在座的各位联手功课的概率的确也很大 在这种劝说之下 又嘀嘀咕咕的商量了一阵后 还是觉得的确是可以再尝试一下 连眼前这次的嫌疑都洗掉了 只要再注意一点 你们总无法再找到借口了吧 第1005章 爆发力 哦 原来是想要找出怪盗基德呀 茶木神太郎脸上又露出了一丝恍然的表情 毫无疑问 轮回者们又上交保护费了 上一次的理由是对怪盗基德好奇 那这一次便是想要找出怪盗基德 相辅相成 没毛病 轮回空间还是收钱办事同所无期的 被请进小黑屋的轮回者们也再次被释放 而且现在哪怕他们依然还是用怀疑的目光看向其他人 与宴会格格不入 也并不会再引起警方的怀疑 数了数这一次的收获之后 徐悦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当中的灯火便是直接按了下去 好似是断电了一样 随后一道光柱便是照射到了宴会的一角 一位身穿白色礼服 戴着礼帽的人影便是出现在了那里 怪盗基德 是基德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轮回者们更是感到了一阵狂喜 果然是值得的 果然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怪盗基德你太拖大了 现在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就算是插翅也难非 不要看我们一个个都只是残疾人 但战斗意识犹在 只要靠着人数优势封锁掉你的全部退路 你也必将被我们所捕获 随后一位位残疾人便都哆哆嗦嗦的 掏出了各种小飞镖 餐具刀等不违规的小道具 这种不起眼的东西 在他们手里都能够化作为大杀器 虽然力量不够 身体也不行 可运用技巧还在 不说击杀 干扰对方还是做得到的 哈哈 就凭你们也想要抓住我怪盗基德 真正的暗夜星辰我这就拿走了 怪盗基德站在光柱当中肆意张狂地说道 随后便是用手帕包着一颗黑珍珠 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让其他人都是感到了不可思议 他竟然在这种环境下 将暗夜星辰给偷到手了 什么时候办到的 又是怎么办到的 真正的暗夜星辰之前 到底是放在了谁的手里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个灵巧的残疾人 便已经隐约完成了何为之事 随后突然疯狗撒欢一般的 朝着那怪盗基德扑去 一个个面容鬼畜 好似其行种一般的移动方式 看着都感到瘆人 明明都是残废 但靠着轮椅和拐杖 还有鬼畜的步伐 那都是速度飞快 甚至连拐杖捅入墙里 飞檐走壁的瘸子都出现了 场面瞬间爆炸 看暗器 接招 你逃不掉了 一个个叫嚣的声音出现 下一刻被突然的爆发 搞得猝不及防的怪盗基德 便是发现自己 已经被漫天的暗器所封锁 扑克牌 飞镖 餐具刀 盘子 每一个都带着灵力的气流 和破空声 暗藏杀鸡 哪怕靠着灵巧的伸手 躲过了大半 但他的左手臂和右大腿上 也依然中了一枚飞镖 和一把餐具刀 也就是那群残疾人 空有技巧没有力量 伤口都不深 仅仅只能够对目标进行限制 否则恐怕早就被废了 现在碰到这种情况 这怪盗基德 也只能连连举手说道 误会 误会 我不是真的怪盗 我是过来进行表演的魔术师 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一根拐杖便已经伴随着呼啸声 由那一位从墙壁上飞檐走壁 冲过来的在阵手里敲触 从后面直接把他打晕了 打完之后 在阵便是面露狂喜之色的用拐杖 穿过他的衣领 将他叼了起来 是我抓到的 是我抓到的怪盗基德 我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了 在阵本身除了残疾部分外 也就只能发挥出普通成年人的力量而已 不过他比起普通人的优势是 可以几乎一直保持着普通人的最高爆发力量不知疲倦 并且拥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高超技巧 再加上他瞬间利用B级剧情点低限度的加大了自己短时间能够输出的力量 所以拐杖捅入木制的墙壁里飞檐走壁什么的 对他来说也是能够办到的 因此他也是最快一个超近路接近怪道积德的人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的灯光也被重新打了开来 再次恢复了光明 陵木彭子此时也连忙走上前来 略带尴尬的说道 那个 这个不是怪盗基德 是我请来助兴的年轻魔术师 真田一三 本来 茶木神太郎和钟森警官见到怪盗基德 就这么被抓了 也是兴奋的直吼吼的准备上前来抓人了 但才刚刚赶到面前 就听到了陵木彭子的话 一瞬间就脸色拉了下来 不是吧 搞了半天是个假的 那不惜支付了一点费用 飞檐走壁起来 把怪盗基德打晕病捕获的在阵 在听到了这话之后 也是感到整个人都不好了 开始还以为 怪盗基德是想要逃跑临时想到的借口 但哪里想到他说的竟然是真的 坑爹的呢 怎么又是你这个女人 开始就是你说要分发黑珍珠 结果导致我们被怀疑 现在 你特末 又给我们来了这一处 虽然自己付出的剧情点不多 但解除限定的费用 哪怕事后 都不会还给我的好不好 本来还觉得 沙发果断点付费 抢个头工是赚的 结果没想到亏成马 不 也不算亏多少的啦 B级剧情点 自己还是付得起的 哼自己堂堂小王爷 不差这点钱 真田一三被打晕了 这件事还真是引起了相当大的骚乱 怪到事件引起的大起大落 也让现场一下变得混乱了起来 也就是趁着这样的混乱 一枚掉落在地上的黑珍珠 却是突然发生了爆炸 虽然爆炸并不大 但却制造出了一小片烟雾 而声音也让所有人吓了一跳 珍珠会爆炸 怎么回事 快丢掉不要带着了 在场也都是一些知名企业家 当然会以安全为重 突然发现了这黑珍珠会爆炸 当即也有不少将胸口的摘了下来 丢到了地上 然后地上发生爆炸的黑珍珠 也越来越多了 引来了一片尖叫 烟雾弥漫 不少人还朝着门口冲了过去 似乎是想要逃离大厅 这让警察们一下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这时徐悦便是又来到了 茶木神太郎旁边低声说道 茶木警示 这引起骚乱的时间很可疑啊 为何刚刚出现了这样的冲突 后手就出现了如此的骚乱 这是不是太凑巧了点 徐悦的话刚刚说完 正在交集指挥着现场的茶木神太郎 也瞬间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 扫向了那群残疾人 没错 就是这样 怪到姬德没抓住的话 好歹能抓几个同伙也不错的 不然你麻烦就大了 徐悦后面还以指点的口吻说出了金玉良言 顿时换来了茶木神太郎感激的目光 各单位注意 立刻将之前那群动手的人控制住 他们肯定就是怪到姬德的同伙 本来闹了个大乌龙 抓捕怪到失败的轮回者们 见到了现场的凌乱 也是知道肯定是怪到姬德动手了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想要将对方的小尾巴给揪出来 然而还没等到他们再次发威 手腕上便已经被烤上了冷冰冰的手铐 让他们表情变得有些茫然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们 因为没投入解除限定的费用 鼻仔阵慢上一拍 还感觉有些庆幸的土肥原贤二 也是低头看着中森警官亲手给自己戴上的手铐 娘西匹的 第1006章 代驾 我说这是误会 你信吗 土肥原贤二一脸平静的看着中森警官 但回应他的只有另外一只手也被手铐烤住 先控制住这些同伙 然后务必不要让客人离开会场 记得本人可能会混在里面 茶木神太郎脸色阴郁的开口说道 因为分配了警力去逮捕那些捣乱的同伙了 所以现在拦在大门口的警力却是远远不够 又因为之前那群残疾人的爆发所引起的骚乱 还有地上黑珍珠的不断爆炸 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疯狂地冲击着大门想要出去 缺少警力的情况下 大门也被直接冲开 起码有二三十人逃了出去 看得茶木神太郎脸色大吉 追出去 怪盗基德肯定就在那些人当中 又分派了一群人出去之后 此时大厅当中剩下的警察却也不多了 而因为人群的骚乱 灵木棚子也被撞得摔倒在了地上 由旁边的小兰还有园子将她扶了起来 阿姨您没事吧 小兰将灵木棚子扶起来后也是关心地问道 随后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指了指灵木棚子的胸口说道 阿姨你的那一枚珍珠也掉了 这时候灵木棚子低头也发现了问题 随后便是尖叫了起来 怪盗基德将暗夜星辰偷走了 她的声音也瞬间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原来如此 原来她自己胸前的那一枚才是真的 想要利用灯下黑的方式来进行隐藏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时候 柯南和徐悦两人都是在一边冷眼旁观着 区别只是柯南盯着的是怪盗基德 而徐悦则是观察着轮回者们 很显然此时那一群轮回者 发现怪盗基德出动后 也是显得很是焦急 虽然没有说话 但很可能是临时频道当中正在讨论着什么 这让徐悦也不由多了一丝期待 前面已经到了A级的收获了 现在忽悠成功了才是大头啊 土肥原贤二很可能会冒这个风险 但其他人怎么样就需要看土肥原贤二的口才了 A级剧情点 这群大佬还会卖土肥原贤二这个面子 但到了S级之后 没有足够的利益和足够大的机会摆在面前 却也是很难让他们做到的 要不干脆现在就将怪盗基德给曝光出来勾引一下 不过这样的感觉太过刻意了点 糊弄糊弄普通人还没什么 但土肥原贤二那个情报头子 可能反倒是能发现其中的不自然 算了 顺其自然好了 能坑几个是几个 做人啊 还是不能贪心 小兰姐姐 我们也一起去抓怪道吧 而这时候 柯南也笑着伸手托住了小兰的手 将她朝着外面带了过去 在徐悦这边主要注意力放在轮回者们身上之时 柯南则是将目光盯上了小兰 对于柯南的话 小兰也并没有拒绝的意思 笑了笑就随同她一起离开了大厅 朝着偏远的角落里走了过去 借助这个机会 徐悦也是微微一笑 随后直接远远的朝着柯南喊道 柯南 小兰 你们去哪里啊 要在这混乱的大厅里让别人听到 声音大一点道也正常 而这声音也同样吸引到了土肥原贤二的注意 他可没有忘记 那一位佐藤警官很可能是知道 怪道基德就是功腾心意身份的存在 说不定他还是共犯提供了便利的 也就是有着这样的想法 对于这位警官教导的人 他还是本能的看了过去 看到了柯南和小兰后也是让他眼中一亮 一瞬间将所有的线索都贯穿了 原来如此 真正的珍珠在林木彭子身上 而也是刚刚才被盗的 可这时候接近林木彭子的人 却只有他的女儿和小兰两人 加上那个佐藤警官开口叫住了他们 肯定是有着什么原因的才是 这么一联想 盗取了暗夜星辰的人很可能就是小兰姑娘 怪道基德是极为擅长伪装的 自己已经从中森警官那里知道了 他能够完美伪装成任何人 同时他作为功腾心意的身份 还是小兰的男朋友 所以伪装成小兰模仿她的一言一行 绝对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小兰姑娘很可能就是怪道基德 又回头看着佐藤警官盯着小兰那 略带一丝交集和顾虑的神色 土肥原贤二也是心中大笑了三声 很好 怪道基德 你的身份我已经知道了 各位 我已经确认了怪道基德的身份 大家愿不愿意相信我和我赌一把 见到了佐藤警官 将那个好像想要上厕所的小鬼给拎了回来 丢给了毛利小五郎 然后自己陪着小兰出去了 土肥原贤二沉吟了片刻后 便是在频道当中呼唤了起来 对方和怪道基德一起 一个警察一个怪道 还是两个身体健全的人 这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出马 还真没太大把握 除非花费较高的限定解除费用 这样似乎是有些不划算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叫上几个盟友 大家都支付个B级左右的限定解除费用 就足够支付任何普通人了 真的 是谁 土肥原先生 这一次可是需要S级的费用了 我玩不起 不玩了 我也是 你们去吧 我去 轮回者们当中 此时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 虽然摆在眼前的利益很大 奖励似乎也很诱人 还能将之前 投入的A级剧情点捞回来 但毕竟不是 每一位大佬身上都有现成的S级剧情点 或者说 其实 绝大部分普通大佬身上都没有 能够有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甚至资深乱辱者 又或者是向空间贷款 贷款的风险 毫无疑问 又再度拔高了一分 所以 最终同意下来的 也就是在镇和另外两位 加上土肥原贤二总共四人 不过这对于土肥原贤二来说 感觉也是完全够用了 本来他就担心去的人太多 会分摊自己的好处 现在四个人倒是刚刚好 每个人解除限定所需要的花费不高 同时奖励也不会缩水多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根本就没有开口去唆使另外几个 显得有些犹豫 下不了决心的家伙 直接当机立断的缴纳了费用 中森警官 我说这是误会 你信我吗 我信 中森银三拿出了钥匙 解开了土肥原贤二手上的手铐 在镇和另外两人也差不多同时间获得了自由 互相对视一眼交换了一下眼神后 便都是一瘸一拐地朝着大厅之外走了过去 公腾心一 我们来了 另外一边 柯南则是被毛利小五郎毫不客气的脑袋上敲了一个大包 然后安静了下来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副死鱼眼的表情 呵呵 左腾这该死的家伙 第1007章 为所欲为 将小兰带到了一处偏僻的机械室当中 徐悦看着穿着露肩礼服 将交好身段完全突现出来的小兰 也是露出了赞叹的笑容 真是好身材啊 一边说着 她还一边伸手摸向了小兰露出礼服之外的圆润肩膀 以及肢上的锁骨 让对方整个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这个竟然不是伪装的 天生的女装大佬就是你了吧 黑羽快逗 本来起鸡皮疙瘩的怪盗积德 还想要伪装成普通女孩子的反应进行躲避的 但听到了后面那一句叫出了自己名字的声音后 却是完全僵硬了下来 任由徐悦对她左捏右捏的 哎呀 左腾警官真是讨厌呢 说什么人家听不懂的话吗 小兰强行挤出笑容 娇声说道 而这时候 土肥原贤二他们四人也已经来到了附近 隐约的听到了小兰的娇笑声 一瞬间就让他们脑补出了相当多的情节 难怪左腾警官这种前途无量的人 竟然会选择帮助攻腾心一 原来是这个原因吗 这消息也太劲爆了 好吧 我们等一下再聊 好像有不受欢迎的朋友过来了 对于土肥原贤二他们的接近 不管是时间上的计算还是自身的敏锐听觉 徐悦都能够进行足够精准的估算 刚刚好可以卡在他们听不到黑语快逗这几个字 只听到小兰声音这个阶段 本来的话怪到姬德当然也不会这么听话的 但因为之前徐悦完全叫穿了她的身份 这也导致了她一时之间有些惊疑不定 想要再确认一下 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也是暂且站到了一边 想要观望观望 另外那边的土肥原贤二还有在镇他们几人 也开始冒了出来 四个残疾人微风凛凛的围堵到了门口 左藤部长完全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啊 现在将怪盗交出来 我们可以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你是准备放过这怪盗的吧 土肥原贤二满脸胜券在握的表情对徐悦说道 语气斩钉截铁 的确是准备放过她 只要将珍珠拿回来就是了 小朋友的恶作剧没必要上纲上线 徐悦对于她的话并没有否认 随后便是好奇地看着过来的四人说道 那么你们四个是准备干什么 想要阻止我 一边说着 徐悦一边便是掏出了自己的配枪 让四人脸色微微一变 这家伙 我记得他们几个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也不至于掏枪吧 小兰看到了徐悦掏枪之后 还是忍不住地插嘴了 那几个放飞自我的残疾人 真的是给她留下了相当高的印象 特别是那个飞檐走壁的家伙更是如此 完全无法想象她是如何拿着拐杖 瘸着腿做到这一切的 身残至尖 让人敬佩和感动 不要小看他们 我在他们身上都闻到了血腥味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他们都杀过人 而且不止一个 徐悦握着枪一脸的平静 这话也是让小兰脸色一变 她再怎么也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 偷东西也不会要人命的 可这个左藤警官却说 他们手上都不止一条人命 土肥原贤二几人虽然脸上没什么表示 但心中也是感到了震惊 虽然他们在这个空间没杀过人 但的确每个人手上都有着诸多亡魂 没想到这个平凡的普通空间 竟然还会有着这么敏锐的家伙 不过无所谓了 承不承认都改变不了眼前的事实 哼 既然左藤部长知道这一点 那能不能将怪盗积德交给我 土肥原贤二一边平淡地开口 一边也在频道当中 一心二用地与其他人交流着 他有枪 在这你说过 支付B级剧情点是最为方便的方式 能够解锁到普通人的极限 造成的破坏不至于扣分是吧 之前在镇可是解锁了一次的 不是他不想要解锁更多的力量 而是这惩罚任务的空间限定相当坑跌 一旦发挥出了超凡的力量 形成了破坏之后 不单单解除限定要扣钱 本身超凡力量所造成的破坏也要扣钱 对他人产生的三观冲击 也需要空间来擦屁股 可以说会有着诸多的连锁反应 所以之前他就提议了 最佳的方式 依然还是采取之前自己的那解除到普通人极限的选择 这也是土肥原贤二会找援军的原因 可现在没想到那家伙这么警觉 直接就先掏出了枪 这种情况下不能去堵对方的枪法啊 哪怕我们支付B级具请典的费用解除到凡人极限 也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等人是残废的事实 有点棘手了 他不知道我们还能够暗地里进行交流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没错 要不这样吧 我从右侧那管道侧面 借助管道的掩护进行接近 再震你救 终究是有着暗地里的频道联络 土肥原贤二还是很快的想到了不错的办法 一边暗中观察着四周 一边做出了指令 对方终究只有一人 还只有一把枪 那我们分散突袭 以人体极限的速度 你的注意力肯定也会分散 哪怕实力超群也最多只能击上一人 那至于谁会被针对 就完全是看运气了 其实更大的可能还是他慌张之下 一人都无法解决 就被我们靠近收拾了 以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技巧 对付一个凡人警察而已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三二一开始 一瞬间四个明显身上都有缺陷的家伙 却是瞬间爆发出了恐怖的速度 让怪盗基德看着都一阵惊恐和侧目的速度 这是残疾人能够做出来的动作 鬼畜的步伐 蛇行走位 其行种一般的行动攀爬 利用机房当中的管道以及其他诸多障碍 四人正以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 刁钻地接近着 碰碰碰碰 先后四枪响起 那四个鬼畜的身影便是先后哀悠地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都是关键发力的大腿受伤 血流不止 本来就都是残废 现在更是落实了 好强的战术能力 好厉害的枪法 这是最终拦路的boss吗 四人中枪倒地 心中都是出现了一阵波澜 他们都是有眼界的人 这种不利的环境当中 对方能够如此轻而易举的精准命中自己四人 解除自己四人的战斗力又不致死的手段 换算成技能恐怕已经是手枪精通了max了 自己四人虽然能力受到限制 可技巧依然还有的 对方单凭这一手 如果有好枪在手的话 就足够对抗非克制的滋身甚至弱点的精锐轮回者了 烦人的极限不过如此 现在怎么办 刚刚要不是对方没有杀心 我们恐怕就已经死了 在阵倒在地上 用手掐着自己大腿流血不止的伤口 脸色有些难看 都已经到了面前 胜利尽在咫尺 竟然出现了这么个拦路boss 果然 惩罚任务什么的真是太坑了 还好对方是警察 心得算是比较善良的那种了 如果换作穷凶极恶的人 我们恐怕就完了 要完全解放一次自己的力量吗 几人随后也逐渐落在了那实际问题之上 想要对付对方 显然利用B级剧情点 解放到凡人极限是无法办到了的 其实要解除全部的力量 限定本身价格并不夸张 一个A级剧情点就能够有一分钟 解除全部限定为所欲为的作用 但问题是 那种情况下 就算是损坏了物品都得赔钱的 而且还不知道幅度和费用 有点不敢尝试 之前可就说明了 这种费用的付出 哪怕是最后完成了主线任务 都不会返还的 到了这个时候 土肥原贤二薪中 也再次浮现出了一种 哪里有点不对劲的想法 不过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也容不得他再多想 只能咬牙道 要不这样吧 我一个人解除全部限定出手 最后好处会分你们一点的 哎 早知道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的话 那自己又为何要找他们这些帮手 真是失算了呀 不过放下了心中的桎梏后 他的心灵也空灵了许多 虽然过程曲折了点 但最终的结果 依然还是好的 只要能够将自己之前消耗的都返回来 再得到那两个技能 哪怕往大里说 最终扣除了自己S级的惩罚费用 那也认了 那两个技能值得这个价格 抱歉啊 只要我有S级剧情点 我就能够为所欲为 第1008章 成语接龙 四个残废抱着受伤的大腿倒在地上 土肥原贤二看着那边那持枪身影 眼中也闪过了一丝狠辣 都是你这家伙阻止自己 都是你逼我的 自己找死 可不要怪我 低声咆哮了一句之后 土肥原贤二一瞬间 浑身的伤口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原本的断臂竟然突然嘎吱嘎吱的又生长了出来 这种变化 让怪到姬德不由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还有这种操作 可还未等到他有什么更多的想法 土肥原贤二的身影便已经完全消失在了原地 真正的消失 消失的无影无踪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低头满脸冷漠的站在了徐月的背后 凡人就要有凡人的自觉 不要随随便便触怒自己所惹不起的存在 土肥原贤二抬头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残酷 都是这个家伙 如果不是他 自己根本不需要付出这么多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动手了 那也已经无所谓了 就让他死个明白 而自己也需要发泄心中的憋屈 憋屈了这么久 苟了这么多天了 终于是扬眉吐气了呀 一分钟的限定解除 足够自己杀他一百遍了 我一直低调做人 仅仅只是为了最大利益而已 而你既然逼我到了如此地步 那也要让你见识见识 这让人绝望的实力差距 这你永远也看不懂的差距 那么 就请你这么去死吧 手中凝聚着一道锋利的刀器 土肥原贤二朝着徐月的脖子一抹而去 虽然心中暴怒 极度需要发泄 但他的理智 依然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只是杀人而已 不要搞出大场面和大破坏 不然怕赔不起 然而很快 他那一缕凝固成实体的刀器 便直接被一根手指挡在了前方 是那道被对着自己的人影抬起的手指 明明看上去缓慢无比 但却就是诡异的刚刚好的落在了那攻击轨迹之上 连回头看都没有看一眼 感受着那丝毫无法寸进的阻力 感受着那破损四散的刀器 土肥原贤二的瞳孔不由一阵剧烈收缩 心中那一种冥冥中的不祥之感 也完全被激发了出来 瞬间想通了什么 这家伙是轮回者 所以 之前我们被警方针对 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 完全是对方刻意而为之 所以才会连续出现三次 佐藤月 难怪自己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熟悉 会感觉到哪里有点不对劲 因为自己上一次死亡的那个任务 空间当中 就有着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与志波月 而恰巧 和与志波月有着唯一羁绊关系的人 却是一个叫做徐月的轮回者 所有的一切 都在这一击被挡下之后 被理清了过来 终于让他反应了过来 对方不是不想伪装成其他的名字 而是他的身份 都是空间所承认的身份 是继承而来的认可身份 与志波月可能就是因为 改姓与志波一族的改名 佐藤月便可能是他综合名望带来的初始身份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破绽 本来只出现一个两个 甚至三个名字都出现 也的确很可能是凑巧 但现在既出现了这三个名字 还伴随着上一次帝国行动的惨败血亏 又因为上次指定任务 无论敌我都进入惩罚任务中 以及眼前这自己一击被拦住的证明后 就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所谓的证据了 唯心而已 将前因后果全部捋顺 将关键的拼图拼上察觉到了真相之后 土肥原贤二的内心也低沉到了谷底 是啊 我是已经察觉到了真相 已经无限接近事实 然而 是不是太迟了点 一点都不迟哦 因为遭受到了超凡力量攻击 完全准许自由还击的徐悦 似乎是完全读取了 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想法 轻笑了一声 而很快 土肥原贤二便是惊恐地发现 那三位倒在地上的同伴 似乎是同时发现了什么 让人感到惊喜的事物 一个个脸上表情都变得狂热了起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先后都解开了全部的限定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浑身都被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岸力量 所束缚 丝毫都无法动弹的 土肥原贤二目自禁列 完全无法理解 没什么 当他们的全部六感都被我所掌控之后 我想要让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就会看到什么 想要让他们听到什么 他们也就会听到什么 所以 我才说一点都不迟啊 没让我白等这么久 徐悦所能够进行的反击时间相当有限 然而对他而言 只需要有一刹那的无负担解锁 那就代表着为所欲为 时光的流逝 六感的操控 现实宝石对现实的改写 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他的意志行动 如果不是空间限定了反击区域的话 他都想将大厅那些家伙也都影响进来了 不过有四个也可以了 里面好歹还有两个滋身乱入者 有水还是很足的 这 才是真正的为所欲为 哼 巨大的冲击波爆发 犹如形成了核弹冲击一般的 将整艘油轮都覆盖了进来 滔天的波滔夹杂着碎片残骸 就准备向着四周蜂拥而去 然而下一刻 整个爆炸的火光 四散的冲击波 以及掀起的浪花便是同时定格 随后以一种镜头倒放一般的感觉 迅速的倒退还原 火光当中的所有人 都受到了一种无形的保护定格在爆炸当中 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现出了什么事 也根本就没受到丝毫的波及 待到一切还原后 依然还是完好的邮轮与凌乱的宴会 在阵他们三人造成的全部攻击破坏与损伤 也都戛然而止 全部归零 开始徐悦能够允许反击的影响区域 仅仅只有这机房而已 不过就连徐悦都没想到 在阵这一位资深乱入者的意志 竟然会这么差 竟然一点怀疑 都没有得相信了自己给他看的东西 其实 从另外两个家伙攻击时的迟疑态度来看 他们还是有犹豫的 也就是在阵最配合 真的造成了这么大的攻击 将整艘船都报效了 然后 空间便临时放开了对自己的束缚 并安排出了新的任务 为了安安稳稳的得到最后的奖励 徐悦这时候 当然也很识趣的 没有讨价还价 顺手将现实改写 恢复了原状 当然 一切恢复原状是自己的功劳 这并不能抹出他们几个动手了的事实 特别是在阵 刚刚那一击最强的爆发动静 就是他弄出来的 而同样作为一切的起因 最先解除超凡限定 引发了徐悦反击的土肥原贤二 也需要为这件事负连带责任 好了 你们四个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待到一切重新归零之后 徐悦也松开了双目 茫然精神恍惚的土肥原贤二 任由他摊坐在地上 另外三位也似乎是逐渐回过了神来 似乎是开始得到了空间提示 脸上的表情都变得绝望 而惊恐了起来 抬头看向徐悦的眼神 就和看着魔鬼一样 那么 有缘的话 下次任务再见 对着几人摆了白手之后 徐悦也打了个响指 随后四人的身体 便瞬息化作了尘埃消散一空 第1009章 四人 还不错哦 竟然有个SS 这是有轮回者参与的触发 奖励的多少是当场告知的 得到了一个SS级收获的提示后 徐悦也感觉了较为满意 正好限制器用掉了 回去正好补一个 至于他们几个的损失 土肥猿这种家伙 有SS级别垫底的技能 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但徐悦可以肯定的 是他定然没有SS级的线钱 就连自己身上 都没带过这级别的线钱 到任务空间里 他身上显然也不可能了 既然身上没有 那就只有空间 强行给他们裹带了 嘖嘖 以你们的身份 不知道你们的背后军团 会不会帮你们出这一份钱啊 啊 刚刚怎么了来着 小兰 双目有些茫然地回过了神来 作为一个真正的凡人 之前 徐悦也顺手 给她将思维调了回去 她并没有那四个轮回者 出现的记忆和印象了 只记得自己 被这位佐藤警官带进了机房 并且被叫破了自己的名字 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后 她便是脸色一变 不好 绝对不能让她抓住 也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她开口叫出自己的名字 可能只是试探而已 肯定没有证据 只要自己这次成功逃跑了 死不承认就行了 一边想清楚了后果后 她一边便是迅速地 向地上甩出了闪光弹 利用那闪光弹的爆炸 直接冲出了油轮 从甲板上一个纵身 便朝着海里跳了下去 扑通一声 直接落入了水里 好吧 好歹快要靠岗了 只能游回去了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 她便是发现了那一道熟悉的身影 竟然踏着水面 朝着自己游泳的这边 走了过来 差点让她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眼睛看错了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游 都完全没有对方的速度快 轻而易举地 就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看到了对方光着脚 脚趾正犹如螺旋桨一般的搅动着 水面看看淹过了她的脚背而已 嗯 徐悦的反击全线早就没了 现在这是纯粹靠正常人的身体素质 造成的结果 你跑没关系啊 但你是不是忘记了给我什么 来到怪盗基德面前 笑盈盈地看着水里浑身湿透的她 徐悦也是对她伸出了手 在她额头上贴上了一张便签纸 然后又从她胸口将真正的暗夜星辰掏了出来 记得吸取教训哦 下次别这么狼狈了 一边说着 徐悦便是一边摆了白手 回头朝着游轮赶去 让留在海面上的基德一阵水中凌乱 最终本次事件还是较为圆满的完成了 怪盗基德虽然没抓到 但好歹是将失窃的珍珠找回来了 没有让怪盗基德得逞 这可是对怪盗基德当中相当不错的战绩 而徐悦最后的时候还是出面了 帮助了亲日同盟的那一群轮回者脱身 毕竟他们的确本来就不是基德的同伙 想要为他们脱身的难度也并不大 他们自己肯定是付不起或者不会支付S级别的费用了 只能自己捞他们一把的样子 毕竟说不定以后还有点点机会嘛 真抓走了就亏了 至于自己捏造出来所谓同伙的黑锅 自然就甩给了同样失踪了的土肥原贤二 他们四个了 在圣母心态下 以德抱怨的就下了亲日同盟的轮回者后 徐悦也得到了他们感恩戴德的感激 一个个嘴里都是青天大老爷 大好人正义使者的叫唤着 对此徐悦也是相当大度和有爱的安慰了他们一阵 然后在他们下船的时候 接到了消息的羽渡公太郎 便是主着拐杖过来接他们了 土肥原贤二和宰阵已经凉凉了 现在亲日同盟当家做主的人便是他了 前赛的成员 因为一次行动负伤制残 然后被安排到了后勤部 这就是与多公太郎在警示厅的身份 各位 刚刚土肥原贤二先生 绑在我身上的生命信息已经消失了 所以接下来还请听从我的指挥和安排 要说这次事件当中有谁不太爽的 那估计也就是柯南了 好不容易找出了怪盗的线索 马上就能去将对方揪出来了 以证明只有死去的艺术家才能出名 但没想到中途又被佐藤那家伙截糊了 让他念头很是不通达 这种念头不通达 也导致了他有一段时间都不愿意见到徐悦了 然后这段时间也是让徐悦错过了诸多案件 只能宅在家里与佐藤美和子 还有公也明美三人过着没修没骚的同期生活 另外也时不时会去上条袖子的公司里转转 近乎于将如今这年代整个的网络都纳入了监控之中 直到真夜那里汇报 一个小女孩晕倒在了龚腾心一家附近 才是结束了她这闲鱼一般的悠闲生活 叮咚 阿丽博士家的门铃被暗响 正有些头疼的给那个刚刚捡到的小女孩 准备换洗衣物的阿丽博士 便是起身前往了玄关 随后便发现了是佐藤警官来了 哦 真是稀客呀 佐藤警官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这糟老头子 阿丽博士对于徐悦的到来还是很欢迎的 我的追踪器坏了 来请阿丽博士修一下 这东西还真的很方便 徐悦一边笑着说道 一边拿出了自己坏掉的追踪器 随后便是看到了刚刚洗完澡出来 包着浴巾的小小身影 是一只精致可爱犹如羊娃娃一般的小萝莉 只是脸上表情冷冷的 看上去好像面瘫一样 咦 博士这是你孙女吗 徐悦看到辉原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现在还没有辉原哀的名字 不过为了方便阅读 还是一直这样用下去 哦 不是 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是刚刚回来时在门口捡到的 当时她晕倒在了门口 还下着雨 我怕她生病就先带回来了 正好你是警察帮忙联系一下她的家人吧 阿丽博士想到了辉原后 也是顺手向徐悦求助道 旁边的辉原听到阿丽博士说 眼前那个年轻的家伙是警察 也是瞳孔微微一锁 她现在的身份可是无法见光的 肯定不能让警察来查 应该怎么办来处理才好 可恶啊 如果能够找到龚腾心怡那家伙就好了 全世界可能就只有她才能够理解自己的处境了 而就在辉原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徐悦也笑着对博士进行了回应 喂喂 你捡到的走势小孩就把问题丢我身上啊 好吧 我有空的话问问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找欣怡那家伙帮忙还更快点 通过这小女孩的线索找到她家对欣怡来说应该很简单吧 说是这么说 不过 佐藤警官你找起来的速度肯定也不慢吧 欣怡那家伙可是在推理方面很是推崇你的 阿丽博士倒也没想太多 顺着徐悦的话就接了下去 至于被那个小女孩听到了 也没啥大不了的 她又不知道新衣是谁 还这么小的年龄 只是这边两人的闲聊 也是让正陷入沉思的辉原表情一愣 抱歉 我真的知道龙腾新衣是谁 龙腾新衣是变成小孩子了吗 清脆的声音突然出现 让阿丽博士忽然就打了个寒颤 然后回头便是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了那个捡回来的小女孩满脸的亥然 第一千零一时章 失踪 你 你刚刚说什么 阿丽博士有点惊议不定的说道 看你这样的表情 龙腾新衣的确是变成了小孩子没错了 辉原冷冷的看着阿丽博士 依然还是没有露出什么表情变化 之前他的确是有纠结应该怎么办的 但既然眼前这两个家伙都知道龙腾新衣变小的事 那对于自己变小的情况接受能力肯定也很强 而且现在自己已经背叛了组织 在立场上双方都是一致的 是天然的盟友 不用怀疑了 我和龙腾新衣一样 服用下了那种药 而在当初我进行第二次检查的时候 发现了龙腾新衣家里他小时候的衣服不见了 结合某一次实验的特例 自然也能够判断出他的情况 既然有了决定 那辉原也并没有什么隐瞒的意思 这两人知道了龙腾新衣的身份 而且还帮他隐瞒到了现在 完全值得自己赌一把 而结果也的确不出所料 两人虽然都是面露惊讶 感到了很是不可思议 但对这件事接受的也是很快 在询问了几个问题 确认了自己是被判了组织后 他们两人也都完全接纳了自己 这样吧 我去帮他办理个身份证明 正规渠道的哦 你想一个化名吧 以前的名字就不用再提了 直接丢掉吧 徐悦主动提出来为辉原办理身份证 至于名字的取名 也并没有多大的波澜 依然还是辉原哀这个经典的名字 新衣那里也通知他一下吧 难得有个同病相连的朋友 在对方接受了新名字之后 徐悦便也给出了新的提议 说的也是 我这就通知他 不过阿力博士的话还没说完 便是被辉原打断了 这件事我自己告诉他 将我转学到他的班级里 这件事交给佐藤 对他来说应该是问题不大 没错 明天去上学吧 我打个电话 徐悦自信满满的声音 还是让辉原感到了一丝惊讶 这个佐藤警官的身份似乎不一般啊 不过无所谓了 自己对他是什么职务没什么兴趣 此时的辉原 刚刚因为姐姐的问题对抗组织 身体还变小了 可以说正处于最为失落的时期 对于其他的问题也是漠不关心 相依为命唯一的亲人姐姐被叛了组织 按照组织的手段 肯定是被处理掉了 世界上已经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人了 也就只能找同样变小的那家伙抱团取暖 才能安慰一下的样子 不过才刚刚想到这里 他却发现自己突然被拎了起来 然后脸颊便是莫名一疼 随后耳边传来了那位佐藤警官的声音 果然是变小的 竟然比柯南还好玩 有徐悦的安排 辉原进入蒂丹小学也很是顺利 并且成功变成了柯南的同桌 还被拉入了少年侦探团 而也恰巧 他们今天接到了隔壁班一个学生的委托 想要找出他的哥哥 他是在一个星期前的傍晚不见的 当时只是说出去自己朋友家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那位委托少年侦探团的男生 脸上露出了哀伤与担忧的神色 因为他哥哥是高中生了 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被绑架 或者其他什么刑事案件 家里也没接到电话 所以哪怕报警了 警察也不可能出动太大的警力 来浪费社会资源 发现真的是失踪这种大案子后 少年侦探团的几个小不点反倒 是面容兴奋了起来 我们就是要干这种大案子的人啊 就连柯南都稍微来了点精神 虽然魏魏吐槽了两句不美他们的态度 但本人也的确感到了一点兴趣 没有接到恐吓电话 平日里脾气好不可能离家出走 那就有值得出手调查一下的价值了 见到袁泰他们还没说出一个 所以然柯南也是主动提议的说道 总之我们先去他家里调查一下吧 委托者俊也家里的情况很简单 不过被柯南发现了他哥哥似乎是一位很不错的画家 房间还摆满了他自己动手画出的画像 虽然都是模仿那些名家画的 但画出的效果却是相当的逼真 同时还发现了他哥哥的钱包竟然也没带 如果是出远门的话 再怎么也会带着自己的钱包和证件的 这样还真说明他那边出现了问题 柯南发现了钱包后 脸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只是他没发现 他这一本正经的推理样子 全都落入了旁边那位新同学辉元的眼里 似乎对他很有兴趣一样 他最擅长画的人是夏木树石吗 发现了不对劲之后 柯南便是敏锐地将目光盯上了他其中的一块画板 夏木树石 是巧合吗 是的 我哥哥最喜欢的就是他了 所以还拿着这个去参加了画展 不过可惜唯一夸他画的好的只有一个奇怪的女人 一个戴着帽颜一身黑衣的女人 俊也再次说出的线索 也是为柯南带出了一道灵光 帽颜隐藏了相貌 一身黑衣 难道是那个组织的人 如果是他们的话 那再加上夏木树石的画像 很可能是准备搞大动作了 一想到这里 柯南也没准备单独带着这群小朋友去冒险了 佐藤那家伙已经警告过自己几次了 自己也反思了一段时间 自己有时候的确是冲动了点 对方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我去联系一位警察哥哥 请他帮忙带我们一起去找好不好 柯南一边询问似的说道 一边便准备开始联络徐悦了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袁太他们还真不是很喜欢不相信小朋友的大人 但得知道是佐藤警官后 却一个个都感到很开心了 因为这位大哥哥会信任自己 是个大好人 也就是辉元听到了柯南的话后 脸色稍微变了变 然后不自觉的伸手摸了摸脸颊 似乎感到了隐隐作痛 本来徐悦就准备插手这个案子的 甚至已经把那群犯人的落脚点都找出来了 接到了柯南的电话后都感到了一阵意外 咦 这家伙竟然懂得求助了 这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不过估计也就是看中了自己的战斗力 担心对抗出现危险吧 嗯 好歹也是好现象了 辉元看到了佐藤出现在了面前后 莫名就感到了脸颊一疼 然后便是发现了旁边的柯南 柯南也在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脸 虽然是他请人过来的 但态度却并不好 而徐悦瞥了一眼辉元后 也完全没有多说什么的意思 听到了柯南将目前的线索说出来 也是很随意地说道 钱包在家里失踪一周了 还会画下木赖石 肯定是绑架咯 又不打电话过来求财 那就是求财吗 会画下木数十吗 大概就是想要做一千元的假钞了 徐悦那双手靠着脑袋 随意坐在凳子上敲二郎腿的样子 哪怕是被打击过几次的柯南 也再次感到了一丝震惊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计算机脑袋 旁边第一次见到徐悦发挥的辉元 也是瞪大了明亮的眼睛 脸上终于多出了一丝表情 难怪他会知道龚腾新衣的身份 大概是抓包抓出来的吧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 无双 假钞 少年侦探团的三小 还有委托任俊也 听到了徐悦说出的话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种超级事件好像离他们都太远了点 嗯 既然是涉及到某个神秘的黑衣组织的话 那估计他们并不准备小打小闹 可能是想要做出几乎和真钱一样 甚至能骗过燕钞机的超级假钞 徐悦刮了刮下巴 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然他们不会单独为了一个绘画高手 而干出这样的事 柯南也是满脸严肃的点了点头 如果涉及那个神秘组织的话 他们再怎么大的野心都不会奇怪 钞票所需要用到的最关键的三点之一就是电板 想要完全做出相似的 画工肯定是不能少的 而通过他的画来看 他的确有资格来玩这道步骤 徐悦再度拿起了那一张夏木赖石的话 评价了一下 顿了顿后便是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要找出他们的难度 其实也并不大 既然他们已经有电板方面的制作准备了 那我们就从另外两点关键点出发 无酸纸和变色油墨 目前主流国家的钞票都是靠这种技术 听到徐悦的提醒 柯南也是瞬间理顺了思路 无酸纸和变色油墨都是各国政府的管控品 如果有出现的话 的确很容易捕捉到痕迹 特别是对佐藤这家伙的级别来说更是如此 无酸纸被各国管控 而想要自己研发制作出来 可能成本比他们卖出的假币 还要高 所以大概率还是要靠购买的 市面上能够最容易买到的地方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讯录的印刷厂 那里和美联储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无酸纸 只是厚度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徐悦拿出小本子 在上面迅速写出了一个工厂的名字 三分之一一张刚刚好 三张压成一张连水印制作的环节都省了 而后便又开始写变色油墨 变色油墨的运用最早是在太空器材的玻璃上 不过在十几年前 美国太空总署将这一份技术出售过一次 是一家汽车喷漆公司 说完后 徐悦便又写下了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 让旁边的柯南满脸都是茫然之色 我刚刚说了什么 怎么感觉跳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啊 在他这边脑袋变成江湖之后 徐悦便已经打通了电话 拜托调查这两个公司的货物进口情况起来 都是很冷门的小公司和工厂 理论上几乎不会和日国发生进口贸易的 现在一旦发生了贸易 想要找出来就太过显眼了 瞬间就锁定了收获的地址 虽然都有特地的改变 两个地址位置都不同 但却都在眼前的米花亭 徐悦打了个响指后 便是迅速地在一张白纸上 画出了附近的地图草图 然后画了三个圈 分别以郡野家和两个收获地点为中心 形成了交叉区域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就在这个区域附近 你哥哥没带钱包也没骑单车 他出门的位置并不远 加上那两个收获的区域 大体上可以进行锁定了 OK了 目标锁定成功 我们去把他们找出来吧 伴随着徐悦眼花缭乱的一通操作 包括柯南和辉原在内 现场便是集体蒙逼 几个真小朋友 感到不明觉厉地露出了崇拜的眼神 而柯南和辉原两人 也都感到了相当的吃惊 这完全就不是人啊 怎么感觉破格案在你眼前和喝水一样简单 徐悦其实本来都已经找出了那群人的藏身之地 现在也就是找个顺口的借口而已 几乎可以说是直奔目的地而去 竟然是在警署旁边 他们太大胆了 灯下黑吧 在最终确认了地点之后 几位小朋友脸上也都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随后便是跟着徐悦一起摸了进去 不得不说 这个团伙还是组织相当严密的 在出入口都安排了监控 徐悦他们刚刚进来 就被里面的那些人给发现了 该死 有人摸进来了 干掉他们 注意别开枪 作为团伙首领的一个金发女子 发现了情况后 脸色难看地下达了命令 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 结果现在这里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不管如何都不太好处理啊 看来等到成品全部完成后 是时候要换一个地方了 喂喂 这里可不是你们玩游戏的地方 粗狂的声音出现在了徐悦他们几人的身后 有人从楼上下来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手上握着一把黑洞洞的手枪 直接把几个小朋友吓得瑟瑟发抖 碰 枪声响起 手枪应声而飞 那粗狂汉子捂着受伤的手 看着那枪口冒着青烟的徐悦 脸上也是难以置信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怎么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我先拿枪指着他的吗 这种时候你们的第一反应 难道不是感到害怕和瑟瑟发抖 然后任由自己摆布吗 但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掏出枪来打我 扣扳机还这么果断 到底是你是罪犯还是我是罪犯啊 怎么感觉现在我是受害者一样 这边枪声出现 旁边的警署也是迅速的开始了反应 而屋内的其他罪犯也是暗道不好 该死都说了不要开枪 那家伙这是在干什么 几人连忙拿着武器冲出来 然后面对的便是接二连三的枪声 三个犯人手上的手枪都是同时被击飞 整整齐齐的掉落在地 小孩子可真是麻烦啊 事件完美结束了 许悦留下来处理后续事情 而辉元也因为枪声的关系哭了起来 由柯南送他回家 说起来 这家伙家里的地址听着好耳熟啊 喂 到了这里 你应该可以自己回家了吧 我先走了哦 已经将辉元送进了那条街道上 柯南便是准备告辞 他可受不了当保姆 这个分叉路口另外一边就是毛利事务所了 APTX4869 突然间 辉元也停下了步伐和哭声 爆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 阿丽博士家 徐悦虽然嘴上说着要去处理后续问题 不过以他的级别而言 当然也就是打个招呼 就有人来做了 以大人的身体 当然是比柯南他们更早到这里 而阿丽博士一边同徐悦闲聊着 一边也在上网查找着什么资料 对了 到时候把辉元寄宿在我家吧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哦 你竟然有耐心带小孩子 阿丽博士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似乎是完全没想到徐悦会这么说 没什么 只是觉得他和我有缘而已 而且他应该会喜欢我家的 我家也会有人喜欢上他的 而就在徐悦说到这里的时候 柯南便是气喘吁吁地推开了房门 然后满脸猛逼地看到了 正在闲聊的阿丽博士和徐悦 脸上逐渐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这两个家伙 我回来了 慢悠悠跟在后面的辉元 也是随后走进了房门 乖巧地将门给关上 然后换好了鞋子 哦 辉元回来了呀 和心意相处的应该也很愉快吧 对了 刚刚左藤警官说想要收养你 你应该没意见吧 面对柯南那想要杀人的死于眼表情 阿丽博士和徐悦 两人都是选择性的无视了 而后由阿丽博士转移话题 同辉元聊起了四主选择的问题 不去 而辉元的回应却是相当冷淡 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第10012章 意外 哈哈 你被嫌弃了吧 谁叫你平日里这么变态 见到徐悦被拒绝 柯南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随后丝毫没有犹豫地 便对徐悦嘲笑了起来 说到后面似乎还有些咬牙切齿的 其实 辉元你跟着左藤警官应该还不错啊 难得左藤警官愿意接受你 不管是安全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很有保障啊 阿丽博士倒是反过来劝说了一句 虽然他没有见识过许悦真正的行动能力 但好歹也听柯南平日里抱怨过的 用柯南的话来说 这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牲口 不管是枪法还是格斗能力 都是非人类级别的 说实在的 辉元才刚刚脱离组织 难免会留下什么痕迹 由他来带着到也有着保护的作用 这一次对付印钞案的罪犯当中 辉元道也惊鸿一瞥地看到了徐悦的枪法 不过因为对手都是一些不专业的罪犯 他那种表现在辉元眼里也算不得太夸张 组织里的神枪手 随便一个拿出来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特别是那个恶魔一般的琴九 他的单兵实力更是让人感到绝望 虽然承认他的能力很强 但为了这一份保护就豁出去 和一个变态同住一个屋檐下 那显然还是不愿意的 特别是听功腾心仪那家伙的口吻来看 他那喜欢掐脸颊的动作 并不只是心血来潮 估计都是一种坏习惯了 你确定? 徐悦似笑非笑地看了辉元一眼 我确定 就算我饿死在外面 没有地方住 我也不会和你住在一起的 辉元一脸的冷淡 很是淡漠地说道 好吧 不愿意就算了 对了 既然你说 你是这种药物的开发成员 那不知道能不能解除掉 你和柯南两人的现状恢复原样啊 徐悦耸了耸肩 似乎是显得很是无所谓 又将柯南的注意力挑了起来 听到徐悦这么说 早就被变小憋得不行了的柯南 瞬间便是表情火热 因为当初扶不过来徐悦的干预下 他连老白肝变大的那一次 饮都没过的 现在早就饥渴难耐了 怎么可能 这么复杂的东西 资料我怎么可能记在脑袋里 而且所谓的解药破解 或许比原本的开发还要更难 辉元双手环胸 坐在不成比例的沙发上 看上去很是有趣 不过随后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说道 不过有一次我将存有姐姐相片的瓷盘 邮寄给他的时候 发现备份药物的资料瓷盘少了一块 让我不得不又备份了一次 听到他这么说 柯南眼中瞬间便爆出了一丝光亮 少了一块 那就是记错了 虽然只是可能性 但绝对不能放弃 这可是关系着自己变回来的重要契机 那我们就去你姐姐那里 呵呵 你以为我为什么被判的组织 就是因为我姐姐被他们杀害了 辉元哪怕依然说得很冷淡 但眼中也出现了一阵哀伤 那他的住址 我翻看了一下以前的报纸 他的住所已经起火被烧了 还有我研究所所在的位置 也已经煤气管道爆炸了 我知道的一切线索都被切断 辉元冷冷淡淡地说道 不过似乎是又想到了什么道 不过我寄给他的东西 好像是寄给他大学老师用的 那他大学老师是什么名字 柯南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 笑容逐渐兴奋了起来 广田正极 听到这个名字 柯南也是稍微愣了下 不过也没有想其他 广田这个姓氏又不少 况且还是个随便拿来用的假名 而后回头便对徐悦说道 佐藤 哎呀哎呀 这时候就想到我呀 明明开始的时候 还说我是变态来着 徐悦一脸唏嘘地摇了摇头 让柯南也再次变成了死于眼 这个小心眼的家伙 不过徐悦终究还是帮他查了一下 并且还问到了这个大学教师的电话 直接将电话打了过去 哦 瓷盘啊 的确有一块瓷盘里有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 瓷盘现在还在我这里 不过我等下有两三个客人 三小时之后就有空了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柯南的笑容也逐渐变态了起来 对此 徐悦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对那位大学教授叹息了一声 哎 接到了柯南的来电 你不死谁死 广田正极是进钢县南洋大学的教授 也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所以家里的条件也相当不错 路上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就是三个小时的车程 进门接待他们的便是广田正极教授的妻子 广田登智子 各位的事我已经听我先生说过了 跟我来吧 阿力博士作为一位研究人员 这一次也负责起了主要的交流工作 毕竟也就是他们之间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 其他客人都已经走了吗 已经离开了 都是我先生的学生来看他 广田教授看来很受学生们的尊敬啊 就是这样的闲聊下 几人也来到了广田教授所在的房间 而后敲响了房门 只是连续敲了好几遍 都没有得到里面的回应 转动把手也发现已经反锁了 而广田登智子也并没有房间的备份钥匙 让柯南变得越来越不耐了起来 随后便是发现了房门上方的天窗 直接爬了上去想要看看里面的情况 但一眼看去便发现了压在衣柜下面 倒在血泊当中的一位老者身影 让他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一下来就向徐悦说明了情况 里面有位老先生被书架压在了地上 我估计就是广田教授 面对柯南的话 徐悦心里虽然知道肯定就是广田教授 那家伙没错了 但脸上还是表现出了一种严肃 直接一脚踹开了房门 果然房间内广田教授被压在了书架之下 而后由徐悦上去按了按警部 已经死了 报警吧 广田教授家里住在靖岗县的管辖区域 所以来的人是横沟警官 左腾部长 又见面了呀 横沟警官赶到现场后 也发现了徐悦 随后静了个礼 现在他还和犯罪团伙接触的比较少 与徐悦见面才第二次 所以还没有和木木警官一样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横沟警官 死者是因为这件装饰品对头部的撞击而死亡的 徐悦对横沟警官点了点头 随后便指向了现场当中的一个奖杯说道 而横沟警官看到了现场的情况后 眼中也露出了一丝了然的神色 应该是巧合了 大概就是广田教授他想要拿书架上的什么东西 然后书架翻倒 导致了奖杯砸在头上 出现了这次意外 毕竟房门是繁琐的 而且还没有备用钥匙 嗯 随着横沟警官说出这样的话 大概就能判定这肯定不是意外了 第10013章 抢救价值 房间的钥匙被压在了一本笔记本下面 果然是绝对的密室了 不可能是他杀的 在找到了钥匙被压在房间内的一本笔记本下面的时候 横沟警官满脸都是自信的神色 这证明了自己的推理没有说错 至于为何会被笔记本压着 那也是因为书架倒下来导致了现场的凌乱 国际象棋的棋子还有电话都掉落在地上的 不 这是他杀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反手就被徐悦打脸 其他人的话横沟警官或许还会反驳一下 但开口的既然是徐悦 那他也只能面带尴尬的站在原地 随后虚心问道 为何这么说 这还用说吗 电话掉在了地上 但连话筒都没掉落下来 还是正常挂着的 虽然上面有一本书在特地掩饰 但这也太明显了 而且杀人手法大概就和这电话有关 徐悦只着地上的电话机说道 掀开了那盖在上面的笔记本 发现电话是那种带录音磁带的一体机后 徐悦脸上便是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 我已经知道密室手法了 徐悦这边说完 旁边的柯南已经是感觉到有些麻木了 自己才刚刚捋出个头绪 结果这家伙已经要破案了吗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在推理这方面 的确是对方更强 柯南这边已经逐渐习惯和麻木了 但辉原那家伙 却还是第一次见到了徐悦破案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这个有点变态的景观 竟然有着这么一份能力啊 而且从之前那个横钩景观对他的态度来看 他的级别应该也不低 大家注意一下 那本盖着钥匙的笔记本还有电话 都是与门奉在一条线上 而这条线上除了这几件物品外 也就是三枚国际象棋的棋子了 虽然现场刻意被弄得很乱 但这几件物品的摆放也太过于刻意了点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让广田太太准备了另外一份录音袋 直接将里面的袋子扯了出来 然后和钥匙系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结 一边连着电话 一边穿过由三枚国际象棋棋子 倒立顶住的笔记本 然后通过了电话录音 直接将钥匙穿到了笔记本下方 由于撞击到了倒放的象棋棋子 便是直接让本子压在了钥匙上 并且挣脱了那松节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看得横沟景观和旁边的其他人都是心悦成福 的确啊 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制造成眼前这个密室了 而想要确认凶手也简单了 谁在之前电话留言当中 次数最多时间最长 那就是谁干的 很快 他们便是锁定了一位叫做白苍的嫌疑人 那是教授的学生 打了整整十个电话留言 并且恰巧他又自己回到了案发现场 直接被当场逮捕 见到警察竟然瞬间破解了自己认为完美无缺的案件后 他的内心也是完全崩溃 对于杀人一事供认不讳 并且说明了理由 这家伙是个做模特的 而且还整过容 不过这位大学教授以前有着他整容前的照片 然后因为今天喝醉了酒 随便调侃了一句 结果就让这位美男子一下失去了理智 做出了眼前这件事 好了 所以瓷盘都是被他拿走了是吧 里面有一块我们需要的瓷盘 所以我拿回去应该没关系吧 徐悦用一种询问的口吻对横沟警官说道 本来的话作为政务之一 这肯定还是要先带到警局调查的 不过因为案件已经破掉了 而且那块瓷盘本身也没有照片 算是边角料的证物 所以横沟警官还是答应了徐悦的要求 这再次让旁边的徐悦侧目 这家伙身份可能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还要高啊 东京警事厅的竟然对靖岗县这边都做出了影响 然而将被白仓偷出来藏在车上的瓷盘都找出来 然后在电脑上进行查阅的时候 现场所有人包括警察在内都是有些惊讶的发现 每一块瓷盘上的资料竟然都是空白的 就连白仓本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我制造密室就花了好多时间了 可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些瓷盘 我动都没动的 而徐悦对于这种结果自然也就是笑了笑 这台电脑可是连了网的 添加一个自动格式化所有插入瓷盘的小程序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可恶啊 离开了广田教授的住所 柯南脸上露出了一丝愤恨的表情 显得很是阴郁 不过他和辉元都是认为这是黑衣组织干的 因为辉元叛逃后 他手上的线索很可能会被全部清理掉 他邮寄的记录都是有记可循的 只是此时与柯南的愤恨不同 辉元却是显得有些没精神和悲哀 看着徐悦的背影突然开口道 既然你这么有能力的话 那为何不就吓我姐姐 听到了辉元的话之后 柯南还有阿丽博士也都是愣了愣 这事都还能怪在佐藤警官身上吗 你姐姐 徐悦似笑非笑的看了辉元一眼 而也只是见到了她带着泪花的倔强眼神 难道看到广田教授你还没有察觉吗 我姐姐曾经化名过广田雅美 进行了那一次十亿元的银行抢劫 而你应该就是警示厅的警察啊 既然有这份能力 那为何不就吓她 辉元的话瞬间便是让旁边的柯南 变得满脸古怪 广田雅美是她姐姐的化名啊 难怪了 哦 你是说广田雅美是吗 是啊 她的确是死了 没什么抢救的价值了 一个银行劫匪我 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啊 徐悦文言后 满脸都是无所谓的表情 让旁边的柯南都露出了死于眼的眼神 而辉元更是感到了悲愤不已 完全不理会自己小小的身体 直接朝着徐悦扑了过去 满口银牙就朝着徐悦腿上咬了过去 但很快便被徐悦捞了起来 自投罗网的被徐悦扯起了脸颊 不过一个神秘组织的污点证人公也明美 还是有救下来的价值的 被扯着脸颊无法张嘴反抗的辉元 本来都还在不断的挣扎着 但听到徐悦的话之后 很快的就僵硬了下来 公也明美是自己姐姐的本名 理论上对方应该不会知道才是 就像自己之前也只说出过自己的代号 并没有说出过自己的名字 她应该也猜不到啊 那她到底是如何知道这个名字的 公也姐姐是佐藤警官需要保护的证人 现在正在和她还有她姐姐住在一起 旁边的柯南已经有点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吐槽地说道 让辉元脸上的表情直接猛逼 姐姐她还活着 我就是觉得你和她有点像 想到了她也说过有个妹妹在组织里 想要带你回去看看的 结果你不愿意住我家咯 那也就算了 徐月依然扯着辉元的脸颊没有松手 这手感的确比柯南好玩啊 我住 哪怕脸上被扯得有点痛 但辉元也依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泪水滑过了脸颊 第10014章 魔术爱好者 哎呀 不是说就算是饿死在外面 没地方住也不会过来的吗 徐月相当的恶趣味 重复着辉元之前说过的话 对于这个现在表现冷冰冰的小家伙 看看他的慌乱样子也是很有趣的 不过 辉元听到了徐月的话之后 虽然是有些脸红 但还是对徐月鞠躬说道 不管如何 感谢左藤警官就吓了我姐姐 打扰了 这种态度也让徐月顿了顿 随后也没再继续调侃他了 没什么 他是我需要保护的证人 走了 回家了 徐月用钥匙将门打开来后 便是听到了厨房里的鼓道声 自己只是负责掌厨的 其他所有工作包括食材的清洗挑选 还是要交给另外两个家伙来做的 不过今天 左藤美和子那家伙 又因为刑事案件加班了 家里只有公也明美才是 似乎是听到了玄关这边的动静 厨房里的声音也停了下来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 一道靓丽的倩影便是出现在了徐月和辉元眼前 交好的身段被围裙包裹的凹凸有致 围裙之下的若隐若现的动体 似乎并没有其他的衣物遮挡 而刚刚跳出来后 公也明美似乎也是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装扮 满脸通红的又退回了厨房 只伸出了一个红彤彤的小脑袋说道 啊 不好意思 刚刚洗完澡衣服又还没干 晚上的食材还没准备好 所以忘记换了 见到自家老姐这个样子 本来心中积攒了一肚子化的徽元 满脸都是无法言喻的震惊表情 所有的想法都瞬间化为乌有 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和我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咦 也就在公也明美解释了一句之后 她也见到了徐月带回来的徽元了 随后有些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只是越看脸上表情就越是惊讶 而后用相当不确定的语气说道 至宝 终究是亲姐姐 对于徽元小时候的样子 还是很熟悉的 虽然感到了很是不可思议 但看到这个小女孩 冥冥之中的直觉便是告诉了 她这就是自己的妹妹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很多时候 不会讲所谓的道理和理性的 就是会相信自己的感觉 直到被公也明美叫出来了之后 徽元才是表情愣了下 不情不愿地说道 姐姐 啊 智宝 真的是你吗 快让我看看 因为自己妹妹的出现 公也明美也完全不在意什么遮挡了 直接又跑了出来 一把将徽元抱进了怀里 脸上满是关心和激动的神色 甚至也不在意自己的走光了 送了旁边的徐月满满的福利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姐妹久别重逢 徐月当然也是成全了她们 给她们时间聊了起来 徽元也大概上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而徐月也趁着这段时间 简单地烹饪了几道小菜 就当作是庆祝她们姐妹重逢了 看到那色香味俱全 一眼就让人分泌口水食欲大增的食物 徽元也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这个家伙竟然还会做菜 而且看上去好像还不赖的样子 一边想着 她的手便是不自觉地夹着筷子伸了出去 等等 小心 见到徽元不自觉的样子 公也明美下意识地想要提醒她一下 然而她的话都还没说完 徽元便已经将一大家菜放入了自己的嘴里 哦 一瞬间 她便已经忘却了全部的烦恼 什么组织 什么变小 什么解药 只要有料理就够了 就好像光着身子飞入了云层的上方 被暖暖的阳光照射着 身边飞满了小天使 等到徽元醒过来后 便已经发现自己的口水已经将肩膀打湿了 而筷子只是丁丁地碰到了空的盘子 刚刚自己家的那一碗菜 已经不知不觉地被自己吃完了 完蛋 自己这是做了些什么 还有 以后我怎么吃得下其他的食物 对于徽元的加入 晚点回来 吃着徐月特地留下的食物 佐藤美和子也是表示了欢迎 多一个小不点 也能够多出一些欢乐 不过 倒是没有告诉她 徽元是从大人变成小孩的 她只知道 这是公已明美的妹妹而已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徐月也已经安排了与多公太郎 带领着那群残存下来的轮回者们 准备搞点大动作 只是为了不引起那群家伙的怀疑 步骤还是要一步一步地来 没有养肥的情况下 徐月倒也没有接触提前宰杀 而是利用自己的技术 进入了一个网络聊天室 成为了里面的一位活跃成员 这个网络聊天室的主题 便是魔术爱好者联盟 里面有着诸多的魔术爱好者 用着自己的网名 在这里交流着经验 以徐月的能力和体制来说 要将这种凡人的障眼法腕顺手 那自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所以很轻易的 就成为了聊天室当中 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后便是接到了一个 线下聚会的邀请 发起人是聊天室的市长逃脱大王 地点是在一处偏远的雪山山庄当中 环境很优美 山庄的主人就是聊天室当中 一位本名叫荒一泽的成员 徐月参加这次聚会 还将公野明美和辉元 两人也都带去了 嗯 左腾美和子一如既往的加班中 满眼通红地盯着他们三人告辞出门 没想到你竟然会对这种线下聚会有兴趣 辉元侧着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一边冷淡地说道 里面有我比较感兴趣的家伙呢 徐月一边开车 一边带着一丝古怪的微笑回应着 呵呵 那个家伙还真可怜 辉元翻了个白眼呵呵了一声 哪里 你似乎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可是很乐于助人的 就在这样的伴嘴声中 徐月便是带着两姐妹来到了目的地的山庄 这独立的山庄只有唯一的一座吊桥可以通过 而过桥的时候 徐月也是轻易地嗅到了桥上的油味 不过也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 很自然地来到了那中央的山庄 这样寒冷的天气下 就算是有油味都不是很明显的 而且维护吊桥本身可能也会涂抹一些 已经来到的人没有一个发现异常的 桥先生是吗 敲响了门 看到出门接待的中年男子 徐月也对他露出了阳光的笑脸 看到徐月以及他身边一大一小两位美人后 桥玉泽先是愣了下 随后便是反应了过来 是至尊法师吗 你说了会带两位朋友过来的 快里面请 嗯 徐月在聊天室的网名 就是至尊法师 第一千零一十五章 第一个 哦 至尊法师来了呀 这就是至尊法师本人吗 好帅气呀 带来的两位美女也很漂亮啊 一大一小 徐月的到来 似乎是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男男女女好几人都是站了起来 这种现象也让辉原和公也明美感到了有些惊讶 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受欢迎 看来她在这个聊天室当中人气很高啊 完全看不出来 这位景光会是在网络上和别人聊得来的人 呵呵 至尊法师你可是我们当中的技术第一啊 本来还以为应该是一位资深的魔术师大叔 甚至是当今知名的魔术师的 没想到会这么年轻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冰野丽也 网名是消失的巴尼 另外一位高瘦的男子来到了徐月面前 带着些许兴奋的自我介绍道 而后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的站了起来 田中喜酒会和黑田侄子两位是之前现场为二的女士 山庄主人慌一泽 她请来的那个看上去有点内向的杂役 虚连情日旅还有一个叫做土井塔克树的胖子 这边是目前抵达的所有人员 对他们徐月也都是一一做出了回应 而在最后土井塔克树做介绍的时候 徐月也伸手握住了她油腻腻的手笑着说道 土井塔君在场的除了我之外 应该就是你的魔术技巧最强了 我们得要好好交流一下才行啊 徐月这种除了你之外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的态度 本来应该是会让人感到傲慢和不喜的 但偏偏的这态度出现在她身上的时候 其他的几人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快 最多只有对土井塔的不服气 而没有人丝毫对徐月有意见 哪里哪里 至尊法师阁下你太客气了 土井塔克树满脸谦逊和尴尬 被徐月握着手抽也不是收也不是 满眼都是生无可恋的神色 我就不该来这个线下聚会调查的 就在土井塔克树被徐月笑咪咪的样子 盯得生无可恋的时候 再次出现的敲门声 也算是将她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了出来 然后率先挣脱徐月的握手 直接来到了玄关江门打了开来 咦你就是魔术师的弟子对不对 见到了门外的陵墓园子后 还未等到她开口图景塔克树便是率先说道 让陵墓园子也感到了一丝意外和尴尬 她在聊天室当中可是装作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的 没想到瞬间被看穿了 旁边的小兰和柯南也都是无嘴笑了起来 只有毛利小五郎一脸没好气的样子不断审视着屋内的人 但随后便是看到了徐月的身影 咦左藤警官你怎么在这里 毛利小五郎看到了徐月后似乎是显得相当的意外 我也是一位魔术爱好者呀毛利侦探 徐月笑着对毛利小五郎打了个招呼 而旁边的其他人听到了毛利小五郎的称呼后 似乎也对徐月感到了很是意外 完全没想到徐月竟然是一位警察 之前他们都是以至尊法师来尊称徐月的 这倒也是刚刚才知道徐月的名字 柯南小兰还有圆子在看到了徐月后 也都同样感到了相当的惊讶 似乎没想到左藤警官还是一位魔术爱好者 好了好了既然你在这里我也就放心了 这两个女孩子你可要保护好啊 毛利小五郎似乎也是松了口气 将女儿留在外面过夜什么的 是个父亲都会担心 哪怕是毛利小五郎也一样 柯南也留下来吧 辉元也过来了 正好有个伴 徐月看着毛利小五郎似乎想要将柯南拎走 便开口说道 让柯南也是眼中一亮 毛利小五郎不放心小兰在外面留宿 那柯南就更加不放心了 现在有左藤在这里开口 当然是感到了相当满意 似乎也是考虑了一下 徐月说的对 毛利小五郎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都交给你了 省得我还要给他搞碗饭 毛利小五郎一边说到这里 一边都不自觉的分泌起口水了起来 没办法 看到了左藤那小子后 就不自觉的条件反射了 赶紧走赶紧走 虽然他是想要赖着混点吃喝的 不过好在还是有点脸皮 开始那样凶他们了 赖在这里也不太好 而且估计自己和他们的聊天还会有代沟 怪尴尬的 毛利小五郎走了之后 果然现场的气氛一下也融洽了许多 几人都先后对新来的陵墓园子 互相介绍了一下 本来的话陵墓园子这次过来 是对他重义的图景塔克树有想法的 在他的心目当中 图景塔应该是一位英俊潇洒 才华横溢的大帅哥 但没想到 回头却是看到了一个死肥宅 瞬间就让梦想破灭了 连灵墓园子这样的广泛的口味 都是无法接受死肥宅的 至尊法师 柯南和小兰听到了徐悦的网名 以及其他人对他的称呼后 也是感到了相当的惊讶 现在大家都不会再互相称呼网名了 都是以名字来称呼 但唯独对徐悦 大多数人都还是尊称他为至尊法师 而且是那种发自于内心的尊重 哈哈 我也没想到 左藤景观就是至尊法师啊 我和你们说 他是我们整个圈子里 魔术能力最强的一位了 而且是毫无悬念地碾压所有人 远远地甩了开来 一些魔术手法简直神乎其神 完整视频上完全看不出丝毫破绽和线索 陵墓园子逐渐从图景塔的打击当中 回过神来之后 也是对旁边的小兰和柯南解释了一遍 换来了他们微妙的眼神 怎么感觉这位左藤景观什么都会啊 推理 格斗 枪法 厨艺 魔术 还真是多才多艺哎 左藤 晚餐你不露一手吗 其他人不太好 对徐悦提出什么要求 但辉远这家伙可没有丝毫客气的意思 仗着自己小朋友的身份 直接开口了 将其他人的注意力也吸引了过来 咦 听辉远小朋友的意思 至尊法师的料理水平也很高吗 看他那嘴馋的样子 徐连君可是我特地请过来的哦 他的厨艺水平可是专业的 山庄的主人荒郁泽 似乎是感到了很是意外的说道 虽然他不是聊天市长 但毕竟也是东道主了 对于这次的接待工作也是很上心的 真的哦 如果你们说他的魔术很强的话 那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他的料理本身就是一种魔术 柯南也趁机卖萌了起来 说得让其他人都感到了相当意外 两个小朋友都这么说 可能真的料理水平很高吧 不过再怎么也比不过他的魔术水平吧 没有提前准备 到时候帮大家调配点辛香料就是了 徐悦也并不怎么在意 但让他搞什么大餐当然也懒得搞了 对于这些第一次吃自己料理的人 随手调配点辛香料 给他们就能让他们飞升了 对了 逃脱大王和营法师怎么还没来吗 说到这里后 徐悦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嗯 现在的线下聚会成员还少了两个 一个就是聊天市长逃脱大王 还有一个便是营法师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黄一泽作为山庄主人 还是有着市长的联系电话的 然而打通之后所面对的 便只有着电话录音的提示声 这也让旁边的徐悦摇了摇头 哎 柯南都来了 不先死个靶子人那是看不起他 第1016章 魔法 未接通 真是奇怪啊 黄一泽也感到了有些头疼 或许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吧 你打他家里的电话肯定打不通啊 没一栋电话吗 徐悦很平静的说道 说的也是哦 他们可能在过来的路上吧 虽然少了两个人没到 但因为现场都是兴趣爱好相同的网友 旁边的家属们对于魔术也表现出了兴趣 所以现场的气氛相当不错 随后还有人提出了饭前来 进行一点魔术表演活动 既然是魔术表演 那当然是要请至尊法师阁下来啊 让大家学习学习 大家说是不是 黄一泽起哄的说道 而他的提议也获得了一致的赞同 特别是图景塔克术 不断的高速鼓掌 手都快拍红了 也不能一直让至尊法师一人来啊 我们大家也都准备准备 然后让他指点一二怎么样 这时候兵野力也还是开口拉了徐悦一把 其他人想想也是 这次过来是为了交流的 自己先表演一下 然后请教似乎也不错 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水平嘛 不过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要挑选一个成员出来 自己做好准备 等饭后为大家献上魔术表演 冰野力也继续地说道 如何选择就利用抽签来吧 随后便开始请陵木园子作为助手 由田中喜酒 会在卡片上写上所有人的名字 然后蒙着陵木园子的眼睛 让他在其中挑选其中的三张卡片背面 画上圆圈 三角和叉叉 其中圆圈代表着代理市长负责统筹全局 三角形为各位烧热水洗澡 叉叉则是要在房间里想接下来的魔术表演内容 而在陵木园子将三张都挑选画完之后 写着所有人卡片的背面也放在了桌上 就在陵木园子准备上前掀开来之前 冰野利也立刻开口阻止道 等等 我的第六感很灵验的 就让我来预测一下人选吧 不得不说 他的确有几把刷子 三个名字当中预测对了两个 只有负责魔术表演的叉叉是自己没预料到 所以只能告别晚餐 自己跑到房间里独自思考魔术表演了 这小插曲也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善意的嘲笑 不过不管如何 他能够这么多人当中 猜对两人也已经相当不错了 随后 该烧水的田中小姐出门负责烧水 慌一则这东道主去酒窖拿酒 须连准备晚餐 其他人也都各自进行着帮忙 被徐悦看了一眼的图景塔克树也连忙溜走 似乎不想要和徐悦一起待在大厅的样子 他就是你感兴趣的人吗 没想到你的口味竟然这么重 灰原撑在桌上 平静地看了徐悦一眼 淡淡地说道 之前路上佐藤那家伙就说了 在这聚会上有个感兴趣的人 本来开始还以为是小兰或者圆子的 再不计也是龚腾那小子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是对这个胖子有独特的想法 啊 佐藤警官有对谁很感兴趣吗 旁边的柯南听到了辉原的话之后也是眼睛一亮 随后很是好奇而八卦地问道 谁知道呢 然而辉原显然不是那种会老老实实一问一答的性格 不过很快 两个小不点便是一左一右的被徐悦夹在了怀里放在了腿上 然后两人的一侧脸颊便是同时一通 在虚连将餐车推出来后 离开大厅的各位也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现在时间也很晚了 还都有些恶意 不得不说虚连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 的确是达到了酒店专业厨师的水平 或许是之前辉原和柯南对徐悦厨艺表现出的推崇 所以这一次也是鼓足了劲拿出了自己的超场水平 将厨艺发挥到了极致 当他将菜品都端上来 掀开盖子后热气扑鼻 大多数成员面对眼前的精美料理也都感到了一丝惊叹 这完全就是高级酒店的大厨才能做出来的料理啊 请各位品尝 见到了的反应之后 虚连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 性格内向的他并不太懂得如何同他人交流 平日里也是唯唯诺诺的 但唯独对于厨艺这一块 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 看到了已经有人开始动手 并且脸上开始露出了惊叹和赞扬的表情后 他也将身上的围裙解了下来 然后有意无意的看了那位佐藤警官一眼 不过很快他便是有些意外的发现 四位由正式成员带来的家属 却是一筷子都没有动 明明其他人都吃得很香 但却都不为所动 都是直勾勾的看着那位佐藤警官 几位不品尝一下吗 欢迎指出我其中的不足 虚连有点把持不住的说道 是啊很好吃的呀几位也别客气 既然来了就当做是自己家 就当做是我们聊天室的自己人哦 有人一边吃着也一边抬头起来笑着说道 陵墓园子美滋滋的吃着眼前的料理 也用手推了推小兰 真的很好吃的哎 陵墓园子可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 能够被他评价到美味 可见对方的水平真的是相当的出色了 不过这时候 徐悦也已经从随身携带的口袋里 随便掏出了几瓶新香料 因为所有人的菜品都是一致的 所以他也只单独配置了一种混合型的香料 放入了一个香料罐当中 在徐悦将这香料罐放在桌面上的时候 一瞬间小兰工艺明美 柯南和辉原四人的眼神便是同时爆出了一阵精芒 搜 四人同时出手 但第一时间还是被小兰仗着速度抢到了手 这种手速看得正在吃着料理的图景塔克树 都是头皮发麻 一看就知道是个暴力的女人 除了她之外 四人的反应也是看得其他人表情显得有些奇怪 这几个家伙这是在干什么呀 然而他们这个想法才刚刚冒出来 伴随着小兰开始朝着自己料理上撒下香料 平平无奇的香料碰撞到冒着热气的料理之后 一瞬间爆发的香气炸弹 便是将在场所有人都冲击的果飘了起来 好似灵魂出窍一般 刚刚放下围裙的须帘更是直接半跪在了地上 这是 最后的意志苦苦地支撑着 但下一刻便也沦陷进入了那香气的海洋 在里面肆无忌惮地裹涌了起来 不可思议 料理竟然还能够达到这种高度 这种水平吗 这简直不可能 魔术 这的确就是一种魔术 一种无法被复制 能够沦陷所有人类的魔术 至尊法师果然名不虚传 能够品尝到这样的美味 我一生无悔 现场的香气魔术表演 瞬间攻略了所有人 那一瓶调配好的辛香料 也满足了所有的人 让每个人饭后都变得双目无神 目光失去了焦点 特别是之前吃过两口 感受到了其中反差的那几位 更是感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这果然才是真正的魔术 一点尝试和改变 竟然造成了如此恐怖的效果 画腐朽为神奇 而原本还有着一些鄙视心态的虚怜 此时也完全膜拜到了徐悦的牛仔裤下 表情简直和圣徒朝圣一般 就连一直被徐悦额外关注的图景塔克树 此时也是一阵双目失神 嘴里不断低声念叨着什么 死了丢了的 可大家不要一直想着满足口舌之欲吧 现在准备开始我们的活动了 徐悦倾咳了一声 将所有人的意识都拉了回来 是啊 我们吃得这么开心 但冰野那家伙却还在饿肚子的 那也太凄惨了 哈哈 说的也是本来还没觉得什么的 但错过了这样的晚餐 恐怕是人生当中的一大遗憾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几人也逐渐从之前的销魂感中回味了过来 记起了那块被大家遗忘掉的可怜家伙 那么我们一起去叫一下他吧 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不过说实在的 他也准备的够久了吧 不至于晚餐都错过吧 第1017章 淡定 一行人说说笑笑的朝着二楼房间走去 准备现身说法 像冰野利也说明一下晚餐的美味 不过当他们推开了房门之后 却是发现房间空荡荡的没有人 只有通向阳台的窗户被打了开来 窗帘随风飘荡 冷冷清清的莫名让人打了个寒颤 奇怪了 人呢 一行人有些疑惑的走了进来 然后下意识的朝着阳台走了过去 然而刚刚走到阳台上 就有人惊恐的发现 冰野利也竟然就倒在了十几米外的雪地之上 而且最关键的是 雪地四周竟然没有丝毫其他脚印 就好像是他直接凭空飞过去的一样 是他想出来表演的魔术吗 好厉害啊 四周一个脚印都没有他怎么做到的 而且这么冷的天保持在雪里 一动不动也怪为难他的 看来他是真的想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啊 因为冰野利也本身就是为了想到 制造魔术效果在房间的 所以第一时间其他人都是下意识的朝着魔术手法上想了过去 也就只有柯南 徐悦 还有号称医学院毕业的图景塔三人发现了问题的不妥 他衣着很单薄 这样的话会被冻伤的 图景塔担忧的说道 是很有问题 柯南的表情开始逐渐凝重 别闲聊了 他胸口没有起伏 不是休克就是死了 准备叫救护车吧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脸色凝重的从阳台一跃而下 落在了下方的雪地上 然后迅速的朝着冰野利也跑去 伸手按向了他的颈部 不用叫救护车了 报警吧 人已经死了 还有 都不要过来破坏现场 徐悦的声音从下方传来之后 原本还在赞叹冰野利也魔术用的好的其他人 便是瞬间愕然 什么情况 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死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本援助当中 柯南市得知到了警方的消息 逃脱大王死在了家里 才是连忙赶过来的 然而这一次却并没有他的预警 所有人对这突发情况都感到了猝不及防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好在徐悦是警察 自动的接管了现场的控制 尸体怎么样 死因是什么 死亡时间呢 在徐悦回到了房间后 柯南瞬间三连问 也问出了大家内心的疑惑 因为天气寒冷的关系 所以死亡时间并不是很好确定 但大致上可以判断 是他回到房间不久后被杀害的 脖子上有勒痕 死于窒息 可以断定为他杀 徐悦轻描淡写地将情况说出来之后 所有人也再次陷入了震惊 本来的话 他们还以为是死者想到了什么作死的好点子 准备魔术表演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但没想到竟然是他杀 这性质可完全不一样了 电话打不通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随后 黄玉泽也有些慌乱地向大家表现出了电话出现的问题 这里也是山区 坐击打不通的话 移动电话也没有信号 刚刚我还看到 我们的吊桥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烧毁了 徐悦继续说道 为众人带来了又一个坏消息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和犯人一起被关在这里 我们还有可能遇到袭击 田中小姐有些惊恐地说道 不 大概上犯人应该就在我们之间 徐悦抬头看了他一眼 满脸都是平静之色 这冷不防的一句话说出来 也让现场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当中 也就是柯南喝喝笑了笑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这家伙肯定是又有线索了 而且说不定都已经破案了 完了完了 和这家伙待久了 自己甚至连想都懒得想了 安心喝茶就是 旁边的公野明媚 也用温柔的眼神看向了徐悦 对方的能力就是有这么强 当初也是这样就下自己的 他对徐悦有着无条件的信任 就连接触还不算多的徽缘 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话 什么都能够习以为常的样子 嗯 首先确认一下 我们之中应该是有着两位成员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徐悦先是伸出了手指 然后便是让图景塔脸色一下拉了下来 开口道 魏魏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给点面子啊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徐悦便贴了一张便签纸到 他那胖胖的额头上 第一个就是这家伙 听到了徐悦的话 还有图景塔那异常的反应 所有人都是脸色一惊 然后不自觉地离开了图景塔的旁边 先说好啊 你可不要冤枉是我杀的人 知道你会来的话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图景塔一阵嚷嚷着 满脸都是警惕之色 似乎担心对方冤枉自己 不过虽然表情显得很纠结 生无可恋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 也并没有太多的担心其他什么 有点认命和习惯的样子 莫名和柯南娜小鬼有点相似 图景塔 将他的名字用片甲名串联起来 调整一下 顺序大家读一读是什么 徐悦先是笑了笑 然后引导了一下众人 伴随着沉思后的重组后 所有人脸上都是突然露出了金融 怪到积德 陵墓园子更是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完了完了 我第二个白马王子形象也宣告破碎了 死肥宅吃我家大米了 不过怪到积德不杀人 所以凶手并不是他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是有线索的 除了之前那个幼稚魔术之外的线索 徐悦很是随意的说道 然后看向了怪到积德 怪到积德面对徐悦的视线 也是露出了一丝苦笑 知道没办法瞒过这位自己的克星 所以叹息了一下后便是看向了田中小姐说道 没错 我这次之所以过来这里 就是想要调查一下我一位朋友的死亡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一个月前 我那位魔术师朋友欺诈童子 就已经因为表演失败而意外死亡了 但不知道是谁还在用他的号进行登陆 伴随着怪到积德的话说完 所有人便将目光看向了田中 因为他之前就说他是欺诈童子 而一个月前 的确是有一位出名的老魔术师春景疯传 死在了逃脱魔术当中 嗯 作案手法我已经知道了 先利用猜卡片游戏将冰野孤立出来 自己借助烧水的时间将他杀害 然后利用十字弩将线带到那几棵树上 将尸体吊过去 最后再利用十字弩将线射飞 对位的树上肯定还残留着箭矢的 估计是想找机会收回才会烧掉吊桥 徐悦回头又看向了田中喜酒会 直接先破掉他的杀人手法 瓦解掉他的内心 这种一眼就瞬间看穿了套路的强大表现 当真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异常的敬佩 嗯 应该是惊恐 这简直就是非人类好不好 这到底是什么脑袋 见到案发现场瞬间破案 还是那种完全摸不到头绪的 案发现场好不好 如果警察都你这样子的话 那全世界也没有人敢犯罪了 不愧是至尊法师 只要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 田中喜酒会脸上 不由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直接被击溃了内心放弃了挣扎 而后将杀人动机徐徐到来 原来一直用账号登录的人 其实是他的外公 只是在聊天室当中 受到了那两位的嘲讽 所以才决定 再次表演一次逃脱魔术的 算得上是最早一批键盘侠 和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了 甚至事后 这两人依然还在聊天室当中 进行了冷嘲热讽 认为是对方不自量力 所以他才是起了杀心 并且实现了这次的计划和行动 再次感受到体内的经验值暴增 徐悦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能力方面差不多了 是时候可以准备最后收网了 就是不知道与多公太郎那家伙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第1018章 大小通吃 在宣告世纪末的终声敲响之时 我们还会见面底 徐悦对着打开了滑翔机的 怪盗基德摆了白手 然而他说出的话 却是让后者一个 量呛差点摔死在山沟沟里 怪盗基德 这次魔术爱好者聚会 一如既往的顺利 不过最近一些无法破案的悬案数目 也稍微多了起来 虽然都是一些类似于失窃 偷盗等的非暴力事件 但丢失的一些东西 合起来 却是能够制造武器 甚至是炸药的 甚至连警用枪械都有丢失 也因此 最近这些案件都被合并侦查 被认为是同一个作案团伙 虽然暂时还没有什么暴力事件发生 但显然 对方收集这些东西诀 不是为了放烟火 能够短时期内行动这么多次 而且没有一次留下作案痕迹 这个犯罪团伙成员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了 引起了整个日国警方的高度重视 其中失窃和行动最严重的两个区域 东京和大阪甚至准备进行联合破案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完美犯罪竟然也可以积累技能 是啊 还是与多宫太郎阁下更加靠谱 早就应该这样了 以前一直束手束脚的 一间废弃仓库当中 一群残疾人有说有笑的组装着到手的材料 将一些原本普通的物品制作成了各种危险品 虽然受到年代和知识的影响 太高端的东西他们做不出来 但一些土枪和土炸弹什么的却也是手到擒来了 TNT什么的现实可也已经研发出来了的 不少人在崛起于威莫的时候都亲手制造过 有了这些 再加上过人的技巧和战斗意识 哪怕身体受到限制 也依然能够爆发出恐怖的行动能力 果然还是与多宫太郎这家伙靠谱啊 手段比起那个土肥原贤二来说要高多了 竟然发现了完美犯罪 也能够增加经验这种超级利好消息 甚至还无私的共享了出来 真是一个好人 现在我们有了这些武器了 想来是可以轻松做一些大案子的 前面我们连人都没伤过都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次搞动静大一点的话 想必收获会更加喜人 是啊 也不知道他计划干什么 我相信他的能力 他一定会选择最好的办法的 因为近段时间在与多宫太郎 这日本警察的内影帮助下 他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各种骚操作 连警备物资都盗窃了不少 在那一贯正确的指挥下 一次失手都没有 现在也已经有些习惯于 与多宫太郎的指挥了 比起之前土肥原贤二的各种坑爹 害得所有人都亏损了这么多 显然与多宫太郎是要完美的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而也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便是一瘸一拐地 来到了这废弃仓库的大门外 被放哨的人看到了 与多宫太郎大人来了 终于来了呀 因为为大家带来了诸多的利益 以及各种胜利 现在与多宫太郎的威望 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 哪怕另外几位剩下的资深乱入者 都同样地摆出了低姿态 起码在这次任务当中 是完全认同了他的指挥 与多宫太郎抵达了现场 而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诸位 经过这段时间 他已经将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了 哪怕有之前没参与的资深乱入者 也同样地纳入了队伍 如今的队伍无比的强大 有着正兰旗主 林公公 王公公 福布小五郎整整四位资深乱入者 本来上次任务空间当中还有几个的 不过想来应该是没进入这次惩罚任务了 毕竟上次人数太多了点 有可能会出现分流进入其他惩罚任务 不过即便如此 眼前这里积攒起来的 也都是一股恐怖的力量了 还是已经完全被与多宫太郎所折服 能够凝成一股的力量 各位 想必准备了这么久 大家也都对我的计划有些好奇了吧 宇都公太郎满脸都是沉稳之色 这段时间各种搞事情 收获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完美犯罪 将各种物资收集起来 也终于是引来了警方的重视 我已经压不住了 所以也是时候准备行动了 听到宇都公太郎的话 所有人包括几位资深乱入者 都是眼中一亮 前面一直没伤人没杀人 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 而是担心出现暴力事件 会加大警方的关注 现在既然已经引起了注意 那也没什么好隐藏的了 积攒了这么久的东西 终于可以搞大事情了 那不知道计划是什么 郑蓝旗主脸色沉稳地说到 在镇小王爷已经凉了 所以目前来说 蜻蜓代表方面便是以他为首 那两位公公进行辅助 龚腾心一 与都公太郎脸上露出了一丝 圣券在握的笑容 而因为他的一贯正确 他这种自信的表现 也让所有人眼中一亮 哪怕之前再怪到姬德面前吃别过 这一次也依然充满了信心 他和土肥原贤二那个废物不一样 你有线索了 林公公眼中一亮 用那种太监特色的间隙声音 急切地说道 这段时间仗着身体更加强壮 他们几位资深乱入者的收获 可是要远超其他寻常乱入者的 如果说是什么大动作 大手笔 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多激动 但涉及到龚腾心一 涉及到能够将奖励带回去 那自然而然的就需要高度重视了 否则我们刷得再厉害 最终无法完成主线也没有意义 奖励又无法带回去 可现在不同了 如果能够找到龚腾心一将任务完成 单纯我们前面那连续的完美犯罪 很可能就达到一个S级剧情点的价值 在惩罚任务当中得到比正常任务还要高的奖励 这简直不敢想象 而且那两个技能本身也同样有着S级以上的价值 特性很是独特 对于他们这种大内高手来说 也是相当的实用 想到这次的收获 林公公也是激动的有点发颤了 没错 就是龚腾心一 如果不搞定他的话 我们前面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功夫 所以这段时间 我特地利用我的植物之便开始调查他的资料 收集他的信息 并且做好了两手安排 与都公太郎满脸自信之色 面带傲然 第一 龚腾心一本身是一个很爱出风头的推理狂人 虽然他现在可能得罪了神秘人 不敢用本名冒头 但如果出现了让他感兴趣的大案子的话 肯定也无法无动于衷 而我们最近的手笔归纳综合起来 也足够引起他的兴趣了 听到与都公太郎的话 所有人都是兴奋的点了点头 是啊 他不出来 我们可以把他引出来啊 第二则是我利用的第一点布置的手段 土肥原格下的情报能力的确出色 判断出了怪盗基德就是龚腾心一 所以第二点便是利用怪盗基德 我利用植物质便将我们前段时间的案件综合 并且通过中森这位怪盗的老对手透露了出去 同时我还将陵墓集团的一件宝贝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而后果然就接到了怪盗基德的信函 听到了与都公太郎这样说之后 所有人也是感到了异常的振奋 之前都一直担心怪盗基德要是不再出现怎么办 哪怕知道了他就是龚腾心一的秘密也无法利用起来 但没想到与都公太郎的布局能力竟然这么强 这段时间内缠经节律的布置出了这样的手笔 利用双重的诱惑竟然已经将怪盗基德再次引了出来 这一次我们在行动的时候也要做好两面准备 一面协助警察一面暗地里行动 无论哪一面得手都互相共享 将大家的好处都带出去 这样也能保证万无一失 与都公太郎继续地画着大饼 毕竟是惩罚任务 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 目前得到的好处已经够多了 现在就求稳定的通关主线任务 伴随着与都公太郎的挥手 所有人也都呼吸急促了起来 没错这样两头压住 无论如何都能出现胜利者 只要到时候共享一下资源 也就是最后这次任务收获多寡的问题而已 赢是肯定能赢的 大小通吃 黄昏的狮子到扶小的少女 没有秒针的时钟走到第十二个字 从光亮的天空楼阁降临收下回忆之卵 世纪末的魔术师怪到基德餐上 第10019章 排除法 他又发预告寒了 你上次就应该把他抓起来 柯南看着过来串门的徐悦 不由直接撇了撇嘴 这次偷的东西又是陵墓集团的 又因为园子的关系 毛利小五郎还是被特邀加入了应对小组 所以柯南也大概的清楚了内容 不觉得有个怪盗陪着很有趣吗 少了怪可惜的 徐悦很是随意的说道 本来怪到基德大概都放弃了 看到他一直没有发欲告寒 徐悦便是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下高中生黑羽快逗 然后第二天陵墓集团就接到了这个玩意儿 呵呵 他虽然没伤过人 但每次造成的损失可都是很大的 这些你都是要负责的 柯南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但很快就被徐悦捞了起来 让他的肉也开始笑了 我只是区区警备部的人而已 这并不是我的职责 因为上一次行动和怪到基德是不胜不败 所以这一次警示厅也是卯足了劲 想要把这个让警方大师颜面的对手给干掉 已经开始召开动员会了 本来刑事部方面也是邀请了上一次功劳巨大的佐藤部长一起参加的 不过徐悦并没有过去的意思 而是由他们行事部召开的本部门会议 嗯 外带了一个让他们感受到了耻辱的毛利小五郎 这次动员会也决定了要和大阪警察本部联手共同对付怪到基德 有着之前那连续失窃案的合作基础 这一次双方联合的计划也是很顺利 《黄昏的狮子》到《浮小的少女》这句谜题已经被破解 那就是从8月22日《狮子座》结束 到8月23日《处女座》开始的这一天当中 第二句没有秒针的时钟走到第12个字暂时还未破解 不过第三句《从光亮的天空楼阁降临》则肯定是大阪的天首阁 位置和日期都已经确定了 现在只是缺乏具体时间而已 以我们的警力不止 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完成防守并将他捉拿归案 钟森银三在总动员大会上的表态 也是获得了下面的警察们一阵鬼哭狼嚎的叫喊声 再怪到基德身上丢脸的次数太多了 这一次一定要全部地找回来 那种火热的气氛让同样参加了动员会的毛利小五郎 也感到了一阵尴尬 总感觉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啊 还是左腾那小子聪明被邀请了都不来的 因为日期已经定下来了 地点也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两边警方也是提前开始了布局 徐悦这酱油部长 再一次蹭着毛利小五郎他们的车前往了大阪 同样还带着了灰原和公也明美随行 毕竟要贴身保护证人嘛 没办法很辛苦的 小兰抵达大阪后过来接车的便是陵木园子这位大小姐了 一辆高级商务车轻松的将所有人都打包带走了 这位是我爸爸的助手西野真人 她可是精通七国语言很了不起的高材生呢 上车后 灵木园子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开车的司机 看上去好像其貌不扬普普通通 但却也没想到会是一位外语专家 灵木集团的底蕴也可见一斑 很快 这辆商务车便是抵达了灵木集团在大阪的一处大厦 而灵木园子的父亲灵木使郎已经在大厦最高层等候了 不过现场除了他之外 还有着另外几人 一个是叫西鲁欧夫的俄罗斯人 因为怪盗基德想要盗取的那回忆之鸾 本身是俄罗斯罗曼若夫王朝的宝物 虽然所有权现在是灵木集团 但他似乎是想要将这个带回国 还有一位美术品收藏家老人 钱江亦也对这回忆之鸾很感兴趣 甚至在徐悦他们进来的时候 已经开口到八亿的价格了 不过很显然 对于灵木集团来说 这玩意儿小时候都是丢给灵木园子当玩具了 并没有多在乎这八亿元 但这也体现出其价值了 除了两位表现出了对这个东西有企图外 现场还有普斯青蓝这一位 来自于华夏的罗曼若夫王国专家 他对回忆之鸾表现出来的兴趣更像是研究欲 还有另外一位叫做韩川龙的自由摄影师 是纠缠了半天想要拍摄这宝物 不厌其凡下才将他放进来的 他再见到了那位西野真人 带着徐悦他们进来后 脸上表情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不过很快就收拢了起来 哈哈 佐藤先生 毛利先生 你们来了呀 欢迎欢迎 这次麻烦两位了 灵木使郎再见到了徐悦他们到来后 亲自站了起来表示出了对两人的欢迎 两人的出现也是吸引到了其他几人的视线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这时候七国语言精通的西野真人 也已经从旁边储物间里将这回忆之鸾带了出来 放到了众人的面前 将盒子打开来后 便露出了一枚古怪犹如鸵鸟蛋一般的美术品 这但还能够从中翻开 露出了下面由黄金打造而成的雕刻小人 据说这就是当年尼克拉皇帝的一家人 灵木使郎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随后还掏出了一枚小钥匙继续说道 而且这里还有个小机关 你们看 小钥匙插入进去后 可以类似于上发条一般的为这盒子上弦 然后里面的雕塑小人就开始自己翻书了 引来了一阵惊叹 虽然原理和八音盒类似 但架不住这本身还是一件高价值文物 现场所有人都对其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 不过那个该死的怪盗基德 这一次确实将注意打过来了 真是可恶啊 伴随着这一阵抱怨后 很快大门也再次进来了两人 正是茶木神太郎警士以及中森银三警部 两人都是代表着警士听过来的 因为一直都是由他们负责怪盗基德的案件 所以哪怕到了大阪也取得了主导权 大家还请放心 我们已经将谜题都破解的差不多了 确定了是8月23日在天守阁出现 茶木神太郎自信心满满的说道 而后也看到了徐悦在场 对他行了个礼 茶木警士继续吧 我这次过来也就是随便逛逛的 徐悦笑了笑 没有过多干涉的意思 现在唯一还没有确定的 就是代表着具体时间的没有秒针的时钟 走到第12个字这一句了 茶木神太郎眼神显得有些阴郁 是日文字母吗 第12个是 TSI发音那是不是代表着四点钟呢 公也明媚有些好奇地说道 他心思单纯 所以听到了这一句后下意识 就想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但这却也为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是啊 会不会是单词呢 可这也太简单了点吧 有点不符合怪盗积德的风格呀 哼哼哼 哈哈哈 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毛利小五郎忽然间便是笑着射出了舌头 吸引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并不是日文 而是英文单词 因为单词第12个字母是 LL放在手表上就代表着三点 正好也和前面扶小少女对应 也代表着没有指针的表 毛利小五郎的话说完 也瞬间让在场的人都恍然大悟 是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一次就连柯南都一时间 无法对他做出反驳 因为他的话与预告含上的内容全都对应到了 但和怪盗打过几次交道的柯南 却知道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嗯 其实根本不要多想啊 大多数时候毛利小五郎的判断都可以用排除法来进行排除的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不是凌晨三点了 第1020章 分头行动 按照以前办法的话 徐悦会以最快的速度 将案件酝酿完后 尽可能多的吸收经验用来提升效率 不过这一次的话 除了经验值以外 他觉得还必须要利用剩下有限的时间 来把那群轮回者的剩余价值给撸出来才好 上一次剩下的这群轮回者 的确是大多都选择了退缩 但现在因为与都公太郎带着自己给的攻略去带他们刷分 所以应该已经有着足够吸引他们眼球的诱饵了 有着这种想法 徐悦当然也要将事情发酵起来 所以在毛利小五郎提出了L的三点说之后 他也并没有反驳 而是选择了默认 很好 既然具体时间都定下来了 那就更加容易对付了 现在还请闲杂人等暂时离开 我们讨论一下对策 钟森银三被怪到基德已经压迫的喘不过气来了 这一次这么接近目标的情况下 他自然也是相当的重视 普斯青蓝 前将一 西鲁欧夫和寒川龙几人也都识去的先后告辞离开 本来的话中森银三眼里 小蓝和公也明美他们也是要离开的 但显然因为徐悦的面子在这里 还是暂时默认了他们的存在 咳嗽了一下后 便对陵牧使狼提议的说道 陵牧总裁 我们这一次决定 将艳品摆放在展览处 而真品则由我和我的两位手下 带到安全的地方看守 这一次绝不按照怪到基德的节奏走 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安排来 一边说到这里 钟森银三还狠狠地握了握拳头 以前就是太过刻意重视 怪到基德的预告函了 全都是按照对方的节奏来 结果反倒是被坑了 这一次用个艳品当作诱饵 哪怕真的最后防守失败了 也能和上次一样打得不赢不输 哦 这的确是好主意啊 就拜托你了 陵牧使狼虽然是一位超级富豪 但脾气性格还是很随和的 轻易地就答应了下来 放心 不会让总裁你失望的 隐秘地点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手下知道 而他们都被我亲自确认过 不可能是怪到基德 钟森银三一边说着 一边也扯了两下旁边两位手下的脸颊 让柯南和辉元两人都是莫名的感到脸上一痛 随后不由多出了一丝同情 如此一来 我就放心了 陵牧使狼满脸都是满意的神色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的事 此时 一只腿上绑着微型电子设备的鸽子 正停在了窗口 房间内的一举一动 都落入了那白鸽的红色眼睛当中 那红色倒影当中 唯独只有端起了酒杯 对着其示意了一下的徐悦 也发现了这道白鸽的身影 其他人都并没有什么在意 陵牧原子作为千金大小姐 自然而然地想要带着小兰等人一起游玩一下大阪 反正距离预告的时间还早得很 而且她也对一个死肥宅没多少兴趣 徐悦 公野明美和辉元 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这游街的队伍 只留下了毛利小五郎一人 在和陵牧使狼闲聊着 不得不说 陵牧使狼看上去是相当信任毛利小五郎的 认为他名侦探的头衔明智实归 就在陵牧原子带着一行人离开了大厦 准备开始了逛街之旅的时候 忽然间一道熟悉的声音便是传了过来 浓浓的关西腔也证明着对方的身份 哟 几位来了大阪也不来找我的吗 真是让人伤心啊 福布平次取下了摩托车头盔 和她的青梅竹马远山和夜一起下了摩托 在大阪她可是真正的东道主 更何况这次的来人当中有两个 都是她相当感兴趣的对手 那个变小的高中名侦探龚腾新一 前不久还来到大阪合作处理了一次浪花连续杀人事件 而那位左藤警官则更是能力让人佩服 哎 你不是说龚腾新一会过来吗 哪个是啊 远山和夜下车后也是不断地在人群当中寻找 但很明显只有一个男的呀 而且年龄要大一些不像是高中生 应该是她嘴里另外那一位左藤警官才是 新一 小兰听到了远山和夜的话 也是疑惑地歪了歪头 让柯南和福布平次 两人都是同时尴尬了起来 这个控制不住嘴巴的家伙一点都不靠谱的 要不是之前空间布置了触发任务 徐悦都不准备让她知道柯南的情况的 可可 本来我也是约好了龚腾那家伙的 不过她好像被案子缠住了 福布平次咳嗽了一阵后说道 也暂时地糊弄了过去 而柯南也趁着小兰他们和远山和夜聊起来的时候 连忙来到了福布平次的身边 踢了她一脚 喂喂 什么时候给我把这称呼给改掉啊 不要老是功腾功腾地叫了 福布平次本来脸上的尴尬笑容 在被柯南踢了一脚之后 便是迅速地变脸 而后不怀好意地看了她一眼 你很凶欸 要是不改变态度 我就拆穿你 请 请努力改口 柯南立刻又变回了卖萌的表情 你要是不过来 我也会马上拆穿你 另外一道 有点走样的清脆声音传了过来 让柯南转头看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了 被佐藤那家伙扯着脸颊的灰圆 顿时便感到了头大 这女人是什么意思 想要让我来嘲讽目标 吸引火力吗 不过她和福布不同 惹毛了她的话 可是真的会拆穿自己的 一想到这里 柯南也是双目无神 一脸生无可恋地 游荡到了徐悦的身边 大阪 天首阁 与都公太郎 看着身边的几位 穿着警服的残疾人 语气很是严肃地说道 为了把你们几个弄进来 我可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的 给我好好珍惜 放心 这份人情我会记住的 知道了 这次行动绝对听你的安排 对 你尽管放开手脚就是 我们会支持你的 郑兰其主 林公公 王公公三人 都是满口地答应了下来 他们是资深乱辱者 残废程度相对较为轻微 而且本身也都或多或少 有着综合名望加成 只是初始身份 并不是警方成员而已 可身价都还是不错的 有着他们提供的资源 还有着内应与都公太郎的上下打点 加上徐悦打的招呼 这三个家伙 还是成功地混到了一个警察的身份 虽然是最初级的巡查 但有着这一层皮的身份 也足够与都公太郎带着他们介入进来了 光荣地成为了守卫天守阁的一员 而另外一边 准备暗中行事的轮回者们 则是由福布小五郎带队 准备在大阪制造一点恐怖袭击 第1021章 命不该绝 通过与都公太郎搞到的预告函 怪盗基德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我们便是要在8月22日的夜晚 在怪盗基德行动之前 先制造出足够的混乱暗地里协助他 福布小五郎看着跟着自己的那一群歪瓜裂枣 眼中也充满了自信的神色 他承认与都公太郎很强很厉害 布局手段也很是高明 但在选边的时候 选择了警方那就是失误了 上一次邮轮之上 自己也是在场的 只是忍住了诱惑没有跟过去 结果果然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而那一次也让自己看穿了 这空间里的那些日本警察的嘴脸 跟着他们太近了的话 偏小的会不会抓你 反抗都无法反抗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放飞自我 选择更加自由的一方 虽然资深乱辱者的数目方面 自己算得上是一对四 看上去好像是输定了 可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不像他们那样 现在就被吊在了天守阁 虽然这次案件是要互相合作 最后肯定也是一起都逃出去 但眼前这最后一个任务的奖励 我也是不想要让给你们的 就让我们各凭本事的友情竞争一下吧 手上已经搞到了大量的自制武器 甚至制式武器都不少 就轻武器方面 轻日同盟的轮回者们已经不弱了 加上他们本身技巧和反应带来的枪法加持 哪怕因为残疾人和体能的关系表现得没有徐悦这么夸张 但也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了 前面压抑了这么久 这一次第一次爆发便准备来搞个大新闻 一出手就必须要让人们记住自己等人 骚动越大越好 事后还要形成完美犯罪全身而退 所以齐席的地点 在宇都公太郎之前随口的提议下 也确定为了大阪的变电站 宇都公太郎那家伙性格还真是不错 明明算起来 最后一次任务双方只有一方能够得到最大奖励 但他依然还是给出了这么棒的提议 这种完全电气化的未来世界当中 击垮了变电站就能让整个世界一瞬间进入原始社会 影响也足够大了 接近傍晚的时候 被福布平次和远山和叶带着玩了一天的几人 也是又累又饿地回到了陵墓集团的大楼附近 哎 左藤警官露一手呗 陵墓园子有些眼馋地看着徐悦 上一次在魔术爱好者联盟的聚会上 他吃到的那次美味是久久无法忘怀的 怪到积德都快出现了 你还一直想着吃吗 徐悦平静地说道 距离时间还早吗 还有七八个小时呢 陵墓园子撇了撇嘴随后又继续嘀咕着说道 而且我已经对他失去兴趣了 没想到他是个那么胖的家伙 咦 园子你见过怪到积德吗 远山和叶捕捉到了陵墓园子的话 有些好奇地问道 见过 前不久 我们去了同一个魔术爱好者联盟 真是让我大失所望 陵墓园子哀声叹气地说道 网聊真可怕 本以为对面是帅哥 结果蹦出个赖眼睛的 不一定哦 如果是按照英文字母 第十二个数字的确是三点没错了 但如果并不是英文字母呢 这时候徐悦也开始轻笑了起来 顿时就引来了福布评刺和柯南两人的注意 他们可是完全清楚这位的能力可怕的 他会这么说肯定是知道了什么 什么意思 柯南有些焦急地问道 辉原也是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徐悦 他可没和柯南一样对怪到有什么执念 只是觉得有趣 因为除了各种字母排序 还有着预告含上的排序啊 徐悦抬起了手表 对着上面指了指 而后下一刻 大阪城上便是爆出了诸多的烟火 将整个天空都映照成了彩色 好不热闹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柯南和福布评刺两人都是瞳孔收缩 黄昏狮子名副一女 第十二个字正好是 将这个对照到手表上的话 代表的是七点二十 一想到这里 两人便是下意识地同时看上了手表 果然现在的时间就是七点二十 正好也是烟火出现的时间 佐藤这家伙 他早就看出来了 但就是不说 真是混蛋啊 我去赌他 柯南也知道 佐藤那家伙 大概是对怪到有着什么奇怪的兴趣 一直都没有抓捕的意思 所以也没再指望他什么了 而是自己拿出了超级黑科技滑板 就准备启程去天首阁 另外哦 大阪除了天首阁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通天阁的地方 那上面是负责检测天气的 在柯南即将发动滑板的时候 徐悦轻飘飘的一句话 直接让他扑斥一声摔倒在了地上 你这个混蛋 回头叫骂了一句后 他便是立刻改变了路线 天首阁外 与都公太郎看着天空的烟火 眼神也变得犀利了起来 让旁边正蓝 其主他们几人都是脸上一愣 烟火 是意外还是 现在不是放烟火的季节 而且马上就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了 与都公太郎的表情显得有些神秘 什么约定的时间 扶不小五郎吗 没错 我给了他们一个优秀的袭击地点 作为回报他成功将全室断电后 也能够帮助将我们解放出来 暂时离队不受约束 听到了与都公太郎的话 三人也是脸上露出了恍然之色 其实他们本来还有些不愤 与都公太郎做老好人 明明在警察这边 却还全心全意地指导对方 本来还以为是他们日国轮回者之间的默契 但没想到他也是利用他们啊 如此也最好 看来是错怪他了 本以为是他圣母的想要让出奖励 现在看来我们获得奖励的机会才是最大吗 变电站在扶不小五郎的指挥之下 一群残疾人正有条不续地将一些土制炸药 搬运到了变电站的各种机箱旁边 TNT混搭普通炸药 一大包一大包的从货车集装箱上搬下来 好像不要钱一样的布满了变电站 微能足够将整个山头轰平 让大阪停电的时间 可以直接完全覆盖怪到积德行动的凌晨三点 为他制造出有力的契机 与都公太郎那家伙还算是守信用 果然是在这个时间段影响到了这边的交通指挥 让我们成功将这些宝贝们运了过来 全程断电之后就是我们的狂欢时刻了 扶不小五郎一脸振奋的神色 其他轮回者们一边搬运炸药的时候 脸上也一边露出了对未来的向往表情 这一次最后的好处肯定是我们的 大家注意一下呀 这里的炸药密度已经很高了 等下运完后就快点撤离这里 记得不能制造丝毫火花 福布小五郎还是求稳的 对着大家指挥着说道 提醒注意施工安全 然而就在此时 远在通天阁顶部的一道白色礼服身影 也已经按下了手上的引爆按钮 嗯 变电站附近 怪到基德已经提前布置好了部分小当量的遥控炸弹了 目的是短暂的瘫痪变电站 然后通过通天阁的优势视角 来看看停电的大阪城中 除了医院和酒店这种地方外 还有什么不起眼的小仓库会自带发电机 不过显然 他自己本来的炸弹仅仅只是针对一些变电箱 想要暂时性的短暂瘫痪而已 但他的引爆却是连带着起了什么了不得的连锁反应 刚刚意气风发的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下一刻就看到了爆开的火光 福布小五郎有句娘嬉皮要讲 不过还没讲出来 就瞬间被火焰冲击波索吞噬 下一刻 一道光膜便是覆盖了全身 耳边传来了空间独有的提示声 丁意外 因为失误卷入了意外爆炸 命不该绝 支付A级剧情点 星号也可以免于此次伤害 并移出火海 住 思考时间30秒 30秒后 不支付剧情点以任务失败论处 第1022章 首到勤来 虽然TNT经常被当作计量单位来使用 但其本身的威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在混搭着搞了一整个集装箱的炸药爆炸后 整个变电站所在的小山头都被移为平地 巨大的爆炸火光甚至掀起了一阵蘑菇云 哪怕在大阪城内都能够听到那低沉的轰鸣爆炸与冲天而起的火光浓烟 而后下一刻 原本五光十色的大阪城便是直接陷入了黑暗当中 刚刚是怎么回事 怎么停电了 是什么爆炸了吗 突然的变故 让不少人都陷入了慌乱和迷茫中 城市交通也陷入了混乱 正在利用自己的黑科技滑板朝着通天阁赶去的柯南 也发现了四周的黑暗与混乱 该死 这里都能够听到动静 这是用了多少炸药 佐藤那家伙还说他不会杀人 无关紧要 真是混蛋啊 柯南的反应速度很快 爆炸伴随着停电的出现 显然是变电站被炸掉了 而且时间还这么刚刚好 那很可能就是怪到积德做的手脚 而他这么作为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魏德站在通天阁上查看哪里会有异常的发电灯光 一定要赶上阻止他 然后狠狠地敲爆他的脑袋 意见不起眼的仓库当中 面对着突然的停电 钟森银三也表现得很是淡定 不用大惊小怪的 就是停电了而已 把备用电源换上 他的淡定也感染了两位不断看着窗外的手下 然后便是开始按照预定方案的打开了发电机 整个仓库也再次恢复了光明 天守阁的守备警力 也因为这停电出现了一丝混乱 不过都是训练有素的警察 在茶木神太郎的指挥之下 还是迅速的稳定了下来 不过趁着这样的情况 消失了四位负责后勤的警察 倒也不是一时间可以发现的了 宇都公阁下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正兰其主看着宇都公太郎 迅速地从旁边草丛 拖出了两辆摩托车 脸上也是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似乎宇都公太郎阁下 还隐瞒了自己三人什么 他好像早有准备 我不是说了吗 是我唆使他们这个时候炸掉变电站的 那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宇都公太郎很是冷静地说道 然后翻身上了摩托 示意正兰其主跟上 后面的话 两位公公则是骑上了另外一辆 什么原因 因为我对那预告函有着不同的理解 预告时间并不是23日的凌晨3点 其实是22日的7点20 伴随着宇都公太郎的解释之后 正兰其主脸上也露出了恍然大悟之色 原来如此 他倒也不会责怪对方隐瞒信息 这种重要消息 现在告知了 都是自己欠了对方的人情 轮回空间 情报为先 那为什么现在他没有出现 一边坐上了摩托车 戴上头盔 抱着宇都公太郎的腰 开始随着摩托车急驰 正兰其主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之所以没出现 那很可能警方第三个的预告地点也是错误的 对方来的根本就不是天守阁 与都公太郎满脸的沉稳之色 让另外三人也心中出现了一丝了然 原来如此 所以哪怕他知道了具体时间 也是带着我们三人一直坚守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确定实际地点 第一时间发现怪到基德没有出现后 立刻就开始了预备计划 不愧是带着我们一路刷分刷上来的 宇都公太郎啊 胆大心系 有预备的目的地选项吗? 正兰其主沉稳地问道 我有一个初级的判断 你们来一起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有没有错 与都公太郎一边高速飙车 利用摩托车的灵巧 在混乱街道上玩出了话 一边也向他们解释起了自己的行动原理 怪到基德没有出现在回忆之卵展出的天守阁 那很可能是他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 回忆之卵并不在这里 这个消息警方隐瞒得很好 就连普通警察也不知道这个情报 但通过宇都公太郎的引导 却能够大体上完成自主的判断 宇都公太郎利用其他人制造了停电 然后利用这个时期当中异常的发光源 就能够锁定目的地 三位清廷的死忠 对此当然也是深以为然地认同了他的话 我之所以安排他们全程断电 就是预备找出真正回忆之卵所放的地方 如果能够找出来 那到时候哪怕怪到基德没出现 我们也能选择盗取真正的回忆之卵 来提高最终结算奖励 这种滴水不漏的安排说出来后 再次让三人感到了幸福 不得不感慨 日国虽然是弹丸小国 但这些年来一直压制着我大清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个宇都公太郎的能力 就如此让人惊艳了 找到目标了 你们看 那一间简单的楼房 却是配上了少有的备用发电 加上所处的位置 距离警力大不对不远 所以九成以上就是回忆之卵的所在之地 宇都公太郎迅速地调整方向 从小巷当中高速地朝着那光源急驰而去 后面两位公公也是连忙跟上 三人也再次印证了宇都公太郎所说的事实 心中再次浮现出了一丝敬佩和感慨 到了这一步就完全证明了 之前他所说的话全都是正确的了 那怪盗积德也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 你们看是怪盗积德 郑兰奇主因为并不需要负责驾驶 所以一直都在观察着四周 他也很快地看到了众人后方的天空 一道穿着白色礼服驾驶着滑翔机的人影 正在朝着目的地接近着 这种打扮加上他的目的地 那显然就是怪盗积德本人没错了 这一下的发现 心中更加认同了宇都公太郎的同时 郑兰奇主也不由兴奋地直哆嗦 很好只要能够见到怪盗积德本人 那到时候以我们四人的能耐 想要抓不到他完全是轻而易举的 哪怕退一步来说 大不了就是花费一点费用 用来解除限定而已 对比起收获来说 B级解除到常人上线的费用 完全就是毛毛雨了 哪怕再退一步还抓不到 我们还可以支付A级剧情点 完全解除限定 到时候要抓一个凡人 完全就是手到擒来 怪盗积德已经完全脱不出 我们的手掌心了 这一次是我们赢了 第1023章 前途无量 加大点油门 我们可以快上一步 等下直接解除B级限定 然后从楼房外面爬上去 节约时间 郑兰奇主在后面催促道 就解除限定吗 不太好吧 会不会有风险 宇都公太郎露出了一丝迟疑的意思 肯定不会有风险的 只要能够抓住怪盗积德 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郑兰奇主见到了宇都公太郎犹豫 也是连忙劝说的说道 毕竟自己已经答应了 这一次要以对方为主 所以他想要尽可能的说服对方 好吧抓紧了 看我的 似乎是被郑兰奇主说服了 宇都公太郎瞬间便是提速了上来 朝着目的地急驰而去 即将抵达的时候 也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直接翻下了车 然后拖着残疾之躯好四元猴一般的 朝着顶楼仓库攀爬而去 后座上解除了限定的郑兰奇主紧随其后 轰 摩托车撞击到房子的巨大震动声 也引起了上面中森银三和两位警员的注意 什么情况 去看一下 中森银三才刚刚发号施令 一位警员准备朝着窗口走去的时候 一道灵巧的人影便已经翻身进入了房间 吓得中森银三下意识地就掏出了手枪 等等 自己人 黑影说出的话让中森银三出现了一丝犹豫 怪到姬德就在后面 我是过来特地提醒你们的 与督公太郎的话才刚刚说完 果然又一道人影爬进了窗户 随后中森银三也不再犹豫 直接扣动了扳机 砰 低头看着手臂中枪流血不止的郑兰奇主脸上 表情有些茫然 我们是来帮忙的吧 为什么要射我 而很快那两位公公也都爬了进来 这时候中森银三也有些反应过来了 咦 这不是那四个人残制间的后勤部警察吗 记得好像佐藤部长都对他们有较高的评价和赞扬的 认为可以树立典型来鼓励其他正常的警察 等等 这里好像是六楼啊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那边郑兰奇主在两位公公的帮助下艰难止血的时候 与都公太郎也迅速的开口说道 中森警部 我们是过来支援你的 怪盗基德的出现时间是七点二十 并不是凌晨三点 他们四人能够找上来 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隐秘地点暴露了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所以中森银三还是很快地相信了他们的话 怪盗基德马上就要来了 不过在等到他们朝着窗口外向着天空看去之时 怪盗基德的人影却已经消失无踪 但楼顶上出现的轻微嘎吱声 还是很快引起了房间内的几人注意 怪盗基德已经着陆了 警戒 这时候中森银三也管不上那被自己误伤的可怜家伙了 等事情结束再同他道歉好了 现在必须要先解决掉怪盗基德 而正兰齐竹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伤口后 当然也不会这个时候节外生枝 四人也都同时掏出了枪来 满脸的凝重 达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虽然好久都没用过枪了 但射击水平绝对也是一等一的 只要怪盗基德一出现 他们就有把握轻易地解除掉对方的反抗能力 还不伤其要害 滴答滴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但怪盗基德的人影却一直未曾出现 按照时间来说 他应该早就进来了才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窗口之外 却是飞入了一个圆形物体 让几人忽然脸色一变 他们倒也一直盯着了窗口 防止怪盗从这里进来的 但却没想到他竟然潜伏悬挂在了窗外之上 向里面丢东西 刺目的强光伴随着轰鸣声出现 每个人都短暂地陷入了失明与晕炫当中 该死 这个空间的武器特色太让人头疼了 郑兰其主心中一阵骂娘 在刚刚进入空间时 徐悦都对自己配枪的信息感到了一丝意外的 如今这群轮回者们 当然也知道了这个空间一些古怪物品的影响 在本空间之外倒也还好 虽然也会生效 但根据对象实力的不同效果 会迅速减弱 利用手枪打中了神都能让其出血不止 但影响时间可能就是瞬间 眼前这种闪光弹也是如此 可要死的是 这里的物品在本任务空间当中 可都是无视实力强制生效的 哪怕解除限定到了普通人的极限 也依然没有丝毫卵用 虽然耳朵也进入了耳鸣状态 但几人依然还是感觉到了 有人从窗外进来了 没有办法了 只能完全解除限定了 付费使用的小队频道当中 与多工太郎也发出了沉重的声音 虽然那闪光弹能够影响到他们的视觉 甚至超强的曝光 还让人出现了晕眩和耳敏感 在本次空间当中的话 哪怕解除了全部限定 也无法解除此时的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闪光弹肯定无法影响到精神力和第六感 都是资深乱入者了 或许并不是这方面专长 但多少也会预备一些这方面的A级技能 以免出现太过明显的短板 与多工太郎的话也让另外三人心中一动 本来的话 理论上只需要一人解除限定负责抓捕就行了 但由谁来抓捕 这却也很是一个问题 如果与多工太郎讲明了他要自己来的话 那因为他一路上的情报共享 以及双方的合作关系 倒也勉强卖他一个面子 免得得罪人 可他偏偏没有这个意思 不管是口误还是其他什么 我们都能够以此为借口来解除 限定拿到怪到积德的一些 事后就算他有什么不满 也找不到借口 都是一些老油条了 对于机会的把握 当然都是相当的精准 近乎于在与多工太郎的提示刚刚出现 便是同时解除了全部的限定 三股精神力肆无忌惮地充斥着整个房间 将房间内的一举一动全都纳入了脑海 此时那一位穿着白色礼服的怪到积德 也刚刚好拿到了那一份回忆之卵 似乎就已经准备跳窗了 呵呵 天真 林公公间隙的声音出现 随后一道道的丝线便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怪到积德的四周 瞬间完成了捆绑 他最擅长的就是速度 眼前这一招也是对环境影响最小 速度最快的捕获技能 哈哈 头汤被我喝到了 王公公和郑兰奇主见到已经将目标捕获之后 心底也闪过了一丝失望 不过也还好 最大好处还是落到了自己人手里 他如果能够在这一次行动当中得到额外S级别奖励的话 那事后肯定也得一死我们一下 多补几个A级也不会亏本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完成了主线任务 前面的所有收获都能够带出去了 都是资深乱辱者在前面行动当中都占据了相当的优势 这一块方面每人很可能都达到了S级的程度 再加上那两个不弱的技能 哈哈哈哈 这可是惩罚任务啊 我们在惩罚任务当中得到了如此奖励 等到完成出去之后 恐怕能够惊掉所有人的眼球 突破惩罚任务的获奖历史记录都很有可能 也能够向朝廷证明自己几人的能力 进入老佛爷和万岁的眼中 前途无量 一想到之后那美妙的成就和光明的未来 几人脸上都是控制不住脸上的笑容绽放 虽然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不过已经无伤大雅了 哎呀哎呀 真是厉害啊 这样竟然都被抓到了 被那绳子捆住的怪盗积德 似乎也是有些惊叹 这是自然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 灵工攻击将得到最大的好处 整个人也显得很是亢奋 卵已经没了 所以只能在这种事情上兴奋了 三个滋身乱入者 我应该还是知道的 然而下一刻 一道在三人脑海当中回荡起来的声音 却是让他们神色瞬间大变 可还未等到他们有什么反应 便已经看到了对方侧头过来露出的诡异瞳 一圈圈犹如漩涡一样的眼纹 让人根本无法挪开视线 让人沦陷 沦陷之前 他们才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名物 反映过来了那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好像刚刚 只有着我们三股精神力出现吧 作为发起者的羽多公太郎干啥去了 不过这最后的念头也只能一闪而过 随后便是陷入了无尽的幻想之中 第1024章 不差钱 张作霖 一片树林当中 郑兰奇主摇了摇头 看着眼前出现的张作霖 眼神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虽然都是资深乱辱者 甚至各方面来说自己 也不比对方差多少 但他的那种空间能力实在是太过头疼了 咦 不过有点奇怪啊 总感觉我好像是忘了点什么 不过大敌当前也没有时间 让自己想这么多了 这次忍村大战 我们虽然占据了绝对的数目优势 但此时局部战场上 却没有丝毫便宜 将一切的破坏都逆转还原 篡改现实 恢复原貌 仓库当中的几人 也都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除了类似于别天神这样的独特能力 或者是空间契约外 直接的幻术或者精神操控 只适用于短期 因为达到了乱辱者级别之后 大多数都会在自己的精神里布置一些后手 所以 在之前自己引导下的幻术当中 他们一直都有所顾虑的样子 没有完全放开手脚 上次在镇那种情况 还是太难得了点 不过好在S级的奖励还是有的 而且在眼前这种惩罚任务当中 却也不用担心 他们醒来后能够看穿什么了 哪怕他们一直保持着完全限定解除 都得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反应过来的 大部分时候都受到限定的情况下 恐怕也只有等到任务结束的时候 才能回过神来 不过显然 他们是不可能带着记忆回家了 随后 徐悦便又将两颗催眠瓦斯 弹丢到了房间里 噗哧噗哧的冒出了烟之后 便是回头看了羽渡公太郎一眼 后者也很是乖巧的自己 走入了瓦斯烟雾 当中吸了几口 然后 随着中森银三他们一同昏迷了过去 嗯 有羽渡公太郎在 这几个家伙 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剩余价值也说不定 先留下来试试看吧 砰 房门被推了开来 腹部评刺和柯南来人都冲了进来 然后稍微吸了一口气 就感觉脑部一阵眩晕 两人都按道不好 连忙屏住呼吸 不知道是毒气还是什么 是催眠瓦斯 能够让人迅速昏迷 甚至可能出现短期失忆现象 身后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两人也转头看了过去 发现佐藤警官也跟着两人一起来了 看来他一路上都调着我们过来了呀 不过看到他那种无所谓的闲逛样子 两位高中声名侦探都是气不打一处来 明明早就已经看穿了对方的企图 但就是不说 等到对方行动了之后才跟过来看戏 真是太恶趣味了 都晕过去了 是钟森银三和他的手下 还有四位穿着警服的人 用毛巾捂住了嘴 打开了房门开始通风了片刻后 柯南也是迅速跑了进去查看了一下情况 回忆之卵已经被盗走了 不过现在这里保护的人却莫名其妙多了四个 哪里有什么问题呀 而这时候徐悦已经端着冷水过来 将几人一一叫醒了 每个人都是按着脑袋摇晃着醒了过来 眼中都带着迷茫和茫然之色 似乎一时间还没有恢复过来 钟森警官醒醒 腹部平次不断地拍打着钟森警官的脸颊 后者的眼神也逐渐恢复了焦距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怎么了 回忆之卵呢 钟森警官逐渐明白了过来后 也是不断地四下张望 你们受到了怪盗基德催眠瓦斯的袭击 都晕过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记得吗 钟森吟三文言后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茫然之色 本来好好的呀 就记得停电了一下 然后记忆就有些模糊了 而这个时候 宇都公太郎和郑兰奇主 他们三人也都先后呻吟着爬了起来 作为资深轮回者 他们的反应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瞬间就明白过来了什么 该死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有点记不清了 郑兰奇主敲了敲脑袋 感觉脑海里全都是江湖 就记得是追着怪盗基德过来了 然后他丢了一个什么东西 进入了房间 后面的就都不记得了 是这个东西 宇都公太郎脸色一片凝重 拿起了地上一枚 没引爆的催眠瓦斯 然后交给了他们几人看 这是空间认可的独特道具 落在他们手上后 也看清楚了这催眠瓦斯的效果 本空间内的绝对昏迷特效 以及有可能造成短期失忆的现象 完全符合当前的现状 该死啊 这鬼空间的独特道具 真是防不胜防 甚至连我们完全解除限定的机会 都不给 早知道就不应该犹豫了 之前在摩托车上还没进去的时候 就直接解除限定 然后将对方直接从天上抓下来 哪怕多出点钱也没什么呀 只是此时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 怪到基德已经跑了 还成功地将东西偷走 真是失态啊 不过现在他们也只会懊恼不够果断 这空间道具的特效太过坑爹 对于宇都公太郎的能力和预判 也终于算是败福了 自己布局引出怪盗 还利用那一点微末的线索 成功找到了他 真的是厉害啊 中森警官 这几位你还有印象吗 他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却是突然让郑兰其主 他们几人浑身僵硬 他们 我不记得了 醒过来就发现了他们在这里 中森银三敲了敲脑袋 脸色也变得有些糊疑了起来 这四个人残制间的同事 他是有印象的 不过他们是后勤部的人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自己的部下都只带两个过来的 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知道地点才是 有情况啊 一瞬间 中森银三迷茫的眼神 就变得犀利了起来 丁怀疑信任 你们在敏感时期抵达了案发现场 受到了中森警官的怀疑 支付A级剧情点 星号已可以获得信任 否则将作为嫌疑人受到逮捕 鉴于优秀的信誉度 本次空间提供贷款服务 在自身点数不够的情况下 可进行剧情点贷款扣除 如完成主线任务获得返还后可提前还款 突然出现的两条信息 让郑蓝旗主他们三人不由表情一愣 第一条是知道的呀 但为啥还莫名其妙的谈出第二条哦 空间真是黑 这一次就直接是A级开头 如果下一次还受到怀疑可能就到S级了 所以才提醒我们可以贷款 这样下去我身上的点数可能都真不够用了 宇都公太郎的声音在小队频道当中出现 也一下转移了三人的注意力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想想也是啊 空间还真是为了收费无孔不入啊 因为宇都公太郎之前的一贯正确 三人近乎于下意识的就选择了相信他 所以在宇都公太郎提议支付费用在寻找机会的时候 三人还是果断爽快的付钱了 A级剧情点虽然不便宜 但对于我们资深乱入者来说 还是支付得起的 第1025章 长痛 该死的 到底是谁点的活 混蛋啊 支付了费用命不该绝 福布小五郎带着一脸晦气的其他同伴 脸色阴郁的来到了码头边缘 因为这次惩罚任务当中好处刷的太多了 S级剧情点都可能获得 所以他们真的舍不得放弃奖励回去 30秒的考虑时间后 每个人都是选择了支付保命费 不过心情当然还是很糟糕的 唯一欣慰的是 那一场大爆炸也是算作了所有人完美犯罪当中 结算时评价奖励肯定也是A级以上的 所以支付的也都很爽快 现在只有采取预备计划了 与都宫太郎阁下给我的第二条锦囊 就是在码头蹲点守候 怪到基德喜欢使用滑翔机 而滑翔机受海风影响 大体行动轨迹上是可以预判的 福布小五郎见到士气低落的队友们 也不得不透露出了第二条打气的信息 让几人都是脸色一震 变得振奋了起来 没错 我们相信与都宫太郎大人的判断 那就一直在这里守着吧 然而他的话音都才刚刚落下 天空之中一道白色的身影 便是已经抱着什么朝着这个方向飞了过来 正是怪到基德 不过这一次 这倒是真的怪到基德了 毕竟是惩罚空间 徐悦也只能利用反击的瞬间动用能力 分身乏术 所以在正兰旗主他们三个身上收割了一波后 回头就和真怪到交班了 任由他自由发挥 此时 佐藤警官也正带着柯南河 福布平次三人 高速的开车朝着码头的方向赶来 追踪着怪到基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顶上一道黑影人 却已经抬起了手中的枪 瞄向了天空之中 怪到基德的右眼 随后便是扣动了扳机 哪怕有着消声器 也依然在这环境当中 出现了不小的声音和火光 吸引到了赶过来的柯南 福布以及码头上埋伏轮回者们的注意力 什么情况 伴随着开火完成后 天上的怪到基德便直接自由落体地朝着水面 坠落而去 扑通地直接掉入了水里 而他手上的回忆之卵也坠落到了地面 也好在外面有着相当牢固的防震盒 本身也是老毛子的作品足够的皮实 所以坠落到地之后 也仅仅只是防震盒坏了 刚刚好露出了里面的回忆之卵 滋滋 刹车声响起 徐悦也带着柯南河福布评刺两人迅速地下车了 将回忆之卵捡了起来 然后三人又扭头朝着射击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是此时那射击的人影便已经消失不见了 另外一边 福布小五郎他们看着平静的海面 脑海中也在不断地做着思想斗争 谁会想到怪到基德会坠海 福布见圣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完全解除限定来找人吗 有人不确定地问道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根本就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除了我们之外 竟然还有人在蹲点怪到基德 结果导致了他直接的坠海 难道是北洋的那群轮回者 算了吧 完全解除限定倒是没什么 但他掉在了海里 想要找到他的话 超凡力量对外的干涉太大了 偏知道要扣多少 殷勤不定地权衡了片刻后 福布小五郎最终也只能叹了口气 虽然与多宫太郎第三条锦囊是当断则断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但他还是选择了以稳为主 毕竟现场还是有差距的 人掉进海里了 解除限定的花费 可是哪怕完成了主线都弥补不回来的 哎 应该是在他还在天上的时候就果断点啊 就因为这一次的迟疑导致了措施良机 与多宫太郎的锦囊道也没说错啊 听到他做出了决定后 其他犹豫不决的成员也都是叹息了一声 可惜了 这里一群家伙如是重担之后 时不时观察着这边的徐悦也不由摇了摇头 可惜了呀 这群人里面没有合适的对象 与多宫太郎不在场的建议还是差了点 本来还以为空心面这家伙加入进去了能够扯扯后腿的 不过好像太高估 这位意大利闲鱼大佬的胆量了 似乎是屁兜不敢放一个 安静的随波逐流做着他的闲鱼梦 看样子都快被踢出去了 好吧 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了 那也就按照另外一套方案来 可可那边这几位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里 是不是和开始那开枪的人一伙的 将回一支卵捡起来 交给了福布评刺之后 徐悦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枪 瞄准了前面那轮回者 我是警察 放弃无谓的抵抗 和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另外 那边福布小五郎 他们本来就因为和奖励失之交臂 心情烦躁 前面爆炸 还莫名其妙搭进了一个A级剧情点 此时在这人烟稀少的码头 一群手持凶器的轮回者大佬 被一个凡人土著警察拿着小水枪指着 一个个都是怒急返效 可笑 可悲 可怜 干掉他们吧 嗯 完全是是徐悦与无物 同样一个个都抬起了手中的枪械 有自制的猎枪 也有着警用枪械 不过可惜 扣动扳机的速度 永远都比掏出枪械的速度快 在徐悦那神呼其神的枪法 配合着高速患家的射速之下 现场每一位大佬的持枪之手便 都被射中 无意幸免 唯独空心面一人落到最后的成功 掏出了自己的土枪 可此时旁边所有人都已经倒在地上哀嚎了起来 孤零零的一个人 站着看着那枪口指着自己的人影 然后便是不自觉地松开了手上的土枪 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 好 好厉害 伏不平次是第一次看到徐悦的枪法 舌头都有些打结了 他可是警戒的高干子弟 大阪的太子爷 对于高水准枪法的警察也认识不少 自认为是有眼界的人 可现在看到了佐藤警官后 却才是明白了什么叫做一人抵一军 全部命中只致福不伤命 这也太夸张了 开始着黑灯瞎火的发现 那边有埋伏着一群人 福不平次下意识的都是觉得应该暂避锋芒等待支援的 但自己都还没开口 这位佐藤警官便已经站出来吸引仇恨了 还没等自己想到什么好点子来化解眼前的烈士 便发现已经不用什么化解了 福不见圣 要不要解除限定拼一波 被抓了就麻烦大了 有人面露凶色的看着那依然指着枪的人影 太大意了 没想到这个凡人世界当中还有着这种神枪手 好 大家初步解除利用激动性先逃跑再说 砰砰砰 刚刚起身 每个人脚上就再中一枪 本来就都是残疾人 现在连好的肢体都中枪了 哪怕体质达到常人上限也没有丝毫卵用 福不大人 我们要不要 算了 等着警察来抓捕吧 那个家伙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警戒高官 如果完全解锁能力 攻击他不知道费用是多少 达到S都说不定 这是这次第一次被捕 最多也就是每人一个A级剧情点消耗了 不要冒险 福不小五郎脸色一阵阴晴不定之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耸一波 既然开头选择错误了 那就干脆一问到底好了 这也让远处的徐悦不由撇了撇嘴 长痛不如短痛啊 真是让人失望 第1026章 邮轮 哦 还好找回来了 佐藤警官 真是厉害啊 陵墓使郎见到物归原主的回忆之卵 脸上也露出了感慨的神色 哪里 这也是我的职责 徐悦满脸笑容的回应着 看着旁边的柯南和福不平次 两人都是一脸死鱼眼的笑容 这家伙明明早就完全破译出来了预告寒的 完全可以提前阻止的 结果却是无动于衷 全场看戏 真是让人唾弃 不过就算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能力 哪怕临时来也依然可以轻松追回藏物 如果不是他们一同跟着对方前去追人的 看到了有人开火偷袭怪盗基德 估计都要认为射击怪盗的那家伙就是他了 嗯 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话 肯定会是他开枪的吧 一定是了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明明看到了怪盗基德坠海 但连续搜了几天都没有看到他的痕迹 只看到了脱离的滑翔机和白色礼服 人却不见了踪影 礼服上监测也没有血液反应 想来他应该是逃生了 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这一次怪盗基德的行动 也以此为终结 随后因为对回忆之卵的兴趣关系 柯南 小兰 毛利小五郎 徐悦 辉元和公也明媚几人 也坐上了林木家的邮轮 准备回到东京 除了他们之外 一直都对回忆之卵有兴趣的毛字 西鲁欧夫 收藏家前将一 研究专家 普斯青蓝 摄影家韩川龙也都上了船 除了他们之外 这一次还多出了两人 这两人是在怪盗基德行动的那晚上 找上林木集团的 为的也是回忆之卵 不过目的稍微 和其他几人有点不一样 夏美小姐 如此看来这回忆之卵 应该就是你曾祖父的作品了 这张图片就是证明了 邮轮上的会议时当中 林木始郎也有些感慨的 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说道 此时 船上的所有客人都在这里 嘖嘖称奇的看着桌子上 那被撕成了两半的老旧羊皮纸 羊皮纸上画着的正是回忆之卵 看上去有着相当的年份了 这就是香板夏美和他的管家 则不带来的东西 也因此 林木始郎才会请他们一起上船 旁边本来就对回忆之卵很有兴趣的几人 也都是一个个嘖嘖称奇 这话应该是有着两幅才对 或许回忆之卵也有着两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的开口也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他也是直接上前 对两半的图片比划了一下 你们看 这里有着明显的缺口 很可能有一大一小两枚的回忆之卵 或许是一套物品 伴随着徐悦的指出 其他人也逐渐反应过来了 哪里有些不协调了 随后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或许这回忆之卵本身还有着什么秘密 徐悦将回忆之卵拿了起来仔细地观察着 这么名贵的东西 上面镶嵌的却是普通的玻璃 而不是钻石应该还有着其他原因 玻璃比起钻石来说 加工的难度明显要小很多 一边说完 他还一边直接将回忆之卵底部的一枚小圆镜 给扣了下来 看得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 喂喂 这可是上十亿的古董啊 你别乱来好不好 毛利小五郎有些焦急地说道 没什么 我观察了一下 这镜子本来就是可拆卸的 问西野先生 麻烦把灯都关一下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示意那七国语言精通的西野把灯关上 然后拿出了一个小型手电筒照射到了那镜子上 镜子的反光直接投影到了墙壁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城堡的景色 咦 竟然还有着这种东西 这是 城堡 徐悦新开发出来的东西 显然是以前灵木使郎都没发现过的 现场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 这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城堡 然而这时候 夏美小姐也发出了吃惊的声音 让其他人也将视线注意到了她的身上 完全想不到啊 她家里竟然还有一座城堡 或许另外一枚回忆之卵就藏在这城堡里 这时 徐悦也顺势地提醒了一句 一瞬间 绝大多数人的脸色都变化了起来 不少人眼中甚至还出现了贪婪之色 原本只是一枚回忆之卵就有着十亿的价值了 如果有一个配套的组合形成一套的话 那价格将会无法估量 到时候我陪你去一趟吧 说不定能找出来 徐悦随后说出的话 也让不少人心思移动 我也想要看看 这是我们俄国的物品 请务必让我拍摄 前将一他们几个本来就对回忆之卵很感兴趣的家伙 也都开口请求前往 好的 到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去 夏美还是相当好客的 直接全都答应了下来 小兰也因为想要见识见识城堡 准备拖着毛利小五郎和柯南两人都一起去了 几人也在船上达成了初步的默契和共识 凌木家的豪华邮轮 自然是舒适无比 在上面住着完全就是度假旅行 房间都相当的宽敞舒适 堪比豪华套奸 正带着龚野明美和徽元回到房间休息一下的徐悦 刚刚洗完澡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披着浴巾的她当然是不太合适去开门的 自然而然的由龚野明美前往了 只是刚刚打开门就见到了拿着摄像机对着房间里一通猛拍的寒川龙 哇哦拍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画面了 看着摄影机里徐悦紧紧围着浴巾露出了灵角分明 让男人都有些心动的匀称身材 寒川龙也是感到了物超所值 打扰了拍到了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后 她也是随意的招呼了一声就转身离开 让脾气比较好的龚野明美多一阵皱眉 将门关上后有些抱怨的说道 这个人真是不讲礼貌哎 没经过允许就这样有点太过分了 看着她那气鼓鼓的样子被拍的最多的徐悦 他也反倒是完全没怎么在意 一脸的无所谓 没什么 她想要拍就拍吧 说不定以后就没机会了呢 披上了衣服的徐悦 擦了擦头上的水珠 语调带着一丝莫名的味道 第1027章天理何在 不好了 左藤警官寒川龙他 他死了 西野不断拍打着徐悦的房门 等到徐悦打开来之后 便听到了他急切的声音 死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本来是想要叫各位去用餐的 但去叫韩川先生的时候 发现门没关 推开后就看到了他的尸体 确认是尸体吗 眼眶上有个血洞 脑浆都出来了 我想应该是尸体吧 船上有着徐悦这一位正牌警察 所以名侦探毛利小五郎便处于了预备梯队 等到他带着柯南赶到的时候 徐悦已经到了现场 进行了初步的事件 尸体才刚刚僵硬 死亡时间大概是半小时之前 房间一片混乱 连枕套和被子都被划破了 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很明显的入室杀人 徐悦说完后便是站了起来 环顾了一下四周 随后继续说道 死因是被子弹从眼眶射入 当场毙命 凶手手上有着枪械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陆续都到场的其他人眼里 才是露出了些许京剧的神色 有一个有着凶器的凶手在船上 这谁能够安心 用卫星电话报警吧 现在应该已经要进入东京的管辖区了 等等 死者脖子上的戒指不见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毛利小五郎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打鸡血一般的说道 每次和这个佐藤警官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名侦探的名头就好像被压制住了 不过这一次 似乎是我先占得了头筹 戒指 什么戒指 以前没见他戴过啊 徐悦一脸疑惑的表情 哼哼 这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他才挂上的 而且还特地让普斯青兰小姐确认过 也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古董 尼克拉二世的三公主 玛利亚的所有物 毛利小五郎 好不容易能够在徐悦面前卖弄一下 那当真是完全没放过的意思 原来如此 不过现场还是等着警方支援来吧 我只有一双手套 没有其他装备 不方便进行现场勘查 徐悦文言后也不有点了点头 似乎没什么好办法 旁边的柯南也同样有些找不到窍门 现场留下的线索太少了点 只有一个死因和失窃的物品 房间凌乱不堪 咦 死者的戒指是挂在脖子上啊 如果他真的只是要戒指 为啥要把现场搞成这样 而且右眼的射击 没记错的话 怪到姬德的右眼镜片也破碎了 之前也是受到了类似的袭击 一想到这里 柯南便是转头朝着徐悦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了对方转过来和自己对视的一眼 确认过的眼神 都是看懂了现场的人 发生了凶杀案 木木警官带着他的部下门 也直接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邮轮之上 落地之后果然又看到了熟悉的犯罪团伙 恨不得直接将他们绳之以法 好吧 不用多说了 带我们去现场吧 死了几个啊 我们过来的路上没有再死人了吧 木木警官一脸的生无可恋 没有 死者只有一人 是自由摄影师韩川龙 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不过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在房间休息 所以没有目击证人 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毛利小五郎连忙将现场的情报汇报了一下 你是说死者身上的戒指不见了吗 是入室抢劫杀人 不过还需要到现场 确定一下戒指是不是在房间内其他地方 白鸟警官听到毛利小五郎汇报完后 也开口询问了一些细节 作为木木警官手下的头把交椅 白鸟警官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不过他被徐悦的眼神盯得有些发毛就是 通过警方的现场勘察确认 确定了韩川龙的戒指并不在房间 应该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 而且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支不属于被害人的钢笔 至于为什么确定不属于被害人 那就是因为钢笔之上写着西野真人的名字 咦?那是我的钢笔?为什么在这里? 西野真人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但还是吸引了木木警官和毛利小五郎两人怀疑的目光 那么请问一下,案发时间段你在哪里? 木木警官拿出了记录本询问了起来 我催了一下厨房准备晚饭 然后就回到房间洗了个澡 有人可以证明吗? 我一个人一个房间的 那带我们去你房间搜查一下 然而,等到警方进入西野真人的房间后 还真的在床垫之下找到了那一枚遗失的戒指 戒指怎么会在这里? 我完全不知道啊 西野真人一脸的震惊之色 哼哼,不用狡辩了 杀人凶手就是你对不对? 谎称去叫韩川先生吃饭 骗他开门,然后射杀他将他的东西夺走 毛利小五郎立刻就开始出来还原凶案过程了 凶手应该不是他 可话都还没说完 便是被徐悦给打断了 让毛利小五郎脸上露出了便秘的神色 剩下的话也没准备开口了 佐藤那小子的能力毛利小五郎也心中有数 之所以这样说,恐怕对方还真没问题 没有意外的话,西野真人先生应该是对羽毛过敏的 而韩川龙的房间当中到处都撒满了枕头和被子里的羽毛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那说不定是他故意的呢? 不然如何解释东西在他房间里 虽然已经知道了佐藤牛逼了 但毛利小五郎还是有点不死心 过敏反应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 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预防的 可以带着他去做一个检测 如果他真的能够完全预防好的话 那想来也不会犯下留下钢笔这种低级错误 徐悦的话顿时就让毛利小五郎哑口无言 随后他又解释了另外一点疑惑的地方 另外看平日里韩川龙先生与西野先生的态度 你们以前应该见过 而且关系不太好吧 是的 我见到他拍摄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 不断地摆拍刺激对方 所以看不过去揍过他 西野真人老老实实地说道 所以事情也很明显了 这其实是两个案件组合了 韩川龙先生特地将这以前没戴过的戒指暴露给你们看 然后回头嫁祸给了西野先生 只是没想到等到他完成了嫁祸后 回头就被凶手碰到杀害了 这种犹如直接看到了案发现场的推理 也是让所有人哑口无言 另外 这种射杀右眼的举动 让我想到了怪到积德的遭遇 连续两次出现显然不是偶然了 让我想起了资料当中的一位 专门针对罗曼诺夫王朝宝物的国际罪犯 石考兵 随后 徐悦还直接将嫌疑人的身份完全锁定 顿时就让木木警官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恍然的神色 是啊 这个石考兵自己也有一点印象 没想到是这个国际上的知名罪犯洞的手啊 其他人闻言后 也都是露出了佩服与敬佩的神色 竟然如此轻易的就将罪犯的身份锁定 并且联系起来 佐藤警官果然是能力超绝 现场唯独只有普斯青蓝 身体一阵紧绷 怎么会这样 我就是石考兵啊 我都还没动手的 人不是我杀的 这是冤枉 我不背这锅 还有王法吗 天理何在 第1028章 怪到积德捕获计划 最终还是因为船上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所以无法判定出凶手是谁 加上救生艇也少了一艘 所以初步的估计是凶手杀人后离开了邮轮 虽然柯南对这件事有些在意 但连佐藤那家伙都无能为力 所以他的心里也好受了许多 不过不管如何 船上已经没有了杀人凶手这一点 还是让所有人都放心了许多 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游轮停靠在了东京 并由夏美小姐租好了车带着众人 前往了她郊区的城堡 车辆沿着山路不断的攀爬 逐渐的一座充满了德式风格的古堡 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然而在抵达了城堡之后 城堡面前的一大群人出现 还是让毛利小五郎他们几人感到了 有些惊讶和意外 一边是大概十个人左右 穿着探险队服装的残疾人 另外一边则是四位穿着警服的残疾人 后面这四人柯南还见过 是上次抓捕怪盗的时候 一起昏迷过去负责保护的警察 这是 毛利小五郎看着眼前突然冒出的这一大票人 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几位是残疾协会的志愿者 这次是想要来我的城堡进行探险并完成拍摄 想要制作一份激发广大残疾人自强的宣传片 夏美下车后 也对毛利小五郎等人介绍了一下 福布小五郎为首的那十位 也是面带笑容的点了点头 不过因为徐悦也在场的关系 他们的笑容总觉得有点强颜欢笑的样子 小队频道当中都快吵翻天了 怎么那个家伙又在这里 宇都公太郎大人冒死给我们传来的新消息的 结果又碰到这杀星 该死啊 他就是空间专门设定的大boss吧 可恶 不过这一次我们断然也不会放弃 没错 上一次是要解决他 然后又要去海里找人 所以没有解除限定 如果这一次最后关头只需要解决 他就能够得到怪盗积德 我们也将在所不惜 他们在频道当中叫嚣着的时候 徐悦这边也对空间给前办事的效率点了个赞 本来还担心射伤了他们 怕他们养伤需要时间的 现在看来这几个家伙 连相貌都完成了改变 身上的伤势也是都不见了踪影 大概也是上次他们动用了枪对抗警方的关系 所以空间也并没有直接干涉律法把他们捞出 而是直接给了新的身份 然后由于都公太郎对他们进行了联系 利用警方的内部关系透露出了最新的情报 最终应该也是靠着支付剧情点 强行换来了这一次的探险行动 另外那边与都公太郎和郑兰奇主他们四人 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手段 都合理合法的获得了进入城堡探险的资格 就连柯南也不会起疑心 除了他们之外 也就是对回忆之鸾有兴趣的几人 加上毛利小五郎犯罪团伙了 嗯 当然了 警方除了那四个付费过来的家伙外 也还有着徐悦和白鸟两人 作为代表参与了其中 先互相介绍寒暄了一阵后 一行人也陆陆续续的 进入了这一座宏伟的城堡当中 对于城堡的外形 还有内部的装饰 每个人都由衷地发出了惊叹之声 而与都公太郎 则是特地带着所有轮回者 稍微慢了一步 同时在小队频道当中提醒地说道 这次可是我好不容易打听到的机会 根据剩余时间来说 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所以大家到时候要懂得权衡得失 放心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绝对不会再放过怪盗积德了 不过你确认他已经来了吗 福布小五郎也凝重地询问道 放心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已经来了 不过他具体伪装的事 谁我确实还没判断出来 毕竟他的伪装能力 是经过了空间认可的 除了那两个小孩子外 谁都有可能是宫藤新衣 与都公太郎斩钉截铁地说道 因为他前面一贯的正确 加上上一次没有听到他建议的悔恨 这一次全体人员也都没再有一丝一毫的疑问 全都凝重地点了点头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一个个来排除 哪怕到时候完全解除 限定都在所不惜 不过前提也需要先将怪盗找出来才行 否则对错了人额外 扣费也很头疼的 嗯 赞同 复义 我相信宇都公太郎大人 没错 伴随着宇都公太郎的简单引导 现场的轮回者们也一下被凝成了一股 中指成城 这一次 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一容俱容一损俱损 能够找出公腾心仪 就能刷新惩罚任务的记录 一旦没找到 却是每人都损失好几个A级剧情点 单独损失的A级剧情点 都只是稍微心痛一下 但一想到几人已经刷到极可媲美S级剧情点的评价 以及那两个功能不弱的技能奖励 一行人心中就都充满了干劲 每个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不断地在前面那群人当中扫视着 除了那两个小孩子外 看谁都像是公腾心衣 这个房间是老爷最喜欢待的房间 他喜欢在这里回忆夫人的过往 在一间藏品收藏室当中 管家则部也是带着一阵缅怀的口吻说道 他小时候可是服侍过夏美小姐的曾爷爷的 自己来到了这里后 心中也充满了缅怀 停顿了片刻后便是继续带着众人 朝着下一个房间走去 只是进入到走廊的时候 收藏家前将一先生 却是借口肚子疼想要去上厕所了 则部也不宜有他 直接告诉了他厕所的位置 然后就看到他急匆匆地跑了过去 只是他的行动 却是并没有瞒过落在最后面 那群轮回者的眼睛 哼哼虽然伪装得很好 但他的不自然却是休想瞒过我的眼睛 没错 他一定是想要干什么 说不定他就是怪到积德 想到这里 轮回者们也是眼中一亮 随后再与都公太郎的一个眼色试一下 两位普通乱入者便是互相点头地跟了过去 跟过去的时候 心中都还显得很是激动 如果自己两人能够有幸喝到头汤的话 一想到这里 两人都是眼神火热地对视了一眼 然后脚下的步伐也加快了许多 跟着钱江义回到了那收藏室当中 躲在暗处暗中观察 看着那钱江义不断灵巧地翻开了一张又一张画像的背面 手段娴熟伸手矫健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一个收藏家的样子 这更加确认了他们心中的想法 现在等一下稳一点好 没错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等到完全确认他的身份后 我们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他 完全解除限定吧 嗯 没问题 上次那个佐藤景观的阴影都还在的 这一次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与都公大人也说过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我深以为然 就在两人迅速交流的时候 钱江义也终于在一幅画像之后看到了一个保险箱 顿时就让三人都是眼中一亮 然后钱江义便开始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撬锁工具 熟练地开始开锁了起来 现在等等 抓贼抓脏 两人激动的已经呼吸有些粗重了 如果能够喝到头汤的话 恐怕这一次的额外奖励就有S级的评价了 恐怕与都公太郎大人都没想到第一个可疑的对象 竟然就是真正的目标 咔嚓 保险箱的盖子打开 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黄金与珠宝 不用想 已经实锤了 就是现在 两位尾随的轮回者 眼中冒着火焰 以一种飞人的恐怖速度 瞬间出现在了钱将一的两侧 直接将他按到在了地上 束手就擒吧 怪到积德 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钱将一 第1029章 万无一失 这边这么大的动静 还是很快吸引到了前面所有人的注意 又都陆续赶了回来 然后就看到了被两个残疾人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钱将一 看着那两位残疾人脸上满脸鬼畜和兴奋的表情 还有下方钱将一的惊恐与迷茫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难道是因为身体上的残疾导致了心灵的扭曲吗 这画面也太拉眼睛了 他就是怪到积德 我们看到了的 没错 他出手快速解锁并且准备偷东西 你们看 这些黄金珠宝就是证据 两人没有丝毫掩饰的话 也让所有人都心中一惊 轮回者们是眼中带出了喜色 而其他人却都感到了惊讶和古怪 嗯 这里是我家老爷特地装上的防盗小机关 他偷不到东西的 则不管家来到那些作为诱饵的黄金珠宝面前 按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 迅速弹出了一个手铐 天上的天花板也坠落下来了许多被绳子连着的刀刀剑剑 出现这样的画面 让前将一直揭示满脸惨白 还好被两个疯子阻止了 不然就乐子大了 同时他还不断开口辩解道 我不是怪盗基德 我承认我是有点想法 但我这不是没成功吗 住口 不要狡辩 两位轮回者见到这防盗机关 心中也是一突 怪盗基德的水平不至于这么差吧 但依然还是呵斥了他一句 两人都伸出了手不断地在他脸上抓着 似乎想要将伪装撕下来 但血都抓出来了 都没见有啥变化 唯一的变化就是脸被他们搞得肿了点 发现似乎是真的抓错了之后 两人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漆黑无比 该死的 刚刚为了万无一失 可是直接解除了全部限定 解除限定每人花费了一个A级 造成的影响虽然不大 但善后费用依然达到了一个A级 就这么一下 两人总共就花费了四个A级剧情点 结果是个冒牌货 坑爹的呢 而且空间又出现了新的提示 自己两人的行为受到了怀疑 需要再支付A级剧情点来洗脱怀疑 这能怎么办 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当然也只能付钱啊 不知不觉竟然就花费了这么多 本来还没觉得什么 但前面花钱花顺手了 终点又还有着一个S级的蛋糕在 现在花费起A级的剧情点来说 简直是没有概念了 见到两人这样的结果 其他轮回者虽然也都开口进行了安慰 但许多人心中反倒是浮现出了喜色 不是的好啊 这样的话自己还可能喝到头汤 而且他们两人这不也用排除法排除了一个吗 除了两个小孩子外 加上这个算得上是排除了三人了 很好 我想接下来 钱江一先生应该只需要手电筒了 白鸟警官蹲下来 将钱江一的那一些专门用来盗窃的装备都丢开 拉着脸说道 似乎是感到了有些不满 本来就里亏的钱将 亦当然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善善地继续跟在队伍后面 而这时与多公太郎也再次在小队频道当中提出了一个建议 刚刚他们两人虽然失败了 但却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启发 可以却保万无一失 听到了队伍当中从未出错的军师智囊开口 所有人也都是眼中一亮 什么办法 那就是我们仗着人数优势 每一两个人盯上固定的一个目标 完成监视 如果等到最后还没找到的话 那我们就同时发难将所有人都制服 虽然代价不小 但却能保证稳赢 与多公太郎的办法 也让所有轮回者都点了点头 不愧是与多公太郎 想法就是稳重 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找到线索 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付出更小的代价 如果找不到线索 也能确保稳赢 除了那两个小鬼和那个前将以外 现在其他人我们开始分一下吧 分到谁就是谁了 全看运气了 我最后选 与多公太郎很是大度的说道 这种魄力也让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作为团长 不找机会自己黑装备 就足够让团员们敬佩了 本来以与多公太郎的功劳 就算他直接要了最后的最大好处 也没人能说什么的 这样的好队友好团长真的是不多了呀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下次还希望得到他的带领 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选西野真人 我选择不管家 普斯青蓝就是我的了 毛利蓝 毛利小五郎 异行人不断地分配着手中的资源 在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分配完了之后 最后便只剩下了佐藤警官一人没人选 因为当初码头上他和怪盗基德 可是同时出现了的 也可以算是排除了的 这样吧 与多公大人 你想要选谁就直接进入那个人的小组 一起监控对付 肯定没人说什么的 轮回者们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随后有人便是提议的说道 无妨 我就盯着他吧 这次为了万无一失 我们必须要确定无死角 万一他是被掉包了呢 与多公太郎很是大度地摆了白手 满脸都是大意凛然之色 再次换来了一片敬佩的目光 明明知道几率最小竟然还选 这 就算是轮回者的面皮 也感觉有些火辣 做人不能这样啊 如果是其他人欺压了 也就欺压了 但显然作为一个能力超群的资深乱辱者 他的面子还是一定要给的 为以后留个香火情 一行人纷纷出现了劝说 好吧 要不这样吧 如果他真有什么问题 或者我们其他人都出手确认了没问题 那就一起向他动手好了 还能省下一次的解锁费用 我的目标换成那个白鸟警官好了 见到盛情难拒 与多公太郎也是勉励地点了点头 自己也就是最后保险而已 能省点钱 当然就省点了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一行人也来到了最底层的书房之内 这里就是最底层吗 下面没有地下室什么的吗 徐悦左右看了看询问地说道 则不管家愣了愣后也点了点头 我没听说过有什么地下室 那这不太正常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风声 下面是空的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拿走了毛利小五郎手上的烟头 然后顺着上面的烟雾痕迹寻找 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敲击声不同的板子 这下面就是空的 不过不知道应该怎么打开 这边徐悦才刚刚说完 旁边柯南便是找到了一处掀开的密码键盘 啊 是不是用这个打开呢 装作天真无邪的样子 柯南发出了惊讶的铜声 让旁边的徽元也感到了有些好笑 不愧是经验丰富 比自己强多了 看着那俄文字母的键盘 所有人便都看向了在场唯一的俄国人西鲁欧夫 然后开始各自的开动了脑筋思考密码了 罗曼若夫 弥克拉 拉斯普钦 马利亚等等诸多可能的密码都尝试了一遍 但却就是无法打开 世纪末的魔术师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的提示声却是让其他人表情一愣 而后便由西鲁欧夫再次尝试俄文输入了一下 下一刻地上便传来了机械的轰鸣声 入口缓缓出现 第1030章 真伟 这是 从来都不知道的 看着下方的入口出现 夏美和泽布两人脸上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作为现在这城堡的主人 两人也完全不知道有着这样的机关 有风出现 下面的空气应该是比较流畅的 感受着里面吹上来的风 徐悦简单地评价了一下 而后便是率先带头进入了地下室 后面一群人也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过来 一个个都打开了手电筒 这地下室的空间很大 不过顺着路走 还是很快地来到了一处画着壁画的大门之前 而这时 负责盯着普思青蓝的空心面 以及另外一位轮回者也是神色移动 因为此时这位美丽的女士似乎是想要离开队伍的样子 只是看到了后面自己这一群人所以没有什么动作 但这些举动落入乱入者大佬眼里 却是和黑夜当中的灯火一般的亮眼 难道是她? 空心面有点不确定地说道 语气似乎是有些迟疑 怪到积德的确是有可能伴做女人的 另外一人也是点了点头 但之前那两位怀疑的家伙也是有些可疑 结果也证明了并不是怪到积德 错误一次就得赔个A级剧情点诶 作为一条老闲鱼 空心面身上的A级剧情点也是不多的 每次任务也只想着混个A级就好 所以感到有点心痛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只要他脱离部队我们就动手 另外那一位显然是看不起这个背叛过来的家伙 一脸冷漠状 但普斯青岚似乎是很小心 发现并没有耗时机后 也没有丝毫想要离开的样子 一起跟着大部队开始破解门上的机关 这个门是靠着感光材料 将手电筒照射到皇冠的时候开启机关的 很轻易的也被徐悦的破解了出来 然后进入到了一处类似于墓室的房间 房间内的台座上摆放着一处棺材 这是 毛利小五郎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来到了棺材面前后便是对夏美小姐问道 我们能够打开它吗 脸上露出了一丝迟疑的夏美 考虑了片刻后还是点了点头 但手心已经紧紧的握住了 伴随着毛利小五郎和白鸟两人的发力 棺材盖被打了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一具披着华丽衣服的干湿 以及尸体上那和回忆之卵一个风格的另外一枚卵 果然是有第二枚吗 徐悦上前将这一枚卵拿出来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随后便是将盖子掀了开来 只是这一枚卵和另外一枚完全不同 打开后里面只有一些点缀的玻璃 完全是一个空的 奇怪了 为什么是空的 西鲁欧夫也感到了有些好奇 看大小应该是和另外那一枚回忆之卵配套的 说不定是要将那一枚放进去 可惜只能回去找陵墓总裁要了 徐悦有些感慨地说道 不过这时候白鸟警官也识趣地站了出来 然后拿起了自己的包包开始翻找 将原本属于陵墓集团的那一枚回忆之卵拿了出来 那个我就估计可能有用 所以找陵墓总裁将这一枚借出来了 白鸟警官一脸的死于眼表情 哦 那你还真是优秀呢 徐悦笑着从她手上将另外一枚回忆之卵拿过来 然后套了上去 完美无缺地合在了一起 借手电筒用一下 徐悦朝着旁边的白鸟伸出了手 然后拿着手电筒对着了回忆之卵的下方 只见光束在回忆之卵之内经过多次折射之后 最后从顶部那些原本认为是钻石的玻璃处射了出来 将一张张照片都投影在了牧师的天花板上 正是皇帝一家从小到大的全家福 里面还有着夏美他曾爷爷和他曾奶奶两人的合影 相貌上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因为他曾奶奶的相貌几乎和她是一模一样 原来如此 原来夏美小姐的曾奶奶就是三公主玛丽亚吗 难怪一直没找到她的尸体 徐悦脸上露出了一丝恍然的表情 不过此时她大部分的精力却都放在了手上的回忆之卵上 回忆之卵特殊物品 可考被储存自身的记忆 在想要读取的时候进行读取 很古怪的一件特殊物品 看上去是有些鸡肋 不过或许某些特定场合的话 还是会有些用处的 因为这是柯南世界带出来的特殊物品 无视所有其他权限的干涉 比如说 如果有人拥有重生权限 在某个世界死亡的话 死亡前将记忆保留 这些人的手恐怕都能够带出来 鸡肋归鸡肋 但拿着也总没有坏处 就在徐悦想到这里的时候 一道红点便是不断地朝着徐悦身上蔓延而来 在这漆黑的空间当中显得很是显眼 小心 灰原眼间的看到了徐悦身上的红点 大声提醒道 不过她的话才刚刚说完 伴随着两声鬼畜的狂笑声 下一刻就发现了普斯青兰被空心面和另外一位轮回者压倒在了身下 一位千娇百妹的大美女被两个面容癫狂嘴角流弦的残疾人压倒在了地上 怎么看都是一幅糟糕的画面 但看到了普斯青兰落地后的枪后 所有人还是脸上表情一惊 哈哈 怪到姬德就是你对不对 不要伪装了 空心面不断地喘着粗气 手便是不自觉地想要朝着普斯青兰那鼓鼓的胸脯摸去 似乎是想要确认一下性别 住手 就算她是嫌犯也容不得你们放肆 徐悦呵斥了一声 瞬间就让两人动作一僵 脸上表情一阵阴晴不定后 最终还是由徐悦上前将被制服的普斯青兰接手了过来 她一定就是怪到姬德 快点验证一下 空心面老老实实地将人交出去后 还是表情急切地说道 经过了短时间的深思熟虑 他们也已经做出了决定 既然已经找到了目标 就不用节外生枝了 虽然现在他们完全解除的限定 一只手就能压死对方 但显然 这种额外的费用是不值得致富的 只能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我自会验证 先用手铐将普斯青兰反考 徐悦也学着空心面之前准备的打算 将手从她的旗袍领口深入了进去 滑腻饱满的触感 证明这是纯天然的原装货 超级止压师的手段 让原本满脸杀气的普斯青兰 脸色一片烟红 身体一软就倒在了徐悦身上 不断喘息了起来 是女的 不是怪到姬德 不过很可能是石烤冰 将带着余香的手抽回来后 徐悦脸上依然还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好像刚刚的验证是例行公事一样 看得毛利小五郎眼里火都快喷出来了 真的吗 要不我也来试试 不过话都还没说完 便是被小兰一脚踢飞了 倒在地上不断地抽搐着 为什么不踢她就踢我 人家左藤警官是例行公事 你去添什么乱 就是因为你这样 所以妈妈才会离家出走的 第1031章 不要慌 女的 这不可能 空心面满脸悲愤地看着那一脸烟红 靠在徐悦身上的普思青蓝 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她并不是怪到姬德 徐悦耸了耸肩 我不信 我要亲自来验证一下 空心面拖着残疾之躯 一脸鬼畜的表情 双手手指 好似章鱼处须一样的抖动着 一步步走了过来 另外 你可能没有机会来验证什么了 因为你们两人的反常举动 我倒是觉得你们有问题 然而随后伴随着徐悦说出的话 之前动手的两人便是同时接到了 空间收保护费的通知 徐悦本身可是这儿八经的警戒高官 这种合理的权限引导还是有的 虽然只能进行引导 但放在这里也完全够了 顿时就让两人露出了一脸便秘的表情 然后同样的默默交出了保护废墟了一波 好了 既然你不是怪到积德的话 那时考兵就是你了 妖僧拉斯普钦就是你的先祖对不对 所以每次杀人都是射杀别人的右眼 徐悦扶着浑身酸软双目迷离的普斯青蓝 对他开口说道 后者也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之前在船上恐怕也是因为寒川龙拍到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 所以你才动手的吧 普斯青蓝下意识地又准备点头 不过很快又是神色清醒了过来 但在他刚刚准备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徐悦的手便是又捏了一下 让他应的一声再次软了下去 继续地点了点头 好了 他的身份已经确定没问题了 那么这一枚回忆之卵就暂且放在我这吧 回头和林木总裁说一下 看看能否将他的那一枚转让给夏美小姐 在给普斯青蓝的身份定性过了之后 徐悦便是提议地说道 这一句话也获得了那位现场俄罗斯大汉的认同 没错 这的确是一件艺术品 虽然它是属于俄罗斯的 但我觉得的确更适合交给夏美小姐保管 这是她先祖的遗物 林木总裁那里我也会劝说一下的 毛利小五郎爬起来后也开始刷存在感了 现场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似乎就准备要结束这一次行程了 这也让轮回者们感到了一丝交集 在小队频道当中疯狂地讨论了起来 怎么办 怪到积德还是没有出现啊 看来是时候要动手了 一起动吧 别犹豫 没错 因为有着料是如神的与都公太郎之前的锦囊妙计 所以每个人此时也不再有丝毫犹豫了 前面就是S级别的奖励和前面消耗返还的巨额任务点等着我们 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当即便是由与都公太郎站了出来开口呵斥道 还不能就这样 我怀疑怪到积德就在我们之中 必须要每个人都一一进行排查 他的话说完便是立刻引来了后面其他轮回者的声援 没错 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要将怪到绳之以法 那众志成成 凝成一骨的劲儿 让白鸟景观也是满脸都是茫然之色 怎么回事啊 我好想没惹这群残疾人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 我偷了他们什么东西吗 而这边也不等众人再有什么反应 一个个轮回者身上便都爆发出了恐怖的气息 整个地下空间当中空气一片凝结 包括怪到积德在内的所有人甚至连手指头都无法动弹了 柯南也是满脸惊恐而骇然 一动都无法动 怎么回事 为何会这样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毒气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有点呼吸不过来了 一个个都解除了限定之后 轮回者们也不再多说什么 除了之前已经排除了嫌疑的几人外 每个人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 瞬间完成了制服 并且开始扯起脸上的伪装起来 咦 在这里 他就是怪到积德 羽都公太郎将白鸟警官压在地上后 也成功将他脸上的伪装扯了下来 随后便是带着惊喜的神色对其他轮回者喊道 听到了羽都公太郎这么说 虽然不少人都感到了有些失望 但依然还是压不住心底的兴奋 羽都公太郎大人得到了这头筹 我们还是都服气的 果然也需要像他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要当断的断 该付出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前面就是因为犹豫了 所以和奖励失之交臂 导致了又多付出了不少A级剧情点 但到了现在也总算是都补回来了 一旦找到了怪盗姬德 就出了他的真正身份 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就是公腾心一对不对 正兰其主也一下松开了胯下的毛利小五郎 直接跳到了羽都公太郎旁边 对着怪盗姬德咆哮地说道 任务需要找到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必须要当场揭穿才行 这声音让怪盗姬德和没人管 但却动不了的柯南两人都是神色茫然 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他要是公腾心一啊 不是 怪盗姬德在那种浓郁的气势之下 只能勉励地开口反驳道 天晓得公腾心一惹到了什么人 这过我不背了 不是 你休想骗我 正兰其主一瞬间 眼睛便被瞳孔所不满 完全化作了如墨一般的黑色 然后用一种异样的语调再次询问道 你到底是谁 达到乱入者这种级别 或多或少都会学习一点 针对普通人的催眠手段的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他当然也不会想到省钱的事了 牛都买了 就不要再拉着尾巴了 我叫黑羽快豆 也是现任的怪盗姬德 怪盗姬德双目一下就变得茫然了起来 然后机械一般的说道 这话语一瞬间就让所有轮回者如遭雷击 怎么可能 不是的 土肥原先二你 哪怕是死了都不忘记坑我们一把吗 被你害惨了 这么多点数的亏损 应该怎么补回来啊 完了完了 全都凉了 虽然还比不上那个法国的反面教材 大佬支持 但也足够一笑大方了 已经完全没有面子了 大家不要慌 我们还有机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语都公太郎的声音 也再次为轮回者们找回了信心 让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 语都公太郎大人说 还有机会 那就一定是有机会 他可是通过布局 话不可能为可能的 将怪盗姬德引了出来 并且还成功地捕捉到了他的 这一位可不比龚腾心意难找 一瞬间 所有人心底又再次浮现出了一丝希望 土匪原先二阁下 虽然这个预判错误了 但有一点肯定没错 那就是那位佐藤警官 肯定知道公藤心意的身份 与都公太郎沉生的说道 也让所有人眼中一亮 是啊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还管得了这么多啊 虽然损失会很大 可能让原本的大传变成了小传 甚至只是保本 但好歹也能够保本啊 前面损失的付出已经很大了 莫名其妙的损失我们承受不起 只要能保本 我们也能够接受 一想到这里 福布小五郎也是速度最快的准备 出手制服那个知情者 然后将公藤心意的真正身份 从他嘴里掏出来 然而 当他出现在对方面前的时候 却是发现了这位的手里 正勾着一位昏迷过去的轮回者 嗯 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对付那个公也明美的 但此时 却是不知死活的被对方拎在了手上 抬头 便是看到了那似笑非笑 明明看上去很温暖 但却让人心底冰冷的笑容 福布见圣 这是又见面了 他 他知道自己 他是轮回者 那为何他不是残疾人 还有 见面 没见过的吧 为啥我没有印象 这种家伙见过总不会忘的吧 哦 说到忘记的话 上一次任务的事我倒是的确都忘记了 现在看来 这次任务的事好像又得忘记一遍了 请客间 单手无脸 眼泪便划过了福布小五郎的脸颊 第1032章 回归 什么情况 有其他轮回者 这家伙是轮回者 该死的东西 福布小五郎这边开始泪流满面之后 其他轮回者也逐渐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转过头来就突然看到 那个左腾警官突然和福布小五郎阁下 还有另外攻击工也明美的那位队友一起 互拼了起来 实力着实了得 一一敌二竟然都站进了上风 虽然三方都是保持着克制 不敢波及其他 但打起来那股暗藏的杀鸡 还是看得所有人一阵头皮发麻 浩强 起码都是资深乱辱者当中的佼佼者 曹坤 张作霖 又或者是其他某位 进入本次空间的顶尖强者 怎么可能 他怎么不是残疾人 又怎么一直这么强的体力 有人喃喃自语地看着 那不断交错的三道人影 似乎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不过就在此时 满脸凝重的羽渡公太郎 便是给出了解释和答案 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是轮回者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是刚刚进入空间 就相当果断地花费了相当的费用 甚至大部分时间 都保持着人体极限的力量 一直都没有犹豫 听到了一贯正确的 与独公太郎所说的话 所有人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恍然 原来如此 没想到对方的魄力这么大 在还没完全弄清楚 这个惩罚任务的时候 就如此果断地进行了消费 占据了先机 自己等人真正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 也是在与独公太郎大人带领之下 刷到了足够奖励才这样的 有了保障之后才能放开手脚 可眼前那家伙很可能一开始 就是决定要在惩罚任务当中搞事的 所以才能一直都忙过我们 不得不说 他相当有魄力 在与独公太郎的提醒下 加上眼前的战斗场面 所有人心中都脑补出了一场大戏 他实力超群 扶布小五郎阁下恐怕不是对手 我们上前帮忙 注意不要搞出太大的破坏 是 哼哼 比起人数优势来说 对方还差远了 依然还是下意识地听从了建议 一行人便是直接一个又一个地投入了战场 只是因为某种莫名的因素影响 他们一个个似乎是忘记了 这种情况下哪怕击败了对方 似乎也没有多少好处 而且在投入到了战斗之后 因为对手的强大 每个人都逼出了最大潜力 在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交手之上的时候 一股无形的波动影响下 似乎逐渐都淡忘了惩罚空间的惩罚 淡忘了破坏的后果 开始逐渐地放飞自我 崩塌的山崖逐渐地再次浮空 逆向拼凑完全还原 化作尘埃的古堡也再次从粉尘当中灭盘 恢复原状 所有动手的轮回者 眼中的那一丝丝迷茫之色也完全消失 逐渐恢复了清明 而后眼中 骤然出现了惊恐之色 一个个抬头 看向了那靠在石棺之上 寒笑看着自己等人的人影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什么情况 只是隐约记得我们 好像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动作 我 我被提示已经信誉透支 不再贷款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我没有贷款啊 一道人影尖叫的发出了声来 吸引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一瞬间让清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都是脸色惨白 有好几个普通乱入者 都接到了类似的提示 不用担心哦 这么多人加起来提供的 都还没有上次在镇他们四个人多 死不了人的 清点了一下收获后 徐悦也感觉有点失望 毕竟都是辛苦爬上来的大佬啊 在镇那种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终究是少了点 心理素质大多都还是过关的 可惜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也都放在了徐悦身上 眼中浮现出了惊恐与绝望之色 这么说话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是魔鬼吗 差不多了 送你们一趟回程票 不要感谢我 理清了收入之后 徐悦也点了点头 这次惩罚任务的收获还算可以 既能得到了两个实用的 现前也收获了不少 虽然最后加起来 也就上次在镇提供的那一个SS级 其他的最高只有S 但做人不能太贪心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么 有缘再见 对着青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笑眯眯的摆了白手后 徐悦也目送着他们 一个个化作了尘埃消散一空 唯独只留下了与都公太郎一个人 这次表现还不错了 奖励的话 你应该也刷到不少了 这个人就是功腾心一 徐悦指了指 昏迷过去 还未醒过来的柯南 让与都公太郎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神色 万万没想到啊 不愧是惩罚空间 在这种平凡的和平空间当中 竟然莫名其妙冒出了一个变小的情况 这能找到就有鬼了 虽然自己解锁了几次限定 那喊助威了一下 但并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扣除的一点A级剧情点 根本就无所谓了 这次惩罚任务结算 还真能得到S级别的奖励 以及两个技能 而且因为是惩罚空间的关系 里面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外界知道 惩罚空间内死亡也不占用重生权限 依然会正常退出 所以自己哪怕是出去了 也能伪装成同样死亡的样子 没有人能发现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想到这里 与多公太郎对于自己现在这种处境 也越来越不抵触了 甚至有了一丝丝满意 张作霖那家伙的样子才对啊 跟着这样一位老板的话 跟在后面 剪点伤伤水水就够了 还想这么多干啥 一时间 与多公太郎脸上的表情 都逐渐放松了下来 看上去笑得好似弥勒佛一样 最终这次案件还是解决了 所有人都中了 催眠瓦斯昏迷了 回忆之卵被盗走 嫌疑人就是那一群消失了的残疾人志愿者 与多公太郎爽快地花费了点任务点 洗脱了嫌疑之后 也成功地完成了主线任务 同样被带着完成了主线任务的 还有着北洋军团 及那几位盟友军团的轮回者 在这次任务空间当中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享受着未来科幻世界的便利 以及泡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过着悠闲自得另外一个画风的日子 然后也在这最后的时间阶段 被徐悦带着完成了主线任务 直到世纪的钟声敲响 回归 第十六卷Overlord第1033章 鱼波 补上一个一次性限制器 优化了一下现有能力 开发了一下火影世界 徐悦身上赚来的钱 也就消耗了一个七七八八 留了三个S级 在身上保底厚着 钱花费的是快 但这次惩罚任务得到的好处 却是比一般正常任务还要多 真相只有一个黑影人 这两个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的独特能力 就不用说了 刚刚好填补了自身这方面的短板 而且还借助着惩罚空间的空间限定 突破了一次限制器 冥想式和训练式的时间用完后 这次限制器突破的提升 也逐步地完成了消化 虽然没有上一次正面突破十打十来的多 但也有三成多将近四成的综合提升了 利用现有的两块无限宝石 估算了一下 徐悦也发现自己的球盗域 能够再次补获一枚新的无限宝石 第一次提升的时候 能够补获的无限宝石 从一提升到了1.5左右 这次便是直接能补获二枚 不过因为现在 现实宝石和空间宝石 本身都还未完全开发完成 所以它倒也没急着指定 回去漫威世界 刚刚出来得到的晋级任务的提示了 精锐轮回者 晋级乱入者的晋级任务 通过努力合狗 轮回者们 一步一步爬到精锐轮回者 还是机会都不算低的 但乱入者的门槛 却是卡住了绝大部分 晋级任务 世界树 乘在着无数世界 但有一天出现了 吞噬这些树叶世界的神秘魔物 一片片的树叶凋零 最后只剩下阿斯加德 亚尔夫海尔 华纳海尔 弥达维勒 米德加尔特 约敦海姆 弥弗尔海姆 弥弗尔海姆 赫尔海姆 穆斯贝尔海姆九大世界 和尔唯一开始抵抗魔物的入侵 世界背景一如既往的高大上 模模糊糊 但徐悦还是敏锐的从中捕捉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虽然看上去也是九大国度的北欧神话 可这个和漫威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Overlord 也就是不死者之王这个空间了 不愧是精锐轮回者 晋级乱入者的晋级任务啊 这个空间的水对于资深乱入者来说 都是深不可测 虽然单论范围波及的表现上 好像是不如后期的火影 但实际上 这里的本质高度 却是要高得多 单单每一个都堪比一介之力的世界道具 还有融合了九个最强世界的主世界意志 就不是火影世界可以比拟的了 这里面的确有不少好东西 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投入精力开发的世界 在徐悦消化收获 并开始研究新任务起来的时候 整个华夏乃至全球的轮回者们 便是都听到了一则感觉难以置信 甚至有些滑稽的惊天消息 有人 不 是有一群人 还是一群最少乱入者的大佬 在惩罚任务当中折挤沉沙 最多甚至有赔付 SS集剧情点的恐怖存在 什么 身上怎么带着SS集剧情点 不 那两个家伙身上并没有带 而是直接向空间借带的 据说因为上一次任务是组队指定 这一次大多数人理应 也在同一惩罚任务当中 所以 现实他们也都是聚集在了一处地点 根据现场负责警戒和观察的轮回者们所说的话 开始都是谈笑风声 对于这惩罚任务不放在心上 进入前全都是口口声声说 大不了就是没有奖励 但下一秒任务结束之后 有好几位开始衣着华丽的大佬 就变得坦胸鹿点了起来 甚至那两位陪父SS剧情点的资深乱入者大佬 因为内裤也是附加了魔法的特殊保护道具 也一并被收走了 完全光洁溜溜 只留了个临时马赛克帮忙遮掩 除了自己的能力外 其他的一点都未剩下 甚至就连自身能力 那些无法提高有效实力 比较冷门 并不是完成任务必备的偏门能力 也几乎全部遗忘 只留下了一身坦荡的有用之身 来负责偿还债务 一笔分期支付 力滚力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债务 对于任务空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是双目茫然 全部遗忘 加上惩罚空间本来无法透露出的丝毫信息 那些没受到影响苟活下来的精锐轮回者们 也无法进行表达 这一波下来的损失 甚至要超过上一次忍村大战当中 近乎于团灭的损失 因为有着重生权限的关系 上一次损失虽然惨重 但并不是无法接受 还不至于说伤筋动骨 只是说我们交锋一次失利了而已 是战术与战役上的失败 然而这一次 已经全都不能用了呀 几乎全都变成废人了 大佬们养一养还能再用的优势 也全都当然无存 没错 他们的确是几乎没影响太大的战力 但却也已经潜力全无 而且因为每一期都必须要完成的利息分期 连利用剩余价值的余地都没多少了 几乎可以把这一位位大佬 都当作透明人了 这一击中机 毫无疑问是给所有轮回者们 再次警醒了一次 惩罚任务终究还是惩罚任务 无论是谁都不要在里面得意忘形 以前本来有一位法国的老牌大佬 当作教材 就被大家不断的拿来抨击教育了 现在这样来了一波后 一时间所有人对于惩罚任务 都开始风声鹤唳 那群大佬的下场 简直比死亡还可怕 据说 这里面还有着大清一位王储的继承人 作为大清与国同修的王储 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也是远超常人想象的 甚至连西方老牌列强的不少老牌贵族 都无法得到他们这么多的资源支持 然而即便如此 现任的庆亲王一匡 在听到了自家继承人哭诉的欠债金额后 也是默默地废弃了他的继承人资格 另选他人 土匪原贤二 这位原本在日国如日中天的特务头子 也因为这高昂的债务被军团所放逐 任由土匪原贤二到处求救借债 都没有人敢借给他 借不起 没救了 告辞 这就是土匪原贤二遭遇到的最多回应 利息还最低的时期都还不起 可想而知 后面将会步入怎样的地步 只能还仗着自己本身的实力 强行获得最后仅有一点的尊严过日子 这两位是欠债最多的 但他们地位也最高 连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了后 其他人也都是差不多的待遇 上一次惩罚任务中 青日同盟只有以与都公太郎为首的 极少数几位幸运的大佬 东拼西凑借卖装备和技能 才勉强将债务还清 重新获得了自由身 也因此 土匪原贤二身上的许多权力 都临时交给了业务能力方面 有重叠的与都公太郎身上 整个青日同盟都是一片惨然 甚至连帝都街头 都能够闻到那一股悲惨的气息 刚刚完成了一次任务的布鲁斯 将值钱的货都挂进了拍卖行后 回头还将大包小包的大量垃圾材料摆摊摆放了出来 不禁包着头隐藏着面貌 蹲在了摊子后方耐心等待着买主 随后也从旁边摊友 这听到了华夏那边传来的悲惨消息 听到了消息的内容 知道了来自的方向后 也只是不屑一顾的冷哼了一声 愚蠢 哼完之后 便开始同在摊子面前观望的买主 讨价还价了起来 业务刁钻而娴熟 让那位正式轮回者买主 根本就招架不住 三言两语之下 就乖乖掏钱买走了自己心仪的材料 第1034章 提前会面 推开房门 从招待所的房间出来 徐悦便是听到了外面大笑不止的声音 整个北洋的驻帝都招待所当中 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气氛很是热烈 仔细听听 大概也能知道 同样是之前那清日同盟遭遇的余波影响了 不得不说 对于这一次惩罚任务的变故 清日同盟也是完全猝不及防 而且因为涉及的人数太多 军团还所属不同 想瞒也瞒不住 所以被北洋安插在里面的棋子 轻而易举的盗取到了这情报 才会扩散的这么快的 现在招待所里的这些北洋精英们 自然而然的也得知到了这消息 这就是报应啊 是啊 晚上开个晚会 庆祝一下 真是爽快 不得不说 能够被精挑戏选出来 安排这次进入帝都的 都是北洋当中的未来栋梁 他们对于近期 北洋和清廷还有日国之间的那些交锋 也被搞得心理憔悴 同时内心也都有着严重的不服 朽木一般的清廷占据着全国最集中最好的资源 把持着龙脉国运 但却并不放在北洋眼里 他们有信心在袁世凯大人的带领下战而胜之 可对比起清廷那边占据的外援优势来说 北洋这边的劣势就着实太大了点 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连意大利的代言人都要了 现在一下听到了这粒好消息 当真是让他们念头通达 原本隐隐约约还是竞争者的 现在一下也都放了下来 陷入了愉悦当中 哟 徐悦也来了呀 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快要进行晋级任务了吧 希望快点踏入我们这层次 并且尽可能快地获得 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实力 这才是真正的中间 没错 可不要学某些闲语 徐悦因为路上的表现 表现出和雪莉殿下的关系 可以说已经让在场的所有天骄们 都充分地认识了她一次 虽然对她和雪莉的关系 多或多或少有些不分和嫉妒 但在怎么眼前这一位 也是属于北洋方面的天骄 特别是袁克定她们几个还明白 到了自己几人真的没有机会 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全力配合 让她获得这次机会的 加上突然听到的之前那利好消息 所以现在对徐悦的态度或多或少 也出现了一些改变 不管内心是如何想的 最起码表面功夫也需要做到的 这一位很可能也是将来 要迈入真正核心层次的实权人物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 一切安好 徐悦拱了拱手 依然还是那么的彬彬有礼 对了 你这一次应该也是一同 进行了惩罚任务吧 可惜惩罚任务的内容 一点都不能透露 不然还真想要询问一二 一位有点眼熟的年轻男子 有些心痒痒地说道 其他人闻言后也再次哈哈大笑 对于这次的结局充满了一种出气感 你晋级任务是什么来者 如果合适的话 我可以出面帮你安排一二 毕竟你在国内认识的人还比较少 以你的权限应该能提前知道了的吧 袁克定继续摆出了他长子的姿态 隐约有一种现场当家做主的家长作风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晋级任务是诸国战士大战 徐悦道也没有什么隐瞒 很是大度而爽快地说道 这情报暴露了也就暴露了呀 要算计我的话就来吧 诸国战士大战 那个北欧神话里九国合一的世界吗 这就有点麻烦了呀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禁级乱入者的任务应该是成为山童级的冒险家 难度相当高的 袁克定一副对各个任务空间都了如指掌的样子 指点江山的说道 对于普通的精锐轮回者做这禁级任务 限制他们最大的是时间 通过我们的情报总结 会把这个任务空间当做禁级任务的话 大概都是第一次进入的轮回者 而且综合名望方面也不会是冒险者方面的加持 只是山童的话寻常精锐轮回者只要肯花时间 日积月累之下终究还是能够完成的 但第一次进入从零开始 想要在任务时间结束之前 把评分刷上来却是难之又难 不单单要实力足够 更需要的还是要完成各种任务的经验和情报 袁克定狂狂而谈 似乎对于这个任务空间也是相当的了解 用他的话来说 山童级冒险者实力要求不算高 对于想要完成乱入者晋级的轮回者们来说 肯定是达标的 但其他各方面的综合考量权重就有点高了 对于实力明显已经跨入了乱入者级别的徐月来说 这种繁琐类别的任务是最不划算的那种了 本身的实力优势被白白的分摊掉了 运气很不好 先指点江山的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难度 以及自己对这个任务了如指掌的程度后 袁克定回头还来到了徐月旁边 低着头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 只要你答应全力撮合我和雪莉殿下 我就安排我的力量帮助你完成这次晋级任务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签订空间契约 说完后他便是抬起了头用大有深意的眼神看向了徐月的眼睛 大公子说笑了 晋级任务吗 随缘就好 得知我姓失知我命 对比起来 雪莉殿下能够带来的好处似乎要远远多得多 徐月丝毫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 拱了拱手 让袁克定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旁边其他人看向他的眼神也带上了些许古怪之色 感情之前说这么多 袁大公子还是把心思放在了雪莉殿下身上啊 不过那小子说的没错啊 如果真的能够得到雪莉殿下的青睐 哪怕晋级任务失败了也是赚的 人家在法国什么地位 而且真的能够得到青睐的话 北洋军团这边的地位 肯定也会得到相当提升的 可可 我的意思是说 雪莉殿下那边机会不是百分之百吗 而我却肯定能帮你百分百完成晋级任务 而且实力只有属于自己的才是最稳妥的 借助外力终究都是邪道 你的根基和底蕴 毕竟和我们许多人有些不一样 徐月都已经摊开来说了 袁克定当然也没有在遮遮掩掩 而是干咳了一下后有理有据地说道 不得不说 他说的话听上去的确是很有道理 不少看戏的家伙心中虽然隐约有着不屑 但却也不得不承认 袁克定的确有这样说的本钱 对于其他人来说 如果能够获得雪莉殿下的青睐 更多的还得反过来借助人家女方的力量 但袁克定这边的话 最主要的是借助来获得威望了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还未等到徐月有什么回答的意思 一位小宦官便是麻溜地来到了北洋的招待所 用那种独特的压工嗓子道 各位少爷公子 陛下决定提前接见法国来使了 请各位少爷公子准备一下 一同面圣 这突如其来的召见 当真是让诸位稍微有些猝不及防 第1035章 光绪 现在 一同面圣这件事 北洋的诸位倒是也都知道的 这是双方互相妥协的产物 虽然紫禁城是清廷的大本营 能够让清廷获得巨额加持 连袁士凯都得带着镇压军团气运的至宝 与军团权限才敢踏入其中 但这次过来的终究只是新秀 哪怕真的在这里折损一次 也不会影响北洋当前的绝对力量 加上带上了至宝权限 可以来去自如的袁士凯已经进京 帝都已经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 现在欧洲虽然已经混乱起来了 但终究还没有开始热战 想来只要清廷不是失心疯了 让国外列强渔翁得利 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发难才是 双方一直不断的各种削弱 各种任务空间互扯后腿 说白了也就是在最终决战之前 探明对方底牌 削弱对方实力 可以说现在双方都未曾做好决战的准备 所以说对于入宫觐见 他们并没有什么害怕的 只是不知道为何突然一下提前了 稍等片刻容我询问一下 袁克定其他的不说 稳重和谨慎还是有的 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 而是先行询问了一下副帅 在得到了答复之后才是点头说道 既然是陛下的意思 那么就劳烦小公公带路了 哎有点意思 踏入皇宫之后 绕是徐悦的能力 都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丝淡淡的威胁感 虽然并不强烈 但这也代表着 这里有着让自己负伤的力量 没有估算错的话 大概就是国运与高权限军阵的威能了 这还是自己在柯南的世界当中突破了一次限制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让自己负伤的能力 可能就能变成重创的力量了 不得不说 蜻蜓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毕竟天朝的体量摆在这里 窃取了设计权柄这么多年 多少还是会有点底牌 就是不知道这等攻击能够发出几次 而自己的反击会不会直接将龙脉切断 北洋和蜻蜓的关系都已经摆在明面了 蜻蜓方面当然也没有指望他们会有多少尊重 与其到时候下不了台 那还不如一切从简 所以入宫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的繁琐 徐悦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着那股气息 以整个紫禁城城镇 所隆弃于中镇压国运 呃 这大概是明朝留下来的手笔吧 从古谱带着些许残破的情况来看 应该很多年了 以前应该更强才是 就是不知道有着这股力量作为底牌 明朝到底是怎么灭的 不忍心国运动党波及全国吗 自己也翻过这个古怪平行空间的一些资料 不过当时的描述很模糊 大概知道主要是和崇真 袁都督 李自成 吴三桂 陈渊源 有些关系 只是大多都是一笔带过 但通过各方面 支言片语的信息 还是能够知道 相比于前面几位主角 以及朱油孝 东霖和魏忠贤这种配角外 躲滚大概是个打酱油的龙套 只是主角配角相继撬辫子后 突然龙套变主角了 我大清大概是出门剪点芝麻看好戏的 但莫名其妙的 剪到了个西瓜这样子 就在徐悦神游天外 跟着大部队一起入宫之后 突然间队伍里出现的小声议论声 也将徐悦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太和殿 不是吧 感觉有点怪怪的 诸位稍安勿躁 副帅就在京内 不用弱了气势 抬头顺着那白玉一般的阶梯看去 便能看到那充满了威严 带着一股滑贵之气的金鸾殿堂 太和殿 也就是俗称的金鸾殿 虽然这里的名气最大 但其实使用的频率却是相当少的 清初的时候还有殿市 现在殿市都改在宝和殿了 只有大型的庆典才会开启这里才是 如皇帝登基即位 皇帝大婚 策立皇后 命将出征 此外 每年万寿节 元旦 冬至三大节 皇帝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 并向王公大臣赐宴 可以说是逼格相当高的一处地方 开始还觉得会一切从减免的下不了台的 那位引路的小公公也丝毫没有提示要注意礼仪等事项 这突然就被拉到这里来了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只有徐悦在一行人的议论声中若有所思 踏入太和殿内 看着早已抵达的清平心秀们 所有人都发现了他们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在镇更是已经不见了踪影 作为之前那传闻当中最大的笑柄和受害者 他眉脸出现在这里倒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其他人脸色的不好看也完全能够理解了 想到这里 北洋这边的俊杰们 脸上反倒是都露出了沐浴清风的笑容 站在了另外一边与对面形成了两种对比 而没让众人多等 伴随着太监们的恭迎声 一道磅礴大气堂堂正正的巍峨气息 便顿时压在了所有人身上 绕是袁克定这种自身实力 已经跨入了自身乱入者层次的强者 都是脸色一变 单单一股气势就让他骤然一阵发白 随后一位好似充斥在天地之间 浑身带着威严贵气的黄袍身影 便是踏入了大殿之内 每一步都犹如踏在了所有人心头 让心跳都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步伐跳动 好似身体都要不自觉地勾搂下去 直至那道人影端坐于黄坐之上 相比于那进入时的威严 当他坐上黄坐之时 开口却又伴随着一阵沐浴清风的温和感 让众爱倾久等了 现在没这么多讲究了 众爱倾放松一些就好 温和的声音浮过所有人的心头 之前那一股无形的压力顿时消散一空 让每个人都长长地松了口气 感觉轻松了许多 谢陛下 不得不说 虽然在另外那平行世界当中 光绪一生都憋屈得紧 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后都不引人重视 但在眼前这以武力为尊的世界当中 他却是完全颠覆了本身的形象 影响力倒是尚未清楚 但本身实力还的确是相当出色的 让徐悦都有些好奇 那妖妇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 各位爱倾都是我大清的未来栋梁 四万万子民中选出的天之骄子 所以正也想请在场的各位爱倾做一个见证 光绪的语调本身并没有什么威严感 但却莫名让其他人都心头沉重 法兰西作为西方老牌强国出使我朝 并愿意与我大清联盟结亲 朕考虑良久 实在是无法取舍 为了体现本朝对盟友的重视 朕决定就由朕亲自来完成这项重任 重爱倾以为何 光绪的话说完 不论是清廷还是北洋 在场每一人的脸色都是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就连有所猜测的徐悦在听到他说完之后 也依然还是感到了有些无语 不愧是光绪的脑洞啊 还是原来那个味儿 不过对于光绪本身来说 如果能够促成这件事的半程 对于他的亲自掌权 却是有着重大的益处 虽然突兀了点 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但这的确是他能够做出来的事 第1036章 不是 神 什么 陛下 我有点没听清楚 不管是清廷方面的新秀 还是北洋方面的俊杰 都因为光绪的一句话 变得有些磕碰了起来 联姻的事就交给朕亲自来了 怎么 有谁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光绪表情平淡地说道 同时 他自身实力带来的那种恐怖威压 便是倾泻到了所有人身上 这里是太和殿 是他的主场 是否开放空间全限 全靠自己的意念 感受着那比之前 还要更加恐怖的威压气息 几乎所有人 不由再度弯腰了下来 甚至隐约有一种被压迫的 要跪下的趋势 然而 这种原本应该整整齐齐的现场当中 却有着一道与旁边所有人都格格不入的身影 在所有人都即将被压迫的跪下 一视同仁的时候 站在原地饶有兴趣看着光绪的徐悦 却是显得如此的突出而瞩目 这种表现也让光绪本人都感到了有些惊讶 正记得你 你是北洋近期崛起的天才 徐悦是吗 既然特地将所有参赛者叫来做见证 光绪本身还是做了点功课的 起码每个人的资料都看了一眼 不过对于他来说 最着重关注的还是袁世凯的那几个儿子 徐悦这种只是扫过一遍 靠着印象来认人的 因为光绪的话 原本正在苦苦对抗的所有人 也是文言分神注意了一下徐悦 每个人也都相当惊讶 他为何没有受到光绪的影响 光绪本身是最顶尖的资深乱入者 而占据着主场优势 以及他的各种底牌与身份加持 就算是袁世凯也无法小觑 单凭这一首威压压制在场所有人 就能够看出一二了 本以为现场战力最强的 应该是袁克定这种从出生起 就吸引了万千视线的虫 可就算是袁克定 也依然还是和其他人 整整齐齐保持着一致的姿态 是什么无视气势的独特稀有能力 有趣 没想到北洋还有着这么一个年轻人 光绪嘴角挂起了一丝饶有兴趣的弧度 端坐于王座之上 上下打量着徐悦 年轻人 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并没有与北洋签订太过苛刻的合约 朕很欣赏你 如果你弃暗投明镇 不但为你支付一切的违约损失 还会大力地重用你 朕身边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听到光绪突然开口的招揽话语 徐悦也差不多再次确认了 虽然这家伙比历史上多续了几年命 但估计处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大概是被架空的厉害吧 竟然撸胳膊上自己亲自挖人了 你的重用我可担当不起 这也就是和我说了 你和其他人说的话就完全是害了人家 徐悦耸肩做无奈状 似乎并没有多少在意的样子 为了这次计划 光绪这家伙大概也是花费了不少的手脚 太和殿内除了他和一些太监护卫外 便只有双方的年轻俊杰了 不用说 留下的太监和护卫大概也都是他的心腹 为了这次计划估计也是付出了不少 没有估计错的话 大概也是借助了这一次清日同盟 在惩罚任务空间损失惨重的东风 在其他人注意力都放在那上面处理后续的时候 突然出手想要出奇制胜 不论如何 他本身也是如今大清的牌面 是皇帝 所以 真的让他快刀斩乱麻的做出了决定宣布出来之后 很可能结果还真能被定下 这方面 他的算盘其实打算的还不错的 如果真的能够自己借用到了西方列强的奥元 说不定还真能和那妖夫抗衡一二 最起码能够多增加一些话语权了 不过显然 许悦并没有惯着对方的意思 语气上当真是随意的可以 顿时就让光绪的脸色也拉了下来 就是因为此时此地的处境 所以对于别人的不在意 看不起 他才是更加的敏感 平日里 不得不忍气吞声都算了 现在在自己的地盘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竟然还有人敢冒犯 这是找死 旁边的内侍们也是高声呵斥的 大胆 放肆 不过 还未等到内侍们动手 光绪便是抬手阻止了他们 表情平静而冷淡地说道 看来 你是准备辜负朕的一片好意了 怎么 辜负了又如何 你还真敢对我们做什么不成 还敢现在就撕破脸皮吗 徐悦一脸毫不在意的样子 不亢不卑 听得旁边袁克定 他们一群人都是心中大骂 哎呦窝草 小祖宗哎 你也分清楚形式好不好 如果是整个清廷作为代表的正规召见 当然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 可现在很显然是这位皇帝自己的小动作 偏小的他有什么打算 说不定破罐子 破摔想要破而后利也说不定 真正双方拼杀起来后 光绪本身的嫡系力量损失 肯定比公里那位少 开始他们是有些没反应过来 但见到了光绪的选择 还有他的态度后 当真也都是明误了过来 所以才是一个个变成了安纯 否则虽然这股威压可以压迫他们跪下 但开口放两句话还是可以的 一直都小心翼翼的不愿意激怒这个跛脚皇帝 结果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 住口 不得放肆 袁克定作为一名资深乱入者 勉力憋着一口气对徐悦呵斥道 但也因为他开口泄气了 整个人也被压得跪了下来 其他所有人也都整齐划一 呵呵 哈哈 哈哈 还是袁大公子看得清现状啊 朕甚是欣慰 光绪那带着些许压抑 敞快和疯狂的笑声 听得在场所有人都是头皮发麻 哪怕是蜻蜓那边的新秀们 也是心中打鼓 完了完了 皇帝又乱来了 如果朕害怕的话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行动了 朕实话告诉你 在太和殿 朕拥有着绝不逊色于老佛爷和袁世凯的底气 这里的所有人也都替换成了朕的人 无论朕做出了什么事都没人 可以阻止 甚至没人知道 朕就是这里的天 在这里 朕就是真正的九五至尊 似乎是发泄着心底积攒下来的憋屈 光绪拍着龙椅站了起来 近乎于咆哮地说道 整个太和殿内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而声音也没有一散出殿堂一分一毫 不 你不是 徐悦掏出了一枚 好似鸵鸟蛋一样的玩意儿摸了摸 脸上表情也带着一丝诡异 第1037章 生于死 看着徐悦掏出的古怪鸵鸟蛋 听着他的话 正意气风发的光绪 脸色变得一片降红 你辜负了朕的一片好意 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违背朕的意志 此乃欺君之罪 死 已经站起来的光绪 口含天线 死字吐出之后 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便涌现在了太和殿之中 徐悦也感受到了一股直接作用于生命力之上 犹如法则的强大力量 凭空出现在了自己的体内 犹如要直接将自己的生命力抽干一半 某种程度上和自己本身开发出的灵言相当的相似 呃 不过就连徐悦自己 这种能力都只能放在比自己实力低的人身上 对同级别最多只有辅助作用 光绪的越阶一击根本就未能撼动分毫 反倒是被蓬勃汹涌的泰坦之力震荡搅碎一空 噗 刚刚口含天线地说出了死字 光绪就突然自己喷出了一口血雾 之前那种犹如天纬一般的声音 那种以自身意志诛杀一切的感觉都还没消散 突如其来的反转让地上跪了一片的人们 脸上不由出现了一丝茫然 这是 咬到舌头了吗 护驾 保护陛下 光绪自己都有些懵懂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内侍们便是率先反应了过来 他们都是光绪精挑细选安排在场的人 也是光绪手底下的骨干力量 所有的心思可以说都放在了光绪身上 忠心耿耿 在光绪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便已经一个个的跳出来 一股无形的力量串联在了他们身上 不断的叠加并翻倍提升 让徐悦也感受到了一丝意外 这就是军团阵地吗 有点意思 徐悦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出手 除了光绪自己作死的布置 把这里变成大棺材外 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也就是窥探一下生死之间的奥秘 以及军团的底蕴力量 这样如果以后真的面对 那让自己感到了威胁的力量 也有提前的准备 情报的好处已经是无需多说了 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 出了这么大的搂子 死亡惩罚什么的 北洋肯定咬着牙 都得垫前来补回来吗 自己可是沟通法兰西的男人 一边随意地想着 徐悦也任由他们提升着自己的气息 三个滋身乱入者 四个寻常乱入者 加上十二位顶尖精锐轮回者 本来在自己面前 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力量 此时也叠加到了 让自己稍微正视一下的程度了 好好好 是朕小看了你 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此等强者 光绪眼中带着一丝光亮的看着徐悦 也已经从反噬当中回过了神来 没想到 没想到 因为光绪的话 那跪了一地的俊杰们脸上 也逐渐露出了亥然的神色 怎么回事 刚刚是这家伙伤到了皇帝 他竟然有着如此实力 虽然光绪是个跛脚皇帝 但毕竟有着大意在身 还是在太和殿的主场 其能够表现出的实力 绝对是迈入了精锐乱入者的层次 可竟然被一个精锐轮回者反伤了 完全看不懂好不好 想到路上开始时 有意无意地针对得罪 哪怕是北洋这边的俊杰们心底 都是不由冷汗直冒 袁四公子袁克瑞 更是双目茫然 之前在火车上 他还认为对方会眼识珠 看出了自己的隐藏才华 想要扶持自己的 现在看来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头啊 这也强大的过分了点 不过即便如此 在他们看到了军阵组合完成 一股四蟒四焦的黑色巨兽 由黑雾凝聚起来了之后 那充斥着杀戮的星红眼神 也是让所有人心中发麻 军团的力量 之所以能够一直站在巅峰 那就是军团本身 都有着各种隐藏后手和底牌 就算是强如袁世凯 也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 来发展把控北洋 为的也就是能够进行对应的抗衡 虽然发动的代价很大 但效果却绝对超群 在场所有的俊杰 论人数和实力 是要超过那些 那是许多的 但哪怕合在一起 都绝不够抗住这军阵一击 朕再给你一次机会 臣服于朕 朕许你无尽的荣华富贵 经过之前的受伤 光绪已经再次冷静了下来 看向徐悦的眼神当中 也充满了狂热和欲望 如果这等强者能够纳入自己麾下 那 轰 凝聚而成的黑蛇 突然从中分开 一切而断 连黑色雾气都骤然两面坍塌 形成了犹如黑色云海当中 开辟的一条道路一般 组成军阵的内侍们 不分先后强弱 同时暴体形成了一片血雾 而本来站在台下的徐悦 此时也已经出现在了光绪的面前 似乎之前分开的云道 就是她走过的道路一般 甩了甩 带着些许黑色胶痕的手掌 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息恢复如初 徐悦也看向了眼前表情凝固的光绪 另外一只手修长的手指点住了她的喉咙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沉浮还是死亡 你说沉浮 你想要校正沉浮 光绪瞪大了眼睛看着徐悦 身上的气息也再次的暴涨 之前消散的黑蛇 连带那些死亡内饰的血雾 都惊吞一般的涌入到了她的体内 除此之外 回荡在整个太和殿的龙吟声 也让所有人心底都出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震受命于天 外部的太和殿 都骤然爆发出了一阵金色光辉 浩瀚之气直冲穷顶 与上空的国运相连 京城内的所有强者 全都抬头看向了天空 某茶楼当中一桌上对立而坐的一位光头 和一位中山庄男子同时皱眉 某花园内 一位戴着面纱身断婀娜的美妇 剪断了手上的花枝 明白其中含义的人 均是脸色一变 甚至不惜在县市消耗费用 进行高速移动 朝着太和殿赶去 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天而降 笼罩在了光绪身上 就连徐悦也被这光柱逼得后退了一步 咦 感受着那光柱当中浩瀚而纯粹的气息 徐悦也再次感到了一些兴趣 真是不错的力量 震 获得了加持的光绪 犹如化作了这片天地的主宰 自信再次恢复于身 然而还未等到她开口说完 下一刻一根手指便是直接点破了外面的金色光柱 直接点在了她的咽喉之上 不过也要看用的人是谁 不满裂痕的光柱和里面那僵硬的黄袍人影 同时轰然破碎 是你自己选择死亡的 差不多知道原理了 也没有必要继续等下去了 正好可以感受一下生死之间的奥秘 徐悦抬手反眷 那金色光柱不断蔓延的裂痕 尬然而止再次恢复如初 这可是天朝的部分国运力量 可不能被乱消耗了 不过我拿截取一点 应该是问题不大 在现实死亡 会损失上次任务完成结束后 现实经历当中的收获和记忆 不过由于有着回忆之卵的关系 而国运也是虚无缥缈的一种气韵之力 徐悦回头就利用本身神性的特性 将这种与信仰之力类似 但却要纯粹有效的多的力量 直接封印进入了自己的记忆当中 而后被灌入了回忆之卵里 随后她身上同样开始出现了一丝丝的军裂 而后转身看向了满脸惊恐贵了一地的人影 陪我走一遭可好 一丝丝光亮从徐悦身上的军裂当中出现 而后逐渐放大 整个太和殿和里面的一切都被吞噬于这白茫茫的一片当中 完全被从世上抹出了痕迹 与此同时 三道人引出陷在了太和殿消失的天空 互相对视了一眼后 便看向了下方消失的太和殿外 正满脸猛逼的法国使团 其中那青沙美妇也不管有没有人在场 直接抬手虚抓 一道道光点便是浮现在了她的眼前 呈现出了一道镜像 然而那镜像的内容 也依然只是重复之前太和殿被抹去的白光 对于内部发生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 只知道这是和外面那个使团无关而已 但随后她便是脸色一变 另外那两位也同样是脸色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太和殿的形象和样子 正在从自己记忆当中淡忘 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 竟然是直接从存在级别上抹除掉了整个太和殿 连自己都会开始遗忘 那显然以后太和殿也会完完全全消失在所有人记忆当中 那位美妇再次招手 一本史书便是出现在了手上 翻看之后便发现有关太和殿三个字的记载 都开始逐渐变淡 而后消失不见 这里 刚刚是什么 压制着心中的亥然 考虑了片刻后 她便也只是冷哼了一声 然后直接消失在了天空 另外一个光头和一位中山庄男子同样对视了一眼 旋即也消失无踪 生与死的交界点 一片灰蒙蒙的无尽世界里 徐悦感受着那从未感受过的玄妙感 睁开了黑白调换的眼睛 有趣的体悟 早就想要试一次了 只是担心死亡后的记忆与体悟无法带回来 不想浪费 现在也是终于得偿所愿了 感受着冥冥之中魂霞的指引 徐悦并没有第一时间过去 甚至她有一种感觉 哪怕没有那魂霞的存在 只要自己愿意 自己依然可以从这混乱的世界当中 重新组建的凝聚身体 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 迟早还能再次苏醒 对自己而言 死亡并不是终点 不过要沉眠的时间还是久了点啊 还是不等了 伸出手指 在这灰蒙蒙一片的世界中 徐悦也勾到了一根 连接虚空深处的无形线条 这就是那命霞的关联 随后整个人便是化作一道光芒 顺着那连线逆流而上 消失在了这片世界当中 第1038章 赔偿 北洋参谋本部的一间房间当中 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枚密合 无穷无尽的光点汇聚 最后投射出了徐悦的身影 从虚无到凝实 越来越清晰 直到化为实体落地 一时间 她眼中出现了一丝迷茫与茫然之色 随后便是一阵清明 果然还是尝试了一次是吗 泥南自语了一阵后 徐悦便掏出了一枚鸵鸟蛋 随意地启动起来 然而本来只是封存记忆的鸵鸟蛋当中 却是投射出了一种浩瀚金黄色的古怪力量 让徐悦脸色微微一变 抬手便隐藏了这股波动 而后连带记忆一同吸收到了体内 原来如此 消化了遗失的记忆后 徐悦眼中也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 死亡惩罚是削弱九成的实力 如果想要加快恢复速度 乱入者级别以上的话 会根据实力的不同和恢复层次的不同而收取不同的恢复费用 但如果是精锐轮回者使用的特殊重生道具权限的话 那一次性恢复的消耗费用便正是三个S级剧情点 这也是徐悦之所以会留下三个S级剧情点保底的关系 本来这个限制是因为精锐轮回者的实力相对更加低微 如果按照实力程度来收费的话会太过于便宜 所以加上的保底政策 显然徐悦也是钻了这个空子 在意外得到了回忆之卵之后 他便也在考虑是否要利用这最后难得的机会 来体悟一下死亡的感觉 掌握生死的平衡 又恰巧碰到了光绪这家伙在那边做妖 自然而然是顺手撸了一把 然后借助死亡脱身 虽然以自己的能力来说 借不借假死无所谓 但如果是那个妖妇过来了 利用全部国运之力与自己一战 不说赢不赢的问题吧 就怕真赢下来 国运被自己打散了那就凉凉了 到时候全国范围的地震 火山 风暴 洪水和干旱都会同时出现 那作孽就作大了 借助死亡体悟死亡 正好还能避免眼前这一次麻烦 自然而然就是他顺手的最好选择了 嗯 反正只要知情者都死了 那就是完美的前行 九成的限定啊 可惜了 感受着身上那一股限定 徐悦反倒是隐约有些可惜 空间级别的权重限定 对于限定器的解除 可是有着相当的正面效果 本来的话 徐悦还准备带着这一层有意buff 一成功力去老骨的世界 晃晃借用他的手下突破一下的 但度过晋级任务 自己就是乱入者了 那到时候以自己的实力 想要提前恢复的话 消耗的费用恐怕都得 让自己脑阔疼 所以限定器什么的还是随缘吧 骨头的世界 还是来用心开发一下 另外可惜冥想是已经用掉了 不然窃取的这一段国运的力量 与生死感悟 应该能够完全吃透才是 因为避免没必要的麻烦 自己窃取的国运并不多 大概就是光绪能够调集到的那部分 但国运的本质乃是一种弃运之力 算起来和信仰之力同源 但却要纯粹和宏伟的多 如果能够完全吃透 那以后也可以多出一种食物了 正好也可以在老骨的世界里实验一下 而就在徐悦这边消化着信息 心中有了初步想法的时候 他这间单间的门也被敲响了 打开来后便看到了外面陈怡铁青的表情 在见到了徐悦开门后 陈怡也咬牙切齿地说道 果然你也回来了 该死的 我们这次前往帝都的俊杰们全部死亡 他们这是在挑起战争 放心军团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也会给予补偿 现在此地耐心等候 陈怡满脸的猙獰之色 这次算是和蜻蜓方面达成了默契了的 而且总帅也已经入京 理应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才是 如果己方的新秀被杀了 那蜻蜓方面的俊杰也会惨死在总帅的屠刀之下 蜻蜓这到底是屠了个什么 一群相信军团的年轻人 带着使命前往了帝都 结果全都死回来了 这让这位老牌强者也感觉到脸上无光 颜面尽事 真的要全面开战吗 你要战 我便战 就在陈怡怒气勃发 在徐悦面前都有些绷不住脸的时候 突然间一名副官从通道喘着气跑了过来 长官有最新紧急电报 好 知道了 我就来 你们也都跟我来 肯定是帝都的消息 陈怡对着刚刚从这诸多房门中出来 都带着些许茫然之色的俊杰们说道 然后带头大步朝前走去 唯一和徐悦比较熟的唐宝朝此时也来到了他身边 带着些许苦笑地说道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就记得我们进京了 然后在京城完成了一次空间任务 那次任务之后的事就不记得了 是爆发全面战争了吗 因为在京城的时候 大家都陆陆续续完成了一次空间任务 所以那次任务以及之前的事情还是记得的 知道这次入京位的是什么 结果一个不留的全都回来了 这是粗大事了呀 北洋军团损失惨重 哎 也不知道军团能够补多少 通用的重生道具就不便宜了 想要恢复过来更是要三个S级剧情点 徐悦也是叹了口气 跟着说出了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就算是军团的底蕴 也不可能给我们补满的 特别是通用重生道具 那是各位巨博也能使用的东西 战略级道具 唐宝朝也是有些叹息 这一次就算能补回一些损失 也得苟一段时间了 随后他还同情地看了徐悦一眼说道 没记错的话 你下一个应该是晋级任务了 这受到影响还真是损失惨重 是啊 亏大了 就在整个队伍都士气低迷 唉声叹气地跟着前进之后 最前面看到了急报的陈怡 反倒是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原本那种勃然大怒 恨不得杀上帝都的表情也全部消失 这种变化也让所有人都表情一愣 怎么回事 都这样挑衅了军团还不准备报复吗 不可能吧 最后还是地位最高的袁克定沉重地开口说道 陈次长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可可是总帅亲自来电的消息 嗯 你们的死亡他已经知道了 但陪同你们一起死亡的还有着蜻蜓的诸多新秀 陈怡古怪地咳嗽着说道 而袁克定文言后也是满脸傲然之色 理所当然道 这是自然 傅帅当时已经入京了 蜻蜓对我们动手 那他们的新秀也得死 而且我们还应该继续发动 崽田也死了 最后都不知道是谁动的手 初不估计是 崽田这跛脚皇帝想要做些什么 然后玩脱了 引起国运反噬 他的确是什么疯狂事都做得出来 陈怡依然还是满脸的古怪 原本的怒气全部消散一空 甚至有些想笑 这一次来说 莫名其妙的北洋方面 转翻了好不好 单单双方新秀互换也不会亏多少 再搭上一个蜻蜓中间力量的光绪 嘖嘖 这次你们都立下了大功 所以一切损失军团百分百承担 陈怡看着眼前同样猛逼的众人 还宣布了一条相当振奋人心的消息 北洋虽然底蕴没清廷后 但清廷几次阻击都是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 还没有成功 这一次莫名其妙就赚了个皇帝 咬咬牙全部赔付也是应该的 最开始没打算全赔不是赔不起 而是比如通用重生权限什么的都留给巨博们 现在的话以这种功劳几点出来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第1039章 准备工作 给 这是你的 说实在的这次你们精锐轮回者级别的赔付价格还更高哦 因为涉及的巨额赔偿 这次是由陈怡亲自作证进行发放 再补了徐悦一个命侠和三个S级剧情点 让她解除虚弱后 陈怡脸上也是带上了一丝叹息 对于许多轮回者的赔偿也是有类别的 比如如果你当场解除死亡虚弱的话 那当然是全部赔付给你 如果你觉得不划算 只想要解除部分的话 那也行 多余的任务点会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给你 比如一个S级解除部分虚弱限定 以应对绝大部分问题 还能休假一样的苟一段时间 无需考虑军团任务 另外一个S级收入囊中 这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大部分乱入者甚至资深乱入者 每次任务空间的收获都是以A级来计算的 甚至当初在欧洲落魄的德国雇佣兵 总架一个S级都可能来卖命 所以这种选择完全有的赚 这样军团也能省掉一个S级 成员自己也不亏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选择 不过徐悦借口下一次是晋级任务 要全力以赴 所以直接选择了恢复完全状态 当面使用空间契约进行了验证 所以算起来徐悦这边的赔付倒是最多的 没办法呀 下一个是晋级任务 而且我还肩负一个另外的重担 不是吗 徐悦笑着对陈一说道 让后者也点了点头 法国那边联姻的情况 她多少是知道点的 然后伸手拍了拍徐悦的肩膀说道 加油 我看好你 成功之后肯定还有额外奖励 我会努力的 对了 你刚刚回国不久 认识的人还少吧 下一个晋级任务 要不要我帮你物色物色 陈一回头笑着说道 不介意卖一个人情给徐悦 我的实力应该还算不错吧 希望是一些强力点的队友 徐悦并没有直接反驳 只是稍微带了一句 多少 自己现在也是已经有着乱入者的实力了呀 碾压绝大部分的精锐轮回者 哈哈 放心 会主动想要完成晋级任务的精锐轮回者 实力多少也都达到门槛了 或许比不过你 但差距不大 而且 你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其他人想要突破门槛 大多都是多次任务的老资格了 正好互补 差距不大就好 麻烦你了 光绪撬辫子了 当然是一件大事 而且还是涉及到了清廷的门面 可奈何老佛爷都亲自出手查找原因了 结果连那个什么店的存在感都完全消失了 还查个什么查 从间接情报各方面都指出 是光绪借助前面那惩罚任务转移的视线 自己想要作死做点什么的 所以也只能不了了之 但毫无疑问 原本北洋和清廷的那点表面遮羞布 也已经全部撕裂 甚至在徐悦休养的时候 北洋还在某次任务空间当中试探的反攻了清廷一波 想要趁着光绪还未恢复做点什么 保密程度很高 但因为动作太大的关系 所以还是有些风声传来 好像没占到什么便宜 但也没吃亏 当然 这些是对徐悦而言 也就是消遣看看了 法国那边联姻的事 也因为近期的风起云涌而暂时的搁置 而他这段时间 也联系了一下太平道的黄文金 给了他一点内幕消息 让他带点太平道的中间 在自己这一批次进入骨头王的世界活动一下 军团阵地的好处 他可是已经见识过了 一群杂鱼合力起来 竟然能破自己的防 当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力量了 而且可能还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军团阵地 只是军团阵地的阵途稀少 而且每次使用的代价太大 才是甚少出现而已 一般都是集团作战的时候才会启动 但路易点到企鹅商会也是可以的嘛 现在能发展到这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自己发展哪里有说够快 太平道就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这次晋级任务真的要拼一把了呀 相对其他晋级任务 这次对实力的要求没有这么高 反倒是考验经验与综合能力的因素更多一些 蹲在军营的一处营帐当中 三道人隐聚在一起 其中一位嘴里咬着牙签的精壮男子 用拳头撞了下掌心 似乎是下定决心地说道 嗯 以我们三个的老资格 拼一把可能性应该是不低了 一个抽着大烟 吐了两口气的高瘦烟鬼 很是沉稳地说道 就是不知道 上面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什么人 据说是一位精锐轮回者 就拥有着乱入者实力的天骄 其实我觉得 还不如多配一点 有过那个任务经验的普通精锐来配合 就可惜上一次战斗好像亏损也不小 另外 一位眼角有着一条刀疤 矮小惊悍的男子 稳重地说道 而且他应该是有着之前军团 和蜻蜓刚一波的一点内幕 知道损失情况 所以这一次任务 并没有再额外的辅助安排了 能够开始尝试 但是 进行乱入者晋级任务的精锐轮回者 地位可是要比寻常轮回者高得多 虽然还比不过那些天之骄子 但也不会差多少了 天才终究只是少数 更多的还需要这些骨干来衬托 嗨刘哥你担心什么 以你的能力来说 这次肯定是稳过的了 我们两个就有点头疼了 那烟鬼笑了一声 吹捧了一句 被称作刘哥的短小精悍男子 是三人当中各方面能力都最强的 在他们眼里 这一次已经稳稳的可以晋级了 完美契合这一次晋级任务 是啊 虽然那个新加入的实力上肯定很强 但这种天骄也有着他们的通病 对于这种类别的任务 恐怕还真会水土不服 最开始开口咬着牙签的精壮汉子 也是哈哈笑了一声 不过就在此时 营帐的门也被打了开来 徐悦的身影也是走了进来 同样笑呵呵地说道 会水土不服的 我还真是对不住了呀 这声音的出现 让场面瞬间有些冷场 开始开口的那位精壮汉子 也感到了有些尴尬 本来只是吹吹牛皮的 随便调侃两句 哪里想得到 就被施主给听到了 背后说点小话 是每个人都有的 但被施主听到了 那就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终究是他理亏 真是晦气啊 后面还要合作的 这该如何是好 虽然他嘴巴上 好像是对徐悦有些不屑一顾 但他心里清楚 对方的实力 绝对是完全压制自己的 甚至自己和烟鬼 两人合力都不见得能讨到好 未来潜力更是要好得多 就在他想着 应该如何化解这尴尬的时候 还是三人的老大 留想开口了 徐悦兄弟 我可是打听了一些你的消息 都说你是值得依靠的好队友 乐于助人 脾气很好 现在看来应该是真的了 开口就是带着一定的吹捧 似乎也是想要挤兑的徐悦 拉不下脸来生气 对于这种评价 徐悦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而后谦逊的说道 哪里都是大家过奖了 我们都是下次任务的队友 我怎么会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先都认识一下吧 简单的介绍介绍能力 我先来 我擅长投影魔术和机甲 远程 近战 侦察 防御各方面 应该都略懂一二 呦 全能行的呀 那适合团队当中的摇摆位 伺机而动 哪里需要 就支援哪里 我叫李乔 擅长侦察 暗杀和收集情报 那个最开始口哗哗的精壮男子 变魔术一般的手上 便出了一把匕首 玩弄了灵巧华丽的刀花后说道 虽然对于对方大言不惭 虽然什么都略懂一二 有些不屑一顾 但毕竟开始不小心说小话被听到了 现在也是想要尽量弥补一下 所以表现得很配合 我是霍剑 大家都叫我烟鬼 擅长迷幻 精神攻击和拷问 队伍里还负责远程攻击 烟鬼咧嘴笑着 露出了一口的黄牙 嗯 我是刘响 擅长格斗和正面迎敌 短小精悍的刘响 也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许悦观察了一下 论实力来说 前两者都是介于精锐轮回者和乱入者之间的层次了 属于有可能通过也有可能刷下的那种 而刘响则算得上市稳稳要迈入乱入者门槛了 通过晋级任务的可能性很大 一旦通过吸收完这次任务的好处 就又是一位新晋大佬 中规中矩的队伍吧 打打烟雾但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初始身份是啥 不过本来几人之间就有着综合名望的隔阂 开局不在一起也正常吗 留个通讯方式就行 第一千零四十章 开局 Igisil是一款2126年开发出的沉浸式DMMORPG游戏 本身也是游戏世界术的名称 Igisil上每一片叶片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有一天突然遭遇到了神秘的魔物袭击 一片片的树叶凋零掉落 形成了一件件的世界道具 而最后也只剩下九大世界 有趣的是 有一处异世界莫名的和Igisil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片异世界当中 差不多每间隔百年 都会有一批玩家带着自己的账号能力穿越进入 许多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六百年前 第一批玩家号称六神 带领着人类抗击掠使者 成为了异世界的神明 不过因为种族问题 其中五人逐渐老死 只留下了一位死灵族的玩家死神 第二批玩家 是号称八玉王的八名心智还不健全的年轻人 他们是带着整个工会模板穿越而来 甚至综合能力可能比Overlord原本的主角飞蜀还要强大 利用世界道具五行像刻篡改了异世界的规则 推广了阶位魔法 并压制了原本存在的始源魔法 大大的削弱了原本异世界最强种族龙族的战力 然后开始隐瞒力统治世界 近乎于将龙族全灭 并且还击杀了上一批最后仅剩的玩家死神 然而因为心智的不成熟 所以最后八玉王死于内斗 第三批玩家还未出名 就被仅剩的少有龙王之一暗藏龙王击杀 并夺取了装备道具 而后面还有讨伐魔神疑似前面玩家创造的NPC的13英雄队长 也是玩家穿越 而且应该是小号状态穿越 这次是小号状态穿越 利用战级的形式成为了强者 留下传说 可惜因为误杀队友内就不接受复活 最后一次便是Overlord的当代主角 游戏官服时斜大坟墓穿越而来的飞鼠 有趣 睁开了眼睛消化吸收了自己身份信息 参照对比了一下原本对这世界的理解后 徐悦嘴角也泛起了一丝笑意 原本的话 《异世界》与Itrasil游戏 只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身还是有着差别的 但自己过来后 却发现这个世界本身 似乎开始与Itrasil关联融合了 本来只算一界的一世界 本质上似乎融合了Itrasil 剩余九界的力量 那股厚重的世界意志 压迫感就连自己也得正色 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效果就是 无论是谁来到这个世界 所能够造成的破坏力 都会大幅度地受到限制 力量越大破坏 越大受到的限制就会越大 除非 实力可以达到自己的这种层次 达到足够和这庞大的世界意志 相抗衡的层次 敲了敲手指后 徐悦似乎也和那股厚重的意志 互相进行了妥协 这个世界是值得深度开发的世界 有可能还会多次进入 所以暂时 他也没想要和这遵循这自身规律的世界 意志撕破脸 第七位神 这就是徐悦这次任务 空间当中的身份 当然 徐悦综合名望虽高 但却并不可能达到真正六神的地步 虽然《教国历史》隐秘记载当中 也有着这第七神的踪迹 但因为是小号穿越所以 光辉完全被另外六大神所掩盖 根本就没有神迹流露 甚至还不如六神制造的一些丛神 在八玉王之乱的时候 先天种族作为新生泰坦的徐悦 已经陷入了沉睡当中 直到现在变成了幼年状态醒来 消化完信息推开厚重的棺木 从棺材内出来 下一刻一道耀眼的光辉 便直接照射在了徐悦的身上 一股蛮横而恐怖的灵魂波动 朝着他体内涌来 绕是以徐悦如今的能力 在面对这股庞大的灵魂波动后 也需要重视 不过当然 也仅仅只是重视 无形之手狠狠地抓住了那坚韧而庞大的灵魂之力 随后狠狠捏紧 噗哧至一声 那浩瀚堪比凡人 世界意志的恐怖波动 便被完全碾碎 而后毫无顾虑地分解吞噬 纳入了自己的体内 虽然因为猝不及防 加上攻击力量有些庞大 碾碎攻击吸收了的徐悦 脸色表情也显得有些苍白 多少也受了点伤 但也就仅此而已 睁开眼睛 便是看到了眼前 正满脸猛逼 看着自己的一位勾楼老者 此时他手上正有什么东西 化作尘埃破碎 消散一空 倾国倾城 见到了这老者后 徐悦脑海里也逐渐捋顺了思路 随后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不满 真是该死 等等 未等着老者有什么反应 徐悦挥手便将他化作了尘埃 自己刚刚抵达 和这庞大世界一致扯皮的时候 大概就形成了什么波动 引起了思联教国的注意 然后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清国倾城的使用者凯瑞便是带着 思联教国的世界道具下来了 这可是世界级道具 圆柱当中连满级的夏提雅都完全中招了 直接被操控 等他失血过多死了 才是将夏提雅变成了野怪 也就是啃了好几个世界意志 本身身为泰坦的自己可以强行抗而已 这是当年六大神一流下来的神器 没想到这个小老头野心竟然这么大 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沉睡在这里的 大概是明白第七位神可能要苏醒了 所以才是直接做出了如此举动 教国是以宗教和信仰立国的 不过显然在教国的高层眼里 不管是六大神还是七大神 都是活在传说当中最好 代替他们行使神之威严的是神官长 所以这一次凯瑞连七黑圣典的成员都没带 因为七黑圣典当中有着一些真正的信徒 直接自己偷偷摸摸地下来了 或许也是对清国清城充满了自信的缘故吧 这种开局也是让徐悦有一种逼了狗的感觉 看上去开门就吃了一口饱的 但清国清城这件世界道具留下来的好处 显然比吃掉要大的多 不过算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无所谓 难怪会安排一个这么高大上的初始身份 嗯 想要将这身份最大化利用 当然就是以绝对力量镇压思连教国 成为他们的真神 吸收信仰捕获国之气韵 不过 暂时还不急 先初步地了解情况再说 总需要一些配合的 从关内爬出 下一刻 徐悦便是面容一阵变化 化作了凯瑞那糟老的样子 顺着楼梯向上走去 第1041章 深浅 六色圣典是思连教国之中的最强直属力量 对应着六大神的强大部队 其中以对应存活最久也是实力最强的死神七黑圣典小队最强 七黑圣典的进入门槛都是英雄街 随便一个寻常的成员甚至就有着乱入者以上的实力水平 乃是教国甚至人类的最强力量 而今天的七黑圣典却又将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队长 有心人啊 是不是要测试一下 一名身材魁梧 拥有着巨大盾牌的男子 看着一脸温文尔雅表情的队长 有些无所谓地说道 话说回来好久都没有新人加入了呀 另外一位长枪男子双手靠在脑后也显得有些好奇 被他们称之为队长 有着七黑圣典称号 号称我一人就是七黑圣典原本性格自大 但现在却又满脸温和的男子 在听到了队员们的声音后也抬起了手压了压 示意他们不要暴躁 再怎么也是上面直接指派过来的 多少也得给点面子 暂定13席吧 称号吗 先随便安排个闪光吧 以后再看情况定 嗯 我们是七黑圣典 就黑色闪光吧 七黑队长敲了敲手 一副就这样定下来的样子 而随后 一道人影遍已经从大厅进来了 正是脸上表情有些微妙的徐悦 没想到这么绕一圈 你都还能给我安上这种称号 真是了不起啊 借着凯瑞的身份 徐悦自然而然的是见到了教国的高层 然后和他们友善地谈了谈完成了将第七神加入圣典教义当中的谈判 只是时间方面不能一蹴而就 要一步一步来 毕竟这是关乎于信仰更改的事 要知道六大神之后 可还有着更强的八玉王的 但教国的人 却压根就没有信奉他们 这其实 代表着纯粹的蛮力要改变这一点花费的精力可能还更多 强压下还会有着抵触 那不如温水煮青蛙的慢慢来 在教国开始修改教义的时候 徐悦也正好混一个七黑圣典成员的身份 也方便在大路上行走 不过 这才刚刚空降过来 就听到了这么一个称呼 教国三位觉醒了神灵血脉的神人之一啊 七黑圣典的神人队长 能硬抗夏提雅便身后一击无损 绝对是属于这方世界最顶尖的一小撮了 就是取称号的水平太差了点 黑色闪光就黑色闪光吧 也算是个有纪念意义的称号了 来 大家都各自认识一下 我就是你的队长 七黑圣典 有点谦逊气息的神人队长 对着徐悦伸出了手 压根就看不出 他以前是那种 我一个人就是七黑圣典的中二狂徒 性格方面似乎是温和的多了 而随后时间乱流 艺人师团 占星千里等等成员 也都和徐悦简单的认识了一下 正是认可了他第十三席的席位 整个七黑圣典就只有我们这些 没有其他成员了吗 大体上都介绍了一下后 徐悦也随意的左右观望了一下 一些辅助成员当然还是有很多的 不过对于你来说没什么需要认识的意义 你可是上面声称接到了神域亲自安排的成员 神人队长依然还是很温和的说道 哦 听说还有个边外成员的 徐悦有些疑惑的说道 话音落下就让原本表情温和的神人队长表现的 有些尴尬了起来 那位边外成员可是帮他治好了老子天下第一病症的医生 小孩不听话了 打一顿就好的那种 如果是你的话 可以 神人队长深深的看了徐悦一眼 随后便是伸手对徐悦示意了一下 看得旁边的其他成员都感到了很是惊讶 总感觉今天的队长有些不太对劲啊 虽然他的自大狂性格好像一夜之间就好了 可也不至于这么好说话吧 看来你知道我是谁 这还敢给我随便取称号 真是勇气可嘉 侧头看了神人队长一眼 徐悦很是随意的说道 但莫名其妙的他的话好像其他人都听不见一般 让神人队长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沉默了下去 带头走在了前方 作死的边缘试探可真刺激 教国阴暗的地下教堂当中 看上去有些阴森冰冷 已进来时的隐秘情况 这里应该是属于教国的重地 然而跟着神人队长进来后 这里却是连一位守卫都没有 只能听到前面漆黑盛典行走时 铠甲的震动声和回声 诶 今天你怎么过来了 一道好似完全融入黑暗的月儿 清脆声传了过来 随后一位正把玩着魔方 精致的不似人类的美丽少女 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一半黑色一半银色的头发 看上去却异常的协调 瞳孔也是对应的两种不同颜色 被头发遮掩的耳朵若隐若现 是精灵 不 是半精灵 同时拥有着精灵以及神人血统 人类乃至整个异世界最强占力 全副武装 可以击败裸装夏提尔的漆黑盛典边外席 守护六大神遗留神器的绝死绝命 也是第二季动漫第一季出现的 那个有点神经质的女孩 神官掌门的新协定 你都不知道的吗 神人队长老老实实说道 当初的中二病可就是被对方治好的 他没有兴趣再来一次 我没兴趣 又出什么事了 绝死绝命 依然把握着手上的魔方 不过无论他怎么拼都只能拼出一面来 一脸无所事事的样子 神官掌门准备将第七大神也推出来了 第七大神 绝死绝命拼魔方的修长手指都顿了顿 似乎终于来了一丝兴趣 我倒是从典籍当中看到过 当初的确是有七大神一同降临 不过应该还达不到神的实力吧 甚至不如从神 绝死绝命本身的实力也可以说是接近于神了 对于那最后一位最弱的神并不怎么感冒 他最近苏醒了 苏醒了 这样的吗 那他 绝死绝命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然后歪着小脑袋看到了旁边的徐悦身上 眼中闪过了一丝饶有兴趣的神色 就是你是吗 我们的第七大神 六大神分别对应光 暗 水 火 风 土 实力也是无庸置疑的 现在徐悦这第七位冒出来 当真也是引起了绝死绝命的兴趣 没错 就是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雷电相关的 所以 给他取的称号是闪光 神人队长点了点头 让徐悦也不由翻了个白眼 原来是这个原因是吗 哈哈 真是有趣 这么说 我们的神官长大人也得增加一位了 黑白少女捂着嘴轻笑着 眼神变得越来越光亮 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突然答应这个 怎么 你似乎也想要理解一下 徐悦似乎压根没怎么在乎 两人这边讨论自己 脸上 反倒是露出了笑容 自然 半精灵 少女巧笑嫣然 似乎让整个阴暗的地下室 都变得温暖了起来 那个 我出去看看 你们别把这里拆了 神人队长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美好的回忆 不由咽了口口水 当初 自己可是被打得很惨的 还是躲远点好了 第1042章 行动 两匹骏马在道路上奔腾着 骑在马上的两人都是带着防沙用的斗篷 包裹着全身 不过从轮廓上能够看出一位纤细娇小 另外一位则是刚毅挺拔 岳大人 只是小事而已 有必要您亲自去一趟吗 绝死绝命用带着些许狂热的语调 用那独有的空灵清脆声音说道 为了试探一下徐悦这第七神的实力 绝死绝命很自然的和他切磋了一下 结果自然就不用说了 直接叫嚷着要生猴子了 嗯 这就是绝死绝命本来的话 打赢他的第一个雄性生物 不管是不是人都愿意和他生下孩子 有必要 那里会有点有意思的事发生 马匹上的徐悦 语气很是平静的说道 一边分心这里赶路 另外一边他的感知 却是升华到了这片世界的高尾当中 试探性的和这世界一直做着简单的沟通 当年巴欲王利用世界道具五行相克 强行更改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推广阶位魔法 而徐悦本身作为创世泰坦 拥有五龙的各种特色 编织魔王改造世界也同样是他的能力之一 这些天 他便是在尝试着将魔王的处须 一环套一环的扣在这个世界的阶位魔法之上 他并没有想要改变阶位魔法的属性 但却想要让自己的魔王取而代之 这以后如果要发展信仰 第一步所有的魔法勇唱者都将会成为自己的信徒 而且通过魔王强行连接阶位魔法 徐悦本身也能较为轻松地读懂这个世界的所有魔法 这本身绝对是一件有意义的工程 当然虽然读懂 但也只会选择性地进行学习使用 空间的收费依然还是无孔不入 本来的话 他闷头待在教国先将魔王构建好就是了 不过因为听说阳光盛典接到了要去击杀王国战士长的任务 已经出发了 想一想 这好像是古王的初次登场 自己还是要赶过去的好一点 以古王那占据了绝对实力 都还一直在和空气斗智斗勇的谨慎程度来看 自己只要在他第一次出击的时候 吓唬他一下 给他一点苦头吃 那估计他自己都能脑补出一场大戏 后面的行动也会变得更狗起来 所以这一次出马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家小镇的旅馆当中 刚刚用完餐的绝死绝命 便是扑哧扑哧的缩进了徐月的房间 一副要商量事情的样子 月大人 我们要赶上他们的话 直接飞过去不是更快吗 为什么一直骑马追 这样的话 大概还有一天的时间才能追上 没什么 正好沿途看看风景 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更高维度 在那充满了线条秩序感的魔法支援中 构建魔网 只沉醉部分经历到现世的徐月 也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在构建魔网的时候 他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那就是原本就有一件奇怪的物品 似乎同样连接记录着所有的魔法 虽然只有着记录的功效 但也相当独特了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道具 能够自动记录世间一切魔法的无名咒文书 只能说不愧是世界道具 每一种都有说不出的古怪功效 那么 不知道月大人愿不愿意再欣赏欣赏另外的风景呢 精致可人的黑白少女 伸手拉住了自己衣服的丝带 似乎就准备解开 那种带上一丝丝笨拙的勾引姿态 反倒是更加添加了一种无形的诱惑 然后被徐月按着脸拎着厚颈皮丢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没空 我要研究魔法 加快步伐 袭击下一个村庄 我们的猎物快上钩了 尼根 古利德 露音 阳光盛典的队长 教国的实力派强者 自身实力 能够召唤出监视全天使这级别的随从 为自己战斗 再加上他本身的魔法辅助 是能够轻易压制裸装战士长的存在 原著当中看上去 他刚刚出场就变成了杂鱼 但其实他已经是异世界的强者了 特别是此时身上还带着可以封印技能的特殊道具 里面封印着能够使用七阶魔法 轻松毁灭一城的微光主天使 更是能够让他在大陆上几乎畅通无阻 所向披靡 指挥着自己下属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意气风发 这次他率领阳光盛典小队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击杀那个为王国训练精英的战士长 这一次有着王国内部贵族出卖出来的情报 能够轻易地知道他的踪迹 而且也知道他携带的队伍不超过50人 本人也并没有带上国王赐予的魔法装备 只要能找到他本人 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解决 甚至都不会损失什么人手 亨只会战绩的莽夫而已 另外一边 那萨利克大坟墓 古王飞鼠也已经初步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 有着死之统御者的种族特性的他 能够轻易地压制住自身的各种情绪 从而保持冷静 而且还会持续影响 让他变得越来越无情 越来越冷漠 不过刚刚穿越过来的他 却还隐约残存着一些身为人类的人性 在那萨利克大坟墓四周已经完成了改造 对大坟墓进行了足够的隐蔽之后 他也抽空开始锻炼起一件可以收集情报的道具了 远端透视镜能够观察那萨利克大坟墓四周环境的道具 飞鼠作为一位出色的玩家 本身的实力只能算是中上 但借助道具以及自己对情报的收集分析能力 PVP的情况下放弃第一场的胜负收集情报 能够近乎于一直保持连胜 这种特长的情况下 也导致了他对情报的重视 对情报战的重视 也是会导致他经常与空气斗智斗勇的根本原因 咦 这是屠杀吗 看装扮并不像是山贼 飞鼠看着画面当中 卡恩村的画面似乎是感到了有些惊讶 最终还是决定过去一趟 收集一点情报 同时还召唤了血最后的雅尔贝德一起跟随前往 卡恩村此时正在经历着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全副武装的骑士对上手无寸铁的村民 根本就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 而这其中有两道身影纱的最欢 真是磊弱啊 不过这个世界感觉对我们有点压制 运动起来总觉得有点不顺手呢 正好需要适应一下 其中一道人影轻而易举地击杀了一位村民后 满脸都是满不在乎的神色 任务空间的土著而已 根本就没有人权 这个我听说过 好像这个空间动用破坏力越高的能力 受到的约束就越大 我们这种滋身轮回者算是好的了 只是有点不适应而已 大佬们需要适应的时间要更多 另外一道人影 也反手将一位村民斩成了两截 擦了擦脸上的血水 嘿嘿 那是说拉近了我们和大佬们的差距吗 想得美 大佬要碾死我们依然还是碾死的 不要幻想着可以抗衡 不过因为攻击范围变小了 所以如果有人吸引火力的话 我们应该也有逃跑的机会 另外一人似乎是对这个空间有着一定的了解 不过我们这次也真够走运啊 本来只以为是教国随军的一次行动 但没想到有阳光圣典的人配合 这可是教国最大战力的六色圣典啊 一边想到这里 两人的动作也愈发的卖力了 如果任务完成的好 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被吸收进入那强大的小队里的 别的不说 教国各种独特的魔法 就足够谎花两人的眼睛了 教国六色圣典小队的队长 王国战士长 帝国四骑士 这就是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个任务 空间的顶尖站立大体情报 不过可惜 教国阳光圣典全灭的这种被遮掩的消息 却不是普普通通的轮回者可以打听到的 正在他们杀得欢快的时候 伴随着一阵由远到近的惨叫声 一位伪装成帝国骑兵的全身台土著队友 便是从天上落地 并且在地上一阵翻滚 整个盔甲都变形了 挤压着里面的血水流了出来 死得不能再死了 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两位滋身轮回者反倒是眼中一亮 这是有情况啊 能够一击将人打飞 这种实力相当不俗啊 从攻击的力量程度来看 刚刚好是我们两人可以应付的范围内 轮回者对付同等级的土著 配合着我们的道具和人数优势 那肯定是能够尝试攻略一波 说不定就能进入阳光圣典队长的眼里 然后被吸收进去的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便是飞快地调整了方向 朝着之前被击飞的方向冲去 然后就看到了一道巨大的漆黑身影 正在不断屠杀 击飞着那些和自己两人一同过来的士兵 看着那随手一击 就能起到之前战果的怪物 两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事情 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啊 对手比想象当中要强一些 被创造中皆不死者 死亡骑士召唤出来的不死生物 本身可是有着35级的综合等级 理论上是和裸装战士 长一个层次的强横存在了 不过死亡骑士本身是肉盾属性 攻防严重不成比例 所以之前随手一击打出的攻击效果 才会让两位误会可以尝试上一下看看 第1043章 生路 死亡骑士 中阶不死生物 当然中阶也只是相对于 老骨和大坟墓的守护者来说 放在当前这个世界的话 妥妥的是BOSS级别的怪物了 哪怕号称人类最强魔法勇畅者 帝国首席宫廷法师的弗鲁达 都无法控制死亡骑士 本身除了攻击力和速度 是短板外还具备两种特性 第一是宾死保护 受到致命一击强制扣成一血 哪怕老骨攻击都得打两下 第二就是被死亡骑士杀害的生灵 会亡灵化 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肉盾单位了 打牵制和吸引力火力一流 还能制造出新炮灰 真正知道死亡骑士底细的话 区区滋身轮回者绝对是不敢打注意的 就算是精锐轮回者小队 也只有顶尖的一小撮 并且有着克制能力才可能对付 只是可惜 对于这两位不断躲在远处 观察着怪物的滋身轮回者来说 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只有平坎 应该没有远程能力和魔法 力量强大 速度也出人意料的快 不过体型庞大 躲闪能力不足 作为资身轮回者 收集情报的本能还是有的 正好这里还有着伪装成帝国骑士的 教国士兵们成为炮灰 进行牵制的同时 还在不断的暴露出死亡骑士的特点 最终两人也是凝重的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 这个对手值得一战 也只有这样的对手 才能体现自己两人的价值啊 那么 来吧 好 其中一人咆哮了一声 脚下大地的泥土石块 便是突然朝着他身上包裹而去 而后越来越大 最后竟然达到了比那死亡骑士 还要高出三分样子 能够拥有着这种能力 放眼资身轮回者当中 也绝对是个狠角色了 而另外一人 便是迅速后退 躲在了土巨人的同伴身后 然后拉开了弓箭 明明手上什么都没有 但却自动的出现了白色灵光的弓和箭 然后朝着死亡骑士直接射去 啪击 光剑撞击到死亡骑士身上 连个印子都没留下 就直接破碎 让射出箭矢的轮回者脸上 骤然一蒙 而还未反应过来什么 那受到攻击的死亡骑士 便已经咆哮着朝着两人这边冲了过来 窝草 好快 比开始要快好多 还有 那是什么鬼防御啊 我的最强破甲一击 哪怕是精锐轮回者中招了 都得中伤好不好 本来看着是个靶子 肯定可以中的 但结果中是中了 却变成了这个卵样子 这防御立范规好不好 这是传说中的绝对防御吗 一时间两位轮回者心里 都生出了一种高山扬指的仰望感 好像双方级别差距比想象当中要大 还大得多啊 死亡骑士虽然攻击力和速度是短板没错了 那是相对他自己的等级而言 哪怕面对精锐轮回者都算是快了 更别说两个资深轮回者 眨眼间就已经缩短了三分之二的距离 还好那土巨人轮回者反应快 当即便是一个高仇恨的挑衅 并且伴随着一技重拳砸在了死亡骑士脸上 虽然速度远远没有死亡骑士快 但却仗着自己的大块头和攻击成功吸引到了骑士线 而本身就是作为肉盾属性的死亡骑士 显然战斗技巧里并没有游走攻击这一项 不然靠着自己的速度都能直接让这笨重的土巨人攻击不到 可即便如此 他那同样和自己等级不匹配的超高防御也完全体现了出来 土巨人明明是作为攻击者发动的一拳打在他身上 却是反过来自己的拳头破碎变成了碎片 死亡骑士反倒是毫发无伤 卧槽 你开挂 如果说开局两人还是战意满满的想要拿死亡骑士祭旗 那现在是什么想法都没了 反过来被死亡骑士砍了一刀 差点直接被劈开了沿土铠甲后 这位土巨人轮回者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直接在土巨人背后开一个洞钻了出来 留下那土巨人的躯壳干扰视线 想要逃跑 可惜那躯壳并没有坚持多久 三两下就被拆掉了 而他却还没逃出安全距离 就在死亡骑士一跃而起想要将其斩首的时候 一道声音便是传了过来 到此为止吧 随后一位戴着可笑面具 身穿华丽宽大发袍的人影 便在一位体态婀娜的全身凯女骑士的守卫下 出现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前 两位滋身轮回者 看着新出现的两人 和那文言后停下来的死亡骑士 眼中也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可能 这个让人根本就生不起反抗之心 连房都破不了的怪物 竟然只是别人的随从 那他本人又有多强大 难不成是和王国战士长同级别 甚至更强的魔法涌唱着吗 这深山老林的 竟然隐藏着这等级别的爵士强者 初次见面 我是安兹沃尔公 如你们所见是一位魔法涌唱者 老谷阻止了死亡骑士的举动后 便是眼神扫向了现场所有人 最后在两位轮回者身上 停留了片刻 好古怪的力量 从未见过 虽然雷弱 但却引起了他的一丝丝忌惮 最普通的小冰冰而已 竟然就有着这样质量的士兵 以此推断其上层战力来说 恐怕不弱啊 也正因如此 他才准备暂且放他们一马 我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帮我转达给你们的上司 你们的四主 如果敢在附近生事的话 便是与我为敌 突然捡到的小命 所有的士兵和两位轮回者 当然是连装备都不要了 一生都不敢多坑 完命的逃跑 转了转了 这可是情报啊 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 有着一位疑似堪比王国战士长的魔法勇唱者 情报回去卖给军团 岂不美滋滋 而且这一波自己两人也体现出了价值 恐怕也能够邀功一波了 什么人 一位阳光盛典的蒙面勇唱者 利用情报戏魔法 察觉到了后方那没有掩饰 高速骑马接近的两人 脸上也出现了戒备之色 并且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 这次队伍的任务可是机密 断然不可以让人扰乱 所有碍事者都得死 不过在看到了两人长袍上 那熟悉的符号后 这位勇唱者还是稍微松了口气 是教国的人 漆黑盛典的人 虽然分属不同 而且漆黑盛典的人 大多都很是傲气 私下里关系也很一般 但总归是自己人 具体怎么 还得要队长来定夺了 听到属下的汇报 尼根 古利德 录音也亲自从队伍当中出来 虽然算起来 他作为阳光盛典的队长 好像是与漆黑盛典队长也平级 但他自己心里清楚 两对实力的巨大差距 漆黑盛典 只要是有名有姓的席位官 那就最少都是英雄级的门槛 这是祖国还派了援军的吗 初次见面 尼根 古利德 录音队长 我是漆黑盛典新上任的第十三席 你可以称呼 我为黑色闪光 这个是边外席 我的跟班 将头上的东帽放下 露出了自己的面容后 徐悦改变了相貌的脸上 也露出了阳光般笑容 因为初始身份是七神 所以对神人队长 还有决死决命这些知情者 还是直接以徐悦的身份来交往就是了 对于其他的吗 这个代号好像也不错哦 而就在这个时候 阳光盛典的队伍前面 也出现了一阵骚乱 似乎是有士兵溃逃出来了 第1044章 再接再厉 魔法勇唱者 哼指一群废物 尼根、古利德、录音 见到狼狈逃回来的那群士兵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厌恶的神色 一群外围的垃圾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本来他们的作用就是制作陷阱当中的诱饵 现在诱饵都逃回来了 还要他们有何用 最关键的是 这群家伙刚刚好让自己丢脸了 虽然来的人是最强漆黑盛典的成员 但毕竟只是区区第13席和边外席而已 论地位自己还是有压倒式的优势 在他们眼前出丑 真是不可原谅 个人认为尼根不知道绝死绝命的存在 不然看到骨头打爆全天使 也不会这么惊讶了 对60-70左右的威光主天使 也不至于这么推崇 尼根队长不要这么急躁吗 他们好歹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不是吗 不过就在尼根、古利德、录音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徐悦却是顺势开口求了个情 换来了那群残兵败将的感激眼神 特别是两位资深轮回者 本来还琢磨着回来 可以表现一把表表功的 但哪里想得到阳光盛典 竟然这么霸道 你难道就不问问我们碰到了什么吗 我们两人都还没开始吹嘘自己的表现的 还好有一个好心人帮忙拉了一把啊 叫国这一点倒是很好 虽然有很多狂热信仰的疯子 但的的确确也有许多真正的善良人 或者两者都是各国当中最多的吧 这也不由让两人松了口气 哼 既然黑色闪光阁下为你们求情的话 这件事就算了 还不滚回队伍里去 尼根、古利德、录音听到了徐悦的话 也算是有了个台阶下了 毕竟对方是漆黑盛典的人 虽然地位不如自己 但面子还是要给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老鹰便是盘旋在了队伍上空 抬头看到了传讯后 这位阳光盛典的队长嘴角 便泛起了一丝残酷的笑意 猎物已经上钩了 对于安兹乌尔公阁下救下村民的事 在下感激不尽 王国战士长葛杰夫 对眼前的老骨低下了头颅 很是诚恳地说道 作为一路拼杀上来草根出生的葛杰夫 和那些是平民如草芥的贵族完全不同 虽然自己在王国有着不错的地位 但却也会真正地为平民出头 否则也不会明知道是贵族的阴谋 还带着这一点士兵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在他看来 这是自己的职责 葛杰夫大人 我们被包围了 正在逐步接近 而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侦查的几位骑兵 便是迅速跑了回来 很是焦急地对葛杰夫汇报了起来 让葛杰夫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一路上他就隐约知道自己被针对 但又无法放任被屠杀的村民不管 现在看来 是隐藏黑手要动手了呀 虽然很感谢两位过来的援助 不过今天也请你们只管看就好了 弥根 古力德 录音站在一处山坡之上 看着下面已经被包围的村子 意气风发地说道 其实 阳光圣典本队的人数并不多 只有不到一百人 其他都是配合的外围 但队伍队人员的挑选 却是异常苛刻 魔法勇唱者 必须要能够释放第三阶魔法 才能加入进来 所以 也导致了几乎每一位成员 都能够召唤天使协助战斗 哪怕只是普通天使 也是攻防一体机动性强 是相当出色的前排 在辅助魔法攻击的配合 以及当前能够召唤出的天使数量 歼灭那个战士长 还有他带来的骑兵团 简直轻而易举 正好也让七黑盛典的 这两位看看 不是只有他们七黑盛典 才是最强 作为经常与亚人族作战的阳光盛典 也绝对不弱 杀啊 为了保护村民 吸引视线 葛杰夫带着他手下的骑兵队 直接没有丝毫掩饰的 朝着包围的最薄弱点 冲杀了过来 奔腾的马匹掀起了阵阵尘土 虽然人数不多 只有几十人 但却依然形成了一种 一往无前的气势 转翻了 没想到竟然是包围王国战士长 两位逃过一劫的资深轮回者 眼中出现了狂热的神色 看着那些召唤出来的天使 再看着下面冲刺而来的队伍 兴奋的只打摆子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看来幸运终于眷顾我们了 战士长没有传出过死亡的消息 这次可能突围成功逃出去了 但如果我们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的话 那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 也满满都是兴奋之色 自己两人当然不可能是战士长的对手 据说他一个人能同时使用六种以上的战绩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但这一次 几方占据着优势啊 阳光盛典的队长也在 还有着阳光盛典全员 比起战士长和他的简单队伍 这要强大太多了 只要找准了机会放冷箭 一旦成功那好处将不敢想象 就在两人想到这里的时候 前排的魔法勇唱者 也开始使用魔法惊吓马匹 将战士长甩了下来 而后直接用天使进行了突袭 在不使用战绩的情况下 葛杰夫的平坎一击 竟然无法破开天使的防御 不是无法破开 而是切入到一半的时候 竟然又被缓缓地排挤了出来 这是 看着眼前的变化 葛杰夫也是瞳孔一缩 天使是很强 哪怕是寻常天使 也不是普通精锐士兵可以应付的 但还不至于能够挡住自己一击才是 随后 他便是抬头看向了上坡之上 那一个与众不同 双手交叉 靠在小腹移动不动的大型天使 监视全天使在不移动的时候 能够为全体天使增强防御 就因为这个的存在 才让葛杰夫的普通攻击 无法直接解决这些普通天使 集中战器 一道战绩爆发 葛杰夫的攻击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轻而易举地 将原本没能击杀的天使一刀两断 然而他却知道 这次恐怕真的无法突围成功了 普通攻击击杀和靠着战绩击杀式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自己根本就坚持不了这么久 既然如此 那就不如让自己最后的光辉更加灿烂一些 即刻反射 流水加速 肉体强化 精神强化 各种战绩状态不断地朝着身上附加 随后一道六光连斩一击直接同时击杀了六只天使 给原本士气低迷的队伍注入了莫大的动力 不愧是葛杰夫大人 战士长万岁 高昂的士气 加上所有天使的主要目标都是葛杰夫 所以那些骑兵队还真的冲破了包围 突围了出去 对于这些漏网之鱼 阳光盛典队长压根就没有在意 一些杂鱼而已 远远没有眼前的猎物美味 葛杰夫是能够快速地祭拜天使 然而天使只是召唤物而已 只要永畅者们不死 就能轻而易举地耗死他 不费一兵一卒 嗯 奇怪了 这王国战士长好像压根就没什么逃生的希望啊 怎么感觉要被磨死了 是啊 战士长好强 但阳光盛典的队伍配合却是更强 两位资深轮回者 满脸都是猛逼之色 这和我们收集的情报有点不对劲啊 本来他们一直鼓足了劲 憋着想要等到葛杰夫突围的时候给他来一下的 但现在看来好像突围不了哎 装的 那吐血量不太像啊 呵呵 王国的战士长 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为了万无一失 最后一记一起上吧 尼根 古利德 录音对自己手下们给自己长脸的行为也感到了很是满意 特别还是在两个七黑盛典成员的围观下做到了这一点 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战果了 下令之后他还回头看了徐悦一眼说道 黑色闪光阁下 你以为如何 杀了战士长后我再去杀光村民 这样就没有目击者了 因为决死决命一直都是一副小跟班的样子 尼根 古利德 录音自然感觉到了那边外席地位不如十三席了 肯定也是以徐悦的交流为主 很不错了 不过希望能再接再厉 徐悦平静地点了点头 看着那场中不知何时和葛杰夫调换了位置的老谷 也露出了一丝莫名的笑容 第1045章 老谷的个人秀 老谷自带BGM的霸气登场 在徐悦眼里一股强大的无形波动充斥天地之间 但被他手上一枚戒指给隐藏了下来 身上缠绕着一种无形的规则之力 与世界之间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所以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都并没有丝毫察觉 这就是一百集的勇唱者吗 的确很强 徐悦眼中泛起了一丝赞叹的神色 虽然因为世界的独特规则 破坏能力一般 但单论那股气息来看 就是半神级的法师 再加上他一身的刻金道具 还有世界级道具 还真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论世界级道具数目来说 大坟墓有整整十一件 真的让他开始全部酝酿出来后 绕世徐悦也没绝对把握 到时候如果世界意志也趁机发难 还真会很头痛 当然 如果暴力开采的话 自己可以选择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杀了他 虽然老谷很耸很谨慎 但自己还是有信心做得到的 不过显然 这有些不划算 把他在还没发挥出来的时候给对了 自己拿头的难度来换那些好处啊 还是慢慢炸吧 就在徐悦那边暗自打量的时候 作为反情报达人的老谷 却莫名出现了一丝心悸感 隐约让他有些不安 不过还是看着眼前的所有人开口说道 私连教国的各位 我的名字是安兹乌尔公 如果叫我安兹的话 也将是我的荣幸 那个小村子和我还是有些缘分的 尼根 古利德 录音听到了老谷的话之后 眼中也出现了一丝嘲讽的神色 在作死的边缘不断地试探着 你是想要祈求我们放过那些村民吗 不不 我听到了你和战事长之间的话了 你们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想要杀掉我费心救下来的村民 你可知道我有多么的不高兴吗 老谷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道 让尼根 古利德 录音更是脸上露出了一种讥讽 然后转头看向了徐悦 卫卫 黑色闪光阁下 你听到了吗 他竟然说他不高兴 哈哈 多么不知天高地厚的魔法勇唱者呀 尼根 古利德 录音的确有自负的资格 强如战事长都快被他无损抹杀了 而他自己本身也是相当强大的魔法勇唱者 连间是全天使都能够召唤出来 再加上诸多的手下 哪怕是那位帝国的首席宫廷法师在这里 也肯定讨不到好 区区一个野法师而已 不过 两位资深轮回者 此时却是有些发毛了 开启小队频道小声交流道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 我也是 刚刚那是空间置换魔法吧 空间方面的能力啊 战事长没有这里被杀 显然是就出去了 也就是说阳光圣典小队失败了 之前他的召唤兽也没有出现 我看来比天使还强的 估计有两把刷子 两人可是和死亡骑士打过交道 还见过老谷一面的 现在虽然四周都是人 但却还是感觉阴冷阴冷的 尼根 古利德 录音先是拍着徐悦的肩膀 笑得潜伏后扬响 要和他分享一下愉悦 见到后者没多大的反应后 才是兴兴的收手 对着老谷说道 所以 你准备怎么办 乖乖献上自己的性命 我会让你们死得安详一些 哈哈 哈哈 老谷的一句实话 顿时就是点燃了阳光圣典的笑点 然后便由尼根 古利德 录音笑着摇头下令道 看在他给我们带来了愉悦的份上 还是给他一个痛快吧 天使们 杀了他 数十只天使腾空而起 同时朝着安兹乌尔公倾泻而去 那壮观的场面 也一下让两位滋身轮回者 放下了心中的不安感 满脸都是震惊之色 真是强大而实用的能力啊 阳光圣典绝对是教国最强的小队了 单单这一个小队就可以阻击一个大型军团派入这任务空间的攻略小组了 天使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请客间便是用手上的光剑捅入了老谷的体内 让尼根 古利德 露音脸上表情一阵冷笑 真是不像话 只知道说大话结果是个废物啊 魔法涌畅者用不出魔法就被击杀 那真是太遗憾 然而就在此时 他却发现那受到了攻击的人影却完全好像没事人一般 作为百级大佬 老谷可以完全免疫这种低级攻击 甚至连强制扣血都没有 怎 怎么可能 心中惊骇还没发出 伴随着一阵漆黑的光辉闪过 发动攻击的所有天使便是瞬间消散一空 连残骸都没有一点留下 这种变化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似乎难以置信 监视全天使 见到所有普通天使死亡 尼根 古利德 露音心中也很是慌张 立刻拿出了自己可以召唤的最强圣物 作为站着不动可以提供光环的监视全天使 本身也是有着远超寻常天使的战力的 取消了光环状态后 立刻便拿起了钉锤 出现在了牢骨面前 朝着它敲了过去 破空一击让空气都出现了扭曲 然而 这天使的全力一击 却是被号称是魔法银唱者的对方 一只手捏在了手里 徒手接锤的魔法涌唱者 你莫不是在逗我 不是吧 徒手接 差距太大了 快溜吧 两位资深轮回者的精力 显然还是足够的 比起顺风顺水的尼根 古利德 露音 立刻就明白了对手惹不起 只是现在 所有人都没逃 就自己两人逃的话 会不会太惹眼了点啊 被盯上了怎么办 就在两人心底发慌的时候 那号称安兹沃尔公的魔法涌唱者 便是手指尖甩出了一朵小火苗 瞬间将监视权天使烧成了灰烬 更加刷新了阳光盛典所有人的三观 监视权天使类似于死亡骑士 也是一种防御型的魔物 浩强 决死决命 起初一直都是一脸无所谓的 因为对方所能做到的自己 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 但在地狱火出现之后 还是让他脸色稍微凝重了起来 期间魔法不算什么 但由凡人释放出来 还是这么的轻描淡写 那还是有点意思 现在他有点明白 为何越大人会对这里感兴趣了 连决死决命都开始惊讶了 弥根 古利德 录音更是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怎么可能 高阶天使竟然被一击救 他可是不知道决死决命情报的 他只知道 就算是漆黑盛典的人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防御力惊人的全天使 阳光盛典的其他人 也是心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无法接受这种现实 不过还好 大家放心 这次我可是特别带出了这个 这可是能够召唤出最强制高天使的宝物 一边说着 他一边便是拿出了一枚水晶道具 这道具出现后 就算是老古心中都出现了凝重之色 甚至将雅儿贝德都呼唤了过来 让他准备用技能协防自己 同时心中念头也在疯狂地转动着 这种封魔水晶 里面可能封印着相当强大的能力 对方说能召唤最强制高天使 难道是制高天赤天使吗 看来需要全力以赴了呀 天使九阶当中 赤天使属于最高阶 最低的恒星天赤天使 都有着九十级的实力 而至高天赤天使 便是最高级的一百级 第1046章 深不可测 好 好强大 单单这一股气势 就让我们动弹不得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存在 两位混在后面打酱油的轮回者 此时心中不由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对于自己两人没有选择临阵脱逃 也是充满了庆幸 万万没想到 远远低估了这阳光盛典的底蕴啊 这种存在 以自己两人游历过的诸多任务空间中 都从未见过 一时间两人眼中也闪过了狂热之色 如果有机会进入阳光盛典 有机会接触到这等秘密 哪怕是情报费都能赚得手抽筋 一道华丽的圣洁身影浮现在了天空之上 无尽的威压洒向了大地 草坪上也以其为中心 一圈一圈的不断向外扩散 威压之余 那股神圣的力量也让诸人心中充满了膜拜感 犹如天神一般 毅力天空 威光主天使 能够毁灭城池 击杀魔神的恐怖存在 能够使用凡人之上的七阶魔法 感受到了恐怖吗 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吗 准备接受神法吧 尼根 尼根 古利德 录音开始被老鼓吓得够呛 现在又完全搬了回来 杰斯底里的吼道 绝死绝命 在看到了威光主天使后 也没有多少轻视的眼神 虽然自己能够击败这东西 但这玩意儿的确是很强了 不过尼根 古利德 录音眼界不够啊 在开始的时候 对方也释放了七阶魔法 虽然天使对死灵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但他并不是很看好威光主天使的胜率 而老鼓在见到了威光主天使后 也完全沉默了 为自己的谨慎而感到了羞愧 连高阶天使都算不上的主天使 竟然在对方眼里是最高阶最强天使 真是势态啊 竟然为了这种东西而警惕 少在那里虚张声势 威光主天使用极度圣机 悬浮在空中 逼格满满 手握权杖的威光主天使 手中的权杖瞬间破碎化作了光点 然后朝着手中汇聚而去 一道从天而降的圣光 晃得所有人眼中都是一片白芒 极度圣机可是牺牲了范围压缩了攻击 对亡灵生物还有着克制作用的强大七界魔法 已经超越了凡人的极限 哼 圣光完全将安兹沃尔弓的身影完全吞噬 哼 死吧 这就是真正的神迹 尼根 古利德 露音强忍着眼睛的酸痛 看着那被圣光吞噬的对手 眼中也充满了场快感 这次还好带了这东西出来 不然就真的乐子大了 在漆黑盛典的人面前丢人不说 很可能还会损失惨重 现在的话不但能够完成任务 而且还能在漆黑盛典面前露上一手 神官长应该会很满意这结果 这就是疼痛的感觉吗 真是美妙 然而下一刻 从那圣光当中发出的声音 却是让尼根 古利德 录音整个人都愣住了 凡人挡住了七界魔法 还完全看不出他进行了防御 这 这是什么 黑洞 下一刻 安兹沃尔弓一个招手 天空之中的微光主天使 便是整个的消失了 咔嚓 的声音从天空传来 而后消散 因为微光主天使的波动 有人在利用情报系魔法观察这里 不过被老谷身上的反情报系装备给破坏了 黑洞一出 别说目瞪口呆的轮回者和阳光盛典 就连绝死绝命脸上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一个纵身便是来到徐悦面前 挡在了他的前方 眼中还闪过了浓浓的战役 浩强 这个对手让我 你不是他的对手 决死绝命的话还没说完 徐悦便是笑着抬手阻止了他 让他不有表情一愣 但还是信服地收起了战斗姿态 在这种全体猛逼的定格画面中 两人异常的表现 还是收获到了所有的注意 安兹沃尔公也将视线落入到了这两个一直都保持着平静的观众身上 而尼根 古利德 露音 也好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扯着徐悦的袍子说道 那黑色闪光阁下 不 黑色闪光大人 您身上一定也有着赐予的神器吧 快 快点想办法 这是个怪物 是魔鬼 在他眼里无敌的威光主天使瞬间死亡 也让尼根 古利德 露音完全崩溃了 开始还是扯着徐悦求他 但逐渐明白了事情过来后也知道 求七黑盛典的人也是无用的 连威光主天使都被秒杀了 还有什么人能够治他的 等等等这位大人还请教我们 不 哪怕我一人都好 还请您放过我 我会支付足够的费用来赎命的 认清事实了后 尼根 古利德 露音便是跪在了地上 向老谷祈求的说道 哦 不求你的同伴了吗 老谷伸手放在了脸上的面具 而后取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的骷髅头 您无上的威能 岂是我等凡人所能够窥视的 还恳请您原谅 强大的秒杀了天使 现在还是亡灵的形态出现 再次摧残了所有人的士气 两位滋身轮回者也是双目茫然 本以为之前那个威光主天使 就已经是两人所见过的最强了 还在美滋滋的考虑如何套取情报 现在一切都完了 全都凉了 等死吧 没救了 哪怕决死决命 再看到了对方的亡灵姿太后 也有些吃惊 能够秒杀威光主天使 在越大人口中能够赢过自己 而且还是这种样子 难道是我们七黑圣典所代表的死神吗 不是死神 但应该是降临的新人了 那么 我也来召个天使吧 徐悦一边说着 也一边抬起了手 这也引起了本来就将主要注意力 放在了他们两人身上的谷王注意 本来又准备防御一波的 但想到之前的经历 雅尔贝德 用技能保护我 看着那一圈圈扩散而开 虚空构建的巨大恐怖立体法阵 那犹如摩天大楼一般 一圈圈向上扩散的无数巨型符文 安兹沃尔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急切地对着雅尔贝德下领导 抄位起手 这就是你的计谋吗 先用一个垃圾来麻痹我 我承认你的计谋很有效 不过虽然有些猝不及防 但作为经验老道的PVP大佬 他便立刻准备用刻金道具 打断对方抄位的吟唱 然后 他就发现对方的抄位魔法已经完成了 无需吟唱 尼玛的刻金道具吗 也没见你使用啊 不过似乎是召唤类别的 倒是可以稍微松口气 召唤天使 是天君降临吗 就在安兹沃尔公心中各种算计脑不闪过之后 一道光柱也贯穿了天空 直照而下 一位外表华丽拥有十二只羽翼的耀眼天使 缓缓降落 浮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感受着那一股威势 看着对方的羽翼和装备 安兹沃尔公的心也不由沉到了谷底 这不是天君降临 天君降临只是召唤四只八十五的制天使啊 哪个超位魔法竟然能够直接召唤至高天赤天使 这才刚刚出来收集情报 竟然就碰到了这种棘手的对手 按照概率来说 这也太高了点吧 这个世界的水还真是深不可测 第1047章 有缘 这 这是神明吗 尼根 古利德 录音柜在地上看着浮现在天空的至高天赤天使 眼中充满了虔诚之色 他们阳光盛典的本来最大特色就是召唤天使攻击 本以为之前神官长赐予的神器 所召唤出来的微光主天使就是最高阶天使了 然而现在他才发现 相比于现在这出现的天使 微光主天使那萤火一般的光辉连提鞋都不配 绝死绝命看向徐悦的眼神当中 也充满了炙热的神色 这就是徐悦勉下 至高无上的第七神 也是最强之神 老谷还有雅尔贝德两人看着天空之中充满威压的赤天使 眼中也是有着凝重之色 天使本身对亡灵的确带着一定的克制作用 不过如果仅仅只是至高天赤天使的话 哪怕不使用特殊道具 老谷都有着把握花费一些手脚战而胜至 然而 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超位骑手的顺发 这是那个家伙召唤出来的东西 如果仅仅只是盯着至高天赤天使的话 那才是大错特错 超位魔法作为战略级能力不消耗MP 但却是有着使用次数限制的 而且还共用CD 理论上对方先守了一个超位 自己并不是没有胜算 但作为狗到了极致的老谷 却并不想打没把握的战 此时心中显得有些挣扎和犹豫 这次就这么算了吧 阁下实力超群 我们也无意与你们为敌 区区战士长和一个小村落而已 我给你这个面子 就在老谷犹豫的时候 徐悦却是在天使圣光的照射下 缓缓地向前走来 走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整个人沐浴在圣洁的光辉之上 显得神圣不可侵犯 犹如星辰一般深邃的瞳孔当中 闪烁着莫名的神光 好像整个世界 都在伴随着他的脚步而震动 你这家伙 竟然敢敢冒犯 我最爱之爱的安兹大人 冒犯伟大的无上至尊 该死 雅尔贝德身上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邪恶气息 似乎在展示着他的暴怒 化身黑暗骑士的他 手持散发着绿色光辉的巨斧 好似跨过了空间与时间的间隔 跨越了所有人的思维 直接出现在了徐悦眼前 半神级的实力 哪怕同样受到了世界意志的约束 也绝不是常人所能够窥视的 而这一次 面对雅尔贝德的爆发 老谷却是显得异常的冷静 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 只是原地打开了传送门 随时准备着离开 雅尔贝德的实力不弱 而且防御力惊人 由他作为试探 绝对是相当优秀的选择 这个距离下 对付一位魔法勇唱者 应该还是能逼出对方的底细的 只要能掌握到对手的情报 就能加以分析找到克制 然后战而胜之 当修长洁白的手掌 与那巨大的斧刃完全不成比例 但却牢牢地将其握在了手中 丝毫不得寸进 将雅尔贝德直接钉在了半空之中 甚至双方交手之处 连一丝一毫的余波都未曾出现 所有的力量好像都互相湮灭 消失无踪 又是一个徒手接斧的魔法勇唱者 而且相比于安兹乌尔 攻徒手接下那监视全天使攻击的小儿科 眼前这个场面才更加夸张好不好 简直颠覆了想象 哪怕老谷有着死灵特性 都无法压制住震惊了 不断清零又不断地浮现 汹涌起伏 这种实力表现太过分了 完全没有找到短板 只能先撤退到那萨利克大坟墓 借助其他守护者和大坟墓的防御布置 才能安心的样子 随后他便是后退一步 直接跨入了传送门当中 对于徐悦嘴里没有敌意的话 那是半句都不相信 这一定是为了让我麻痹大意 你一定是想要害我 作为一名施法者 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 保护自己的雅尔贝德 出击一次失利了 那自己就必须要撤退 正在握着斧头和徐悦绝力的雅尔贝德 闻言后也不由冷哼的一声 同样向后撤离 冲入了传送门当中不见了踪影 而站在原地的徐悦 却也没有丝毫追击的意思 抬手看着手上 正在消散的一道白痕若有所思 虽然世界意志对破坏力的压制很大 但他们的绝对力量体现倒也还是不错的 还有 这次我过来 真的只是想要打个招呼 顺便吓唬你一下呀 我的确和我说的一样 没有与你为敌的意思 是不是下过头了 两位无法匹敌 甚至无法理解的强敌请客间退走 在场其他人都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看到了眼前的确是空无一人了之后 也终于是明白已经捡回了一条小命 尼根 古利德 录音为首的阳光圣典所有人 都近乎于同时对着徐悦膜拜了起来 嘴里不断呢喃着敬语 能够召唤神的使者 还是召唤出了这等前所未见的强大天使 这一定是神灵本身降临无物了 这就是最新教义中所说的第七位棉下 决死决命这时候也从徐悦后面站了出来 认定了他的身份 徐悦本来就是修改教义 收集信仰 掌握国之气韵的 展露出神迹 而又留下了他们 自然是准备当着种子扩散 不然也不会选择这一种超位魔法了 到时候配合着教义的修改一起 变革的速度也能够达到最快 效率最高 第七位棉下展露神迹 漆黑盛典第十三席周游列国 这一点都不冲突 不过 此时两位滋身轮回者 却是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虽然两人都在强迫自己冷静 不能表露出异色 但却依然是忍不住的颤抖 眼泪也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 替泪满面 一定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对不对 我们肯定是看错了 听错了 出现了幻觉 为什么刚刚会有空间提示 为什么刚刚会有触发任务 我们不要触发任务 不要发给我们啊 我们没听见 我们不接啊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走开 走开 别哭嘛 告诉我哪个军团的 如若有缘的话 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接受着阳光盛典所有人的朝顶膜拜 被靠楼层一般高大的至高天赤天使 在圣光洒满了全身的情况下 徐悦转头满是温和的对两人说道 语气柔和 让人沐浴清风 但听在两位资深轮回者耳中 却是比魔鬼的低语还更加瘆人 第1048章 小机灵鬼 两位资深轮回者 终究也是经验丰富了 在听到了徐悦开口的询问后 虽然知道被发现了心中冰冷 但同样也感觉到了一丝生机 这等存在要灭杀我们的话 还会浪费口水 不存在的 所以 两人第一时间 就先是丢了两份 最为最为苛刻的空间协议到徐悦身上 然后才是开口解释自己两人的身份 空间协议的苛刻程度 是哪怕两人只要出现出了暴露徐悦身份的念头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主动还是被动 催眠还是幻属 都会立刻原地爆炸 并且抹除一切相关 迅速不留痕迹 还是无条件协议 根本就不需要徐悦承诺什么 一点都不需要付出的单方面协议 所以 根本不需要徐悦点头同意 就立刻生效了 并让徐悦感知到了这一条 真是两个小机灵鬼 这样的话 留两个打杂的轮回者 也并不是不可以 左右没有损失 富甲天下吗? 一群商人组成的军团啊 徐悦听到了两人的开口后 也点了点头 对于富甲天下他有些印象 算是除了企鹅商会外 由商人们组成的最强军团了 之所以会特地了解这个军团 那就是这个军团 也同样在自己的收购目标之内 以前在企鹅商会没出现之前 富甲天下借助着商人们的组成 可以说是十大外最灵通的情报 提供方了 甚至有时候比十大还灵通 只是面对企鹅商会 那螃蟹一样的横冲直撞 相对受到影响 最大的也同样是富甲天下 这是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施压慢慢吸收的大型军团了 自己就算不出面都有一定的吸收可能 现在多出两个轮回者 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可惜实力和地位都太低了点 只是资深轮回者 哪怕精锐都好点啊 好歹有点话语权 我们这次任务当中还有着其他人的 这一次军团组织了一波 虽然没有使用指定权限 但把这一期所有随机进入到这次任务的轮回者都聚集起来了 我们两个也是一样 全面撒亡想要辅助两位顶级精锐轮回者大人完成大佬的晋级任务 两人咕噜咕噜的将自己的目的也都说了出来 富甲天下这种军团比不得前十 每一位乱入者都是相当珍贵的力量 不乱作死的话 乱入者可是可以靠着重生权限存在很久的 是真正可以镇压军团气运的中间力量 所以对于两位有可能完成大佬晋级的预备大佬 大余小余一把捞的将同期所有随机到这次任务空间团圆都塞入到了一起 类似于眼前石头和射手这两人这样的滋身轮回者 或许很多时候都没多少用处 甚至起点位置也完全不同 但万一起到了作用呢 根据他们两人的话 好像为了这个 富甲天下还特地用人请教了一些其他军团的精锐轮回者帮忙 当然 并不是指定任务卡这种大代价的 而是也同样随机进来的 这样顺便的顺水人情也会便宜许多 据说还有大佬级别的存在 点头答应了顺手帮忙的 这次的晋级任务是山童冒险者 有着这么多人各方面帮忙的话 那他们两人的概率的确是很大 徐悦文言也点了点头 这就是北洋这种顶尖军团 和寻常军团的区别 在北洋眼里你们的确是有机会通过 我们也会组织一波 但也并不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有能力你们就去晋级 没能力的话那是实力还不够 还得再压一压 不然哪怕侥幸晋级了 那也是只会占用资源的闲鱼乱入者守门员 当然如果在这个任务空间 遇到了同军团的团员 那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互相配合帮扶一把的 但绝不会类似于富甲天下这样 哪怕可能实力还差点 也要先强行扶你们过门间 毕竟实力不够的话 等级太高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甚至有许多任务空间 还有着大老数目限制的 那种时候老牌顶尖精锐轮回者的作用 反倒是更大 只能说是军团的体量和眼界都不同 所以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 那倒是有点意思 你们跟着我吧 如果发现了联络印记的话 顺便跟我说一声 愿为大人门下走狗 两人虽然实力并不强 但好歹也能说是老油子了 这种看都看不懂粗细的粗大腿 此时不抱更待何时 随便手里漏点不要的垃圾 趴在桌子下吃点他不小心 从桌上掉下来的骨头 那都是能够让自己两人抢破头了 现在他们非但没有失去自由的懊恼和悔恨 反倒是心中还多出了一丝信息 什么鬼老子的富甲天下 给我走开 这大腿我们抱定了 等到两人反应过来回过神了后 再看向四周 发现那群阳光盛典的人 竟然还趴在地上 而且他们好像完全没有丝毫 察觉到双方间的交流 大腿不愧是大腿啊 至高无上的第七面下 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对那村庄 尼根 古利德 录音逐渐回神了过来后 也低着头恭敬地对徐悦请示道 不过显然 徐悦对于屠杀平民 还有搞死那战事长没有丝毫的兴趣 很是随意地摆了摆手 刚刚那家伙很强 实力并不在死神之下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而交恶 谨遵神域 尼根 古利德 录音趴在地上 贴着头 膝盖不断地向后挪动 恭恭敬敬地退离了原地 才是站了起来 然后率领着续了一波的阳光盛典所有人 离开了这个山丘 他倒也想跟随侍奉神灵左右 不过显然没有接到神域的他 不敢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 对于那两个外围小兵能够留下 心中也充满了极度和羡慕 走吧 去最近的耶兰提尔逛逛 顺便注册个冒险者的身份 那萨利克大坟墓 徐悦都已经走远了 镇守在大坟墓如临大敌的老骨 依然还在不断地使用着各种卷轴 加持着可能用到的状态 还好大坟墓本身拥有着 猪王王做这情报系防御能力的世界道具 给他带来了一些安全感 不然估计要想的更多了 他无法看穿侦查大坟墓的底细的话 可能不敢冒冒然地攻来 虽然迪米乌哥斯的眷属 监视到他们已经离开了附近 但很有可能是能力不够 被他们的情报系魔法给误导了 哪怕我加持了这么多 也有些不保险吧 老骨脑袋里不断地胡思乱想着 那严峻的样子 似乎下一刻 敌人就可能撕开伪装 站在大坟墓的门口 单单只有那一个敌人的话 虽然他又是超位魔法 又是徒手皆服 但还不至于让老骨这么担忧 对方表现虽然强大 但还在应付范围之内 但要死的是 这才刚刚第一天 出门就碰到了这样的怪物好不好 这样的存在在这个世上 到底有多少 这谁都不知道 唯一庆幸一点的是 顺手就下的那个王国战士长 倒是告诉了自己不少珍贵的信息 大坟墓的实力 在这个世界应该不算弱小吧 直到天上几只恶魔高空 一直监视着徐悦 一行慢悠悠骑马抵达了耶兰提尔 看到他们进入了冒险加工会 老骨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了些许 不过即便如此 大坟墓也依然还是维持着警戒状态 随时应对可能来犯之敌 惊吓 的确是给老骨惊吓了不少 让他变得更狗了 但对于一个习惯于掌控情报的他来说 因为徐悦带来的压力 却是更加迫切的想要多了解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了 所以沉寂了一段时间后 依然还是准备开始他的试探行动 第1049章 自己人 冒险者果然是个没有梦想的职业 把玩着手上的铜牌 徐悦摇了摇头的离开了工会 在这个任务空间当中 冒险者分级很明确铜铁银金白金蜜银山铜金刚 通常情况下冒险者不会介入到国家之间的矛盾 主要以驱除魔物为主 绝大部分的冒险者干这一行 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只会这种工作 什么对未知的好奇幻想爱好理想等等都是假的 实际上的冒险者都是一群恩天不洗澡的操汉子 大多数来说都是每天劳碌奔波 耶兰提尔市里耶斯提捷王国的一座边境城市 边境的所有村落小镇都是由其管辖管辖辐射范围相当之广 就算是城市的本身也因为属于边境的关系显得相当的宏伟 同样也因为边境城市的关系贸易昌盛导致城内显得很是繁华 大人已经发现联络印记了 从冒险者工会出来后石头低声对着徐悦说道 是他们两人之前所说的自己工会的两位准大佬准备完成这次任务的召集令 召集的成员没有实力要求有枣没枣打三杆先把人多汇聚一些就对了能整合起来的话 哪怕就算是个新人能够派出去收集情报也不会亏 嗯我也看到了只是在听到了石头的话之后徐悦脸上也泛起了一丝古怪 他们看到的是富甲天下的召集信息 而自己看到的却是北洋的召集信息 恰巧还就是这次任务的临时搭档那三个家伙 几乎同时看到两个队伍的召集信息 而且距离还这么近 很显然凑巧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两个同样都想要晋级的小队已经暂时联合起来了 天空之城那边照六道徐悦和艾莉过去先试试 自己在这边顺便划划谁也无所谓了 本次任务空间当中最佳刷分对象有两个 一个就是古澳天这边的大坟墓 一步一步将他们的战力都诱导出来来回不断刷 多刷几遍的话应该足够自己带一些特产回去 另外一个对象便是巴玉王留下来的天空之城 里面有着30个满级NPC满级NPC数目比大坟墓的守护者还多 而且显然相比于老古可以利用世界道具不断提升战力 天空之城那里的底蕴就要差很多了 三件世界道具五行像刻已经用过了 这文书并没有实战能力 也就是剩下一件未知的可能会制造点麻烦而已 如果那件道具不是太过分的话 先迅速吃掉没多少挖掘潜力的天空之城还是比较适合的 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 徐悦还想要将天空之城打包带走 就是不知道钱够不够 既然天空之城是六道分身去转悠了 那眼前本尊倒可以直接去看看自己的队友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也不要花费什么心思 这样也能用大部分精力来完善自己的魔王 根据石头还有射手的话来说 那两个富甲天下的准大佬 对军团是忠心耿耿 签订的军团协议也相对比较苛刻 所以富甲天下也不怕花费这么大功夫养出白眼狼 这种情况下哪怕真的成功逼迫他们同意了 因为富甲天下本身的军团协议的优先级 自己也就无法让他们签下让自己满意的协议了 无法直接利用协议来办事 那也倒没办法以前那么粗糙 不过利用一些暗示的方式 改变他们对企鹅商会的态度和想法 倒也是可以做到的 毕竟富甲天下本身就有可以谈下来的前置 只缺了一点提出建议和呐喊助威的角色罢了 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呀 顺手宰了就是 叶兰提尔的一间酒馆当中坐满了冒险者 满满当当的 但整体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默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满园酒馆应有的样子 擦着杯子的老板都有点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不敢吭声 看上去五大三粗 但却拥有着出色暗杀能力的李乔 叼着牙签将腿靠在桌子上不断地摇摆着 看上去吊铃铛的 但眼神却显得有些灰暗 应该是某种侦测能力 我说你们富甲天下 好歹也是前二十内的军团了 做个晋级任务至于这么大场面吗 这个当初最先吐槽徐悦 然后又迅速服软的滑头 显然就是一个这样管不住嘴的脾气 由他这么贸贸然说出这种有些失礼的话 倒也不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两位除了发型不一样 相貌装扮都一模一样满脸冷酷的帅气男子 一人一句的先后开口道 我们不比你们这些大军团 每一位准乱入者都是宝贵的战力 在两人先后说完后 李乔便是顺势的又开口道 那正好 这次就我们五个组队 我们三人有实力优势 而你们有小弟的人数和情报优势 正好互补 双方的晋级任务是相同的 不但没有冲突 而且还有着合作的可能 所以这次意外碰面 互相试探了一下后 就果断的联合了起来 之所以选择耶兰提尔 就是因为这里是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 活最多最方便 你们不是还有一人吗 你们说是比你们还强的强者 双胞胎二人组继续地开口说道 双方军团投入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会轻易地接受对方 除了任务并不冲突之外 就是看准了他们嘴里所说的实力优势 单纯只是眼前三人 虽然实力的确在自己二人之上 但确实不够让自己这边让出指挥权的 如果他们嘴里那一位不来的话 嘎吱 而就在这个时候 酒馆的门也再次被推了开来 两个披着斗篷的人影走了进来 然后同时放下了都冒露出了面容 正是徐悦和绝死绝命 刚刚才看到标记 让各位久等了 徐悦的笑容如阳光一般暖人 莫名就让人感到很是亲切 相比来说 绝死绝命那冷冰冰的精致相貌 也同样吸引了诸多视线 不过因为李乔 他们三人同时站起来迎接的反应 倒也没有人作死的 因为美色而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 这可是北洋的准大佬 这次任务 两次当家的大人 都要以礼相待的大人物 他们都这样表现了 那显然来者的身份不一般 徐悦老弟你终于来了呀 不晚不晚只要汇聚到了就好 时间还是很充分的 现在也算是人奇了 就连已经有乱入者门槛实力的矮小流响 此时都表现得带着一丝殷勤 好像双方看上去关系相当要好一样 对于三人的表演 徐悦倒也没有拆穿 笑着点了点头 无非是对外表现要显得几方的融洽 好获得更高筹码而已 那对双胞胎 打量了一下徐悦后 也对视了一眼 或许没有专门研究过徐悦的资料 但好歹还是听说过 这个最近出了风头的北洋新秀的 在一群伦二代当中冒出一个陌生的名字 还算是比较显眼 而且好像听说他们都死过一次 就是不知道实力恢复了多少 不过这敌的确 却是一位相当重量级的友军 虽然不想承认 但对方完全恢复后的能力 的确是在己方两人之上 甚至自己两人联手也不见得能讨到好 如此一来这一次晋级 任务把握不由又大了几分 欢迎徐先生的加入 这一次我们的晋级任务看来是稳了 既然徐先生真的来了 那按照约定 这次小队的队长就交由贵方定夺 第1050章 听过 富甲天下本身体量和第二的北洋 就不是一个层次的 开始是因为投入的差距 所以有着相当的资本 现在对方有一位年轻俊杰加入 那自然也懂得取舍 没必要这种时候内耗 随后 富甲天下的拳龙和拳虎两人 便开始共享了一些他们了解到的情报了 这一次富甲天下花费的心思比北洋大得多 或许对于本任务空间的了解没多大优势 但对于其他军团的打听却下了更多的功夫 所以他们才有着约定能顺手帮忙的大佬 以及几位其他军团的精锐轮回者 这一次我们和华南商会的龙副会长有过约定 在不影响到他的情况下 他愿意顺手帮我们 而如果我们愿意支付费用的话 让他特地放下手中的事来帮我们也行 徐悦这边的到来 是给了刘响他们三人莫大的底气和谈判资本 为了队伍当中的互相尊重 双胞胎两兄弟还是先隐约点了一下自家的跟脚和靠山 刘响他们三人也点了点头 认可了这一点 表示到时候真要出钱请的话 一起来支付 华南商会虽然规模比富甲天下还小得多 但作为副会长的龙镇 还是一位知名的老牌乱入者大佬了 乱入者之间的差距可是很大的 强弱差距悬殊 那位副会长 可是要比己方的这位新秀还要更加强大得多 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任务空间当中 我们可能会和太平道出现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而两人随后的一句话 却是让刘响他们三人同时皱眉了起来 太平道 虽然太平道人数不多 而且现世的势力已经被剿灭了 但当初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抵运犹在 人数是变少了 但剩下的都是精华 当初巅峰时期 他们可是成功地夺取了部分清廷国运的 这一点 目前北洋都尚未做到 成功围剿太平天国后 北洋本来是有机会的 但当初当家的是李鸿章 对清廷并没有疑心 等到李中堂隐退后 又直接因为甲午之战 被清廷拖后腿坑死了 如果不是袁世凯横空出世力挽狂澜 恐怕当初北洋就要凉凉了 这种情况下和太平道有矛盾和冲突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群人精神上多少都有点问题 可以说举世皆敌 做些什么事出来都不奇怪 不管是北洋还是富甲天下 和太平道的关系都不怎么好 北洋更是一手葬送了太平道的主要元凶 不过好在太平道对清廷感官更恶劣 所以北洋和清廷的矛盾中 他们并没有选择战变 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任务中搞事的 太平道进来的人很多 据我们的情报来源 他们应该是在本次任务空间当中有特殊行动 听到了这两位双胞胎的话 流响三人的脸色一下就拉下来了 难怪这么好说话 就直接这么让队长和指挥拳了 原来你们还听到了这么个消息 特殊行动这几个字的范畴可太大了 哪怕自己等人这次的合作也能说是一种特殊行动 上一次忍村大战世界当中和对方刚一波的行动也是特殊行动 体量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不知道他们会出动何等力量 小规模的话倒还好 自己这边有着徐悦和流响两位乱入者级别的实力派强者 还有这四位准乱入者级以及一位可能出现的老牌大佬之缘 绝不算弱了 实力相差不多的话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冲突 双方之间还能达成平衡与和平 可要是对方出力太大 大到可以轻易吃下自己这边的话 那绝对不会介意对付自己等人 己方的最大劣势就是虽然实力都很强 但终究不是大佬 缺少重生权限缺少玩命的狠辣 那群疯子羞鲜羞的脑袋都傻了 很多时候不会讲什么利益 只图一个爽快 虽然没有土耳其烤肉店那么极端 但完全也可以参照以下的 希望运气不要这么背吧 先低调完成任务再说 至于其他好处的优先度都往后调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这个世界的战绩和阶位魔法威力相当出色 但终究没有我们完成晋级任务来的重要 而且根据前辈们的情报 完成任务的途中也能顺便交换一些合适的能力 因为有着太平道那边的外部压力 所以双方达成共识的速度很快 开始本来还对这个世界的好处有些小心思的 但现在也只能先放一放了 毕竟这个世界是公认的高难度世界 莫名其妙就会各种人间消失的 资深乱辱者都不知道铺多少了 真要为了其他好处的话 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毕竟越是有价值的好处越是难以获得 而在他们这边商量的火热 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都规划出来了之后 徐悦的表情却是显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太平道的人士自己呼 劝说进来的 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压力 还真是抱歉了 对了 徐悦老弟 那个大美女是土著吗 你把她支开这么远的 等到敲定了几个针对太平道的应急预案之后 她们注意力也再次回到了徐悦身上 毕竟不管如何 她们心中还是有点逼述的 排除经验 只说实力的话 眼前这一位的实力 绝对是凌驾于在场所有人之上 同时也有些好奇 那边已经开始无聊玩魔方的绝死绝命了 这种级别的漂亮少女 哪怕她们的见识当中也是很少有 很让人惊艳 这才任务开始多久啊 竟然就勾搭上了一个 是啊 她是我路上顺手救下来的一位冒险者 我看她能力还不错 就带在身边帮忙了 能力还不错啊 哈哈 我们懂的 其他几人的笑容 一下变得有点嫌味了起来 而后包括徐悦在内的五位主力 也下意识地开始互相聊天 互相了解 以便以后碰到问题能更加默契点 也正是在这样的聊天当中 徐悦也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带到了企鹅商会之上 开始了自己的安利大法 有着数目众多的辅助轮回者 几位想要完成晋级任务的轮回者 只需要负责杀就够了 其他人全都是为了配合他们迅速刷集的 各有分工 清理完一处的魔物 马上就能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处已经规划好的地点 连路线和时间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有着这种协助之下 别说是几个实力最少都有准乱入者水准的强者 就算是五个实力一般 第一次进行晋级任务的普通精锐轮回者都能够强行带过去 只是那种普通精锐轮回者没有获得这样助力的价值就是 商道上的地精巨模什么的被清扫一空 因为他们的给力 整个耶兰提尔范围内与各个小镇的商路都变得畅通无阻了起来 也因为极短时间内的工作量和晋级速度 他们北甲冒险团也在耶兰提尔名声大噪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刷到了白金段位 而且因为都是短期完成的 所以含金量比寻常白金段位高得多 烟鬼手上凝聚出了一道火球 将眼前的巨模烘成了碎片之后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 哈哈不愧是这种高压空间的魔法 真的相当不错啊 等我在熟悉点后就能完全融入我的体系 提升我的战力了 流水加速这战绩也是相当不错 竟然以这种方式增加我的反应力 完全是叠加的 现在我也已经稳稳迈入乱入者门槛了 李乔在哥布林当中开歌草无双 杀了个通透后浑身浴血地说道 虽然几人主要目的都放在了晋级任务上 但毕竟做了这么多任务了 任务奖励的报酬什么的叠加起来 还是让他们多出了不少的选择 三阶以下的魔法和一些流通度比较高的战绩 也尽可能地开始收集了一些 就算是一些三阶以下的魔法和普通战绩 也依然让他们感受到了受益良多 单独拿出来或许只是一般 但因为种类的多样化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能够带来提升的能力 大体上这也是晋级任务带来的好处 只要肯花心思 那就一定能找到摸向下一个实力门槛的路 所以这一段时间 每个人完成任务的动力也都相当足 嗯 稍微有点消极代工的 大概也就是徐悦和绝死绝命两人了 徐悦这段时间 除了开始尝试让魔法勇唱者们变成信徒外 沉降在现世的部分精神 也已经初步的对富甲天下的两位完成了安利 甚至顺带的对流响他们都完成了安利 被安利的人甚至自己都有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对企鹅商会的好感一天比一天高 总想要对其他人说点什么就好 第1051章 空白的情报 抢到任务了 最初由徐悦等六位精锐轮回者 附带绝死绝命组成的晋级小队 对于任务是来者不拒的 但单纯的低级任务 能够短期内刷到白金就不错了 所以到了现在的时候 他们做任务的频率也稍微慢了下来 开始注重任务的质量了 如果任务过程中 还有可能获得其他有用的好处的话 那当然也会更加追求 这样的话毕竟与自身目的不会有什么冲突 而在情报当中 耶兰提尔最出名 拥有着天赋异能的恩菲雷亚 巴雷亚雷 便已一直都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恩菲雷亚 巴雷亚雷拥有着一种无视血统 种族使用任何道具的独特天赋异能 是一种既弱小又强大的稀有能力 关于这一位的情报 倒是各大军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消息 因为他本人在耶兰提尔很出名 不过虽然本身实力很弱 但因奶奶是出色药剂师的关系 认识未来的金刚级冒险团漆黑 所以和他合作可以 但如果过分了的话 可能会被那两位金刚级冒险者制裁 因为这是人家的天赋异能 又不是什么可以获得的物品 最主要的功效 还是在本次任务内发挥作用 所以对大型军团来说 虽然咬咬牙能够击败金刚级冒险团 但却也都不会做这么得不偿失的事 至少目前没有哪个军团尝试过 不过这一次因为附近任务多 一直在耶兰提尔常驻的他们 却是发现了本来应该是近期出现的 七黑二人组并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然而然也就有了一点想法了 采取暴力当然是不可取的 天晓得他奶奶是什么时候认识人家的 人家没出现并不代表不会插手 但这对于大型军团来说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的家伙 却也能够采取怀柔的手段来拉拢了 恰巧 如今在耶兰提尔最强的轮回者势力 就是我们 两位乱入者级别的强者 加上四位准乱入者 还有大量那喊助威的小弟 此任务自然是当仁不让 嗯 虽然只是一个采药的护送任务 但毕竟要深入森林贤者的领地 所以收获应该是不低的 本来的话 森林贤者应该会被七黑冒险团收服 不过他们既然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那我们也能够去试试水 接下了那护送任务后 所有人的心思都还是很振奋的 因为一位强大剧情人物不在 我们似乎是能够利用这一点 来获得诸多的利益 那个恩菲雷亚 巴雷亚雷本身除了天赋以能外 可还是强大的优秀药剂师 制作出来的蓝色生命药水 可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消耗品道具 能够拉上关系的话 那还真是太幸运了 这一次护送 只能说是一次试探 如果试探成功 后面可以获得的好处就太多了 剧情人物没有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 显然是因为轮回者的干预 可能就是太平道的人 这样的话 说不定太平道也被那强大的土著拖住了 我们优势很大啊 是啊 而且我还记得不久后 耶兰提尔会爆发一次亡灵天灾 也是靠着漆黑镇压的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哪怕无法完成 只要表现出色的话说不定 也能够晋级山童了 毕竟他们可是靠着这个 直接从铜牌晋级密淫的 没错 而且哪怕漆黑回来了 借助和这异能者拉上的关系 我们也有机会配合漆黑 一起完成这次亡灵天灾 几人现在是越讲越兴奋 虽然只是刚刚接下了任务 但对未来也是充满了期盼 也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 他们见到了恩菲雷亚 巴雷亚雷 从外表上看去 根本就看不出 她是一位天才药剂师 加天生异能者 有些腼腆和内向 金色刘海遮住了双眼 几乎很难看到她的眼睛 这位天才药剂师 对于最近名声大噪的 北甲冒险团 如此殷勤的态度 也是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呵呵 药剂师小哥 我们这种冒险者 对于药品的来源 可是相当头疼的 这次不收你钱 下次买要给我们些折扣啊 李乔那喜欢口花花的精壮汉子 首先就直接开口说道 看上去好像是大大咧咧的 但实际上 她是将自己的目的先表露出来 用来解除对方的疑心 否则无视线殷勤 肯定会觉得有问题的 果然 在听到了她的话后 这位恩菲雷亚 也是松了口气一般的点了点头 当然没问题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我们甚至能够长期合作 恩菲雷亚不善于与人交流 但却又不是说她蠢 一个最近这么短时间刷到白金 实力绝对不止白金段位的冒险者团队 能够护送自己的话 那自己能够搜寻药材的区域 也毫无疑问会大许多 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那一言为定 好 好漂亮 决死决命 虽然一直都是把斗篷的东帽挂上了 但既然是在一个队伍当中行动 路上还是被恩菲雷亚发现了 那人类所很难达到的容貌 让这位纯情小男生发呆了一阵后 脸上都不由一红 然后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心中默念着自己暗恋对象的名字 而后一路顺带地清理着魔物 来到了卡恩村 她暗恋的对象 就是卡恩村当中的安利 也就是被老骨刚刚出现救救下来 并给予了召唤哥布林道具的金发小姑娘 徐悦虽然后面插手改变了许多 但这一点却是并没有影响的 此时的卡恩村外 便有着一只哥布林小队镇守着 让恩菲雷亚脸上充满了惊讶 上次来都还不是这样的 不过有着安利的关系 所以他们一行 还是没有受到阻碍地进入了村子 并且了解到了最近发生的事 让旁边的几位轮回者竖起了耳朵来听 因为漆黑没有按照正常时间出现 所以自己等人很可能 就是目前第一个接受到这任务的轮回者了 一路上所见所闻的情报 很可能都是少有的新情报 而且还让他们惊喜地发现 一个这么偏僻的小村子当中 竟然得到了几条相当重要情报 王国战士长 阳光盛典 这可是这个任务空间名声在外的超级强者 呃 那个安兹沃尔公虽然没听过 但能够有资格协助战士长成为他的队友 应该也是一位不错的强者了 双方在这里有冲突 然后不分胜负是吗 很好 时间记一下 回去就组织情报上报军团 下一次可能就会安排人手来摸底了 看到几人听得很是认真的样子 徐悦也是叹息地摇了摇头 这个任务空间虽然不算成熟任务空间 但时间也不短了 同样算不上新出现的任务空间 以前从来没传出过关于这村子的情报 心里要有点B数才好啊 第1052章 强大的领主BOSS 在卡恩村仅仅只是为了整顿一下而已 而恩菲雷亚的性格也没办法和安利说出太多安慰的话 很快队伍还是出发前往了森林贤者的地盘 因为有着领主及魔物森林贤者镇压 所以这片森林几乎还处于未开发状态 恩菲雷亚背着药篓子坐在专门托货的马车上 对着其他人感谢地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话 我可不敢来到这里采药 这一次肯定是大丰收了 放心 森林贤者的威名 我们还是知道的 没有把握也肯定不会进来送死 刘翔走在了队伍最前面 很是沉稳地说道 他是除了徐悦之外 几人当中实力最强的 最擅长的就是正面作战 在进入这次任务空间之前 就已经拥有了乱入者级别的实力 在这个世界都已经可以称之为英雄了 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靠着拼命刷任务 换来了很契合自己的5G即刻反射 现在也是信心大增 就算是自己一个人面对森林贤者也有一战之力 那种直接重置动作的5G 毫无疑问是相当适合自己这种大开大合的风格 然而就在他把话说完之后 一道黑影便是迅速地朝着他激射而来 超快的速度让他瞳孔不由一阵收缩 下意识地抬起了自己的扩建 当巨大的轰鸣声爆发 空气中都打出了一道气浪 流响整个人双脚踏着地面 向着身后滑出了一两米的距离 靠着高超的战斗技巧 将力量成功卸开 大地军裂 好强 好快 感受着手上回馈过来的力量 流响的表情显得很是凝重 如果不比拼技巧 纯粹的速度和力量的话 对方可能还在自己之上 不过 这是自己可以应付的对手 试探到了对手的底细 流响一下也感觉稳了很多 随后一道黑影便是不断地在丛林中 围绕着几人跳跃了起来 高耸的树枝之上 不断传来了哗哗作响的声音 根本就无法锁定具体的位置 他的速度很快 你们要小心 我不一定能拖住他 流响见到对手不与自己正面交战 也迅速地对后面的队友提醒地说道 这玩意儿自己是能够应付 但他的力量比擅长正面的自己还要强大几分 加上那种速度如果偷袭 一个不注意还真可能减圆的 特别是战斗力低微的那个土著 更是需要分心保护 能够完全防住在下的第一季还真是了得 一道因为高速移动而变得有些失真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让几位轮回者都是脸色一变 能口吐人言的智慧生物 这种生物可没一个好惹的 他们的确是有点森林贤王的资料 不过因为七黑小队神出鬼没的 情报甚少 所以也大体上只知道一个大概 也就因为当初被骑着在耶兰提尔招摇了一下 知道了他的容貌而已 完全没想到那种滑稽可笑的东西 竟然有着这等能力 绝死绝命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好奇之色 他的动态势力可是可以轻松捕捉 那只肥胖的仓鼠移动的 常年都是镇守地下室 其实他很少在外活动 所以虽然这段时间都是和一群若鸡混在一起 但还是一路上津津有味的 我能抓住他吗 绝死绝命扯了扯徐悦的斗篷 警示地问道 我来吧 徐悦看着那狼奔使徒的肥胖仓鼠 也是沉思了一下后就做出了决定 自己通灵过的契约兽有很多的 不过平日里要么插不上手 要么也不方便自己的表面身份使用 所以一般也就是充当NPC的时候 通灵小蛇到身上预备 眼前这一只倒是刚刚好 价格上应该也会比较便宜 大概只要打他一顿打服了就差不多够钱了吧 不然的话就杀了他混处发货成就任务 就在徐悦这边心里刚刚对森林贤王做出了安排 那不断回荡的声音也继续说道 那么闯入我领地的入侵者们 看在刚才精彩的防御上 如果现在选择逃跑的话 那在下也会放你们一马 你们一下如何 通过刚刚一击 森林贤王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群人不好惹 所以能够劝退就是最好的了 运动什么的最讨厌了 森林贤王阁下 我们也无意与你为敌 这次过来仅仅只是想要采摘一些草药而已 刘响语气凝重地说道 因为需要分心保护土著 所以能不打的话 他倒也不愿意动手 那边的声音也短暂地停了下来 似乎是正在犹豫考虑 不过还未等到森林贤王考虑出结果 徐悦便是少有的直接开口了 不用考虑了 这种难得的评价放在面前 为何还要放他离开 虽然他在队伍里很少发表声明意见 但毕竟实力摆在那里 话语权还是相当高的 听到徐悦驳斥了自己的意见 虽然刘响梅心中有些不满 但却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既然他这样开口了 想来是有点把握吧 如果能够平稳地击败对方 提高结算评价 那自己也绝不反对 这种强敌 我们合力击败对手 每个人恐怕也能够达到A级左右的奖励 不过以对方的速度 想要留下来就不可能了 很显然 森林贤王的智力还是足够的 完全能够明白 徐悦那没有掩饰话语的意思 在自己地盘称王称霸了这么多年 现在不但有人闯入进来了 竟然还大言不惭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看来你们辜负了在下的一片好意 伴随着一阵咆哮 一道巨大的身影便是直接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正前方 连续两道魔法阵在他身上闪过 所有人的心头都出现了一阵恍惚和压迫感 莫名就感觉到了身体沉重了很多 竟然还有着施法能力 现在真麻烦了 等阴影退散露出了其本来肥胖仓鼠的外表后 哪怕情报上已经得知到了消息的几位轮回者 都依然感受到了一阵无语 这就是我们的强敌吗 总觉得好羞耻 不过既然他不仗着速度打游击了 而是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那 那就要把握这次机会 烟鬼 一个冲锋 突然爆发出了四倍速度的流响 瞬间接近了那肥仓鼠 嘴里还叫出了队友的名字 了解 早有准备的烟鬼嘴里 烟斗也闪烁了一阵光芒 随后伴随着他的喷涂 烟雾化作锁链 直接朝着森林贤王缠绕而去 对方的速度太快 必须要想办法限制 而这一招也是烟鬼的得意之计 无形无体的烟锁缠绕到对方之后 不是蛮力可以挣脱的 虽然同样效果可能没那些实体锁链好 但能一直缠绕纠缠在对方身上 完美开局 流响正面接怪成功 速度也被限制无法绕开 李乔也因笑着顿入了阴影 拳龙和拳虎两兄弟 一人开始吟唱 一人开始结印 互相配合的都相当的默契 直接启动了BOSS战模式 在我们这种精锐小队之下 只要成功摆开了阵型 就算是森林贤王 我们也杀给你看 第1053章 挤兑 原本茂密的森林 密集的巨木被毁坏大片 四周大地都留下了一片焦黑的坑洼 漆黑烧焦的树木残骸 遍地都是 偶尔还有着一片明火 五人一鼠 正在这片焦土之上对峙着 双方都是气喘吁吁 精疲力竭 这个怪物的体力好惊人 该死的 我们五个人上 竟然都还没把它磨死 它在战斗中成长了 一套标准的BOSS战打完后 他们却是有些无语地发现这BOSS越打越强 好像还会狂暴 其实森林贤王本身的潜力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不算弱 援助当中抓去大坟墓 训练了后战力明显提升了 这一次遇到了强敌 靠着魔物的体质优势 愣是魔的对方也都精疲力竭了 虽然身上到处都出现了伤口和胶痕 但却并没有受到致命伤 真 真是了不起 你们是在下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敌人 在下森林贤王愿意称你们为最强 巨大而肥胖的仓鼠 同样气喘吁吁地看着五人 硕大的门牙散发着闪光 身上原本约束速度的烟雾锁链也已经破碎 没有了速度上的束缚后 森林贤王也没准备硬磕下去了 他自己清楚 真拼到最后自己输的可能性要大 退役一生 而刘响和李乔等人 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烟雾锁链已经破碎 以对方的速度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可能了 这种时候他们也无能为力 同时对那一直没出手的徐悦 心中也充满了怨念 明明是他说要动手的 然后我们拼了这么久 消耗这么大 他却连手都不动 只是之前因为战况太紧凑 他们压根没有精力多说什么 现在才能抱怨两句 徐悦老弟啊 我们倒是知道你陨落过一次 没恢复过来不要紧 但不要一次都不动手啊 是啊 说打是你说要打的 其实我们也不亏了 眼前好歹拼了个不胜不败 付出还是有的 评价可能能得到一个额外A级 但你这样就真没有了 如果能够留下他的话 见到BOSS攻略小队 无力留下森林贤王后 徐悦对于这群咸鱼的能力 也感到了有些叹息 五个人打不过一只仓鼠 还要我自己来触发保护任务吗 做你们毛线的大老梦啊 咸鱼要什么梦想 我没说不动手啊 只是为了引导一个特殊道具而已 放心吧 他跑不掉的 徐悦手上散发出了一团光辉 让几人的表情微微一愣 是这样的吗 而森林贤王也是很果断的准备直接离开 然而就在其他人被徐悦手上的光辉所吸引的时候 徐悦和森林贤王眼中便是同时浮现了一圈圈漩涡一般的纹路 强行契约 一只精疲力尽的仓鼠显然是不可能抵徐徐悦这一份能力的 但在徐悦现实宝石的控制下 所有人都只感觉到了徐悦手上的光辉一闪 然后森林贤王脖子上就多出了一个项圈 随后那一只让他们精疲力竭的恐怖boss便是直接翻身露出了柔软的肚子 四肢还不断地抽搐 这是什么鬼道具 作用是什么 就在筋疲力尽的几人胡思乱想的时候 徐悦也已经说明了效果 感谢几位的元首 现在森林贤王已经被我控制 算是我的召唤兽了 所以这一次任务我得多赚一点点数才好 徐悦的话刚刚说完 在他们都还没消化震惊的时候 森林贤王便已经翻过来趴下了身体 在下将为主攻献上忠诚 嗯 以后就叫仓柱吧 先给你治疗一下伤势 徐悦并没有改变仓柱本来要获得的名字 接下了留他小命的触发任务 收到了好处后 还是尽可能地维持原状吧 随后徐悦便利用掌仙术给仓柱进行了治疗 在他那肥胖的身躯上摸来摸去 让这只大仓鼠脸上不由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好像有这么一个伺主还不错哦 应该还会包吃包住的吧 直到现在 那几位准乱入者眼中 才是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和极度之色 这么强大的魔物 竟然变成了你的召唤兽 怎么可能 还有 你使用的是传说中的掌仙术吗 这可是高级治疗忍术 一时间 留想他们几人 不由想到了当初见面时 对方所说的话各方面都略懂一二 治疗略懂一二是能够使用掌仙术 召唤方面略懂一二是能够控制住这等强大魔物 加上你自己所说的机甲还有魔术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是我们一起击败的魔物 你就这样控制了 是本空间能控制还是能够带回去啊 李乔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开口询问道 当然能够带回去 徐悦的话也再度让几人双目赤红 这魔物的恐怖 他们可是自己最清楚 经过之前的高强度任务换来的技能 可以说每人都已经成功跨入乱入者实力门槛了 虽然只是守门员 但比起精锐轮回者已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而这东西却是能一跳舞保持不败 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哪怕在乱入者当中都能算中游了吧 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助力 当真是让人羡慕极度 如果是对方能力自己得到的 他们道还能好受一些 可明显最开始缩使我们对敌 就是为了眼前这一刻 他是利用了我们才得到的 难怪开始说的那么大意凛然 结果却是一次都没动手 原来全是他的算计是吗 想要利用我们五人合力的强大实力与配合 耗费那魔物的精力 然后一举勤获 这位朋友 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精力帮你 你也得多少给点补偿吧 是啊 之前你可是一点都没出力的 全龙和全虎两兄弟忍不住说道 而刘响他们也默认了两人的话 竟然敢对岳大人不敬 绝死绝命脸色一冷 似乎就准备做些什么 但被徐岳拦下来了 双方电光火石之间的动作 让那几人根本就不知道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依然还在等待着徐岳的答复 你们不是得到了系统的评价提升吗 而且我收服了他和击败他也差不多了 还变相提升了你们的评价 给钱是不可能给钱的 不过我或多或少 可以提供一点情报给你们 这次任务空间的隐秘情报 就说你们愿不愿意吧 听到徐岳的话 满嘴抱怨的全龙全虎两兄弟 还有刘响他们三人 都是心中一喜 其实轮回者的特点来说 对方做的并不过分 的确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他的出手还反过来提升了自己的评价 人家能够控制住也是对方的能力 有着这等级的道具 开口抱怨仅仅就是想要试探几对一下而已 反正也不亏本 没想到这家伙还真的和情报里说的一样 有些拉不下脸面啊 还是太年轻 根本就不适应轮回空间的规则 本来是没有什么期望值的 现在能够额外获得一份情报 自然是转了 特别是在徐岳将情报说出来后 几人的脸上更是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 万万没想到他嘴里的情报 竟然是如此给力 而且也完全是我们能够尝试一下的 轮回空间 情报为先 重要的情报本身 其实就是对等的线钱啊 这一波转了 第1054章 齐席 和绝死绝命骑在仓柱身上 跟在运草药的马车后面朝着城市走去 徐岳觉得这软绵绵的家伙 其实蛮好骑的呀 比骑马舒服多了 至于什么羞耻感也完全无所谓了 反正在这里 大家都认为这是绝世凶兽的 绝死绝命这丫头 似乎也很喜欢仓主 坐在他背上 玩魔方更稳了 竟然成功拼出了两面 骑着这种魔物入城 的确还花费了点手脚 再确认会去冒险者工会进行登记后 才是由士兵看守着一起进了城 进城后 还吸引到了诸多惊叹和围观的视线 似乎对于能够降服如此魔物的冒险者 很是称赞 但徐岳还是敏锐地感受到了 其中的一道暴虐的恶意视线 虽然只是一闪而逝 但显然是不可能瞒过他的感知 人群中一位同样披着斗篷看不清面容 但却能看到那玲珑曲线的身影 浮现在了徐岳的脑海 并且下一刻他身上的一切伪装都被看穿 露出了最原始的相貌 滑稽小姐姐呀 没有在店里等吗 也是了 多少是有些改变和出入了 提前回来了几天 感受到了他大多数注意力 还是放在了炼金少年身上 徐岳也没有节外生智 开玩笑啊 不让他把这家伙撸走 怎么可能提升点难度 智者头观好歹是风华盛典的圣物 能够发挥出第八阶魔法的道具了 嗯 他可是老牌的英雄级强者 配合卡吉特那个死灵法师一起的话 在那五个乱入者守门员身上 抢个人还是没问题的 嗯 你们先送他回去放草药吧 我去登记一下魔物信息 心中诸多念头瞬间闪过 徐岳很是随意地开口说道 而刘翔等人也不宜有他 直接带着雇主回家了 同时还在考虑 应该怎么提高好感度 以换取更多的魔药 甚至如果能够搞到魔药配方 哪怕是低配版的配方 也足够大转特转了 哼 耶兰提尔的一栋建筑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让全城的注意力都放了过去 甚至引起了一阵恐慌 而这时候 徐岳也才刚刚从冒险者工会出来 看着那边的大动景 丝毫没感到有多少意外 爆炸发生后没过多久 徐岳就看到了一道浑身燃血的身影 高速地朝着自己这边冲来 正是副甲天下双胞胎兄弟的哥哥全龙 徐岳先生还请救救我弟弟 全龙一冲过来 就急切地拉着徐岳朝着爆炸的地点冲去 如果不是徐岳阻止 估计决死绝命会直接砍掉他扯自己的手了 什么情况 我们放草药的时候 遇到了两位不明强敌的骑席 猝不及防之下 让他们将那炼金少年劫走了 我弟弟也身受重伤 全龙迅速地将事情发生的经过 简单地概述了一遍 滑稽小姐姐可是元七黑盛典的第九席 比他们几个守门员可是都要强得多 加上本身擅长刺杀和灵巧 猝不及防的遭遇战下 哪怕占据了人数优势也很可能减缘 也就是他们几个实力还算是足够强 面对卡吉特和滑稽小姐姐克莱门厅的起习 还算是稳住了阵脚 那两人也只是为了截忍 发现点子扎手后达到了目的也就撤了 并没有和他们过多纠缠 毕竟算起来 这里并不是他们的主场 耶兰提尔的目的才是 等到徐悦赶到了爆炸现场后 就正看见李乔准备向犬虎身上盖白布了 受伤太重了 直接濒死了 还中了两种不同的持续性负面状态 两件救命药剂和卷轴都只是堪堪让伤口愈合 缺损的生命与元气依然还在持续地消耗着 身上充斥着一股死灵气息 应该是同时遭到了克莱门厅和卡吉特两人的攻击 伤其食指不如断其一指什么的 对于那两位老油条来说还是懂的 发现了对手的难缠后 果断地集火了一波就撤退 等等 还有救 徐悦迅速地赶过来 扯开了白布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瓶生命圣水直接灌入了全虎的嘴里 下一刻他身上的死灵气息便是被驱散 生命力开始缓缓恢复了起来 生命圣水 谢谢 万分感谢 刘响和全龙看着徐悦掏出胃下的东西 同时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刘响眼里闪过了一丝心疼 而全龙则是感到了惊喜 这可是空间当中出名的保命药剂 拍卖行李A级的价格都是有价无事 各大军团天天有人盯着这个收 能够就回绝大多数冰死的状态 看到徐悦那拿出来眉头都没皱一下的样子 李乔和刘响他们几人的神色也有些复杂 的确没错啊 这是一位值得依靠的队友 就是麻烦你也分清楚啊 留着就我们不行吗 那两个是富甲天下的人啊 感谢徐悦先生的慷慨援助 虽然知道这价格是买不到生命圣水的 但还请您不要嫌弃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只管叫我们兄弟 全龙见到自己弟弟的状态稳定下来了后 也是由衷的对徐悦感谢的说道 并且给予了一个A级剧情点 生命圣水虽然价格是A级 但却是有价无事的 他也承诺欠下了人情 现在他们两人可还未完成晋级任务 没有重生权限 死了可就真死了 为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弟弟姓名 这些都是完全值得的 哪里 这次任务当中我们可是队友 互相信任可是最基本的 徐悦接过了对方的A级剧情点 表现的也很是豪爽 莫名的不管是刘响他们三人还是全龙 心底都闪过了一丝感动和可靠感 有个圣母队友还真是不赖啊 嗯 当然 徐悦并没有使用什么生命圣水 随手一口就奶回来了 用什么道具啊 无非是自己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就会看到什么而已 白减个A级也凑合着吧 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还差点减圆了 几人还是迅速碰头准备修整一下 因为生命圣水的出色疗效 全虎也醒了过来 配合一些杂七杂八的恢复道具 虽然脸色苍白了点 但还是迅速恢复了七成的战力 这就是轮回者本身的强大优势 此时几人也在讨论着这次强敌的能力 这两人的实力强大的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他们并不想当个时间的话 在率先偷袭下 全面我们恐怕一点难度都没有 就算加上徐悦先生和你新召唤的宠物 也不见得能讨得到好 全虎心有余悸地说道 他可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如果不是那两个强敌不想多事 恐怕事情就麻烦了 几位 难道你们忘记了我给你们的情报吗 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却是敲了敲桌子 再次提醒了他们一下 让几人都是脸色一变 难道说 都是耶兰提尔 还是死灵魔法 我不认为有这么多凑桥啊 如何取舍各位考虑一下吧 第1055章 天灾 徐悦收获了一个强大的召唤兽 作为一位以得福人的讲究人 他当然也不愿意占几位 对有这么大的便宜 所以之前作为回报给他们 提供了一则目前空间 都未曾流通过的消息 消息来源是通过徐悦靠着综合名望 加入四联教国的六色盛典后 意外知道的 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根据消息情报的推测 可以大体上判断出 耶兰提尔的亡灵天灾事件 很可能是由一件叫做 死之宝珠的神器引发的 而宝珠的持有者 是操控亡灵的知名组织 之拉农的成员之一 叫做卡吉特 据说已经潜伏在耶兰提尔多年 结合前后完全可以断定他 就是为的那次 亡灵天灾的魔法仪式 对于能够引发这种恐怖动静的宝物 几位准大佬 还是相当感兴趣 因为根据那宝物的描述和引发的动态 应该刚好是我们能够对付的类型 只是因为开始遭遇袭击太过突然 而且两位对手实力太强大 让他们一下没有反应过了而已 现在听到了徐悦的提醒后 也都是恍然大悟 是啊 两位袭击者当中有一位就使用过死灵魔法 是了 既然死之宝珠是一件亡灵神器 那很可能使用也会有什么限制吧 这样的话 他们来抓这个天生异能者的理由 也完全说得通才是 可恶啊 也就是说 现在人被他们抓走了 他们可能今天就提前发动那亡灵天灾了 在鬼门关走过一回的犬虎 脸上不由露出了懊恼的神色 他们也是有着耶兰提尔亡灵爆发的具体时间的 就是因为得到了徐悦提供的情报 为了赶上这次事件并做好准备 所以才是马不停蹄赶路提前了两天回来 可现在一看 那件亡灵天灾的事件 似乎就是和这炼金少年有关 很可能原本七黑冒险小队会介入这次事件 就是这个原因 线索履顺之后 所有人也都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拳龙也是抿着嘴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我已经再次集电龙镇前辈 他距离耶兰提尔已经不远了 但不知道能否赶得上 通知龙镇过来帮忙 也是他们都同意的 在得到了徐悦提供的情报后 就已经开始联络了 本来按照预估时间的话 他还能提前到时间绰绰有余 毕竟当初那亡灵天灾的影响很大 稳一点更有把握一些 因为龙镇只是过来助权的 所以他要的价码并不算高 只负责战斗和收钱 战利品是由己方自己支配的 可现在因为对方提前发难 却是导致了这边的最强大高手并没有出现 着实让他们感到了很是犹豫 亡灵天灾的爆发地点是墓地附近 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过去看看 以防万一 徐悦稳妥地提醒到 也让几人都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目前耶兰提尔的最强轮回者势力就是己方 应该不用担心轮回者势力的干预了 但因为漆黑冒险小队没在 还有龙副会长也还没到 所以压力还是有不小的 就带着这样的心思 在全湖也完成了整理 恢复了大部分战斗力后 几人便是急匆匆地开始朝着公墓的方向赶去 而且这时候还将附甲天下那一大票小弟们 都召集了起来 让他们依托耶兰提尔的城墙来进行防御 多少也能刷不少评价分 赶去的路上都还在迅速地讨论着对策 这次亡灵天灾的大军 无论数目还是质量都很高 那些充满了死亡气息的骷髅本身 除了行动缓慢外 攻击、防御都是上乘 加上死亡气息的侵袭 就算是我们被围困住了 也会消耗很快 而数目方面更是近乎于无穷无尽 所以必须要采取斩首行动 耶兰提尔的亡灵爆发也是一件出名的大事了 不少军团都对这次事件做出过试探 但都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评价来说都是性价比不高 所以几乎每个军团一般参与这次行动的建议 都是死守城墙 等待漆黑冒险小队清场 自己等人会这么卖命 也就是得到了徐悦的隐秘情报 才会这样抉择的 这一次他们便是准备让后勤人员们充当城墙守卫 而自己几人代替漆黑冒险团 咔嚓咔嚓 渗人的骨架一动升不断地从墓地的方向传来 城墙上的士兵们也已经发现了那接近的亡灵大军 见到那密密麻麻从黑夜中涌出的亡灵大军 守军近乎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准备迎敌 务必在援军到来前守住城墙 城墙手被关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但还是准确地下令到 这等数目的亡灵大军只能依靠城墙来防御 一旦城墙失守的话 将耶兰提尔的所有驻军派过来都没有丝毫用处 而就在各方面都人手不够 感觉很难再挡下去后 骑着仓柱过来的徐悦他们 这一批的援军便已经抵达了 以一个白金冒险者小队为首 大量普通的冒险者跟随 还是给在场的守备军带来了莫大的士气 是北甲冒险小队和大量的冒险者 我们有救了 北甲冒险者小队可是靠着惊人的战绩 短期内直接刷到了白金的 所有人冒险者心里都有一杆称 这只冒险者小队很可能有秘银甚至山童的级别 长期在耶兰提尔混险的秘银冒险者小队可也就只有三只而已 这种援军自然是有着足够的分量 你们守护好城墙 我们过去寻找施法者 尽可能顶住吧 留想不忘记顺口刷一下声望 然后直接一个纵身翻身过墙 落入了城墙外的亡灵群中 虽然这些都是低级亡灵 但在死亡能量的渲染之下 实力却也要比普通精锐士兵强得多 而且身体也要坚固许多 不过留想的实力摆在这里 短期的一阵雷霆爆发 瞬间便是清空了一片区域 同时对城墙上的其他几人高喊道 我们找准一个方向杀过去 单纯地解决这些亡灵生物会把我们磨死的 烟鬼和全龙全虎两兄弟 也都同时爆发出了一阵范围类别远攻 再次向前清理了一波 然后北甲小队的几人便是同时落下了墙头 那种瞬间爆发清场的华丽 大片大片往领导下的画面 还是引起了守军们的一阵欢呼 可以的 只要有这一群勇士们在 我们一定是可以解决事件的源头的 那么一切就拜托给各位了 守备军指挥官站在墙头 对下面的北甲小队郑重地喊道 然后就目送他们一路凿穿了亡灵大军 迅速朝着里面深入了进去 这该死的世界压制 这些低级亡灵也太难缠了 再次迅速地清空了一片区域 流响都已经有些喘息了起来 自己几人穿过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但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一点尽头的样子 这个世界本来就对自己等人的破坏范围有压制 再加上这群亡灵的坚硬程度 对自身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快了 如果不能早点找到目标 等到消耗得差不多后 就算找到了恐怕也对付不了 当初那两个家伙可就已经打得自己等人疲于应付了 要加上徐悦和他的新宠物才有抗衡的资本 但如果路上消耗太大也是白大 我感受到了死灵气息的波动就在前面 不远了 而且召唤了这么多的亡灵 我觉得他们的消耗肯定也不少 作为一名魔术师 徐悦感应到亡灵波动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没有 所以他的话音落下 也是让所有人都神色一震 随后在徐悦胯下的仓柱开刀下 迅速地朝着目标杀了过去 第1056章 机缘 徐悦先生得到了仓柱之后 真是如虎天意啊 拳龙看着徐悦骑着仓柱 在亡灵群中开刀 狼奔使徒无人可挡 脸上也不由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在徐悦救下他弟弟之前 他还会嫉妒的 但在了解到了对方老好人的性格后 那一份芥蒂也完全放下了 其他几人看着仓柱的神勇 也同样都是差不多的心态 单凭他一个的话 是无法这样的 还是有着大家的配合 以及他身上叠加的状态才可以 徐悦和绝死绝命 两人骑在仓柱身上 跟着他来回奔波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亡灵骤然一空 一行人来到了墓地的中央牧师之前 此时一群人正聚集在一起 围绕着一个人进行着什么仪式 他们就是主谋吗 附近为何没有亡灵了 是有埋伏和陷阱吗 大家要小心 都是老鸟了 就完成任务的次数来说 徐悦反倒是最少的 这突然反常的变故 还是让所有人都警觉了起来 虽然疑似前面就是元凶 但并没有贸贸然前进 全神戒备 那个被围在中间的 就是两个奇袭者之一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么多帮手 然后那个擅长刺杀的女人 没有出现 全虎就是栽在了他的手上 全龙看到了被围在仪式中间的卡吉特脸上 也露出了凝重之色 该死的 看他的状态 怎么好像并没有消耗太多的样子 而这时候徐悦倒是开口 说出了新的情报 我大概明白 为什么附近没有亡灵了 前面那些亡灵奇袭耶兰提尔 很可能并不是他操控的 而是自动的搜寻着生者过去的 附近有能够隔离气息的结界 徐悦的话说完 让好几人都是心中一跳 这么大的动作 这么大的场面 这或许并不是他能够操控的 甚至可能不是他的能力 让我想到了 我在教国所听说的一个强大邪恶魔法 七阶魔法 死灵军团 这是一个可以摧毁城市的邪恶魔法 七 七阶魔法 这是超越了人的领域 怎么可能 来这里可是为了晋级任务 对于这任务空间的特点情报 当然会有了解 在他们看来 三阶魔法就已经能够称得上强大和实用了 五阶的信仰魔法当中 甚至有着短期内的复活能力 六阶魔法更是人类的顶尖 而七阶魔法则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只有利用强大的道具才能够释放出来 然后一瞬间 他们就明白过来了什么 看向那卡吉特手上握着的死之宝珠 眼中压不住的浮现了贪婪之色 能够协助释放七阶魔法的存在 哪怕在这个世界都能发挥出如此威能 这放在没有压制的世界当中又该如何了得 真正的战略及能力 哦啊哦啊 卡吉将 你的底细被别人摸清楚了呀 哈哈 不过这个七阶魔法可并不是卡吉将释放的哦 也就在徐悦向几人解释了一下后 一声虽然好听 但听上去有些扭曲的声音 却是从牧师的方向传了过来 随后一位披着斗篷 拥有着一头金色短发的火辣美女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 元七黑盛典第九席 克莱门厅英雄领域的强者 嗯因为笑容的问题也可以叫滑稽姐 卡吉特对于克莱门厅出现 显然是有些不满的 他完全可以借助暗杀能力 先躲起来进行偷袭的 不过显然滑稽姐并没有买他的账 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一次来 当然会提防着我 所以还不如出来喽 你看啊 那个人真是命大 被我戳穿了 还中了你的魔法 竟然都还没死 还活蹦乱跳的过来了 那碎碎念的画牢样子 好像完全没将眼前的对峙 当做一回事 好像是游戏人间的玩闹一样 一脸神经质的病态表情 让被他说到的全虎脸色一黑 不过啊 你们到底是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呀 应该不是无名之辈吧 克莱门厅手上把玩着自己的兵器 脸上也露出了独有的滑稽笑容 本来以为在这个国家 足够成为我对手的 也就是寥寥四个而已 你们倒也成功的 引起了我的一点兴趣 哈哈 对你们冒险者奖牌的兴趣 克莱门厅的最大爱好 就是虐杀那些冒险者 然后将他们的奖牌收集起来 挂在身上 斗篷下的贴身衣物上 全都挂满了这种奖牌 而听到了他的话后 几位轮回者的表情 也变得有些难看 那期间魔法 不是他们放的是几个意思 那个炼金小哥到哪里去了 他们辛苦劫住他 难道就是 让他利用什么道具释放这个 该死的 他们的消耗 没有想象当中的大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这些老油条很快反映过来什么 如临大敌的时候 披着斗篷 坐在仓柱身上的绝死绝命表情 却露出了一丝好奇 哎我好像认识他哎 敲了敲自己的小脑袋 他似乎是在 回忆着什么 而后便是敲打了一下手心 邀功一般的 对徐月说道 月大人 我记得他 他是原来的七黑盛典第九席 也是现在第五席的妹妹 好想叫克莱门厅来着 是叛逃者 一边说到这里 他一边也有些蠢蠢欲动的样子 克莱门厅作为七黑盛典的成员 倒也知道绝死绝命的存在 但显然接触还是很少的 加上绝死绝命披着的斗篷 没露出面容 却并没有认出他来 但听到他所说的话 还是让克莱门厅不由撇了撇嘴 些 这里竟然还有认得我的人啊 看来 我比我想象当中的名气要大嘛 几位轮回者 也是竖起了耳朵来了解 哦 原来是七黑盛典的人 难怪这么强 七黑盛典相对来说 是教国的底牌力量 里面成员的身份和名气 其实是比不上其他英雄领域的强者的 不过再怎么 六色盛典也是轮回者已经探明的 这个世界顶尖力量了 对于这种身份 还是很容易接受 你这么一说 我倒也知道是谁了 许悦似乎是因为 得到了绝死绝命的提醒 明白了什么 然后有些不确定的开口道 我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 好像听说了她偷袭了风华盛典的巫女公主 将智者投关给抢走了 绝死绝命是一向都不太喜欢 去了解什么的 这件事倒还是刚刚才知道的 也感到了有些诧异 智者投关 那个靠着封闭精神 可以释放出巴结魔法的圣物吗 哎我可以想象神官掌门的苦瓜脸了 绝死绝命捂着嘴 噗哧噗哧的笑了起来 这种话 让旁边的几位轮回者更是双目喷火 八 巴结魔法 天呐 这里竟然有两个神器吗 太夸张了好不好 当初七黑小队是如何击败他们完成退制的 一定还有着什么约束 他们很可能无法再释放这等级的高阶魔法了 前面的亡灵大军消耗了他们的次数 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 小队频道当中 几人也不断的催促着拳龙 让他快点催一催龙阵 甚至可以告诉他这里的收获 除了本来的雇佣费 这里的东西也让他分一杯羹 这么难得的机会 既然七黑小队可以击败你们 那我们再加上龙阵的话 肯定也有机会办到 两件神器足够我们拼一把了 甚至哪怕晋级任务失败了都无所谓 这好处太大了 是指属于我们的开荒情报 不单单是轮回者们反应巨大 就连克莱门厅脸上也收起了笑容 满脸冷漠的看向了仓柱背上的徐悦和绝死绝命 哦呀哦呀 真是让我有些好奇你们的身份了 知道我并不奇怪 但知道这种消息还是让人有些在意啊 第1057章 计划之外 想办法和他多扯点 多拖延点时间 对 龙阵前辈马上就到了 小队频道当中 几位轮回者也是不断的向徐悦提醒了起来 同时看向徐悦路上捡到的那个小跟班 眼中也充满了火热 美貌什么的倒还好 除了少部分轮回者外 大部分轮回者都不会因为这个而务实 反正有着性价比高的享受空间嘛 可对方除了美貌之外 表现出的价值也足够引起重视了 之前徐悦说他有些能力 看来是真的有能力了 手中竟然掌握着这么多的情报 而徐悦并没有在小队频道当中 回应他们什么 而是顺势地从仓柱背上下来 顺手接住了跳下来的绝死绝命 将他放在了地上 自己本身则是缓缓掀起了东帽 露出了自己的面容 对克莱门厅说道 初次见面 七黑盛典第十三席黑色闪光 徐悦的话说完 无论是轮回者还是克莱门厅 又或是还在准备仪式的卡吉特 脸上都不由露出了惊诧的神色 这家伙竟然是七黑盛典的人 几位轮回者倒还反映好点 或许对方是有综合名望吧 他不是集合得最晚了吗 利用那个刷起来的身份吧 要不也可能是在为了拖延时间瞎扯 总归能够多僵持久一点就越好 对于七黑盛典的信息 他们可并没有了解多少 大体上就感觉和其他六色盛典差不多 成为盛典的成员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的实力是几人当中最强的 天下之大无论哪个势力都可能加入 但对于卡吉特和克莱门厅两人来说 可是完全明白七黑盛典这几个字的含义的 这可是教国的最强力量 拥有席位的人最少都跨入了英雄领域 不过想想他旁边那几个家伙 虽然比起自己两人来说是不如的 但也的确达到了英雄门槛了 这样的话 对方拥有着英雄领域的实力 进入了七黑盛典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哎七黑盛典可是好久没有加新人了的 你小子有点能耐吗 用自己的兵器敲了敲肩膀 克莱门厅再次露出了那独有的笑容 只是很明显 身上的杀意变得更加实质化了起来 自己对教国做了什么自己清楚 一旦放任这家伙回去暴露了自己 那还真的是麻烦了 作为元七黑盛典的一员 他可是当然知道教国的底蕴 那可是继承了来自于六神的底蕴 自己这次过来帮卡吉特 也同样有着借机转移视线 躲避追杀的目的在里面的 卡吉将 克莱门厅用那种带着些许暴虐与病态的语调 对卡吉特喊了一声 而后者显然也是直接明白了他的意思 点了点头 知道了 其他人交给我 你先去解决他吧 卡吉特知道自己现在和这个疯女人 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这群人 还是一个都不放过的好 之前放你们一把 你们不懂得珍惜 既然想死的话 那我就成全你们 卡吉特一边咆哮着 一边举起了手上的死之宝珠 随后天空之中便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阴影 静风拂面 无尽的龙威夹杂着一股腐朽之风降临 莫名就给众人心头施加了一道枷锁 抬头看去 便看到了那一条从天而降的鼓龙 该死 是鼓龙 鼓龙在其他任务空间也有存在 而且无论在哪个空间 都是属于食物链顶端 BOSS级的模板 同级别甚少拥有敌手 万万没想到 这个本来就很难缠的死灵法师 竟然还能召唤出鼓龙 刘响和拳龙他们几个 脸上都不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看来我来的还不晚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便是从一边传来 只见一位衣着华丽的老者 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出现在了现场 龙副会长 龙前辈 龙阵阁下 听到声音文言看去 看到了援军之后 几人脸上也终于露出了欣喜之色 这可是老牌的乱入者大佬 华南商会的副会长 乱入者当中的佼佼者了 和守门员可是完全不同的 这绝对是强大的胜利君 古龙有着绝对磨免的特性 的确是有点麻烦 你们牵制一下 我去解决那个召唤者 龙阵那一身华跪法袍和手上的权杖 显然代表着他的主力输出也是法系 被古龙有些克制 不过这一点 他本人却并不是很在意 自己虽然无法奈何的了那古龙 但只要把召唤者解决掉就行了 看着卡吉特手上的死之宝珠 龙阵的眼中也闪过了炙热之色 他的精神力感受到了那宝珠当中 所蕴含的庞大死亡之力 这是神器级别的存在 如果能够为自己所用的话 召唤古龙也不在话下 又来了个呀 卡吉将你自求多福哦 面对新出现的龙阵 克莱门厅虽然嘴上说着无所谓 但脸上也多出了一丝凝重 和那几个刚刚跨入英雄级的不同 这老家伙身上自己感受到了压力 很可能是同级别的魔法勇唱者 如果不是他是法系职业的话 那卡吉特也不用打了 直接认输就行了 现在这种情况才能够周旋一二 那那边的新人 要不我们去那边随便玩玩 让作为前辈的我 带你进入真正的成人世界怎么样 克莱门厅转头看向了徐悦 眼前这个才是自己的主要目标 卡吉特再怎么靠着古龙 也可以撑住很长一段时间 足够自己将目标解决了 到时候是去帮他还是撤退 也全由自己说了算 反正也没多少交情 卖了也没心理压力 现在关键的是要把这主要目标单独引出来 那就请多多指教了 徐悦笑了笑后 便是随同克莱门厅朝着另外一边走去 绝死绝命和仓柱 都是低调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见到徐悦以一己之力将一大强敌引开 留想他们既是感动也是松了口气 一个擅长暗杀的家伙在这里的话 龙镇阁下还需要分出很大的精力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袭 现在这样也好 完全能放开手脚了 这可是徐悦强行以自己作为诱饵 将目标引开制造出来的机会 龙镇看向徐悦离开的背影 眼中也同样充满了欣赏之色 克莱门厅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压力 他又何尝不是感受到了克莱门厅身上的杀意 那是绝不逊色于自己的土著 而且从对方那细小的兵器上来看 也是偏向于速度和刺杀的 在自己面对古龙的威胁之时 还真会很麻烦 现在无疑是轻松了很多 不能辜负那位年轻人争取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以最快速度解决掉这个家伙 了解 我们可是已经和他打过一次交道了 已经达到了这等层次 古龙虽然可怕 但也不是不能为敌 刘响四开卷轴给自己上了几个状态之后 便是咆哮一声直逼古龙而去 只要自己等人拖到了古龙 徐悦拖住了那个女人 让龙镇前辈解决掉那个施法者 就一切万事大吉 带着四倍速度的冲锋和身上的状态 狠狠地撞在了体型不成比例的古龙身上 愣是将这条古龙撞出了一个亮枪 然后借助着灵巧不断地开始周旋 后面李乔烟鬼和拳龙拳虎两兄弟 也各自都发挥出了自己的能耐 硬生生地将那庞大的古龙给拖住了 不让他有机会回原 几人也就是拳虎比较倒霉一点 因为状态不好被当作了突破点盯着打 但好歹还是完全牵制下来了 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龙镇此时则是漂浮在了卡吉特上方 满脸冷漠地看向了他 现在开始兵对兵 王对王 呵呵 天真 你们完全不知道死之宝珠的真正力量 卡吉特丝毫没有在意天空之上的龙镇 狂笑着再次举起了宝珠 虽然龙镇瞬间便是一套奥火连击想要阻止他的动作 但他那些魔法飞弹 却同时被地面破开的一道爪子所挡住 根本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另外一条古龙裂的而出 将卡吉特拱位在了自己的海骨缝隙之中 庞大的躯壳让龙镇瞳孔不由一阵收缩 竟然还有一条 该死的 漆黑 小队是怎么解决这种恐怖的敌人的 难道是在他还没发挥出来的时候就偷袭先解决掉了施法者吗 就是因为知道漆黑小队完成过这次任务 所以他才会毫无顾虑地直接介入进来的 可是现在完全在计划之外好不好 第一千零五十八章 特别技巧 阿脸是在担心你的同伴吗 真是抱歉啊 他们似乎被卡吉将克制了 克莱门厅捂着嘴带着些许邪恶的笑道 怎么 同伴们即将死亡为自己带来了内疚是吗 不得不说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明明是个新人 但竟然这么快就认识了一群还不错的玩具 瞥了一眼那正在和两头古龙以及卡吉特斗智斗勇的轮回者们 徐悦也很快收回了目光 同伴 抱歉 只是一起接下了任务 仅此而已 哎呀 你这么说 他们可是会伤心的 克莱门厅表情显得很是病态 伸出了娇嫩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兵器 看上去稍微有点色情 不过大概 你会死得比他们快点 所以也不用担心伤心不伤心的问题了 话音刚刚落下 克莱门厅便是瞬间速度爆发抵达了徐悦的眼前 手中的兵器带着一种破空生殖刺耳去 没有丝毫的仙兆 这个对手不弱 而且那个宠物给自己的感觉也很强 最好是能够出其不意先完成重创 所以哪怕只是第一季的试探 他就近乎于用出了全力 能力提升 能力超提升 急风走破 超回避 近乎于瞬间就是四个战绩用出 也完全体现出了他强大的实力与技巧 虽然为人张狂 嚣张外加变态 但他的确也有这么做的资本 超快的速度让对手反应不过来 也让克莱门厅眼中闪过了一丝残酷 之前自己就是靠着这完全超乎想象的速度 直接中创了他们一个成员的 对方也是这样的手足无措 也是这么的弱小无助 各种能力提升之下 四周的一切在克莱门厅眼中都已经缓慢了下来 昆虫的鸣叫 灵活的飘荡 都变得格外的延迟 唯独只有自己不受影响 放肆 竟然敢对越大人不敬 然而就在他准备将攻击捅入对方体内的时候 在这一片缓慢的世界当中 确实出现了一声正常速度的呵斥 随后他便看到了那一直低调的跟在对方身后的娇小少女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对方的身前 完全没有看到他的移动轨迹 好强 好快 这是克莱门厅心中唯一闪过的念头 万万没想到这个娇小的少女竟然也是一位强者 失算了 可他这念头都还没冒完 手中的尖刺便已经被对方抓在了手里 白嫩的小手与这种凶器的绝对反差 让克莱门厅眼中一亮 兴奋之色一闪而过 很好 感受着撕裂的痛苦吧 一边兵器被挡下 克莱门厅毫不气乃的将另外一只手抽出了第二把 然后狠狠的刺了过去 能够徒手接下自己的攻击 的确是强的可怕 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大许多 但你还是太大意了 决死决命 另外一只手也毫不犹豫的抓住了他的第二把兵器 然后两把兵器之间便是瞬间爆炸 喷涌了一道爆裂的火光 在火光的照射之下 克莱门厅脸上也露出了残酷的病态笑容 你的确很强 但谁叫你 呼 凌厉的气流席卷 漫天的火光都消散一空 只留下了原地连斗篷都没有丝毫伤痕 在气流下掀开了冬帽 黑白交错的绣发肆意飞舞的绝美人影 一黑一白不同的眼睛莫无表情地盯着克莱门厅 让后者瞬间感受到了灵魂的冻结 莫名想到了当初只有一面之缘 但却被千叮万主不能得罪的少女 七黑圣典边外席 决死决命 不 不是吧 不是说他需要常年镇守神物 不会离开的吗 就连七黑圣典的正式成员也几乎见不到他 更别说看他出手了 这种活在传说当中的家伙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 要由这种教国的底蕴之物来追杀 骗 骗子 都是骗子 教国的宗旨不是消灭一种团结人类吗 我是人类啊 为何会派出你来针对我 感受着手上兵器的纹丝不动 克莱门厅也感到了一阵崩溃 针对你 绝死绝命歪了歪脑袋 黑白相间的秀发垂落在了肩膀 语气似乎是显得有些疑惑 怎么会 双手握紧 那两把兵器便是同时被捏碎 任由克莱门厅失去重心跪坐在地 只是侍奉岳大人游历人间顺路而已 听到绝死绝命的话 克莱门厅也瞬间抬头了起来 然后用满脸亥然的神色 看向了绝死绝命身后 一直都没什么反应的徐悦 刚刚编外席叫她什么 大人 游历人间 这女人要杀了吗 绝死绝命乖巧的回头 对徐悦请示着 第五席的妹妹 到时候将她带回国 让教国自己处置吧 我不干预 克莱门厅本来是要死在这里的 死于怀中暴昧煞 放她一条生路 有着相对奖励低一些的成就任务 不过 徐悦更加看重的 还是保护剧情走向的触发任务 如何保护到需要自己出手 那当然是他们动作越大越好 原本的亡灵天灾 是因为漆黑的加入被轻易扼杀了 那现在万一没控制住呢 这当然就要看她和卡吉特的发挥了 一道巨大的吐刺从地上涌出 恐怖的动静甚至让附近地形 都发生了改变 哪怕是古龙那庞大的体魄对比下 这吐刺也能够占据将近一半的大小 狠狠地撞在了其中一只古龙之上 将其蛮横地撞飞了出去 掀起了巨大的尘埃和震荡 碎骨也从古龙上坠落而下 受到了数到状态加成的古龙 也有些扛不住如此可怕的攻击 高空之中的龙阵酝酿完这道魔法之后 也躲开了另外一只古龙的一招 有些气喘吁吁地说道 为了针对抗魔生物 我也特地研究出了对抗的办法 古龙的确是可以免疫魔法 但对于魔法所酝酿出来的间接物理攻击 却也是会受到足够的伤害 被压制了这么久 狗了一波憋了个大的 龙阵也是出了口恶气 现在一只古龙已经受到了重创 虽然自己也消耗很大 但配合那几个家伙 还是有把握战而胜之 到现在也就全虎因为被针对 打出了GG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其他人的战斗力还是保留着的 只剩下一只古龙 已经无法再充分地保护好对方了 付出这么多 消耗这么大 终于也要 扑 一道尖锐的刺间 从漂浮在空中的龙阵背后捅来 直接捅到了他胸前 身上两道魔法道具应声而碎 整个人也伴随着一道幻影 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了 伤痕累累的流响他们几人之中 不过 虽然有着道具的保命 让他躲过了下一次的致命一击 可那胸前血流不止的伤口 还是让龙阵再次喷出了一口血 撕裂的治疗卷肘也无法愈合 是带着一只愈合属性的 抬头看着漂浮在空中的那个 正舔着兵器上血字的疯女人 龙阵脸色也是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该死 就差一点点 那个年轻人终究没办法拖延这么久吗 而且万万没想到 这个物理像的刺客 竟然有着腾空和隐形的能力 自己本来防备他一手特地飞在天上的 现在看来反倒是一大败笔 转动着手上的兵器 克莱门厅也终于克制了飞行的不适 真是失态啊 第一次得到这种buff不太适应 导致这么好的机会 没能一击杀死对手 会不会受到惩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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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